禁骨奇观第三步,报忘老人,第二十六章,贺剑声魂丧飞空安,皮包血肉骨包身,强作娇严狂惑人,千古英雄皆作此,百年同事一坑尘,这首诗乃昔日性如此所作,单见乃银色紫腔的,论来好色与好银不同。 假如古诗云,一孝清人城,再孝清人国,岂不顾清城与清国,家人难在得。 此未知好色,若是不择美恶,以多为胜,如俗语所云,石灰不带,到处留记,其色何在?但可未知好银而已。 然虽如此,在色中又有多般。假如张场画眉,相如并渴,虽为如者所积,然夫妇之情,仁伦之本,此未知正色。 又如娇妾美帝,以翠微红,金差十二行,仅占五十里,樱桃杨柳,歌舞擅场,碧月子云,风流妖艳,虽非一马一安,毕竟有花有叶,此未知傍色。 又如锦莹献笑,花阵图欢,露水分丝,深道偶然流影,风云随利,掩开那溪缠头。 旅馆长途,堪消寂寞,花前月下,一炷金怀。 虽世门之游,豪客不费,然女驴之仪,正人耻言,不得不畏之邪色。 知如上征下报,同仁道于寿秦,钻学于墙,一心基于鬼欲,偷暂时之欢乐,为万事之罪人,明有人诛,幽蒙鬼则,这为之乱色。 又有一种叫是正色,不是磅色。 虽然笔布的乱色,却又笔布的邪色。 填色了虚学圈套,污秽却清净门风,惨同神面瓜金,恶圣佛头交粪,远则地府填丹,尽则阳间夜报。 奉劝世人,切须谨慎。 正是,不看僧面看佛面,修把银心砸到心。 说这本朝宣德年间,江西临江府新干线,有个贱生,姓贺名英祥,自大清,为人风流俊美,骆驼不羁,专好的是生色二世。 欲着花街柳巷,无谢歌台,便恋流不舍,就当作家里一般,把老大一个家业,也弄去了十至三四。 浑家路市,见谈嫩般花费,苦口见劝。 贺大清倒到老婆不闲,时常反目。 因这上,路市立市不管,领着三岁一个孩子喜儿,自在一间静室里持斋念佛,由他放荡。 一日,正值清明佳节,贺大清穿着一身华丽衣服,独自一个到郊外踏青游玩。 由宋章勇施为证,春游千万家,到底面如花。 三三两两应花莉,欲语成烟霞。 贺大清只捡妇女从聚之处,或前或后,往来摇摆,卖弄风流,稀图要逢着有缘分的家人。 不想一无所欲,好不败心。 自觉无聊,走向一个酒馆中,孤饮三杯。 上了酒楼,简延接一副坐头坐下。 酒保送上酒窑,自针自饮,一窗观看游人。 不出三杯两盏,吃够半憨,起身下楼,算还酒前,离了酒馆。 一步步任意走走,恰好已是未排时分。 行了多时,渐渐酒涌上来,口干舌燥,思量的斩茶来解渴便好。 正无处求见,忽抬头见前面林子中,翻迎棚楼,庆韵悠扬,料到是个僧寥道怨,心中欢喜。 饥荒趋向前去,抹过林子,显出一个大寺院来。 贺大清打一看时,周围都是粉墙包裹,门前十来株倒锤杨柳,中间像杨两扇八字墙门,上面高挂金字匾额,写着非空庵三字。 贺大清点头道,长文的人说,城外非空庵中有标志尼姑。 只恨没有功夫,未曾见得,不想今日趁了这便。 即整顿衣冠,走进安里。 转东一条鹅卵石阶,两边鱼柳成形,甚是优雅。 行不多步,又进一众墙门,就是小小三间房子供着围托尊者。 厅中松摆参天,树上鸟声嘈杂。 从佛背后转进,又是一条横街,大清静望东行去,见一座雕花门楼,双飞紧闭。 上前轻轻扣了三四下,就有个垂条女童,压得开门。 那女童身穿姿衣,腰脊四套,打扮得十分齐整。 见了贺大清,连忙问训。 大清还了礼,跨步进去看时,一带三间佛堂,虽不甚大,倒也高场。 中间三尊大佛,相貌庄严,金光灿烂。 大清向佛做了衣,对女童道,繁报令师,说有课相访。 女童道,相公请坐,带我进去传说。 续间,一个少年尼姑出来,向大清起手。 大清急忙还礼,用那双开不开,合不合,灌输情,砖脉翘,软咪的俊眼,仔细移去。 这尼姑年纪不上二十,面旁白皙如玉,天然燕也,运格非凡。 大清看见嫩般标致,喜得神魂飘荡。 一个衣坐了下去,却像出出锅的瓷疤,软坐一塌,头也伸不起来。 礼罢,分宾主坐下,想到,今日撞了衣日,并不曾遇得个可疑人,不想这所在道藏着如此妙人。 需用些水魔功夫撩拨他,不怕不上我的钩。 大清正在腹中打点草稿,谁知那尼姑亦有此心。 从来尼姑庵也有个规矩,但凡客观到来,都是老尼迎接答话。 那少年的如闺女一般身居检出,非系相熟的主姑或是亲戚,方才得见。 若是老尼出外,或是并握,镜子此刻,就有非常适要,便立心要来任那小徒,也少不得三请四患,等得你个不耐烦,方才出来。 这个尼姑为何挺身而出? 有个缘故,她原是个真念佛,假修行,爱风月,显冷静,怨恨出家的主。 偶然先在门戏里,张见了大清这一表人才,倒有几分看上了,所以挺身而出。 当下两只眼光,就如真儿欲着此时,紧紧地设在大清身上,笑嘻嘻地问道,向公尊姓贵表。 府上何处? 至小安有甚见欲。 大清道,小生姓贺名大清,就在城中居住,今日到郊外踏青,苟不至此。 九木仙姑清德,顺便拜访。 尼姑谢道,小尼辟居荒野,无德无能,谬成罔顾,彭必生辉。 此间来往人杂,请里面宣钟带茶。 大清见说请到里面吃茶,料有几分光景,好不欢喜,急起身随入。 行过几处房屋,又转过一条回廊,方氏三间静氏,收拾得好不惊讶。 外面一带,都是福兰,厅中植梧桐二树,修竹树干,百般花卉,纷云灰映,淡绝香气息人。 正中间供白描大事项一轴,古铜炉中,香烟复复,下设蒲团一座。 左一间放着朱红橱柜四个,都有封锁,想是收藏经典在内。 右一间用围平围着,进入看石,横设一张铜板书桌,左设花藤小椅,右边靠壁一张扳竹榻, 闭上悬一张断纹古琴,书桌上笔焰精凉,仙尘不染。 侧边有经卷数字,随手捏一卷翻看,金书小凯,字体模仿赵松学,后筑年月,下书弟子空照熏木写。 大清问,空照是何人?答道,就是小泥剑名。 大清莫复完赏,夸之不已,两个隔着桌子对面而坐。 女童点茶道来,空照双手捧过一盏,地语大清,自取一盏相陪。 那手食指尖尖,脚白可爱。 大清接过,戳在口中,真个好茶。 有品洞宾茶师为证。 于瑞其枪称绝品,增加造法及功夫。 兔毛鸥浅香云白,瞎眼汤翻席浪修。 断送睡魔离而起,增添清气如肌肤。 幽从自落西岩外,不肯移根入上都。 大清问道,仙安共有几位。 空照道,师徒四众。 家十年老,近日并费在床,当家就是小泥。 指着女童道,这便是小徒。 她还有师弟在房里诵经。 贺大清道,仙姑出家几时了。 空照道,自七岁丧父送入空门,今已十二年已。 贺大清道,青春十九正在庙陵,怎生受此寂静。 空照道,相公修得取孝,出家圣俗家树被礼。 贺大清道,那见得出家的圣俗俗家。 空照道,我们出家人并无闲事缠绕,又无儿女牵绊, 终日诵经念佛,受用一炉香,一壶茶,眷来免纸杖, 闲暇李思童好不安闲自在。 大清道,闲暇李思童,弹琴时也得个知音的人在旁贺采方好。 这还罢了,责这圈来免纸杖,万一梦言起来,没人推醒,毫不怕礼。 空照一致大清下调,含笑而应道,梦言杀了人也不要相公偿命。 大清也笑道,别的眼杀了一万个全部在小生心上, 像仙姑嫩般高频,岂不可惜。 两下你一句,我一声渐渐说道奋计。 大清道,有好茶再求令烹一壶来吃。 空照已会议了,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 大清道,仙姑卧房何处? 是什么纸杖? 也得小生认一认。 空照此时欲心已斥,按捺不住,口里虽说道,认他怎么? 却早已立起身来,大清上前拥抱,先做了个履字。 空照往后就走,大清接脚跟上,空照轻轻地推开后臂, 后面又有一层房屋正是空照卧处。 摆设更自技术。 大清也无心观看,两个相报而入,由小泥杂取而为证。 小泥姑在安中手拍着桌愿命。 凭空里掉下个俊桥官人,座谈有几句话,声口相应。 你贪我不舍,一拍上就圆成。 虽然不是结发的夫妻,也难得他一个字叫做啃。 二人不提防女童推门进来,连忙起身。 女童放下茬,眼口微笑而去。 看看天晚,点起灯烛,空照自去收拾酒里蔬菜,摆坐一桌, 与贺大清对面坐下。 右孔两个女童泄露机关,也交来坐在旁边相陪。 空照道,安中都是吃斋,不知贵客到来,未曾被伴昏味,甚是有慢。 贺大清道,成贤师徒错爱,已是过分。 若如此说,反令小生不安已。 当下四人背来斩去,赤道半憨,大清起身挨至空照身边, 把手勾着井,将酒饮过半杯,递到空照口边。 空照江口来城,一饮而尽。 两个女童见他肉麻,起身回避。 空照一把扯到,济童在此,料不容你脱白。 二人摔脱不开,将袖儿掩在面上。 大清上前抱住,扯开袖子,就做了个嘴。 二女童年在当时,情斗已开,见师父荣情,落得快活。 四人搂坐一团,缠坐一块,吃得个大醉,一床而卧,向威相报,如期如交。 贺大清放出平生本事,竭力奉承。 尼姑巨士出的甜头,恨不得把身子并坐一个。 到此早,空照叫过湘公,赏他三钱银子,买主他莫要泄露。 又将钱抄交去买半鱼肉酒果之类。 那湘公平西间,挨着这几碗黄蛋饭,眉肾肥水道口, 眼也是盲的,耳也是聋的,身子是软的,脚是慢的。 此时得了这三钱银子,又见要买酒肉,便觉眼明手快, 身子如虎一般见,走跳如飞。 那萧一个使臣,都已买完,安排起来,款待大清,不在话下。 却说,非空安园有两个房头,东院乃是空照,西院的是靖真, 也是个风流女士。 手下只有一个女童,一个湘公。 那乡公因见东院连日买半酒肉,抱与靖真。 靖真猜算空照定有些不三不四的勾当, 叫女童看守防护,起身来到东院门口, 恰好遇见乡公,左手提着一个大酒壶, 右手拿个篮,开门出来。 两下打个照面,急问道,院主往那里去。 靖真道,特来与师弟闲话。 相公道,既如此,带我先去通报。 靖真一手扯住道,我都晓得了,不孝你去打照会。 相公被盗着心事,一个脸灯石仗红,不敢答应。 只得随在后边,将院门闭上,根治靖世门口, 高叫道,西房院主在此拜访。 空照闻言,慌了手脚,没做理会, 叫大清闪在屏后,起身迎住靖真。 靖真上前,一把扯着空照衣袖, 说道,好呀,出家人干的好事,败坏山门。 我与你到李正处去讲,扯着便走。 吓得个空照脸,就如七八样的颜色染的, 一袋红一袋而青,心头恰像千百个铁锤打的, 一回上一回下,半句也对不出,半步也行不动。 靖真见他这个模样,呵呵笑道,师弟不消着急, 我产是傻你,但既有嘉宾,如何瞒着我独自受用, 还不快请来相见。 空照听了这话,方才放心, 遂令大清与靖真相见。 大清看尽真姿容秀美,风采动人, 年纪有二十五六上下。 虽然长于空照,风情比他更盛, 乃问道,师兄上愿何处? 靖真道,小泥即此安息怨,直尺便是。 大清道,小声不知,事与凤叶。 两下贤婿半赏, 靖真见大清举止风流, 谈吐开爽,宁谋流畔, 恋恋不舍。 叹道,天下有此美事,师弟何性, 独善其美。 空照道,师兄不须掩热, 倘不见外,自当同乐。 靖真道,若得如此,佩得不浅。 今晚凤厚小座,万起雾外。 说吧,急起身别。 回至西院,准备酒窑伺候。 不多时,空照同贺大清携手而来。 女童在门口迎后, 贺大清进院, 看时防狼花镜, 一身为取。 三间镜事, 比东院的更绝惊讶。 淡剑, 潇洒亭轩, 清虚护友。 化裂江南烟井, 香坟真辣尘坛。 亭前修竹, 风瑶一派佩还生, 莲外齐花, 日照千层锦绣色。 松阴入见秦淑润, 山色清宣枕淀凉。 靖真见大清已至, 心中欢喜。 不负叙礼, 即便就坐。 茶坝, 摆上国酒窑转。 空照推进, 真坐在贺大清身边。 自己对面相陪, 又扯女童打横而坐。 四人三杯两盏, 饮沟多时。 贺大清把静真抱至西上, 又交空照坐至身边, 两手勾着井下, 百般以拟。 旁边女童面红而热, 也觉动情。 指引到黄昏时分, 空照起身道, 好作新郎, 明日当来贺喜。 讨个灯, 送出门口自去。 女童叫乡公关门庇护, 进来收拾家伙, 将汤敬过手脚。 贺大清抱着静真上床, 解脱衣裳, 钻入背中。 睡至已排十分, 放财起来。 自此之后, 两院都买主了乡公, 轮流取乐。 贺大清淫欲无度, 乐极妄归。 将近两月, 大清自觉身子音卷, 支持不来, 思想回家。 怎奈尼孤正是少年得去之时, 那肯放射。 贺大清再三哀告道, 多成雅碍, 实不忍别。 但我到此两月有余, 家中不知夏洛, 定然着忙。 带我回去, 安慰七奴, 再来陪奉。 不过四五日之事, 清等何必建议? 空照道, 既如此, 今晚被一酌为剑, 明早任君回去。 但不可失信, 做无形之人。 贺大清涉世道, 若望清等恩德, 犹如此日。 空照即到古愿, 暴雨静真。 静真想了一回道, 他涉世虽是真心, 但去了必不能再置。 空照道, 确实为何? 却是为何? 静真道, 是这样一个风流美貌男子, 谁人不爱? 况他生亭花柳多情, 乐地不少, 逢着便留恋几时, 虽欲要来, 事不可得。 空照道, 依你说还是怎样? 静真道, 依我, 却有个绝妙策而在此, 教他无神自负, 死心塌地守着我们。 空照连忙问计, 静真伸出手叠着两个指头, 说将出来, 有份叫何大清, 生于锦绣丛中, 死在牡丹花下。 当下静真道, 今夜若说渐行, 多劝几杯, 把来灌醉了, 将他头发剔静, 自然难回家去。 况且, 面旁又像女人, 也照我们装束, 就是达摩祖师亲来, 也想不出他是个男子。 落得永远快活, 且又不单干系, 岂非一举两变。 空照道, 师兄高见, 非我可及。 到了晚上, 静真叫女童看守防护, 自己到冬院见了贺大清道, 正好欢愉, 阴慎顿生别念。 何博情至此? 大清道, 非是寡情, 只因离家已久, 欺奴未免玄望, 故此暂别数日, 即来陪侍, 岂敢酒抛, 望清恩爱。 静真道, 师弟已云, 我怎好勉强。 但君不失所欺, 方伟信任。 大清道, 这个道不须多主, 少请, 摆上酒窑, 似泥一南, 团团而坐。 静真道, 今夜至此酒, 乃离别之言, 须大家痛罪。 空照道, 这个自然, 当下更翻劝仇, 只引至三谷, 把贺大清灌得烂醉如泥, 不省人事。 静真起来, 将他金则脱了, 空照取出剃刀, 把头发剃得一惊不存, 然后扶至房中去睡, 各自分别就寝。 贺大清一叫, 直至天明, 方才苏醒。 旁边绊的却是空照, 翻转身来, 决道金头皮在枕上抹过, 连忙把手摸时, 却是一个金光葫芦, 吃了一惊, 急忙做起, 连叫道, 这怎么说? 空照经形转来, 见他大惊小怪, 也坐起来道, 郎君不要灼脑, 因见你执意要回, 我师徒一头击倒在怀中, 撒娇撒吃, 吟声浪语, 迷得个贺大清毫无主张, 乃道, 虽成你们好意, 只是下手太狠, 如今叫我怎生见人? 空照道, 带养长了头发, 见也未尺, 贺大清无可奈何, 只得依他, 做尼古打扮, 住在安中, 昼夜淫乐, 空照, 竟真以字不肯放空, 又加添两个女童, 或时做连床会, 或时做乱点军, 那碧香贪银的肯行谦让, 这碧香买好的感惜精神, 两柄快斧, 不够披一块枯柴, 一个匹兵, 怎能当发四元见价, 灯江灭而复明, 纵是强阳之火, 漏以静而游滴, 那有润泽之时, 人交铁汉也消融, 这个残生难过活, 大清病已在身, 没人体恤, 起初时还三好两歉, 尼古还认识躲避差矣, 伺候见他九眠床入, 方才着急, 抑郁送回家去, 却又头上没了头发, 怕他家盘问出来, 告到官司, 败坏安怨, 住身不老, 若留在此, 又恐一叉两悟, 这尸首无处出脱, 被地方晓得弄出事来, 姓名不保, 又不敢请蜜医人看着, 只叫湘公去说并讨药, 犹如交在时上, 那有一些用处, 空照, 静真两个, 煎汤送药, 日夜服侍, 指望他还有全好的日子, 谁知病是转家, 奄奄待毙, 空照对静真上一道, 贺狼病体, 万无生理, 此事却怎么处, 静真想了一想道, 不打紧, 如今先交湘公去买了几袋石灰, 等他走了路, 也不要寻外人收拾, 我们自己与他穿着衣服, 一般泥固打扮, 棺材也不必去买, 且将老师副寿才来胜了, 我与你同这湘公女童, 湘邦抬到后园空处, 绝个身雪, 将石灰倾入, 埋藏在内, 神不知, 鬼不觉, 那个晓得, 不到二人商议, 且说贺大清这日, 睡在空照房里, 呼得响起家中, 眼前并无一个亲人, 泪如雨下, 空照与他是泪, 安慰道, 郎君不需烦恼, 少不得有好的日子, 贺大清道, 我与二清邂逅相逢, 指望永远相好, 谁想缘分浅薄, 忠道而别, 甚为可恨, 但其手原是与清相处, 今有一句要谨话, 脱轻与我周旋, 万起不要为我, 空照道, 郎君如有所主, 必不敢为, 贺大清将手向枕边取出一条鸳鸯韬来, 如何叫做鸳鸯韬, 原来这套半条是鸳鸽绿, 半条是猫黄, 两样颜色合成, 所以为之鸳鸯韬, 当下大清将韬赋予空照, 含泪而言道, 我自道此, 家中分毫不知, 今将永别, 可将此韬为信, 报之无期, 叫他快来见我一面, 死亦明目, 空照皆韬在手, 忙使女童请静真到厢房内, 将韬与他看了, 商议报信一劫, 静真道, 你我出家之人, 私藏男子, 已犯明条, 况又弄得奄奄欲死, 他魂家到此, 怎肯甘休, 必然胜张起来, 你我如何收拾, 空照倒底是个嫩祸, 心中犹豫不忍, 静真匹手夺取韬来, 望着天花板上一丢, 眼见的套有好几十不得势力, 空照道, 你撇了这套, 叫我如何去回复贺狼, 静真道, 你只说以拆香弓将套送去了, 他娘子自不肯来, 难道问我个违宪不成, 空照一言回复了大清, 大清连日一连问了几次, 只认魂家怀恨, 不来看他, 心中愈加凄惨, 乌乌而泣, 又挨了几日, 大献已到, 乌乎哀哉, 地下呼天探色鬼, 人间不见假尼姑, 二尼见他气绝, 不敢高声啼哭, 引气而已, 一面烧起香汤, 将他身子开抹干净, 取出一套新衣, 穿着停荡, 叫起两个香弓, 将酒饭与他吃饱, 点起灯竹, 到后园一株大柏树旁边, 用铁敲绝了个大穴, 倾入石灰, 然后抬出老尼姑的寿财, 放在穴内, 铺设好了, 也不管时日立也不立, 到房中把尸首翻在一扇门板之上, 种泥相帮相攻, 打至后园, 胜炼在内, 眼上裁盖, 将酒定了, 又倾上好些石灰, 把泥堆上, 云滩与平地一般, 并无一毫行计, 可怜贺大清, 自清明日缠上了这尼姑, 到此三月有余, 断送了性命, 弃奴不能一剑, 撇下许多家业, 埋于荒云之中, 甚为可惜, 有小词为证, 瘫花的, 这一番你走错了路, 千不合, 万不合, 不该缠那小尼姑, 小尼姑是真色鬼, 怕你缠他不过, 头皮都累光了, 连命也呜呼, 埋在寂寞的荒原, 这也是瘫花的结果, 划分两头, 且说和大清混家路是, 自从清明那日和大清游春去了, 四五日不见回家, 知道又在那个倉家留恋, 不在心上, 以后十来日不回, 叫家人各去挨问, 都到清明之后, 从不曾见, 路氏心上着盲, 看看一月有余, 不见踪迹, 路氏在家日夜啼哭, 写了招子, 各处粘贴, 并无下落, 何家好不着急, 那年秋间秋雨, 何家房子倒坏甚多, 因不见了家主, 无心气力, 直至十一月间, 方唤几个匠人修造, 一日, 路氏自走出来, 祭典功成, 一眼去着个匠人, 腰间寄一条鸳鸯韬, 依稀认的是丈夫竖腰之物, 斥了一惊, 连忙换丫鬟, 交那匠人解下来看, 这匠人叫做, 快三, 泥水木座, 渐渐精熟, 有名的三料匠, 何家是顶门主顾, 故此, 家中大小上下, 无不认的, 当下见长家娘妇要看, 连忙解下, 教育丫鬟, 丫鬟又递于陆氏, 陆氏接在手中, 反复仔细一刃, 分毫不差, 只因这条鸳, 有份教, 贪吟浪子鸣重播, 审色尼姑或忽林, 原来当初买这套, 一样两条, 夫妻各喜其一, 今日见了那套, 物是人非, 不觉扑素素流下泪来, 急叫快三问道, 这套你从何处得来的? 快三道, 在城外一个尼姑庵里食的, 陆氏道, 那庵叫什么庵? 尼姑换圣名字, 快三道, 这庵有名的非空庵, 有东西两院, 东房叫做空罩, 西房叫做静真, 还有几个不曾剃发的女童, 陆氏又问, 那尼姑有多少年纪了? 快三道, 都只好二十来岁, 道也有十分颜色, 陆氏听了, 心中揣度, 丈夫一定恋着那两个尼姑, 引她安中了, 我如今多这几个人将了这套, 叫快三童去做个正式, 买鞋满鞍一搜, 自然出来的, 方才转步, 忽悠想到, 胭脂不是我丈夫掉下来的, 莫要网杀了家人, 再问她个背戏, 陆氏又叫助快三道问道, 你这套几时时的? 快三道, 不上半月, 陆氏又想到, 原来半月之前, 丈夫还在安中, 事有可疑, 又问道, 你在何处拾的? 快三道, 在东院厢房内, 天花板上拾的, 也是大雨中淋漏了屋, 教我去翻吧, 故此时得, 不敢动问大娘子, 为何见了此套, 只管盘问? 陆氏道, 这套是我大观人的, 自从春间出去, 一向并无踪迹, 今日见了这套, 少不得套在那里, 人在那里, 如今就要同你去尼古讨人, 寻着大观人回来, 照一招子上众众谢你, 快三听罢, 吃了一惊, 那里说起, 却在我身上要人, 便道, 套便是我识德, 识不知你们大观人尸体, 陆氏道, 你在安中共做几日工作? 快三道, 西院共有十来日, 至今工钱上还我不清理, 陆氏道, 可曾见我大观人在他安里吗? 快三道, 这个不敢说慌, 生活便做了这几日, 任我们川房入户, 却从不曾见大观人的影, 陆氏想道, 若人不在安中, 就有此套, 也难平去。 左思又算, 想了一回, 乃道, 这掏在安中, 必定有因, 或者藏于别处, 也未可知。 世财快三说, 安中还有工钱, 我如今赏他一两银子, 教他以讨银为名, 不时去打探, 少不得露出些龟角来, 那时这在尼姑身上, 自然有个下落。 即换过快三, 吩咐如此如此, 嫩斑嫩斑, 先赏你一两银子, 若得了实信, 另有重谢, 那将人先说, 有一两银子, 后边还有重谢, 满口应成, 任凭差遣。 陆氏回到房中, 将白银一两副鱼, 快三坐下回家。 到了次日, 快三挨到饭后, 慢慢地走到非空安门口, 只见西院的香公坐在门槛上, 向着日色脱开衣服捉狮子。 快三上前叫声香公, 那老儿抬起头来, 认的是快将, 便道, 连日不见, 怎么有功夫闲走? 院主正要寻你做些小生活, 来得凑巧。 快将剑说, 正合其意, 便道, 不知院主正要坐身吗? 香公道, 说便能般说, 连我也不知。 同进去问, 便晓得。 把衣服束好, 一同进来, 弯弯曲曲直到里边静氏中, 静真坐在那里写经。 香公道, 院主, 快带照在此。 静真把笔放下道, 刚要着香公来叫你做生活, 恰来得正好。 快三道, 不知院主要做慎养生活。 静真道, 佛前那张供桌, 原是祖传下来的, 年身月酒, 气都落了。 一向要换, 没有个施主。 前日蒙前奶奶发心设下几根木子, 尽要照一东院一般做张佛馈。 选真明日是个极其, 便要动手, 必得你亲手制造, 那样没用副手, 一个也成不得的。 功前素性一并罢, 快三道, 嫩样, 明日准来。 口中便说, 两只眼四下瞧看, 竟是那空空的廖梅各所在隐藏。 即便转身, 一路出来, 东张西望, 想到, 这涛在东院时的, 还该到那边去打探。 走出院门, 别了香宫, 惊到东院。 见院门半开半眼, 把眼张看, 并不见个人。 轻轻地挨将进去, 捏手捏脚, 逐步不走入。 见锁着的空房, 便从门缝中张望, 并无声息, 却走到厨房门首, 只听得里边笑声, 便立定了脚, 把眼向窗中一去, 见两个女童搅作一团玩耍。 续雨间, 小的跌倒在地, 大的便扛起双足, 跨上身去, 学男人行事, 捧着亲嘴。 小的便喊, 大的道, 孔儿也被人弄大了, 还要叫喊。 快三正看得得意, 呼得一个喷嚏, 惊得那两个女童连忙跳起, 问道, 那个。 快三走进前去, 道, 是我。 院主可在家吗? 口中便说, 心内却想着两个举动, 忍笑不住, 隔得笑了一声。 女童觉到被他看见, 脸都红了道, 快带照, 有肾说话。 快三道, 没有肾话, 要问院主借工钱用用。 女童道, 师父不在家里, 改来罢。 快三见回了, 不好进去, 只得附身出院。 两个女童把门关上, 口内骂道, 这蛮子好像做贼的, 声息不见, 已到除下了。 嫩样可恶, 快三明明听的, 未见实际, 不好发作。 一路思想, 孔儿被人弄大, 这句话虽不慎明白, 却也觉得敲情。 且到明日再来探听, 至此日早上, 带着家伙, 进到西院, 将木子量化尺寸, 运动辅具裁剪, 手中虽作家伙, 一心查听和打清消息。 约莫未排时分, 静真走出观看, 两下说了一回闲话, 忽然抬头见香灯中火灭, 便教女童去取火。 女童去不多时, 将出一个灯火盏, 放在桌上, 便去解绳, 放那灯箱。 不想绳子放得推松了, 那盏灯望下直流。 事有凑巧, 物有偶然, 香灯刚落下来, 恰好静真立在旗下, 不歪不斜, 正打在她的头上。 扑的一声, 那盏灯碎做两片, 这由从头直交到底。 静真心中大怒, 也不顾身上油污, 赶上前一把揪住女童头发, 乱打乱踢, 口中骂道, 骚经淫妇昌根, 被人入婚了, 全部照管, 误我一身衣服。 快三撇下手中腐躁, 忙来解劝开了。 静真怒气未夕, 一头走, 一头骂, 往里边更换衣服去了。 那女童打得头发散坐一倍, 哀哀而哭。 见她进来, 口中喃喃地倒, 打翻了油, 便嫩般打骂。 你活活弄死了人, 该问什么罪理? 快三听的这话, 急忙来问。 正是, 情之与四沟河县, 从头调出是飞来。 原来这女童年纪也在当时, 初起见贺大清与静真百般戏弄, 心中也遇得尝尝滋味。 怎奈静真情性厉害, 比空照大不相同, 即要粘酸吃醋。 只为空照是首饰之人, 孤容了她。 汉子到了自己房头, 胡伦吃在肚子, 还嫌不能, 怎肯放些虚, 空隙于人。 女童寒忍了多时, 嫌恨在心, 今日气怒间, 一时把真话说出, 不想正凑了快三之趣。 当下快三问道, 她怎么弄死了人? 女童道, 与东房这些淫妇, 日夜轮流快活, 将一个贺见声断送了。 快三道, 如今在那里。 女童道, 东房后园大柏树下埋得不是, 快三还要问时, 香公走江出来, 便大家住口, 女童自枯向里边去了。 快三思量这话, 与昨日东院女童的正式暗和, 眼见的这事有九分了。 不到晚, 只推有事, 收拾家伙, 一口气跑至贺家, 请出陆氏娘子, 江上向是一一说致。 陆氏见丈夫死了, 放声大哭, 连夜请亲族中商议停档, 就留快三在家宿些。 到此早, 换鸡同仆, 共有二十来人, 带了锄头铁锹斧头之类, 陆氏把孩子教养娘看管, 乘坐轿子, 蜂拥而来。 那安离城不过三里地, 请客就到了。 陆氏下了轿子, 留一半人在门口把住, 其余地担着锄头铁锹, 随陆氏进去。 快三在前引路, 竟来到东院叩门。 那时安门虽开, 尼古门方才起身。 乡公厅的叩门, 出来开, 看见有女客, 指道是烧香的, 进去报与空罩之道。 那快三认得里面路径, 引着众人, 一直往里边静闯, 披面遇着空罩。 空罩见快三引着女客, 便道, 原来是快带罩的宅卷, 上前相迎。 快三, 陆氏也不答应, 将他挤在半边。 众人一溜烟, 向园中去了。 空罩见势头勇猛, 不知有甚缘故, 随脚也赶到园中。 见众人不到别处, 行至大柏树下, 运起锄头铁爬, 四下乱翘。 空罩之事已发觉, 惊得面如土色。 连忙附身进来, 对着女童道, 不好了。 贺狼事发了, 快些随我来逃命。 两个女童都也吓得目睁口呆, 跟着空罩庆身而走。 方到佛堂前, 相公来报说, 安门口不知为甚, 许多人守在, 不容我出去。 空罩连声叫, 苦也, 且往西院去再处。 四人飞到西院, 敲开院门, 吩咐相公闭上。 堂有人来寇, 且物要开。 赶到里边, 那里竟真还未起身, 门上闭着。 空罩一片声乱打。 竟真听得空罩声音, 急忙起来, 穿着衣服, 走出问道, 师弟未甚这般忙乱。 空罩道, 贺狼事体, 不知那个漏了消息, 宽木将这天杀, 同了许多人静赶进后援, 如今在那里发掘了。 我欲要逃走, 相公说门前已有人把守, 出去不得。 特来与你商议, 竟真听说, 吃这一惊, 却也不小。 说道, 宽将昨日也在这里做生活, 如何今日便引人来, 却又知处嫩般详细, 必定是我暗中有人走漏消息, 这奴狗方才去保新闻, 不然, 何有晓得我们的隐士? 那女童在旁闻的 懊悔昨日失言, 好声惊慌, 冬月女童道, 宽将有心, 想飞一日了。 前日便悄悄直到我家厨下来听消耗, 被我们发作出门, 但不知那个泄露的。 空罩道, 这是且慢理论, 只是如今却怎么处? 静真道, 更无别法, 只有一个走字。 空罩道, 门前有人把守。 静真道, 且看后门。 先交相公打探, 回说并无一人。 空罩大喜, 一面交相公把外边门户一路关锁, 自己到房中取了些银两, 其余进阶气下。 连相公共使七人, 一起出了后门, 也把锁锁了。 空罩道, 如今走在那里去多好。 静真道, 大路上走, 必然被人遇见, 需从辟路而去。 枉急东安赞壁, 此处人烟稀少, 无人知觉, 勒远与你我情分又好, 料不推死。 带是平定, 在座屈处。 空罩连声道是, 不管地上高低, 望着小径, 落荒而走, 投极乐安躲避, 不在话下。 且说陆氏同款三众人, 在柏树下一齐着力, 除开面上土泥, 露出石灰, 都倒是了。 那时灰经了水, 并做一块, 急切不能地碎。 弄了大一回, 方才看见裁盖。 陆氏便放声啼哭, 众人用铁锹啃去两边石灰, 那裁盖却不能开。 外边把门的等的新郊, 都奔进来观看。 政见弄得不了不当, 一起上前相帮, 绝将下去, 把棺木弄清, 提起斧头, 砍开棺盖。 打开看时, 不是男子, 却是一个尼姑。 众人见了, 都慌作一堆, 也不去细认, 聚面面相去, 几把才盖演好。 说话的, 我且问你, 贺大清死未周年, 虽然没有头发, 夫妻之间, 难道就认不出了? 看官有所不知, 那贺大清出出门时, 红红白白, 是个俊俏子弟, 在安中得了窃证, 久卧床入, 死时只剩的一把枯骨。 就是引进自照, 也认不出当初本身了。 况且骤人见了个光头, 怎地不认作尼姑。 当下路士道埋怨, 快三起来, 道, 特地教你探听, 怎么不问个的确, 却来虚报? 如今弄这把戏, 如何是好? 快三道, 昨天小尼明明说的, 如何是虚报? 众人道, 见今是个尼姑了, 还抢遍到那里去。 快三道, 莫不觉错了, 再在那边啃下去看。 那中有个老年亲戚道, 不可, 不可。 律上说, 开关见尸者斩, 况发掘坟墓, 也该是个斩醉。 木槿我们已先犯着了, 躺在崛起一个尼姑, 倒去顶两个斩醉不成。 不如快去告关, 居昨日说的小尼来问, 方才扯个两瓶。 若被尼姑先告, 倒是老大厉害。 众人齐声道是, 急忙引着陆氏就走。 那老者又道, 不好了。 这些尼姑不是去叫地方, 一定先去告状了, 快走, 快走。 吓得众人一个个心下慌张, 恨不能脱离了此处, 叫陆氏上的轿子, 飞也似乱跑, 往新干线前来禀观。 尽得诚实, 亲戚们就夺去了一半。 正是划分两头, 却是陆氏带来人众内, 有个故宫人, 叫做毛泼皮, 直到关中还有肾东西, 闪在一边, 让众人去后, 揭开裁盖, 掀起衣服, 上下一番, 更无别物。 也是树河当然, 不知怎滴一扯, 那裤子直退下来, 露出那件画。 毛泼皮看了笑道, 原来不是尼姑, 却是和尚。 依旧将材盖好, 走出来四处张望。 见没有人, 就学到一个房里, 正是空罩的境事。 直简细然取了几件, 揣在怀里, 离了飞空庵, 急急追到县前。 正直之县相公在外败客, 陆氏和众人在那里伺候。 毛泼皮上前道, 不要着忙, 我放不下, 又转去相看。 虽不是大官人, 却也不是尼姑, 倒是个和尚。 众人都欢喜道, 如此还好。 知不知这和尚, 是甚四里, 却被那尼姑谋死。 你道天下有嫩般巧事, 正说间, 旁边走出一个老和尚来, 问道, 有甚和尚谋死在那个尼姑庵里, 怎么一个模样? 众人道, 是城外飞空庵东院, 一个长长的黄树小和尚, 像死不多十里。 老和尚见说, 便道, 如此说来, 一定是我的徒弟了。 众人问道, 你徒弟如何却死在那里? 老和尚道, 老僧是无法似注视绝缘, 有个徒弟叫做去飞, 今年二十六岁, 专一不学长俊, 老僧管他不下。 自今八月间出去, 至今不见回来。 他的父母又几乎短, 不说儿子不学好, 反告小僧谋死。 今日再次厚审。 若得死的果然是他, 也出脱了老僧。 毛婆皮道, 老师父, 你若肯请我, 引你去看如何。 老和尚道, 若得如此, 可知好吗? 正带走动, 只见一个老, 捅着一个婆子, 赶上来, 把老和尚接连两个巴掌, 骂道, 你这贼托, 把我儿子谋死在那里。 老和尚道, 你儿子与非空安尼姑串好, 不知怎样死了, 埋在他后园。 指着毛婆皮道, 这位便是正见, 扯着他便走, 那老儿童婆子一起跟来, 直到非空安。 那十安邦人家进皆晓得, 若老若幼, 聚来观看。 毛婆皮引着老和尚, 直至里边。 只见一间房里, 有人叫响。 毛婆皮推门进去看时, 却是一个将死的老尼姑, 睡在床上叫喊, 肚里饿了, 如何将饭来我吃? 毛婆皮也不管它, 依旧把门拽上了。 同老和尚到后园柏树下, 扯开才盖。 那婆子同老儿擦目老眼仔细看, 依稀有些相像, 便放声大哭。 看的人都用作一堆, 问起根油, 毛婆皮直手画脚, 偷说那事。 老和尚见他认了, 只要出托自己, 不管真假, 一把扯道,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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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儿子有了, 快去禀官, 拿尼姑去审问明白, 再枯萎吃。 那老支得住了, 把财盖好, 离了飞空庵, 飞奔进城。 道县前十, 恰好支县相公方回, 那居老和尚的差人, 不见了原被告, 四处寻觅, 奔了个满头汗。 贺家众人见毛婆皮老和尚道了, 都来问道, 可真是你徒弟吗? 老和尚道, 千真万真。 众人道, 既如此, 并做一事, 进去丙罢。 差人代意干人, 骑到里边跪下。 道先是贺家人上去丙说, 家主不见原油, 并见宽将司涛, 及安中小泥所说, 开关却是和尚尸首, 前后是依依细丙。 然后老和尚上前丙说, 是他徒弟, 三月前默然出去, 不想死在尼姑庵里, 被依父母许告。 今日一见明白, 与小僧无竿, 忘记超货。 支县相公向那老儿道, 果是你的儿子吗? 不要错了。 老儿丙道, 正是小人的儿子, 怎么的错? 支县相公, 急差四个公差, 到安中拿尼姑赴审。 差人领了言语, 非也似赶到安里, 只见看的人, 便拥进拥出, 那件尼姑的影。 直寻到一间房里, 单单一个老尼, 在床将死快了。 内中有一个道, 或者躲在西院, 急到西院门口, 见门闭着。 敲了一回, 无人答应。 公差心中焦躁, 距从后园墙上爬江过去, 见前后门户, 进阶落索。 一路打开搜着, 并不见个人迹。 差人各溜过几件细软东西, 到哪地方同去回关。 支县相公在堂等候, 差人禀道, 非空安尼姑都逃躲, 不知去向, 哪地方在此回话? 支县问道, 你可晓得尼姑躲在何处? 地方道, 这个小人们那里晓得。 支县赫道, 尼姑在地方上偷养和尚, 谋死人命, 这等步法够当, 都隐匿不报。 如今世路, 却又纵容躲过, 假推不知。 既如此, 要地方何用? 喝叫拿下去打。 地方再三苦告, 方才饶得。 现在三日内, 谁要一干人犯? 赵宝在外, 听后获到审问, 又发两张封提, 将安门封锁不提, 且说空照, 竟真同着女童相公来到极乐安中, 那安门紧紧闭着, 敲了一大回, 方才相公开门出来, 众人不管三七二十一, 意其拥入, 流水叫相公把门闭上, 安主乐园早已在门旁相迎, 见他们一窝子兜来, 且是慌慌张张, 料想有甚事故, 请在佛堂中坐下, 一面叫相公去点茶, 遂开言问其来意, 竟真扯在半边, 将上相是细说一遍, 要借安中躲避。 乐园听罢, 老大吃惊, 沉吟了一回, 方道, 二位师兄有难来头, 本当相留, 但此事非同小可, 往远处逃顿, 祸可必祸, 我这里强卑是浅, 耳目又近, 躺被人知觉, 目说师兄不拖, 只怕连我也设在浑水内。 如何躲的? 拟到了原音河, 不肯起来, 他也是个广开方便门的善知识, 正勾搭万法寺小和尚, 去飞坐了光头夫妻, 藏在寺中三个多月, 虽然也扮作尼姑, 长恐露出事来, 故此门户十分紧急, 今日竞争, 也为那装饰败露来躲避, 恐怕被人急着, 岂不连他的事也出丑, 因这上不肯相留。 空照师徒见了原推托, 面面相去, 没做理会。 到底竞争有些贼质, 晓得了原平息贪财, 便去袖中摸出银子, 捡上二三两, 递语了原道, 师兄之言, 虽是有理, 但是其仓促, 不曾算得个去路, 急切投奔何处? 望师兄念向日情分, 暂容躲避两三日, 待势头稍缓, 然后再往别处。 这些少银两, 送与师兄为盘缠之用。 果然了原见这银子, 就忘了利害, 乃道, 若只住两三日, 便不妨碍。 如何要师兄银子? 竞争道, 再次搅扰, 已是不当, 岂可又非师兄? 冷原甲一千让一回, 把银收过, 引入里边去藏夺。 且说小和尚去飞, 闻得相公说, 是非空安师徒武众, 且又生得标志, 忙走出来观看。 两下却好打个照面, 各打了问讯。 竞争仔细一看, 却不认得。 问了原道, 此间师兄, 上院何处? 怎么不曾相会? 冷原扯个谎道, 这是近日心得的师弟, 故此师兄还认不得。 那小和尚见竞争师徒资色胜四了园, 心下毫不欢喜, 想到, 我好造化。 那里说起, 天赐这几个妙人在此, 少不得都刮上他, 轮流取乐快活。 当下的园被半些素摘款贷。 竞争, 空照心中有事, 耳热眼跳, 坐立不宁, 那里吃得下饮食。 到了身排时分, 向了原道, 不知安中尸体若合。 欲要让你们湘宫去打听的消息, 方好计较长测。 来原急叫湘宫前去。 那湘宫是个老石头, 不知厉害, 一径奔到非空安前, 东掌西望。 那是地方人等正领着支县君旨, 封锁安门, 也不管老尼死活, 繁锁在内, 两提封条, 较差封好。 方黛转身, 见那老头探头探脑, 晃来晃去, 情之是个细作, 骑上前喝倒。 官府正要拿你, 来得恰好。 一个拿起锁子, 向井上变套。 吓得湘宫身苏脚软, 连声道, 他们借我安中躲避, 央来打听的。 其实不干我事。 众人道, 袁晓得你是打听的, 快说是那个安理。 湘宫道, 是极乐安理。 众人得了实信, 又叫几个帮手, 压着湘宫骑道极乐安, 将前后门拔好, 然后扣门。 里边晓得湘宫回来, 乐园急急出来开门, 众人一拥而入, 迎头就把乐园拿住, 压进里面搜桌, 不曾走了一个。 那小和尚着了忙, 躲在床底下, 也被搜出。 乐园向众人道, 他们不过借我安中赞臂, 其实做的尸体, 与我分毫无干。 情愿送些酒钱与列位, 怎地做个方便, 饶了我安理罢。 众人道, 这使不得, 直线相公好不厉害理, 躺然问在何处拿的, 教我们怎声回答。 有干无干, 我们总是不知, 你自到县里去分辨。 乐园道, 这也容易, 但我的徒弟用心出家的, 这个可以免得。 望列位做个人情, 众人贪着银子, 却也啃了。 内中又有个道, 成不得。 既是与他莫相干, 和肖这等着忙, 直躲入床底下去, 一定也有些敲起。 我们休丹这样干系, 众人齐声道士, 都把锁子扣了, 连男带女, 共是十人, 好像端午的粽子, 做一串牵出安门, 将门封锁好了, 解入新干线来, 一路上了园, 埋怨竟真连累, 竟真半子不敢回答。 正是, 老规争不烂, 疑惑于空丧。 逝时天色傍晚, 支县已是退牙。 地方人又带回家去宿县, 乐园悄悄与小和尚说道, 明日到堂上, 你只认作新出家的徒弟, 切莫要多奖, 带我去分说, 料然无事。 到次日, 支县早牙, 地方解禁去丙道, 非空安尼姑, 聚躲在极乐安中, 尽以激获, 连极乐安尼姑通拿在此。 支县教贵在月台东手, 急差人, 换极老和尚, 贺打倾家人, 快三, 并小和尚父母来审, 纳销片刻, 聚已换道, 令贵在月台西手。 小和尚偷眼看见, 惊一道, 怎么我师父也设在他们送中, 连爹妈都在此, 一发好怪。 心下虽然暗响, 却不敢叫, 又恐师父认出, 倒把头别转, 浮在地上。 那老儿童婆子, 也不管官府在上, 指着尼姑, 带哭带骂道, 眉莲的狗淫妇, 如何把我儿子谋死? 好好还我活得便吧。 小和尚听得老儿与静真讨人, 愈加怪异, 想到, 我好端端活在此, 那里说起, 却与他们所命。 静真, 空照还认识贺大清的父母, 那敢则生。 直线见老老儿喧嚷, 呵呵住了, 换空照, 静真上前问道, 你既已出家, 如何不守戒律, 偷养和尚, 却又将他谋死? 从时招来, 免受刑罚。 静真, 空照自己罪犯已宠, 心慌胆怯, 那五脏六腑, 犹如一团乱麻, 没有个头绪, 这时见知线不问贺大清的事情, 去问什么和尚之事, 一发摸不着个头鹿。 静真那张嘴头子, 平时极是能言快语, 到这回恰如生期祸劳, 鱼胶粘住, 挣不出一个字。 知线连问四五次, 刚刚正出一句道, 小泥并不曾谋死那个和尚。 知线喝道, 剑金谋死了万法四和尚去飞, 埋在后园, 还敢抵赖。 快加起来。 两边造力大影如雷, 向前动手。 乐园剑知线把尸首认作去飞, 追究下落, 打着他心头之势, 老大惊骇, 身子不摇自动, 想道, 这是那里说起。 他们奶喝剑声的尸首道, 却倒不问, 反牵扯我身上的事来, 真也奇怪。 心中没想, 一头处将眼偷看小和尚。 小和尚已知父母错认了, 也看着了缘, 面面相觑。 且说竟真, 空罩, 俱是胶滴滴的身子, 嫩嫩生生的皮肉, 如何经得这般刑罚, 家棍刚刚套上, 便晕迷了去, 叫道, 爹爹不消用刑, 容小尼从始招任。 知县止住左右, 听他供招。 二尼一口齐声说道, 爹爹, 后缘埋的不是和尚, 乃是贺剑声的尸首。 贺家人文说, 原是家主尸首, 同款三具柜上去, 听其情款。 知县道, 即是贺剑声, 如何却是光头。 二尼乃将贺大清道寺游完, 兜大成奸, 即设计剃发, 伴走尼姑, 病死埋葬, 前后之事细细招出。 知县见所言, 与贺家昨日说话相合, 已知是个真情。 又问道, 贺间声势已实了, 那和尚还藏在何处? 一发招来, 二尼哭道, 这个其实不知, 就打死也不敢虚认, 知县又换女童, 相公逐一细问, 其说相同, 只得小和尚这事与他无干。 又换了缘, 小和尚上去问道, 你藏匿, 静真同空照等在安, 一定与他是同谋的了, 也加起来。 乐远此时, 见静真等供招明白, 和尚之事已不缠迁在内, 肠子已宽了。 匆匆融融地禀道, 爹爹不必加行, 容小尼细说。 静真等作道小尼庵中, 假说被人渣渣, 全住一两日, 故此勿留。 其他奸情之事, 伪十分毫不至。 又指着小和尚道, 这徒弟乃新出家的, 与静真等一发从不相认。 旷词等无耻勾当, 败坏佛门体面, 即使未曾发出, 小尼若稍之生息, 一当出手, 岂肯失路之后, 还敢藏匿。 网爹爹详情超货, 直线见他说得有理, 笑道, 话道讲得好, 只莫要心不应口。 岁令跪过一边, 喝酵造力将空照, 静真各则五十, 东方女童各则三十, 两个乡公各打二十, 都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淋漓。 打罢, 支县举笔定罪。 静真, 空照射击倒淫, 商人性命, 一律拟斩。 东方二女童, 简等, 账八十, 关卖。 两个乡公, 知情不举, 聚吻账罪。 非空安藏奸之手, 拆毁入关。 乐园师徒虽不知情, 但隐匿奸党, 仗罪纳熟。 西方女童, 判令归俗。 贺大清自作之孽, 以死误论。 诗观这令家属领归埋葬。 叛毁, 各令化供。 那老儿见尸首, 已不是他儿子, 想起昨日这场啼哭, 好生没趣, 欲加愤恨。 跪上去丙之县, 依旧与老和尚要人。 老和尚又说, 徒弟偷盗寺中东西, 藏匿在家, 反来徒赖, 两下争执, 连之县也伪绝不下, 以为老和尚谋死, 却不见刑迹, 难以入罪, 将为国夺在家, 这老儿怎敢又与他讨人。 想了一回, 乃道, 你儿子生死没个十句, 怎好问他。 且押出去, 细访个的确证件来回话。 当下空照, 静真, 两个女童都下雨中。 乐园, 小和尚并两个相供, 押出赵宝。 老和尚与那老儿夫妻, 原差押着, 访问去飞下落。 其余人犯, 据是奉宁家。 大凡衙门, 有个东进西出的规矩。 这时, 一干人据从西边丹池下走出去。 那了原因哄过了支县, 不曾出丑, 与小和尚两下暗地欢喜。 小和尚还恐有人认得, 把头直低向胸前, 落在众人背后。 也是何当败露? 刚出西角门, 那老儿又揪住老和尚骂道, 老贼托, 谋死了我儿子, 又把别人的尸首来哄我吗? 家嘴连塞, 只管乱打。 老和尚正打得连声叫区, 没处躲避, 不想有十数个徒弟徒孙们, 在那里看出关, 见师父被打, 岂敢向前推翻了那老儿, 挥一拳便打。 小和尚见父亲吃亏, 心中着急, 正忘了自己是个假尼姑, 静上前劝道, 列位师兄不要动手。 众和尚举眼观看, 却认识去飞。 忙急放了那老儿, 一把扯住小和尚叫道, 师父, 好了, 去飞再次。 丫界差人还不知旧理, 乃道, 这是吉勒安里尼姑压野去赵宝的, 你们休错认了。 众和尚道, 哦, 原来他假扮尼姑在吉勒安里快活, 却害师父受累。 众人方才明白是个和尚, 一起都笑起来。 旁边只急得了缘, 叫苦连声, 面皮轻然。 老和尚分开众人, 揪过来, 一连四五个锅子, 骂道, 天杀的奴狗才, 你便快活, 害得我苦。 且去见老爷来, 拖着便走。 那老儿见了儿子已在, 又做了假尼姑, 料到道官必然责罚, 向着老和尚连练叩头道, 老师父, 是我无礼得罪了, 情愿下清陪礼, 岂念师徒分上, 饶了我孩, 莫见官罢。 老和尚因受了他许多荼毒, 那里肯听, 扭着小和尚直至堂上, 差人压着了缘, 也随进来。 支县看见问道, 那老和尚为何又解扭尼姑进来? 老和尚道, 爷爷, 这不是真尼姑, 就是小院徒弟去飞假扮的。 支县闻言, 也忍笑不住道, 如何有此一事? 喝叫小和尚从事供来, 去非自知隐瞒不过, 只得一一招成。 支县录了口词, 将僧尼各则四时, 去非一律问图, 了原官麦为奴, 极乐安一行拆毁。 老和尚病那老儿, 无罪释放, 又讨连聚家家了, 各查半边黑脸, 满城迎游示众。 那老儿婆子因儿子做了这步法勾当, 哑口无言, 唯有满面鼻涕眼泪, 扶着家烧, 跟出衙门。 那里轰动了满城男女, 扶老妾幼, 聚来观看, 有好事的做个歌道。 可怜老和尚不见了小和尚, 原来女和尚私藏了男和尚, 分明雄和尚错认了此和尚。 为个假和尚, 带累了真和尚。 断个死和尚, 又明白了活和尚。 满堂只教打和尚, 满街争看阴和尚。 只为一个莽和尚, 弄坏了安怨礼, 交滴滴许多骚和尚。 且说和家人同款三级奔道家, 抱之主母。 陆氏文言, 险些哭死。 连夜被半衣清官果, 丙明之县开了安门, 亲自到安, 重新入殓, 迎到祖营, 择日安葬。 那十安中老泥, 已是饿死在床。 地方报官圣殓, 自不必说。 这路是因丈夫生前不肯学好, 好色身亡, 把孩子严加教诲。 后来明经出世, 官为别嫁之职。 有诗为证。 野草咸花自以贪, 化为风蝶死油肝。 明安并入游仙梦, 视色非空作笑谈。 第二十七章 王通判双雪不明渊。 诗云。 人命观天地, 从来有报诗。 其间多患处, 造物险奇奇。 话说湖广黄州府有一地方, 名曰黄其辽, 最产的好瓜。 有一老朴, 以瓜为业, 时时守自灌溉, 爱惜北至。 埔中猪瓜, 独有一棵结的极大, 快累如斗。 老朴特意留着, 待等未熟, 要献与豪家做孝顺的。 一日手中持了锄套, 去埔中决菜, 忽见一个人奄奄缩缩, 在那瓜地中。 急赶去看时, 乃是一个乞丐, 在那里偷吃瓜。 把个篱把多扒开了, 仔细一认, 正不见了这颗极大的, 已被他打碎, 连瘾袋子在那里乱砍。 老朴见偏摘掉了嘉义的东西, 不觉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生, 提起手里锄头, 罩头一下。 却原来不禁打, 打得脑浆泵流, 死于地下。 老朴慌了手脚, 忙把锄头除开一棱的来, 把尸体埋好, 上面将泥铺平。 且喜是个乞丐, 并没个亲人来做苦主讨命, 竟没有人知道罢了。 到了明年, 其地上瓜玉成, 仍旧一颗毒结大的, 足底得三四个小的, 也一般嘉义爱惜, 不肯青彩。 偶然关押中有个害热渴的, 想得个大瓜清洁。 各处买来, 多不中意, 累那买办牙役比较了几番。 牙役急了, 四处寻访, 见说老朴瓜的专有大瓜, 遂将钱与买, 进朴选择。 国有一瓜, 比长瓜大数倍, 欣然出了十个瓜的价钱, 买了去送进牙中。 牙中人大喜, 见这个瓜大的异常, 急了众人供扑。 扑将开来, 嚷水乱流。 多嚷道, 可惜好大瓜, 是烂的了。 仔细一看, 多把舌头伸出半上, 缩不进去。 你道为何? 原来满桌都是鲜红血水, 满鼻是血腥气的。 众人大惊, 秉之县令。 县令道, 其间必有冤事。 虽叫那买伴的来问道, 这瓜是那里来的? 买伴的道, 是一个老仆家里地上的。 县令道, 他怎生法养得这瓜嫩大? 换他来我要问他。 买伴的不敢积持, 随去把个老仆换来当面。 县令道, 你家的瓜, 为何长得这样大? 一仆中多是这样的吗? 老仆道, 其余多是长瓜, 只有这颗, 不知为何嫩大。 县令道, 经常也这样接一颗吗? 老仆道, 去年也接一颗, 没有这样大, 略比长瓜大些。 今年这一颗大的古怪, 自来不曾见这样。 县令笑道, 此必一种, 它的跟毕竟不同, 快打叫, 我亲去看。 当时, 台治老普家中, 叫它只是接瓜的处所。 县令叫人取锄头绝江下去, 看它根是怎样的。 绝不多深, 只见瓜的根在泥土中, 却像种在一件东西里头的。 扒开泥土一看, 乃是个死人的口张着, 其根植在里面出江起来。 众人发声喊, 把锄头乱挖开来, 一个死尸全见。 县令叫挖开它口中, 满口上是瓜子。 县令叫把劳仆锁了, 问其死尸之故。 劳仆赖不得, 只得把去年乞丐偷瓜吃, 物打死了, 埋在地下的事, 从事说了。 县令道, 怪到这瓜羊内的多是血水, 原来是这个人冤气所结, 他一时驱死, 高业未散, 滋长这一根根苗来。 天叫我牙中人可病, 拣选大瓜, 得露出这一场人命。 乞丐虽贱, 生命则同, 总是偷窃, 不该死罪。 也要抵偿, 把老普问成殴死人命缴罪, 后来死于狱中。 可见人命至重, 一个乞丐死了, 又没人知见的, 埋在地下已是一年, 又如此揭出一样大瓜来弄一个明白, 正是天理照章的所在。 而今还有一个因这一件事, 露出那一件事来, 两件不明不白的官司, 一时显露, 说着也古怪, 有失为证。 从来见说没头事, 此事没头真莫猜。 乃至有事该发露, 一头弄出两头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 直立辉州府, 有一个妇人姓称, 她那里土俗, 但是有资货的, 就呼为朝凤。 该宋时有朝凤大夫, 就像称呼妇人为园外一般, 总是遵她。 这个成朝凤, 拥着巨腕家私, 所谓保暖生淫欲, 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 见人家妇女生的有些滋容的, 就千方百计, 必要弄她到手财柱, 随你费下几多东西, 她多不练。 只是以成事为主, 所以花费的也不少, 上手的也不计其数。 自古道, 天道获银。 才是这样贪银不歇, 便有稀奇的事体做出来, 直叫你破家乳身, 急忙分辨得来, 已吃过大亏了, 这是后话。 且说辉州府沿子街边有一个卖酒的姓李叫做李方哥, 有七臣氏, 生德十分娇媚, 风采动人。 成朝凤动了火, 终日将买酒为由, 甜言软语轰动他夫妻二人。 虽是馋得热焚了, 那臣氏也自正正气气, 意识也勾搭不上。 成朝凤道, 天下的事唯有力动人心, 这家子是贫男之人, 我拼舍这一主财, 怕不上我的沟。 私下钻球, 不如明买。 一日对李方哥道, 你一年卖酒得利多少。 李方哥道, 靠嘲讽福音, 借此度得夫妻两口, 便是好了。 成朝凤道, 有得盈余吗? 李方哥道, 若有得一两二两盈余, 便也留这些做个根本, 而今只好崩崩拽拽, 招生木隔过去, 那得盈余。 成朝凤道, 假如有个人帮你十两五两银子, 做本钱, 你心下何如? 李方哥道, 小人若有的十两五两银子, 便多做些好酒起来, 开个兴头的糟房, 一年之间度了口, 还有得多。 只是没寻那许多东西, 就是有人肯借, 欠下了债要赔利钱, 不如守此小本经济罢了。 朝凤道, 我看你做人也好, 假如你有一点好心到我, 我便与你二三十两, 也不打紧。 李方哥道, 二三十两是朝凤的毫毛, 小人得了, 却一生一世受用不尽了, 只是朝凤怎么肯。 朝凤道, 肯导肯, 只要你好心。 李方哥道, 教小人怎么样的, 才是好心。 朝凤笑道, 我喜欢你家里一件物事, 是不费你本钱的, 我借来用用, 仍旧还你。 若肯时, 我及时与你三十两。 李方哥道, 我家里那里有朝凤用得着的东西, 况且用过就还, 有什么不奉承的朝凤, 却要朝凤许多银子。 朝凤笑道, 只怕你不啃, 你啃了, 又怕你妻子不舍的。 你且两个去商量一商量, 我明日将的银子来与你, 现成讲对。 今日空口白话, 未好就明说出来。 笑着去了, 李方哥晚上把这些话 与陈氏说道, 不知是要我家什么物件。 陈氏想一想道, 你听他有嘴, 若是别见动用物事, 又说道借用就还的, 随你奢者宝贝, 也用不得许多贯钱, 必是痴心想到我身上来讨便宜的说话了。 你男子汉放些主意出来, 不要被他疼倒。 李方哥笑道, 那有此话。 隔了一日, 程嘲讽果然拿了一包银子来, 对李方哥道, 银子已现有在此, 打点送你的了。 只看你美意思如何。 嘲讽当面打开包来, 白灿灿的一大包。 李方哥见了, 好不眼热道。 嘲讽明说, 是要怎么。 小人好如命奉承。 嘲讽道, 你是个小诗人, 定要人说个了话, 你自想家里是甚东西。 是我用得着的, 又这般值钱, 就是了。 李方哥道, 叫小人没想处, 除了小人夫妻两口身子外, 要值上十两银子的家伙, 一件也不会有。 嘲讽笑道, 正是身上的, 那个说是身子外边的。 李方哥通红了脸道, 嘲讽没正经。 怎如此取笑? 嘲讽道, 我不取笑, 现前买现货, 愿者成交。 若不肯食, 也知所罢了, 我怎好强的你? 说罢, 打点秀起银子了。 自古道, 清酒红人面, 黄金黑是心。 李方哥见称嘲讽 要收拾起银子, 便呆着眼不开口, 尽有些沉吟不舍之意。 程朝凤早已瞧科, 就终取这三两多重一定银子, 塞在李方哥袖子里道, 且拿着这钉去做样, 一样实钉就是了。 你自家两个计较去, 李方哥半推半就地接了。 程朝凤正是会加不忙, 见接了银子, 晓得有了机关, 说道, 我去去再来讨回音。 李方哥进到内房, 与七尘事说道, 果然你昨日菜得不差, 原来真是此意。 被我抡白了一顿, 他没意思, 把这钉银子作为赔礼, 我拿将来了。 陈事道, 你不拿他的便好, 拿了他的, 以四有肯意了。 他如何肯歇这一条心? 李方哥道, 我一时没主意, 拿了他, 临去时, 就说向得我意, 实钉也不难。 我想我与你再次苦挣一年, 挣不出几两银子来。 他的意思, 道肯在你身上, 涉足大钱。 我每不如将计就计哄他, 与了他些甜头, 便起他一主大银子, 也不难了。 也强如一盏半盏的与别人论价钱。 李方哥说罢, 就将出这钉银子放在桌上。 陈事拿到手来看一看到, 你男子汉贱了这个东西, 就舍得老婆养汉子。 李方哥道, 不是舍得, 难得财主家倒了运来想我们, 我们拼忍着一时羞耻, 一生受用不尽了。 而今总是混账的世界, 我们又不是什么罚悦人家, 就守着清白, 也没人来替你造牌方落得和铜了些。 陈事道, 事倒也是, 秀人哒哒的, 怎好兜他。 李方哥道, 总是做他的本钱不着, 我而今伴着一个东道在房里, 请他晚间来吃酒, 我自到外边那里去避一避。 等他来时, 只说我偶然出外就来的, 先做主人陪他饮酒, 中间他自然撩拨你, 你看着机会就与他成了事。 等得我来时, 是已过了, 可不是不知不觉地, 落得赚了他一煮银子。 陈事道, 只是有些害羞, 使不得。 李方哥道, 成朝凤也是一向熟的, 有什么羞? 你只是做主人陪他吃酒, 又不是要你先去兜他, 只看他这么样来, 才回答他就是。 也没什么羞处。 陈事件说, 算来也不打紧地, 当下应成了。 李方哥一面半至了东道, 走去邀请成朝凤说道, 成朝凤不气, 晚间整酒在小房中, 特请朝凤一叙。 朝凤就来择个。 朝凤见说, 喜之不胜道, 果然力动人心, 他已商量得情愿了。 今晚请我, 必然就成事, 巴不得天晚前来赴约。 从来好事多么, 成朝凤意气洋洋走出街来, 只见一般朝凤姓汪的, 拉着他水口去看什么新来的婊子王大赦, 一把拉了就走。 成朝凤推说, 没功夫地去, 他说, 有什么贵感? 成朝凤心忙里, 一时造不出来。 汪朝凤见他没得说, 便道, 原没事干, 怎如此推顾扫兴。 不管三七二十一, 同了两三个少年子弟, 一推一推地, 欠得去了。 到了那里, 汪朝凤看得重意, 就趁银子扮起东道来, 在那里入马。 成朝凤心上有事, 被带住了身子, 好不耐烦。 三杯两盏, 逃了席就走, 已有二更天气。 此时李方哥以此寻个室友, 避在朋友家里了, 没人再来相邀的。 成朝凤静子急急忙忙走到李家殿中, 见殿门不关, 心下一会了。 进了殿, 就把门拴着。 那殿中房子苦不深邃, 抬眼望见, 房中灯烛明亮, 九窑罗列, 悄无人声。 走近看时, 不见一个人影, 忙把桌上火一来一照, 大叫一声, 不好了。 正是, 分开八块顶阳谷, 倾下一桶血水来。 成朝凤看时, 只见满地多是鲜血, 一个没头的妇人, 躺在血泊里, 不知是什么室友。 惊得牙齿捉对撕打, 抽身出外, 开门便走。 到了家里, 只是打颤, 蹲点不定, 心头劈劈地跳, 晓得是非要惹到身上, 一味惶惑不提。 且说李方哥在朋友家里挨过了更深, 料到嘲讽与妻子试体一完, 从容到家, 还好趁吃杯酒, 一步步夺浆回来。 只见店门口开着, 心里道, 那嘲讽好不惊细, 私下做事, 门也不掩掩着。 走到房里, 不见什么嘲讽, 只有个没头的狮着, 躺在地下。 看看身上衣服, 正是妻子。 惊得乱跳道, 怎滴起? 怎滴起? 一头哭, 一头想道, 我妻子已是啃的, 有什么言语冲撞了她, 便把来杀了。 许她讨命去。 连忙把家里收拾干净了, 锁上了门, 往奔到承朝凤家敲门。 嘲讽不知好歹, 听的是李方哥声音, 正要问他们端地, 慌忙开出门来。 李方哥一把扭住道, 你干的好事, 为何把我妻子杀了? 承朝凤道, 我到你家并不见一人, 只见你妻子已杀倒在地。 怎说是我杀了? 李方哥道, 不是你, 是谁? 承朝凤道, 我心里爱你的妻子, 若是见了, 凤城还恐不及舍得杀她。 你需访个背戏, 不要冤我。 李方哥道, 好端端两口住在家里, 是你来起这些根由, 而今却把我妻子杀了, 还推的那个。 和你见官去, 好好还我一个人来。 两下你争我嚷, 天以大名。 劫扭了, 一直到府里来教区。 府里见是人命事, 准了撞发与三府王通判审问这件事。 王通判带了原辈两人, 先到李家殿中相验死守。 像的是个妇人, 身体被人用刀杀死的, 陷无头颅。 通判拙落地方把尸城了, 带员被告到衙门来。 先问李方哥的口词。 李方哥道, 小人李方哥, 七尘氏是开酒店度日的。 是这程某看上了小人妻子, 程小人不在, 以买酒为由来强奸他。 想是小人妻子不肯, 他就杀死了。 通判问, 程某如何说? 程朝凤道, 李方哥夫妻卖酒, 小人是他的属主顾。 李方哥昨日来请小人去吃酒, 小人因有事去地吃了谢。 到他家里, 不见李方哥, 只见他妻子不知被何人杀死在房, 小人慌忙走了家来, 与小人并无相干。 通判道, 他说你以买酒为由去强奸他, 你又说是他请你到家, 他既请了你是主人了, 为何他反不在家? 这还是你去强奸是真了。 程朝凤道, 尾时是他来请小人, 小人才去的。 当面在这里, 老爷问他, 他须赖不过。 李方道, 请是小人请他的, 小人未到家, 他先去强奸杀了人了。 王通叛道, 既是你请他, 怎么你未到家, 他倒先去刑监杀人。 你其实不来家做主人, 倒在那里去了? 其间必有隐情。 取家棍来, 每人一家棍, 只得多把实情来说了。 李方哥道, 其石成某看上了小人的妻子, 许了小人银两, 要与小人妻子同吃酒。 小人贪力, 不和徐允, 请他吃酒试试。 小人怕爱他眼, 只得躲过骗尸。 后边到家, 不想妻子被他杀死在地, 他逃在家里去了。 程朝凤道, 小人喜欢他妻子, 要淫勾他是真。 他已自诩允请小人吃酒了, 小人为什么反要杀他? 其实到他家时, 妻子已不知为何杀死了。 小人慌了, 走了回家, 事与小人无干。 通判道, 李方哥请吃酒卖奸是真, 程某去使, 必是那妇人推拒, 亦是杀了也是真。 平白地要谋奸人妻子, 原不是良人行径, 这人命自然是程某抵偿了。 程朝凤道, 小人不合见了美色, 折起贪心, 是小人的罪了。 至于人命, 伪失不知, 不要说他夫妻商量, 同情小人吃酒, 已是怨从的了。 即使有些勉强, 也还好慢慢央求, 何至于下手杀了他。 王通叛恼他兼引起祸, 那听他便说, 要把他问个强奸杀人死罪, 却是死人无头, 又无行凶机械, 成不得招, 择了献妻, 要在程朝凤身上追那磕头出来。 正是, 官法如炉不自由, 这回惹着怎甘休? 方知女色真难得, 此日何来美副头? 程朝凤比过几线, 只没寻那磕头处。 程朝凤诉道, 便做到是强奸不从, 小人杀了, 小人藏着那磕头, 做什么用? 在此挨这样比较。 王通叛见他说的有理, 也一道, 是或者另有人杀了这副, 也不可知。 且把程朝凤与李方哥 多下在尖里了, 便叫狙击一杆邻里人等, 问他尸体根由, 与程某杀人真假。 邻里人等多说, 他们是主顾家, 时常往来的, 也未见什么奸情等。 至于程某是个有身家的人, 贪淫的事或者有之, 从来也不曾见他 做什么凶恶胆事过来。 人命的事, 未必是他。 通叛道, 既未必是程某, 你地方人必晓得 李方哥家的背戏 与谁有仇。 那处可疑, 该推降的出来。 邻里人等到, 李方哥平日卖酒, 也不见有什么仇人。 他夫妻两口做人多好, 平日与人斗口的事多没有的。 这黑夜间, 不知何人所杀, 连地方人多没猜出。 通叛道, 你们多去外边访一访。 众人领命, 正要走出。 那中一个老者, 走上前来禀那个, 只因说出这个人来, 有份教。 启化游僧, 名头三尺之法, 尘埋修谷, 衬白十年之冤, 正是善恶到头中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老者道, 地方上像有一个远处来的游僧, 每夜敲邦, 高叫求人不失, 已一个多月了。 自从那夜里家妇人被杀之后, 就不听得他的声响了。 若倒是别处去了, 怎有这样恰好的事? 况且, 地方上不曾见有人不失他的, 怎肯就去? 这个事着实有疑。 通叛文言道, 杀人作歹, 正是野僧本等。 这仪也是有理的。 指纳寻这个游僧处, 老者道, 重赏之下, 必有永夫。 老爷换纳成某出来, 说与他知道。 他家道殷实, 要明白这事, 必然不吝重赏。 这游僧也去不久, 不过只在左近地方, 要仿着, 他也不难的。 通叛一言, 狱中带出成朝凤来, 把老者之言说与他。 成朝凤道, 有此一端, 便是小人生路。 只求老爷与小人做主, 出个广扑文书, 着落几个硬扑, 四处寻访。 小人情愿立个赏票, 认出谢金就是。 当下通叛, 拆了硬扑出来, 成朝凤托人邀请众鹰扑说话, 选送了十两银子做盘费, 又压起三十两, 等寻得着这和尚, 及时交付众鹰扑鹰城去了。 原来鹰扑当语极多, 耳目最重, 但是他们上心的是, 没有个访拿不出的。 见成朝凤是个可扰之家, 又兼有了厚赠, 怎不出力。 不上一年, 以访的这叫叶僧人 在宁国府地方起话, 夜夜街上叫了转来, 投在一个古庙里速写。 众鹰扑带了一个地方人, 认得面貌是真, 正是严子镇教业的了。 众鹰扑商量道, 人便是这个人了, 不知杀人是他不是他。 就是他了, 没个凭据, 也不好拿的他, 只可智取。 算计去寻了一件妇人衣服, 把一个少年歇的鹰扑打扮起来, 装作了妇人模样。 一众人去埋伏在一个林子内, 是街上回到古庙碧京之地, 守之更深, 果然这僧人叫夜转来。 塞了帮正自独行林子里, 假作了妇人的低声教导, 和尚还我头来。 初识一声, 那僧人已吃了一惊, 立定了脚, 昏黑之中隐隐见是个穿红的妇人, 心上虚且不过了。 只听得一声不了, 又叫, 和尚还我头来。 连叫不止, 那僧人慌了, 颤堵堵得到, 头在你家上三家铺架上不是, 休要来缠我。 众人听罢, 情之杀人事已时, 胡哨一声, 众鹰仆一起钻出, 把个和尚捆住, 道, 这贼兔, 你炎子镇杀了人, 还躲在这里吗? 先是一顿下马威, 打软了, 然后解到府里来。 通判问鹰仆, 如何拿得着她? 鹰仆把假装妇人吓她, 她说出真情, 才擒住她的话, 并明白了, 带过僧人来。 僧人明知是已露出, 混乱不过, 只得认到, 伪时杀了妇人似的。 通判道, 她与你有什么冤仇? 杀了她。 僧人道, 并无冤仇, 只因那晚教业, 经过这家门守, 见店门不关, 挨身进去, 只指望偷盗些什么。 不晓得灯珠明亮, 有一个美貌的妇人, 盛装站立在床边。 看见了不由的心里不动火, 抱住求奸, 她敌死不肯。 一时兴起, 拔出借刀来杀了。 提了头就走, 走江出来, 才想到, 要那头做什么? 其实把来挂在上三家铺架上了。 只是恨她那不肯, 出了这口气, 当时连夜走脱此地, 而金被拿住是应得偿她命的, 别无他话。 通判就出票去, 提那上三家铺上人来问道, 和尚招出人头在铺架上, 而金那里去了。 铺上人道, 当时时有一个人头挂在架上, 天明事件了, 因恐怕金官受累, 翘翘将来, 移上前去十来家赵大门首一棵树上挂首。 以后不知怎么样了。 通判差人, 押了这三家铺人来提赵大道官。 赵大道, 小人那日早起, 果然见树上挂着一棵人头, 心中惊惧, 私要守官。 陈恐官司千蕾, 当下敲的拿到家中, 埋在后园了。 通判道, 而金现在那里吗? 赵大道, 小人其实就怕后边或有是非, 要留作证件, 埋处把一棵小草树计认着的, 怎么不现在? 通判道, 只怕期间有诈尾, 需得我亲自去取验。 通判及时打叫, 抬到赵大家里, 叫赵大在前引路。 引至后园中, 赵大指着一处道, 在这底下。 通判叫从人绝江下去, 刚霸的土开, 只见一棵人头连泥带土, 古路路滚江出来。 众人发声喊道, 在这里了。 通判道, 这妇人的尸首, 今日方得完全。 从人把泥土扶去, 仔细一看, 惊道, 可又古怪。 这妇人怎生是有资虚的? 送上通判看时, 淡见这颗人头。 双眸紧闭, 一口捞开。 梗子上也是刀刃之伤, 嘴边却有虚然之腹。 早难道窟窿能作怪, 智令的男女会插尺。 王通判经道, 这分明是一个男子的头, 不是那妇人的了。 这头又出见得作怪, 其中必有蹊跷。 喝倒, 把赵大锁了。 寻那赵大时, 先前看见觉着人头不是妇人的, 已自往外跑了。 王通判就走出赵大前边屋里, 叫抬张桌做工作。 做了, 带那赵大的家属过来, 且问这颗人头的事。 赵大妻子一时难以知无, 只得识招道, 十年前赵大曾有个仇人, 姓马, 被赵大杀了, 带着磕头来埋在这里的。 通判道, 是才赵大在此, 而今躲在那里了。 妻子道, 他方才见人头被决将来, 晓得事发, 他一静出门, 连家里多不说那里去了。 王通判道, 立刻的是, 他不过走在亲眷家里, 撂去不远, 快把你家什么亲眷住址, 一一一招出来。 妻子怕动刑法, 只得招道, 有个女婿姓姜, 坐府中令使, 必是投他去了。 通判及时差人压了妻子, 竟到浙江令使家里来拿。 通判坐在赵大家里力等回话, 果然瓮中捉鳖, 手道拿来。 且说将令使是衙门中人, 晓得厉害, 见证人赵大, 急急忙忙走到家来, 说道, 是杀人事发, 死要藏壁。 令使恐怕累积身家, 不敢应承, 劝他往别处逃生。 赵大一时未有去向, 心里不绝, 正愁出奸, 公差已压着妻子来要人了。 将令使此失火到身上, 且自图灭息, 不好隐瞒, 只得赋予公差, 仍带到赵大自己家里来。 妻子路上已自对他说道, 是才老爷问时, 我已识说了, 你也招了罢, 免受痛苦。 赵大见通判时, 果然异口承认。 通判问其详细, 赵大道, 这姓马的, 先与小人有些愁戏, 后来在山路中遇着。 小人因在那里砍柴, 带着有刀在身边, 把他来杀了。 恐怕有人认得, 一时传遍这事, 就露出来, 所以既包了他的衣服, 就割下头来, 藏在家里。 把衣服烧了, 头埋在园中。 后来马家不见了人, 询问时, 只见有人说, 山中有个死尸, 因无头的, 不知是不是不好认的。 而今时已经久, 连马家也不提起了。 这埋头的去处, 与前日妇人之头, 乡里有一丈多地。 只因这个头在地里, 恐怕发露, 所以前日埋那妇人头时, 把草树寄认的。 因为隔得远, 有胆气绝下去, 不知为何一绝, 倒先绝着了。 这也是素氏冤叶, 应得填海。 早知如此, 连那妇人的头, 也不说了。 通判道, 而今妇人的头, 毕竟在那里。 赵大道, 只在那一块, 这是继人不差的。 通判又带他到后院, 再命从人打就绝处绝下去, 果然又绝出一颗头来。 认一认, 财方是妇人的了。 通判笑道, 一件人命, 却问出两件人命来, 莫非天意也。 锁了赵大, 带了两颗人头, 来到府中, 出张牌, 去换马家亲人来人。 马家儿子见说, 才晓得父亲不见了十年, 果是被人杀了。 来捕状词, 王通判准了。 把两颗人头, 一颗给与马家埋葬, 一颗换礼方割出来认看, 果是齐齐的了。 把叫叶僧与赵大哥打三十板, 多问成了死罪。 承朝奉不和买奸, 致死人命, 问成徒罪, 折价纳赎。 李方哥不和卖奸, 问账罪的决断。 承朝奉出藏埋银子六两, 给予李方哥藏纳臣事。 三家仆人不和一师, 各该问罪, 因不是这等, 不得并发赵大人命, 似乎天意名冤, 非官人士, 是罪不咎。 王通判这件事, 问得清白, 一时清洁了两件眉头事, 身祥上司, 各个称奖, 至今传为美谈。 只可笑成朝凤空想一个妇人, 不得到手, 往葬送了她一条性命, 自己吃了许多惊恐, 又做了一年多间, 废掉了百来两银子, 方得明白, 有甚便宜处。 那臣事立个主意, 不从敷衍, 也不见得被人杀了。 至于因此一事, 那赵大九无对证的人命, 一并发觉, 越见得天心巧处。 可见, 七心事做不得一些的。 有师为证, 也容海淫从古语, 会见金服不自在。 称商以字不有功, 何怪其宠纳人物? 笔侠者徒子强暴, 将此头颅向何许? 有缘玉姬十年鱼, 笔处有头玉出发。 第二十八章, 刘小冠慈雄兄弟。 衣官未必接男子, 金国如何定妇人? 隶属古今多怪事, 高山为古海生辰。 且说过朝成化年间, 山东有一男子, 姓桑名貌, 是个小家之子。 垂济时, 生得红白细嫩。 一日, 父母教他, 往村中一个亲戚人家去, 中途遇了大雨, 闪在冷庙中避雨。 那庙中先有一老玉, 也在那躲雨。 两个坐一堆坐地, 那雨越下越大, 出头不得。 老玉看见桑茂标志, 将言语调他。 桑茂也略通些情窍, 直到老玉要他干事。 临上礁时, 原来老玉腰间倒有本钱, 把桑茂后庭弄僵起来。 事必, 雨寒未止。 桑茂中是孩子家, 便问道, 你是父道, 如何有那话? 老玉道, 小官, 我实对你说, 莫要泄露于他人。 我不是妇人, 原是个男子, 从小妇做小脚, 学那妇道装扮, 吸成低声雅气, 做一手好针线, 前往他乡, 假称寡妇, 央人引进豪门巨士行教。 女眷们爱我手艺, 便留在家中, 出入房围, 多与妇女同眠, 自以行乐。 那妇女相处情后, 整月留宿, 不放出门。 也有闺女真娘, 不肯胡乱的, 我另有个媚药, 带她睡去, 用水喷在她面上, 她便昏迷不醒, 任我行事。 及时醒来, 我已得手, 她自怕羞辱, 不敢声张, 还要多赠金箔, 送我出门, 嘱咐我莫说。 我今年四十七岁了, 走得两京九省, 到处娇娘美女, 同眠同卧, 随身食用, 并无缺乏, 从不曾被人识破。 桑茂道, 这等快活好事, 不知我可学的吗? 老遇到, 似小观嫩般标志, 半妇女极像样了。 你若肯投我为师, 随我一路去, 我就与你缠脚, 教导你做针线, 引你到人家去, 只说是我外甥女儿, 得便就有良愈。 我一发把魅药方儿传授于你, 抱你一世受拥不尽。 桑茂被他说的心仰, 就在冷庙中四拜, 投老玉为师, 也不去访亲访卷, 也不去问爹问娘。 等待于止, 跟着老玉便走。 那老玉一路与桑茂同行同宿, 出了山东境外, 就与桑茂三柳梳头, 包中取出女衫换了, 脚头缠紧, 套上一双窄窄的尖头衔, 看来就像个女子改名正二姐。 后来年长到二十二岁上, 桑茂要辞了师父, 自取行动。 师父吩咐道, 你少年老成, 定有好人相遇。 只一见, 凡得意之处, 不可多住。 多则半月, 少则五日, 就要换场, 免录行计。 还一见, 做这道, 多见妇人, 少见男子, 切记与男子相近交谈。 若有男子人家, 预先设法躲避。 躺货被他看出破绽, 性命不保。 切记, 切记, 桑茂领教, 两下分别。 后来桑茂自称正二娘, 各处行有哄骗, 也走过一京四省, 所见妇女, 不计其数。 到三十二岁上, 游至江西一个村镇, 有个大户人家, 女眷留住, 传他针线。 那大户家妇女最多, 桑茂迷恋不舍, 住了二十余日不去。 大户有个女婿, 姓赵, 是个纳宿健生。 一日, 赵监生到岳母房里作医, 偶然撞见了郑二娘, 爱妻俏丽, 嘱咐妻子接她来家。 郑二娘不知旧理, 欣然而亡, 被赵监生腰入书房, 拦腰抱住, 定腰求欢。 郑二娘抵死不肯, 叫喊起来。 赵监生本是个粗人, 惹得兴起, 不管三七二十一, 竟按倒在床上, 去解她裤裆。 郑二娘挡抵不开, 被赵监生一手插进, 摸着那话, 方知是个男人女伴。 当下叫起家人, 一锁捆帆, 解到官府, 用行严训, 招呈真姓真名, 急向来刑监之事, 污秽不堪。 府县申报上司, 都倒是从来未有致变。 据书走文刑部, 以为人妖败俗, 律所不载, 你称灵池重辟, 绝不带事。 可怜桑茂甲冲了半世妇人, 讨了若干便宜, 到头来死于赵监生之手。 正是, 福善或银天有礼, 律清情重法无私。 方才说的是男人装女, 败坏风化的。 如今说个女人装男, 结效坚全地来正本。 恰似, 熏由不共气, 摇解好相形。 毫离千里庙, 认取定盘兴。 这话本也出在本朝。 宣德年间, 有一老者姓刘明德, 家筑和西武镇上。 这镇在运河之旁, 离北京有二百里田地, 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 州籍巨博, 如蚂蚁一般, 车因马迹, 日夜落矣不绝。 尚有居民数百余家, 编河为市, 好不负数。 那刘德夫妻两口, 年纪六十有余, 并无弟兄子女。 自己有几间房屋, 数十亩田地, 门手又开一个小酒店。 留宫平息好善, 极肯周济人的缓急。 凡来吃酒的, 偶然身边银钱缺少, 他也不十分计较。 或有人多拔与他, 他便够了自己嫁银, 余下的定然退还, 分毫不肯苟取。 有晓德的问道, 这人错于你的, 落得将来受用, 如何反把来退还? 刘公说, 我身没有子嗣, 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 所以今是罚作无似之鬼。 岂可又为那样欺心的事? 倘然命理不该使, 错得一分到手, 或是辩出些事端, 或是染患些疾病, 反用去挤钱, 却不到折便宜。 不若退还了, 何等安逸? 因他做人公平, 一阵的人无不敬服, 都称为流长者。 一日, 正值隆东天气, 朔风凛冽, 同云密布, 降下一天大雪。 原来那雪, 能穿帷幕, 擅堵连龙。 炸飘树点, 俄精柳絮飞扬, 狂舞一番, 错忍梨花乱坠。 生从竹叶传来, 箱子梅之地质。 塞外征人穿洞甲, 山中隐氏雍寒亲, 王孙起习道金尊, 美女红炉天受叹。 刘公英天气寒冷, 暖起一壶热酒, 夫妻两个向火对饮, 吃了一回, 起身走到门守看雪。 只见远远一人, 背着包裹, 同个小丝迎风冒雪而来。 看看至今, 那人扑得一跤, 跌在雪里, 挣扎不起。 小丝便向前去搀扶, 年小立威, 两个一拖, 反向下边去了, 都滚坐一个肉脚, 爬了好一回, 方才的起。 刘公擦摸老眼看时, 却是六十来岁的老儿, 行蝉脚脚, 八搭麻鞋, 身上衣服甚是蓝绿。 这小丝道也生得清秀, 脚下穿一双小布翁穴, 那老儿把身上雪儿抖镜, 向小丝道。 风雪甚大, 肾上寒冷, 行走不动。 这里有个酒店在此, 钱买一壶来荡荡寒再行, 便走入店来, 向一副座头坐下, 把包裹放在桌上。 小丝坐于旁边, 刘公去暖一壶热酒, 切一盘牛肉, 两叠小菜, 两副碑柱, 做一盘拖过来, 摆在桌上。 小丝捧过胡来, 针上一杯, 双手递与父亲, 然后筛与自己。 刘公见他年幼, 有些礼数, 便问道, 这位是令郎吗? 那老儿道, 正是小犬。 刘公道, 今年几岁了? 答道, 汝鸣身十二岁了。 又问道, 客观尊姓, 是往那里去的, 嫩般风雪中行走。 那老儿答道, 老汉方勇, 是京师龙虎卫军士, 原籍山东几宁。 今要回去取讨军装盘颤, 不想下其雪来。 问, 主人家尊姓? 刘公道, 在下姓刘, 招牌上进河, 便是剑号。 又道, 济宁离此上远, 如何不寻个角力, 却受这般辛苦。 答道, 老汉是个穷军, 那里顾得起角力, 只得慢慢地挨去罢了。 刘公举目看时, 只见他单把小菜下酒, 那泪牛肉全然不动, 问道, 长官父子, 想都是凤斋吗? 答道, 我们当军的人吃什么债? 刘公道, 既不奉斋, 如何不吃些肉? 答道, 食不相瞒, 身边盘占短少, 吃小菜饭, 还恐走不到家。 若用了这大菜, 便去了几日的口粮, 怎能得到家里? 刘公见他说, 那样穷乏, 心中惨然, 便道, 这般大雪, 腹内得些酒肉, 还可挡得风寒。 你只管用, 我这里不算账罢了。 老君道, 主人家修得取笑, 那有吃了东西, 不算账之礼。 刘公道, 不满长官说, 在下这里, 比别家不同。 若过往客观, 偶然银子缺少, 在下就肯奉承。 长官既没有盘缠, 只算我请你罢了。 老君见他当真, 便道, 多谢后请。 只是无功受禄, 不当仁子, 老汉转来, 定当奉仇。 刘公道, 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 这些小东西, 值得几何, 怎说这奉仇的话? 老汉方才举注, 刘公又乘过两碗饭来道, 一发吃饱了, 好行路。 老君道, 推过饭了。 父子二人, 正在鸡内之时, 拿起饭来, 郎餐虎宴, 尽情一饱。 这才是, 救人须救急, 诗人须当恶。 可者亦为饮, 鸡者亦为食。 当下吃完酒饭, 刘公又叫妈妈点两杯热茶来吃了。 老君便腰间取出银子, 来还饭钱。 刘公连忙推出道, 刚才说过, 是我请你的, 如何又要银子。 那样时, 倒像在下说法卖着盘肉了。 你且留下, 到前途去盘战。 老君便住了手, 千恩万谢, 背上包裹, 坐此起身。 走出门外, 只见那雪月发大了, 对面看不出人。 被寒风一吹, 倒退下几步。 小四道, 爹, 这样大雪, 如何行走? 老君道, 便是没奈何, 且挨到前途, 逆个宿殿邪霸。 小四眼中便流下泪来。 刘公心中不忍, 说道, 长官, 这般风寒大雪, 着肾要紧, 受此苦楚。 我家空房床腹尽有, 何不就此安歇? 后天晴了, 走也未迟。 老君道, 若得如此甚好, 只是打扰不当。 刘公道, 说那里话, 谁人是顶着房子走的? 快些进来, 不要打湿了身上。 老君引着小四重新进门。 刘公领去一间房里, 把包裹放下, 看床上时席子草剑都有。 刘公还恐怕他寒冷, 又取出些稻草来, 放在上面。 老君打开包裹, 将出被窝铺下, 此时天气上早, 准顿好了, 同小四走出房来。 刘公已将店面关好, 同妈妈向火, 看见老君出房, 便叫道, 方长官, 你若冷时, 有火在此, 烘一烘暖和也好。 老君道, 好到好, 只是奶奶在那里, 恐不吻变。 刘公道, 都是老人家了, 不妨得。 老汉方才同小四走过来, 坐于火边。 那是笔前又加十熟, 便撑起号来, 说, 靖河, 怎么只有老夫妻两位? 想是令狼们令居吗? 刘公道, 不瞒你说, 老捉夫妻, 今年都吃长六十四岁, 从来不曾生育, 那里得有儿子。 老君道, 何不成绩一个, 服侍你老年也好。 刘公答道, 我心里初始也遇得如此, 因常见人家成绩来的, 不得他当家涕力, 反惹嫌弃, 不如没有的道的清静。 总要时, 急切不能有个重义的, 故此修了这念头。 若得你令狼这样一个, 却变好了, 只是如何的能够? 两个闲话一回, 看看日晚, 老君讨了个灯火, 叫声安置, 同儿子到客房中来安歇, 对儿子说, 今日天性的欲这样好人, 若没有他时, 动也要冻死了。 明日莫管天晴下雪, 早些走吧, 打扰他, 心上不安。 小四道, 爹说的是, 父子上床安息, 不想老君受了些风寒, 倒下半夜, 火一般热起来, 口内只是气喘, 讨汤水吃。 这小四家夜晚间又在客店里, 那出去取。 八道天明, 起来开房门看时, 那刘公夫妻还未曾起身, 他又不敢惊动, 远把门眼上守在床前。 烧请, 听到外面刘公咳嗽声响, 便开门走江出来。 刘公一见, 便道, 小官如何起得嫩早? 小四道, 告公公得知, 不想跌跌昨夜, 忽然发起热来, 口中不住欲喘, 要讨口水吃, 故此起得早些。 刘公道, 啊呀, 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 这冷水怎么吃的? 待我烧些热汤与你。 小四道, 怎好又劳公公。 刘公便教妈妈, 烧起一大壶滚汤, 刘公送到房里, 小四扶起来吃了两碗。 老君睁眼观看, 见刘公在旁, 谢道, 难为你老人驾, 怎声暴答。 刘公走进前道, 休嫩般说, 你且安心自在, 盖热了, 发出些汗来便好了。 小四放道下去, 刘公便扯被儿与他盖好。 见那被儿单薄, 说道, 可知道着了寒, 如何这被嫩薄, 怎能发得汗出? 妈妈在门口听见, 急去取出一条大被墟来道, 老官, 有被在此, 你与他盖好了。 这般冷天气, 不是当耍的。 小四便来接去, 刘公与他盖的停档, 方才走出。 少请, 梳洗过, 又走进来问, 可有汗吗? 小四道, 我才摸时, 并无一些汗气。 刘公道, 若没汗时, 这汗气是赶得重的了, 须主个一来用药, 表他的汗出来方好。 不然, 这风寒怎能够发泄? 小四道, 公公, 身半无前, 将何请医服药? 刘公道, 不消你费心, 有我在此。 小四听说, 即便叩头道, 多蒙公公厚恩, 救我父亲。 今生若不能补报, 死当为全马长恩。 刘公连忙扶起道, 快不要如此。 既在此安歇, 我便是亲人了, 其人做事。 你自去房中服侍, 老汉与你迎衣。 其日雪止天际, 街上的积雪被车马践踏, 尽为泥泞, 有一尺多身。 刘公穿个木机, 出街头望了一望, 附身进门。 小四看见刘公转来, 直到不去了, 擒着两行猪类, 方遇上前扣问, 只见刘公从后屋牵出个鱼儿, 起了出门而去。 小四方才放心, 且喜太医住的还近, 不多时便到了。 那太医也骑个鱼儿, 家人背着药箱, 随在后面, 到门手下了。 刘公请进堂中, 吃过茶, 然后饮至房里。 此时老君已是神思昏迷, 一毫人事不行。 太医枕了脉, 说道, 这是个双杆伤寒, 风鞋已入于凑里。 伤寒, 书上有两句歌云, 两杆伤寒不虚致, 阴阳读过七朝七, 此乃不治之政。 别个一家, 便要说还可以救的, 学生是老实的, 不敢相欺, 这病下要不得了。 小四箭说, 惊得泪如雨下, 拜倒在地上道, 先生, 可怜我父子是个异乡之人, 怎生用贴药就得性命, 绝不忘恩。 太医夫起道, 不是我作难, 其实病已犯食, 教我也无奈。 刘公道, 先生, 常言道, 药医不死病, 佛度有缘人, 你且不要拘泥古法, 尽着自家义死, 大了胆医去, 或者他命不该绝, 就好了, 也未可知。 万一不好, 绝无归怨你之理。 先生道, 既是长者嫩般说, 且用一贴药砍, 若吃了发的汗出, 便有可生之鸡, 素来报我, 再将药与他吃。 若没有汗食, 这病就无救了, 不销来付我。 焦家人开了药箱, 搓了一贴药剂, 递与刘公道, 用生姜为饮, 快煮与他吃。 这也是万分之一, 莫作指望。 刘公接了药, 便去封出一百文钱, 递与太医道, 些少药资, 全为利事。 太医必不肯受而去。 刘公夫妻两口, 亲自把药煎好, 将到房中, 与小丝相帮, 扶起吃了, 将被眉头眉脑地盖下。 小丝在旁守后, 刘公因此事忙乱一招, 把店中生意都耽搁了, 连饭也没功夫去煮。 直到午上, 方吃早膳。 刘公去换小丝吃饭, 那小丝见父亲病重, 心中慌疾, 那里要吃, 再三劝慰, 才吃了半碗。 看看到晚, 摸那老君身上, 并无一些汗点。 那时连刘公也慌张起来, 又去请太医时, 不肯来了。 准准到第七日, 呜呼哀哉。 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休。 可怜那小丝身, 哭倒在地。 刘公夫妇见他哭得悲怯, 也替泪交流, 扶起劝道, 方小官, 死者不可复生, 哭之无意, 你且将惜自己身子。 小丝双膝跪下, 哭告道, 而不幸, 前年丧母, 未能入土, 故与父谋归原籍, 求取些银两来殡葬。 不想逢此大雪, 路途坚处。 得欲恩人, 赐衣酒饭, 留宿在家, 以为万千之幸。 谁料皇天不幼, 父乎咒病, 又蒙恩人炎衣服药, 日夜看事, 胜如骨肉。 只指望全狱之日, 图报大恩, 哪知竟不能起, 有负圣意。 此间局目无亲, 难罚钱超, 衣冠之类, 料不能办。 欲求恩人借数尺之土, 把腹海掩盖, 而情愿终身为奴仆, 以偿大德, 不识恩人肯见云否。 说吧, 拜福在地。 刘公扶起道, 小官人羞虑, 这送中之事都在于我, 岂可把来搞葬? 小厮又哭拜道, 得求系的埋骨, 以除望外, 岂敢负累恩人费心坏超? 此恩此德, 教儿将何补报? 刘公道, 只是我平息致愿, 纳望你的报偿。 当下茫茫地取了银子, 便去买办一青棺木。 换两个土工来, 收拾入殓过了, 又被耕饭祭奠, 焚化之前。 那小四悲痛, 自不必说。 就抬到屋后空地上, 埋葬好了, 又立一个牌额, 上写龙虎卫军士方勇之墓。 诸事停荡, 小四向刘公夫妇败谢。 过了两日, 刘公对小四道, 我欲要交你回去, 访问亲族, 来搬桑归乡, 又恐怕你年纪又小, 不认得路途。 你且赞助我家, 似有实熟地在此经过, 托他带回故乡, 然后徐图运就回去。 不知你的意下何如? 小四跪下气告道, 而受公共如此大恩, 地厚天高, 未曾报得, 岂敢言归。 且恩人又无子嗣, 而虽不才, 躺蒙不弃, 收冲奴仆, 朝夕服侍, 少笑一点孝心。 万一恩人百年之后, 一堪为坟前拜扫之人。 那是道经, 赶回仙母遗谷, 同赴孩葬于恩人目道之策, 勇守于此, 这便是儿之心愿。 刘公夫妇大喜道, 若得你肯如此, 乃天赐与我为嗣, 岂有为奴仆之礼。 今后当以父子相称。 小四道, 即蒙收留, 即今日就拜了爹妈。 便多良把乙儿居中放下, 请老夫妇做了, 四双八拜, 认为父子遂改姓为留。 刘公又不忍没其本性, 就将方字为名, 换作刘芳。 自此日夜辛勤, 邦家过活, 奉侍刘公夫妇, 极其尽礼孝敬。 老夫妇也把他如亲生一般看待。 有失为证, 刘芳妃亲是亲, 留得无子有子。 小丝是死是生, 老君虽死不死。 时光四溅, 不觉刘芳在刘公家里已过了两个年头。 时之深秋, 大风大雨, 下了半月有余。 那运河内的水暴涨, 有十来丈高下, 犹如百夫汤一般, 又紧又急。 往来的船只坏了无数。 一日午后, 刘芳在殿中收拾, 只听得人声鼎沸。 他指到什么火发, 忙来观看, 见岸上人挨挤不开, 都望着河中, 急走上前来看时, 却是上流头一只大客船, 被风打坏, 躺江下来。 船上之人, 飘腻已去大半, 鱼下的豹围攀舵, 呼嚎哀气, 口叫救人。 那岸上看的人, 虽然有救捞之念, 只是风水利害, 谁肯从井救人。 眼细细看他一个个落水, 口中只好叫剧, 可怜而已。 忽然一阵大风, 把那船吹进岸旁。 岸上人一起喊声, 好了。 请客, 碗挠钩子二十多张, 一起都下, 搭住那船, 救起十数多人, 各自分头投店内。 有一个少年, 年纪不上二十, 身上被网钩摘伤几处, 行走不动, 倒在地下, 气息僵绝, 尚紧紧抱住一支烛箱, 不肯放射。 刘芳在旁独井伤情, 触动了自己往年东奸之事, 不觉流下泪来, 想到, 此人之苦, 正与我一般。 我当时若没有留宫时, 父子失骇, 不知归于何处已。 这人今日却便没人连救了, 且回去与爹好说之, 救起性命。 急急转家, 把上相氏抱之刘公夫妇, 抑郁扶他回家调养。 刘公道, 此事因得美事, 为人正该如此。 刘妈妈道, 何不就同他来家? 刘芳道, 未曾禀过爹妈, 怎敢善变? 刘公道, 说那里话, 我与你同去。 父子二人, 行至暗口, 只见众人正围着那少年观看。 刘公分开众人, 挨身而入, 叫道, 小官人, 你挣扎着, 我扶你到家, 去江西。 那少年睁眼看了一看, 点点头。 刘公同刘芳向前搀扶, 一个年幼利弱, 一个老年衰迈, 全不济世。 旁边转过一个宣科次的后生道, 老人家闪开, 带我来。 向前一抱, 轻轻地就浮了起来。 那后生在右, 刘公在左, 两边斜住胳膊便走。 少年虽然说话不出, 心下却甚明白, 把嘴挪着竹箱。 刘芳道, 这箱子, 带我与你驼去。 把来背在肩上, 在前开路。 众人闪在两边, 让他们前行, 随后便都跟来看。 内众认得刘公的, 便道, 还是刘长者有些异情。 这个异乡落难之人, 在此这一回, 并没有个慈悲的, 肯收留去, 骗他一晓得了, 便搀扶回家。 这样人真个是世间少有, 只可惜五个儿子, 这也是天公没分享。 又有道, 他虽没有亲, 如今成绩着刘芳, 甚是孝顺, 比嫡亲的游胜, 这也算是天报他了。 那不认得的, 见他老夫妻自来搀扶, 一个小丝与他驮了竹箱, 就认作那少年的亲族。 以后见识人纷纷传说, 方才晓得, 无不赞叹其意。 还有没肚子的人, 称量他那竹箱内有物无物, 才多才少。 此乃是人面相似, 人心不同。 不在话下。 且说刘公同纳后 升福少年到家, 向一间客房里放下。 刘公叫声劳动, 后生自去。 刘芳把竹箱就放在少年之旁。 刘妈妈连忙去取干衣, 与他换下十衣, 然后浮在铺上。 原来落水人吃不得热酒, 刘公晓得这道树, 教妈妈取燕酒略温一下, 浸着少年痛饮。 就取刘芳的卧背, 与他盖了。 夜间, 就教刘芳伴他同卧。 到此早, 刘公进房来探问, 那少年已决健忘, 连忙挣扎起来, 要下床称谢。 刘公即止住道, 木药劳动, 调养身子要紧。 那少年便向枕上叩头道, 小子乃垂死之人, 得蒙公公就拨, 拾再生之父母。 但不知公公尊姓。 刘公道, 老卓姓刘。 少年道, 原来与小子同姓。 刘公道, 官人那里人士。 少年达道, 小子刘起, 山东张丘人士。 二年前, 随父三考在京, 不幸遇了十亿, 数日之内父母聚丧, 无力拂救还乡, 只得将来火化。 指着竹香道, 奉此骸骨归葬, 不想又遭此大难, 自分必死。 天性得欲恩人, 救我之命。 只是行礼拒失, 一无所有, 将何报答大恩? 刘公道, 官人诧异, 不忍之心, 人皆有之。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若说报答, 就是魏力了, 岂是老汉的本念? 刘其健说, 愈加感激。 江西了两日, 便能起身, 向刘公夫妇叩头泣谢。 那刘其为人温柔俊雅, 礼貌甚恭。 刘公夫妇十分爱他, 早晚好酒好事管带。 刘其健如此殷勤, 心上好生不安, 欲要辞归, 怎奈勾商之处, 溃烂成窗, 步履不便, 身边又无盘废, 不能行动, 只得权且住下。 正是, 不恋故乡生处好, 爱恩身处便为嫁。 却说刘方与刘其, 年貌相仿, 情投契合, 各把生平患难细说。 二人因念出处相同, 遂结拜为兄弟, 有爱如嫡亲一般。 一日, 刘其对刘方道, 贤弟如此青年美智, 何不惜些书史。 刘方答道, 小弟甚有此智, 只是无人教导。 刘其道, 不瞒贤弟说, 我自幼公书, 伯通筋骨, 指望置身清云, 不幸先人弃后, 无心于此, 贤弟肯读书史, 寻些书本来, 待我指引遍了。 刘方道, 若得如此, 乃弟之幸也。 连盟队刘公说之, 刘公见说, 是个宝学之士, 肯教刘方读书, 分外欢喜, 即便去买许多书籍。 刘其庆心指教, 那刘方引悟过人, 一送即解。 日理在殿中看管, 夜间挑灯而读, 不过数月, 经书此汉, 无不精通。 且说刘其在刘公家中, 住有半年, 彼此相敬相爱, 胜如骨肉。 虽然依邦得索, 只是终日坐时, 心有不安。 此时窗口久欲, 思想要回故土, 来对刘公道, 多蒙公公夫妇厚恩, 救活残喘, 又搅扰半年, 大恩大德, 非口舌可谢。 金玉赞辞公公, 傅仙人骸骨归葬, 浮雀之后, 当途报效。 刘公道, 此乃官人的教心, 怎好阻挡, 但不知几时起行。 刘其道, 今日告过公公, 明早就行。 刘公道, 既如此, 带我去觅个便传于你。 刘其道, 水路风波险恶, 且发盘缠, 还从陆路行罢。 刘公道, 陆路缴力之费, 数倍于舟, 且又劳碌。 刘其道, 小子不用缴力, 只是不行。 刘公道, 你身子怯弱, 如何走得远落? 刘其道, 公公常言道得好, 有银用银, 无银用力, 小子这样穷人, 还怕得什么辛苦? 刘公想了一想道, 这也益处, 便叫妈妈整备酒窑, 与刘其送行。 吟之中间, 刘公气道, 老桌与官人萍水相逢, 叙手半年, 恩同骨肉, 时事不忍分离。 但官人送尊人入土, 乃人子大事, 故不好强留。 只是自今一别, 不知后日可能得再见了。 说吧, 虚息不胜。 刘妈妈与刘芳, 尽皆泪下。 刘其也气道, 小子此行, 实非得已。 四福一满, 即星夜迟来奉后, 兴武过悲。 刘公道, 老桌夫妇, 年近七旬, 如风中之竹, 早暮难保。 孔君福满来时, 再否不可知已。 倘若不弃, 送尊人入土之后, 急来看我, 也是一番相知之情。 刘其道, 公公主妇, 敢不如命。 一宿晚景不提。 到了次早清晨, 刘妈妈又整顿酒饭, 与她吃了。 刘公取出一个包裹, 放在桌上, 又叫刘芳到后边 牵出那小驴来。 对刘其道, 此驴虚扬已久, 老汉又无远行, 少有用处, 你就乘她去罢, 省得路上顾欠。 这包裹内是一床被窝, 几件粗不一长, 以防路上风寒。 又在袖中摸一包银子, 交语道, 这三两银子将就盘缠, 亦可到得家了。 但是完之后, 急来走走, 万无爽幸。 刘其见了许多厚赠, 气败道, 小子受公公已如此厚恩, 金生料不能报, 四来是为全马, 以仇万一。 刘公道, 何出此言? 当下将包裹, 竹箱都装在牲口身上, 作别起身。 刘公夫妇送出门手, 撒泪而别。 刘芳不忍分舍, 又送十礼之外, 方才分手。 正是, 萍水相逢骨肉情, 一朝分媚类剧情。 离居唱罢劳魂梦, 仍在长亭贡短亭。 且说刘其一路夜住小行, 鸡餐可饮, 不一日来到山东故乡。 那只去年这场大风大雨, 黄河泛滥, 张秋村镇, 尽皆飘腻, 人畜炉涉, 荡尽无矣。 举目遥望时, 几十里田地, 绝无人烟。 刘其无处投奔, 只得济世旅店。 思想欲将海谷埋葬于此, 却又无处一期, 何以迎上? 须寻了个着落之处, 然后举世。 虽往各处市镇乡村, 访问亲旧, 一无所有。 铸了月鱼, 这三两银子盘费将近, 心下着盲, 若用完了这银子, 就难行动了。 不如远往何西雾去, 求恩人一搭空地, 埋了股市, 以傍在笔处, 还是个长测。 算还店前, 上了牲口, 星夜赶来。 到了刘公门守, 下了牲口看时, 只见刘芳正在店中, 手里拿着一本书, 在那里观看。 刘其叫了一声, 兄弟, 公公, 妈妈一向好吗? 刘芳抬头看时, 却是刘其。 把书撇下, 忙来接住牲口, 迁入家中, 谢了行礼, 做一道, 爹妈日夜在此念凶, 来得正好。 一起走入堂中, 刘公夫妇看见, 喜从天降, 便道, 官人想杀我也。 刘其上前, 倒身下败, 刘公还礼不迭, 剑霸, 问道, 尊人之事, 想已毙了。 刘其细细气宿前阴, 又道, 某故乡已无处容身, 金妇携骸骨而来, 欲求一搭余地藏埋, 就拜公公为父, 一棒于此, 朝夕奉事, 不知遵义云否。 刘公道, 空地尽有, 任凭取则, 但为父子, 恐不敢当。 刘其道, 若公公不屑以某为子, 便是不允之意了。 即便请刘公夫妇上座, 拜为父子, 将骸骨也葬于屋后地上。 自此兄弟二人, 病历同心, 勤苦经营, 家业渐渐兴隆。 奉侍父母, 急尽仁子之礼。 合振的人, 每一个不心献刘公无子而游子, 皆是因得之报。 时光迅速, 疏忽又惊年鱼, 父子正安居乐业, 不想刘公夫妇, 年纪老了, 尽力衰眷, 患起病来。 二子日夜服侍, 医不解代, 求神网孝, 医药无功。 看看殆尽, 二子心中十分悲怯, 又恐伤了父母之心, 唯把言语安慰, 背底吞声而泣。 刘公自知不起, 胡二子至床前, 吩咐道, 我夫妇老年孤节, 自卫必作无似之鬼, 不亦天地连念, 赐乳二人与我为似, 名虽义子, 情胜嫡血, 我死无疑恨矣。 但我去世之后, 乳二人勿要同心经业, 共守此博产, 我与九泉亦得名目。 二子哭败寿命, 忧言两日, 夫妇相继而亡。 二子创帝忽天, 浩淘痛哭, 恨不得以身代替, 置办依亲光果, 极其从厚, 又请僧人做九周夜功果抄鉴。 入恋之后, 兄弟商议, 筑起一个大坟, 要将三家父母合葬一处。 刘方岁至经中, 将母舅迎来。 择了几日, 以刘公夫妇葬于居中, 刘齐千父母, 还谷葬于左边, 刘方父母葬于右边, 三分拱裂, 如连珠相似。 那和朕的人, 一来目刘公向日忠厚之德, 二来敬他兄弟之孝, 进来相送。 话修续凡。 且说刘齐二人, 自从刘公王后, 同眠同时, 请好欲赌, 把酒店收了, 开启一个补店来。 四方过往客商, 来买货的, 见二人少年制成, 物价公道, 传播开去, 慕名来买者, 挨挤不开。 一二年间, 正下一个老大家业, 比刘公时已多数倍。 讨了两房家人, 两个小厮, 动用家伙器皿, 甚是次第。 那镇上有几个富家, 见二子家业日欲, 少年未娶, 都央眉来, 与之一阴。 刘齐心上已是欲得, 只是刘芳却执意不愿。 刘齐劝道, 贤弟今年一时有九, 我也二时有二, 正该及时求配, 以图生育, 接续三家宗四, 不知贤弟为何不愿。 刘芳答道, 我与兄方在壮年, 正好经营生理, 何侠去谋此事。 况我弟兄, 相求有爱, 何等安乐? 万一娶了一个不好的, 反是一类, 不如不娶为上。 刘齐道, 不然, 常言说得好, 无妇不成家, 你我聚在店中, 支持了生意时, 里面决然无人照管。 况且交由见广, 设有个客人到来, 中愧无人主持, 成何体面? 此还是小事。 当初义父以我二人为子时, 指望子孙少他宗四, 是守此坟。 今若不娶, 必然阴绝, 岂不负其初念, 和言见之全下。 在三辰说, 刘芳只把言之无, 终不肯应承。 刘齐见兄弟不允, 自己又不好读取。 一日, 偶然到一厢后朋友亲大郎家去探望, 两个偶然, 急因事, 刘齐乃把刘芳不肯之事, 细细相告, 又道, 不知舍地是甚主意。 亲大郎笑道, 此事潜而易见, 他与兄共闯家业, 况他是先道, 兄是后来, 不分得兄先取, 故此假意推托。 刘齐道, 舍地乃仁一端职之事, 绝无此意。 亲大郎道, 令帝少年英俊, 岂不晓得夫妇之乐, 嫩般推阻。 凶弱不信, 且交个人私下去见他, 先与之为美, 包你一说事。 刘齐被人言成祸, 将信将疑, 作别而回。 恰好路上遇见两个媒婆, 正要到刘齐家说亲, 所说的是本镇开筹断电, 催三朝凤家。 虚几年庚, 正与刘芳相合, 刘齐道, 这门亲, 正对我家二官人了。 只是他有些古怪, 人面前就害羞, 你只敲地去对他说。 若说得诚实, 自当厚仇。 我且不归去, 坐在巷口邮店里, 等你回话。 两个媒婆, 应声而去。 不一时, 回复刘齐道, 二官人果是古怪, 老媳妇嫩般窜多, 只是不允, 再说时, 他猴急起来, 好叫媳妇们老大没去。 刘齐才信刘芳不肯, 是个真心, 但不知什么异股。 一日, 见梁上燕而迎朝, 刘齐遂提一词于壁上, 以探刘芳之意。 此云, 迎朝燕, 双双雄, 无地乃是个女子了。 怪到他嫩般娇弱, 语音先利, 夜间睡卧, 不脱内衣, 连袜子也不肯去, 裤鼠中还穿着两层衣服。 原来他却学木兰所为, 虽然如此, 也还疑惑, 不敢去轻易发言。 又到亲大郎家中, 将词念于他听。 亲大郎道, 这词一明白, 令帝确然不是男子了。 但与凶数年同踏, 难道看他不出? 刘齐遂, 他向来并未曾脱衣之事。 亲大郎道, 嫩般意发誓了。 如今, 凶当已识问之, 看他如何回答。 刘齐道, 我与他恩义甚重, 情如同胞, 安忍其口。 亲大郎道, 他若果是个女子, 与凶成配, 恩义两全, 有何不可。 谈论已久, 亲大郎将出酒窑款贷。 两个对着, 竟不绝至晚。 刘齐回至家时, 已是黄昏时候。 刘芳迎着, 见他已醉, 扶进房中, 问道, 兄从何处饮酒, 这是方规。 刘齐答道, 偶在亲兄家小尹, 不觉话长做酒。 口中虽说, 细细把他详识, 当初无心时, 全然不觉是女, 此时已是有心变他真假, 越看越像个女子了。 刘齐虽无邪念, 心上却要见个明白, 又不好直言, 乃道, 今日见贤弟所知燕子赐甚家, 非于凶所能及。 但不知, 贤弟可能再何以守否? 刘芳笑而不达, 取过纸笔来, 一挥就成。 此曰, 赢朝宴, 声声叫, 末是青年空岁月。 可怜何事必无瑕, 何事储君中不纳。 刘齐接来看了, 便道, 原来贤弟果是女子。 刘芳文言, 羞得满脸通红, 未及搭言。 刘齐又道, 你我情同骨肉, 何必避讳? 但不失贤弟, 西年阴慎如此装束。 刘芳道, 窃出阴母丧, 随父还乡, 恐途中不便, 故为难办。 后阴覆没, 上埋浅土, 未得与母同葬, 窃故不敢改行, 欲求一安身之地, 以错先灵。 幸得亦父一次产业, 父母骸骨, 得以归土。 妾是十亿欲说明, 因思家事尚危, 恐兄独立难成, 故父迟迟。 金剑兄屡劝妾婚姻, 故不得不自明耳。 刘齐道, 原来贤弟用此一段苦心, 成全大事。 况我与你同踏数年, 不露一毫归角, 真乃皆孝坚权, 女中丈夫可敬可现。 但弟词中已有辅救之意, 我亦绝无他取之理。 萍水相逢, 周旋数载, 昔为弟兄, 今为夫妇, 此起人谋, 时昼天和, 躺蒙一诺, 便定百年。 不知贤弟意下如何? 刘芳道, 此事妾一筹之属矣。 三宗坟墓, 聚在于此, 妾若是他人, 父母三尺之土, 朝夕不便省事。 旷义父义母, 看待你我犹如亲生, 弃死而去, 亦难戛染。 凶弱不弃漏智, 使妾得势积肘, 供奉三性相伙, 妾之怨也。 但无眉思合, 于理有亏, 为凶才卓而行, 免受旁人谈意, 则全没矣。 刘芳道, 贤弟高见, 即当处分。 事晚, 两人便分房而卧。 次早, 刘芳与亲大郎说了, 请他大娘为美, 与刘芳说哈。 刘芳已自换了女装, 刘芳备办一事, 择了几日, 先往三个坟墓上寄告过了, 然后花竹成亲, 大排炎烟, 广景邻里。 那时轰动了何熙悟一阵, 无不称为义士, 赞叹刘家一门笑意真烈。 刘芳成亲之后, 夫妇相敬如宾, 正起大大家事, 生下五男二女。 至今子孙藩盛, 遂为巨族, 人皆称为刘芳三亿村云。 有诗为证, 无情骨肉成无悦, 有一天涯座之亲。 三亿村中传美誉, 何熙千载想其人。 第二十九章, 吹凤萧女幼东墙。 楚山修竹如云, 一才绣出千林表。 龙须半简, 凤英微掌, 玉姬云绕。 目落淮南, 语清云梦, 月鸣蜂鸟。 子中郎不见, 还一去后, 知姑父秋多少。 闻到岭南太守, 后唐身绿珠娇小。 启窗学弄, 梁州初遍, 霓裳未了。 娇指寒宫, 犯伤流雨, 一声云渺。 为使君喜尽, 瞒风丈雨, 坐双天晓。 这一支词儿调记, 水龙吟, 是苏东坡先生永迪之作。 西宣元皇帝使灵伦伐筑于昆西, 坐迪吹之, 似凤明, 因为之凤霄, 又因秦农玉吹消, 引得凤凰来, 遂取此名。 这一尺四寸之中, 可通天地鬼神。 话说唐时有个甲克吕云清幸好吹笛, 触入携带, 夜静月明之际, 便取出随身的这管笛吹僵起来, 真有穿云烈石之声, 颇子得已。 曾于仲春夜薄舟于君山之策, 使水添一色, 星斗交辉, 吕云清三杯两盏, 饮酒疏杯, 吹笛数取。 忽然义老父须眉浩白, 神谷清齐, 从水上荡一小舟而来, 傍在吕云清传策, 就于杯中取出三管笛来, 一管大如河拱, 一管就如常人所吹之笛, 一管绝晓, 如戏笛管。 吕云清吃惊道, 怎生有如此大笛, 傅老兴吹一曲, 以交小子。 老父道, 笛有三样, 各自不同, 第一管大者, 是诸天所奏之乐, 非人间所可吹之气, 次者对洞府诸仙和乐而吹, 其小者, 是老夫与朋友互奏之曲。 是为狼君一吹, 不知可终得一曲否? 道罢, 便去这一小管吹浆, 方才上口吹得三声, 湖上风洞, 波涛汹涌, 鱼龙喷跳, 五声六声, 君山上鸟兽轿躁, 月色昏暗, 阴云陡起, 七声八声, 湖水先天接地, 龙王, 水族, 虾兵, 鬼怪如风涌到船边, 那船便要翻江转来。 满船中人, 惊得心胆兜碎, 大叫, 莫吹, 莫吹。 一阵黑风过处, 面前早已不见了老傅并小舟, 人人惊异, 请客间仍旧天清月白, 不知是何等神鬼。 自此, 吕云青出外, 再不敢吹低。 正是, 弄欲吹萧尹凤凰, 云青吹萧尹鬼怪。 再说一个吹萧尹得仙女来的故事, 是我朝洪志年间的人, 姓徐明傲自朝籍, 常州人, 家住东城下, 虽不读书, 却也有些弑君子气, 风自俊秀, 最善音律, 年方十九, 未有七房, 母舅张震是个父户, 开个解库, 无人料理, 却教徐傲照管, 就住在唐东小乡房中。 七夕月明如昭, 徐傲吹萧示意, 直吹到二股方才就寝。 还未睡熟, 忽然一乡酷裂, 乡房二善, 门齐齐自开, 有一只大犬突然走江进来, 向坠金陵, 绕市中寻行一遍而走。 徐傲甚以为怪。 尤文德亭中有人窃窃私语, 正疑心是盗贼之辈, 书见许多女郎, 都守直眉花灯, 沿接而上。 徐傲一一看得明白, 共分两行, 六人, 末后走进一个美人来, 年可十八九, 非常艳丽, 摇关凤凰, 闻西带, 轴方紧纱袍, 袖广二尺, 就像世上图画工装之状, 面貌玉色, 愉悦一般真光彩, 真天神夜。 鱼外女郎服饰略童, 形质微小, 那美貌也不是等闲之辈。 进的门, 各女郎都把笼中红竹插放银台之上, 一视如同白昼, 是中原是小的一间屋, 到此时背绝宽大。 徐傲甚是慌张, 一句也作声不得。 美人徐步就踏前伸手入于亲中, 抚摸徐傲待变, 梁九转身走出, 不交一眼。 众女郎簇拥而去, 相逐一世都灭, 仍旧是小小乌语。 徐傲精神恍惚, 老大疑惑, 如何有此怪异之事。 过得三日, 月色欲明, 徐傲静寝, 又觉香气非常, 暗暗道, 莫不是前日美人又来乎。 顷刻间, 众女郎又簇拥美人而来。 势中罗列酒窑, 其桌椅之类, 又不见有人搬移, 种种必备。 美人难免而坐, 使女郎来换徐傲。 徐傲暗暗地道, 就是妖怪, 毕竟躲她不过, 落得亲近她, 看她怎么。 遂整衣冠上前作衣, 美人还礼, 使坐右手。 女郎换徐傲捧玉杯敬酒, 酒味相美, 遥善精洁, 敬不知是何物。 美人方才轻开弹口道, 切非花月之妖, 清莫惊矣。 与清有溯源, 应得协和, 虽不能大有所补义, 亦能令清滋用无法。 真修百味, 锦绣增素, 凡世间可遇之物, 清药极不难治, 但幽清福伯尔。 又亲自酌酒以劝徐傲, 醋作欢笑, 言辞宛媚, 口体芳香。 徐傲不能吐一言, 但一味吃酒食而已。 美人道, 昨听的销声, 知情兴致非浅, 切意薄小私竹, 愿意闻之。 遂教女郎取消帝于徐傲。 徐傲吹一曲, 美人也吹一曲, 音调清澈, 高过徐傲。 夜深久兰, 众女郎扑音入于榻上, 报道, 夜深矣, 请夫人睡罢。 美人低手微笑, 良酒乃香携灯榻。 账漫侵入, 穷极华丽, 不是需要向时索眠之榻。 美人解衣, 读着红霄果度一试, 相语就诊。 交汇之际, 婉然处女, 婉转于侵入之间, 大事难胜。 徐傲此时情质飞荡, 居然神仙已, 然究竟不能一言。 天色江明, 美人掀起街帐, 侍女十余人, 奉汤水梳妆。 梳妆已完, 美人将别, 对徐傲道, 数百年前节下之缘, 实非容易。 自今以后, 夜夜欢好无间。 轻若举一念, 妾身即来, 但幽轻此心容易翻覆。 妾与君相处, 断不欲与世间凡夫俗子得之。 妾须秘密, 勿与他人说可也。 言妾, 美人与侍女一齐都取。 徐傲恍然自施, 竟不知是何等神仙。 次日出外, 衣上有异常之香, 人甚疑心。 从此美美举念便有香气, 香气圣则美人质疑, 定有九瑶携来欢宴。 又频频对傲说, 天上神仙诸变化之事, 奇言奇妙, 亦非是之所闻。 徐傲每要问他居指明性, 见面之时, 却又不能言语, 遂写在一幅纸上, 要美人对答。 美人道, 轻得好妻子, 事意已足, 更何须穷究。 又道, 妾从九江来, 文苏, 杭明郡最多盛景, 所以赞有。 此世间处处是无家里。 美人生性极其柔和, 但戴下人又极严, 众人势在左右, 不敢一毫放肆, 服侍徐傲如, 服侍自己一样。 一女侍奉汤略不尊敬, 美人大怒, 揪其耳朵, 使之跪谢而后矣。 需要心中若要何物, 随心而至。 一日出行, 见甘子甚美, 一颇欲枝。 至晚, 美人便秀数百颗, 来与需要吃。 凡是心中要吃之物, 斑斑俱有。 需要有树皮好布, 被人偷捡去六尺, 每处寻觅。 美人说在某处, 一寻己有。 解枯中失去金手是己见, 美人道, 当于承熄黄牛方前四中寻之, 道者已一前若干去矣。 此日网寻, 物果然在, 竟取已归, 主人但目瞪口呆而已。 虚常与人争斗不胜, 那人回去或无故将扑, 或因他是受辱。 美人道, 奴备无礼, 已为狼君出气报复之矣。 如此网还数月, 徐奥口嘴不紧, 好与人说。 人宜心为妖怪, 劝徐奥不要亲近。 美人已知, 说道, 吃奴妄言, 是宁有妖怪如我者乎。 徐奥有事他出, 唯有疾病, 美人就来, 于底中坐在徐奥身旁, 时时会合如常, 虽甚多人, 仁义不绝也。 常常对徐奥道, 断不可与人说, 恐不为轻浮。 当不得徐奥只管好说, 传闻开去, 三三两两, 见知多人都来探去, 竟无虚日。 美人不乐。 徐奥母亲闻之此事, 便与徐奥定了一头亲, 不日之间便要做亲, 以杜绝此事。 徐奥不敢违抗母亲之意, 美人遂怒道, 妾本与亲共图百年之计, 有意无损。 狼既有外心, 妾不敢难言相从。 遂飘然而去, 再不复来。 徐奥虽时时思念, 竟如时辰海底一般。 正是, 恩义既一断, 付水岂能收。 话说徐奥自美人去后, 至十一月十五夜, 梦见四个鬼族来换, 徐奥跟着鬼族走到肖家巷土地址。 两个鬼族管着徐奥, 两个鬼族走入址换出土地。 那土地方金白袍, 走江处来同行, 道, 夫人赵, 不可怠慢。 急出须门, 渐渐走到一个大地宅, 墙里外乔木参天, 遮蔽天日, 走过二重门, 门上都是朱七寿环, 龙凤金钉, 掩似帝王之宫, 数百人守门, 进到堂下, 堂高八九丈, 两边阶级数十重, 丹翅有鹤, 鹿树之。 彩袖珠碧, 光彩炫耀。 前番女士姚剑徐奥, 急忙奔入报道, 薄青狼来了。 堂内女人, 有捧香的, 调鹦鹉的, 弄琵琶的, 割得舞的, 不计其数, 见徐奥来, 都口中怒骂。 煞世间, 堂内环陪叮咚, 香烟如云, 堂内地乡报道, 夫人来。 土地牵徐奥使, 跪在地下, 林中有大金地炉, 中烧寿炭, 每人拥炉而作, 自体火柱促火, 时时常探道, 我曾盗取无福, 经过不措, 顷刻兼呼, 卷帘。 美人健傲, 面红发则道, 清态复心, 我怎声叮咛, 清全不信我言语。 今日相见, 有何颜面? 美人眼眉唏嘘气下道, 与清本其始终, 其意气我至此。 两旁侍女都道, 夫人不必自苦, 这薄姓儿郎便当杀雀, 何须再说? 便叫鬼族以大仗激奥。 机智八十, 徐奥大叫道, 夫人, 无成复心, 但蒙昔日夫人顾盼, 情分不薄, 比冻枭犹在, 何得无情如此? 美人因患停障, 道, 本欲杀青, 感念昔日, 惊舍轻死。 两旁女士大骂不止, 需要遂屠服败献而出, 土地仍旧送还, 灯桥失足而行, 两股甚是疼痛, 竟走不起。 卧病五六日, 复见美人来则道, 亲自复心, 非观我事。 连声恨恨而去, 美人去后, 疼痛便笑, 后道须门外寻踪迹, 绝无影响, 竟不知是何等仙女。 最有冻枭迹赚于世, 有诗为证, 口是祸之门, 蛇是斩身刀, 只因多开口, 赢得棒来翘。 如今小子说, 西湖上也因一曲冻枭, 成就了一对好夫妻, 不比那徐郎薄姓甘吃大棒, 打得叫苦叫去。 话说宋高宗南渡以来, 传道李宗, 那是西湖之上, 无景不妙, 若到灯节, 更绝繁华, 天阶九四, 罗列非常, 三桥等处, 刻底最盛, 灯火消股, 日盛已归。 妇女裸起如云, 都带朱翠, 闹鹅, 玉眉, 雪柳, 菩提叶, 灯球, 萧金河, 蝉雕秀相, 怕, 衣都上白, 盖灯月所一夜。 又有底地好事者, 如清河章府, 蒋玉耀家, 开设雅戏, 烟火, 花边水界, 灯烛灿燃。 游人侍女纵观, 则相迎着酒而去。 贵家都以真修, 金盘, 电函, 俯丁相宜, 名为是石盒。 夜兰灯罢, 由小灯照路时宜者, 为之扫街, 往往时得一气三尔, 可谓奢之吉矣, 一东都一封也。 话说嘉西丁有年间, 一人姓潘明用忠, 是闽忠人, 随父亲来与临安后差。 到了临安, 走到六部桥, 寻个客点斜下。 宋时六部衙门都在于此, 因为这六部桥, 吉金之云锦桥也。 潘用忠府亲自去衙门参见礼会正式, 自不必说。 那时正值元宵佳节, 李宗皇帝广放花灯, 人民有赏, 于宣德门扎起敖山灯述作, 五色锦绣, 四眉张卦。 敖山灯高树杖, 人物精巧, 机关转动, 就如活的一般, 香烟灯花熏照天地, 终以五色玉山促成皇帝万岁四个大字。 灵关奏乐, 百戏成巧。 小黄门兜金国翠鹅, 宣放烟火百余架, 到三谷尽时绝。 其登景之盛, 待无于比。 潘用忠夜间看灯而回, 见景之繁华, 月色如银, 一般明朗, 他生平最爱的是吹枭一事, 遂取出随身的那管枭来, 吾吾叶叶, 好不吹得好听。 一连吹了几日, 感动了一位知音的千金小姐。 有诗为证, 谁家横笛弄清清, 唤起离人枕上情。 自是断肠听不得, 飞观吹出断肠声。 你到这位千金小姐是谁? 这小姐姓黄, 小明姓春, 自小聪明伶俐, 又读书史, 长于汉末, 若论真指女工, 这也是等贤之事, 不足为奇。 那年指得十七岁, 未曾许聘谁家, 戏是宗室之亲, 从汴京护驾而来, 驻于六部桥, 人都称为皇府。 广有家资, 富弃爱惜, 如同掌上之针, 心头之肉。 十岁之时, 曾经一位姓艳的老儒教读, 读到十三岁, 姓春诗赐歌赴落笔而成, 不检曹大家, 写道运之才。 姓春小姐会得了文词, 遍不出来读书。 一个兄弟, 长成十岁, 就请老燕儒的儿子 燕仲举在家教读。 真个无巧不成话, 这姓春小姐 也醉喜的是那肖, 是个女教师教成的。 月明夜静之时, 悠悠扬扬吹僵起来, 真个有穿云烈石之声。 因此, 小姐住的楼上 就取名为凤霄楼, 虽然引不得凤凰, 却引了个消失。 那姓春小姐之楼, 可可地与攀用中殿楼相对, 不过相隔数丈。 小姐日常礼, 因与殿楼相对, 来往人繁杂, 恐有亏趣之人, 外观不雅, 把楼窗紧紧闭着, 再也不开。 数日来, 一连厅的殿楼上销声优雅, 与庸俗人所吹不同, 只是读书之人。 小姐往往夜静吹销以示意, 经文的对楼有销声, 恐是勾引之人。 却不敢吹响, 暗暗将销放于朱唇之上, 按着工商绿绿, 依与楼外销声相和而坐, 却没有一毫差错之处。 声韵清幽, 欲吹欲妙。 杏春小姐一连听了树叶, 甚是可爱, 暗暗地道, 这人吹得甚好, 不知是何等读书之人弄俊俏, 明日不免瞧他一瞧何如。 次日, 梳妆已毙, 便将楼窗轻轻推开一缝。 那窗子却是里面雕花, 外用木板遮户, 外面却全瞧不见内里。 小姐略略推开一缝乔石, 见潘用忠是个美少年, 还未灌金, 不过十六七岁光景, 与自己年岁相当, 风姿俊秀, 一度断雅, 手里执着一本书在那里看。 杏春小姐便动了爱才之念, 瞧了半会, 仍旧悄悄将窗壁上。 在楼上无事, 过了一晌, 不免又推开一缝窗子乔氏。 过了数日, 渐渐把窗子开得大了, 又开得平了。 潘用忠使初见对面楼上 画阁珠楼好生其整, 终日凝望, 日来见渐渐推开窗子, 又开得平树, 微微见玉蓉花帽之人, 隐隐约约于珠帘之内, 也有心探望, 把那双俊眼一直送到珠帘之内。 那小姐见潘用忠如此探望, 竟把一扇窗子来开了, 珠帘半卷, 却不把群身露出, 微露半面。 花容绰约, 姿态颜媚, 婉然月宫仙子, 略略一见, 却又闪身进去, 随把窗子闭上。 潘用忠心性欲狂, 随即下楼问殿中妇人吴二娘道, 对楼是谁? 吴二娘道, 此时皇府, 原是宗氏之亲, 从汴京而来, 久居于此。 潘用忠道, 这标志女子是谁? 吴二娘道, 是皇府小姐, 今年只得十七岁, 尚未曾斥茶。 这小姐聪明伶俐, 幸好吹消, 每每明月之夜便有消声。 今因我们客店人家来往人杂, 恐人亏去, 再不开窗。 今日暂时开窗, 定因相公之故。 相公却自要尊重, 不可伸头伸脑, 贫取窥似, 恐惹出事端, 连累不细。 我客店家, 怎敢与皇府争执? 潘用忠诺诺连声道, 不惹事, 不惹事。 说吧, 暗暗道, 原来这小姐也好吹消, 怪得要起窗而逝离。 正是, 绿绿中女薄牙, 奉消楼中子妻。 这日潘用忠手舞足蹈, 狂荡了一夜。 次日早起, 那小姐又开窗而望。 如此几日, 渐渐相熟, 彼此凝望, 眉来眼去, 好不热闹。 连那窗子也像发热的一般, 不时开闭。 潘用忠恨不得生两片异赤, 将身飞到小姐楼上, 与她说几句知心话, 结为夫妻。 果是, 身无彩凤霜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如此一跃余, 彼此都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潘用忠无忌可施, 不免虚空模拟, 手势指尖使发。 一日, 一个朋友来访, 是彭尚舍, 在殿中闲谈了半日, 潘用忠凶中甚是郁闷无聊, 便拉彭尚舍到西湖上游玩散心。 那时正值三月艳阳天气, 好生热闹。 但见, 青山四化, 绿水如蓝, 艳性腰桃, 花醋醋堆成锦绣, 柔枝娇蕊, 相互妇酿就淫云。 黄鹰现缓, 紫燕泥南, 柳枝头, 虎草岸, 奏树不管弦, 粉蝶诋毁, 游风飞舞, 绿子盼, 红花烧, 呈满目生意。 此刘马被银鞍宝佩, 拖着白面郎君, 向万树丛中, 木月丝丰, 不觉光声启没, 飞于轩映秀为朱博, 驾着红颜少妇, 走千花营里, 摇珠促彩, 自然云绕, 霓裳。 斜锦色摇等, 吹的吹, 唱的唱, 都是长安游椰子, 情金枝玉叶, 饮的饮, 歌的歌, 尽数西湖竹圣人。 采连州, 采纯州, 百花州, 百宝州, 在许多名记, 悠悠雅雅, 鱼林般绕着湖心亭, 寻方楼, 寻月楼, 两仪楼, 两圣楼, 列数个歌筒, 叮叮咚咚, 艳赤样, 搏在两岸。 挨挨挤挤, 白宫堤直闹到苏宫堤, 若男若女, 若长若短, 接任而行, 竹竹轰轰, 昭庆寺, 敬嚷至天竹寺, 或老或少, 或村或鞘, 连魅而走。 三百六十历日, 人人靠桃花市, 趁万贯前回, 四百五十经商, 各个向杏花村饮三杯酒去, 又见那走索的, 金鸡独立, 耀子翻身, 惊奇古怪弄虚头, 跑马的, 四女成妖, 二仙传道, 超腾书呼装神怪, 欺云射翻踢斗桥, 脚底射爹扑征齐, 雄便射喊叫扎呼, 云鸡射般弄躲闪, 又有那仇神许愿之辈, 口口声声叫, 大慈大悲观世音, 画迷起前之流, 普普腔腔, 求善人善女善长者。 话说那攀用中同鹏上射两个, 在西湖苏堤上游玩多时, 忽然有十数成女教簇拥而来, 甚是华丽, 那时尤人如矣, 教子一时挨挤不开, 窄露相逢, 攀用中一一看得明白, 恰好就是皇府宝卷。 看到第五成教子来时, 正是楼上这位知音识趣的小姐, 两个个个会心, 四目相视, 不远齿鱼, 攀用中神魂如师, 就口吟一诗道, 谁教窄露恰相逢, 默默灵犀一点通, 罪恨吴情方草路, 逆栏寒慧各西东, 那时正值前后左右都是俗人, 没有斯文世子在侧, 所以攀用中得纵其银勇, 岂不是天使其变? 银罢, 小姐在教中微微一笑, 那轿子也往前去了。 攀用中仅根一成, 却赶不上, 只得转来, 与彭尚舍同行, 举举凉凉凉, 如有所失。 闲步了半日, 向绿阳身处孤饮三杯, 心心念念记着小姐, 连别个妇人也在无心观看, 急急同彭尚舍回来, 彭尚舍自分路作别而去。 攀用中急急到于楼上, 等那知音识去的小姐。 诗月色如皱, 攀用中取出那管销吹僵起来, 便向空倒住道, 愿这一管销做个媒人, 等我定得这一头好亲事, 我便生生世世, 不敢忘你恩德。 若得侥幸成就了此亲, 花竹之息, 夫妻二人恭恭敬敬拜你八拜。 倒住了又吹, 吹了又倒住, 果然销声有灵, 一阵顺风吹到小姐玲珑剔透, 粉捏就欲啄成之音的耳内。 那时小姐还在楼下 与母亲朱眷贤谈白话, 虽然如此, 却一心记挂着较前吟诗之人, 心心念念, 蹲坐不牢, 本欲上楼, 无奈众女眷都在面前, 不好抛撇, 镜子上楼, 只得勉强正吻。 胡闻销声锅耳, 心中热养, 假托日间辛苦, 要上楼去睡。 怎当的一个不凑去的姨娘, 那姨娘年方二十三岁, 即是一个风流之人, 出嫁牛氏, 称为牛十四娘, 偏要上楼与外甥女闲耍, 幸春小姐无可奈何, 只得与牛十四娘闲耍了一回。 幸而牛十四娘下楼去了, 小姐轻轻推开了窗, 潘用忠见小姐开了窗, 就住了宵。 那时月光, 设在小姐面上, 与月一同光彩, 真如月里嫦娥一般。 潘用忠朗吟叫前索吟之师, 不住地吟了鼠变。 小姐映着月光点头微笑, 两个恨不得飞坐一团, 扭坐一块。 彼此都在得意之际, 不期潘用忠的父亲回来, 彼此急急将窗闭起。 潘用忠只得去睡了, 事业翻来覆去, 好生难睡。 这是, 只有心情私审女, 更无家梦到黄良。 话说黄府馆毕艳重举事件宁人, 原与潘用忠是相识, 闻得用忠在对门, 遂到殿中楼上败望。 潘用忠遂留住艳重举, 在于楼上饮酒, 极其酣畅。 潘用忠只作不知, 故意指对面高楼问道, 前面这高楼谁家宅子? 艳重举道, 就是无知管所。 潘用忠道, 此楼窗终日不开, 却是何故? 艳重举道, 此楼系主翁姓春小姐在上, 因与这里客殿对门, 恐有人窥似, 外观不雅, 所以不开。 姓春小姐, 即无父所教读书者也。 聪明艳丽, 功于诗词。 父母忠爱之极, 不欲嫁与俗人, 愿归世子。 今年方十七岁, 正欲托无父选一家婿, 甚难其人。 潘用忠孝道, 不知地可冲得此悬佛。 艳重举道, 如吴兄足当此选, 真家人才子也。 西吴兄为外方人儿。 潘用忠大孝道, 若得成亲, 定住于林字, 断不回去矣。 艳重举道, 恐不可避, 遂作别而去。 潘用忠欲绝神魂飞动, 平蓝凝望。 小姐微微开窗, 揭起猪脸, 露出半面。 潘用忠乘着一时酒性, 心仰难熬, 取胡桃一枚志去, 小姐接得。 停了一会, 小姐用罗帕一方, 裹了这一枚胡桃, 仍旧致来。 潘用忠打开来一看, 罗帕上有诗一首, 笔墨淋漓, 诗道。 蓝干显以日偏长, 短笛无情苦断肠。 安德身轻如燕子, 随风荣意到军旁。 潘用忠看了这首诗, 喜悦欲狂, 笑得眼睛都没缝, 方晓得艳重举, 说小姐功于诗词之言不差。 又见小姐属意深切, 感谢不尽, 也用罗帕一方, 裹了胡桃志去。 小姐接得在手, 解开来一看, 也有一首诗道。 义曲临风之万金, 奈何难买到人心? 君如解的相如意, 比四金指更恨深。 那小姐读完了诗, 停了一会, 又换一方罗帕就裹了胡桃志来。 不亦先先欲守, 力微至轻, 扑得一声坠于言下, 却被店妇吴二娘识得。 那吴二娘, 年登四十余岁, 是个在行之人, 正在跪身子里, 见对楼抛下汗金一条, 知识私情之物, 急急起身拾了, 藏于袖中。 攀用中, 见罗帕坠于楼下, 恐旁人拾去, 为祸不浅, 急急跑到楼下, 在地上打一看时, 早已不见罗帕下落, 心下慌张, 似为祥事, 并无一人, 料的是吴二娘识得, 就问吴二娘道, 可曾见我一条罗帕坠下来吗? 吴二娘含笑说道, 并不曾见什么罗帕。 攀用中, 见吴二娘代孝而言, 明知是吴二娘故意做耍, 便道, 吴二娘修得做耍, 若果实得, 千万还我, 在你身边终无用处。 常言道,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 吴二娘故意多得一声道, 攀相公说的是嫩话, 我老人家要人方便嫩的, 还是你们后生要我方便利。 攀用中小的吴二娘是个在行之人, 料到瞒他不得, 便是对他说道, 适才这一方罗帕时事对楼小姐致来之物, 其中还有诗句在上, 千万还我, 不敢忘你好处。 说吧, 吴二娘伸手去秀中取出, 笑嘻嘻地说道, 早是我老人家识德, 若被别人识去, 可不厉害。 攀用中千恩万谢, 解开罗帕来看, 尚有诗一首道。 自从闻底苦匆匆, 破散魂飞似梦中, 罪恨粉墙高吉许, 蓬莱若水隔千中。 攀用中看了诗句, 方知小姐情义深重, 以身相许之意, 只得与吴二娘细细计较道, 蒙小姐十分垂念, 使出见我吹消, 起创而逝。 前日在西湖上, 正知小姐出来游山, 我在轿前相遇, 吟诗一首, 多蒙小姐在轿中微笑。 晚间回来, 又蒙小姐顾盼。 今日他家先生燕香公来拜我, 我问他家戏的, 方知小姐小名姓春, 会作诗词, 我就拖燕香公为媒, 燕香公说, 我是外方人, 恐皇甫不肯。 我试才用胡桃一眉智去, 不宜小姐用罗帕一方 写一诗志将过来, 我也做一诗志去, 小姐又写一诗志来。 多蒙小姐如此厚意, 势不相舍。 万起吴二娘怎生做个方便, 到皇甫亲见小姐寻其下落, 做个穿真引线之人。 事成之后, 多将眉里奉献, 如何? 吴二娘点头应远。 此日, 潘用中走到皇甫回拜艳众局, 书馆中看见小姐的兄弟, 一审生的俊秀, 暗暗道, 与他结为狼舅, 成家事业。 书馆中小思进去取茶, 小姐见了问道, 务谁在馆中要查? 小思答应道, 是对门攀相公来回拜艳相公, 要查。 小姐口中不说, 心中思量道, 我夫主上门也。 一男一女, 两两各有会心之处。 这都是不说出的意思。 潘用中在书馆中盘缓了半日, 吃了茶坐边回, 所以恳请吴二娘到皇甫去。 那吴二娘缘与皇甫对门对户, 时常觐见小姐, 穿房入户之人, 又且吴二娘生性软款温柔, 口舌便利, 皇甫一门都喜。 这一日夺将进去, 甲以探望为名, 见景生情, 乘机走到小姐楼上, 秀中取出小姐所提罗帕之师, 并攀向宫央美艳相公作媒, 说弱得成亲, 定住于临安之意, 叙叙叨叨叨, 说了一定。 小姐最后赠了吴二娘, 再三叮嘱, 切勿漏谢。 吴二娘回来, 与潘用中说了。 潘用中甚是手舞足蹈起来, 怎当的好事多磨, 因缘难救, 潘用中父亲定要迁去与一个乡里, 同住于关桥。 潘用中闻之, 惊得目瞪口呆, 枉之所措, 不肯搬移。 怎当的父亲吩咐小思, 及时移动, 用中有力无处用, 只得白着一双眼睛乔逝, 敢怒而不敢言, 胸中不住叫苦叫躯。 正是, 鸭子漫长黄百味, 苦在心头只自治。 渐渐行礼搬完, 将刺起身。 潘用中只瞧着对面楼上, 只指望小姐在窗口一见, 以目送别。 那小姐事出不知, 怎生得知。 潘用中望不见小姐, 好生苦恼, 又因父亲在面前, 不好与吴二娘一说, 只得怀恨随了父亲出门, 眼巴巴还望着楼上含泪而去。 果是, 白日消磨长断剧, 世间只有情难素。 话说这潘用中恨恨地跟了父亲离了这条六部桥, 有一步, 没一步, 连脚也拖不动, 打打撒撒, 就像蛇翅的老鸭一般, 没奈何来到官桥饭店之中。 恨杀这个乡里, 一天好事, 正要成就, 好端端地被这天杀的乡里千蕾将来, 幸春小姐面也不曾见得一见, 连吴二娘要她传销济息的话, 也不曾与她说的一句, 好生烦恼, 由董谢袁贤索, 西乡曲为证。 莫道难而心如铁, 君不见满川红叶, 尽是离人, 眼中雪。 只把小姐的诗句, 终日引勇观完, 从此饮食少尽, 敬夜不眠, 渐渐地害下一场相思病症。 当日关灯十五, 看遍了寒雀争眉, 幸寓一枝花的小姐, 可惜隔着乌山十二峰。 纱窗内隐隐露出眉梢月, 傲恨着格子眼, 遮着锦平风。 终日相对, 似桃红柳绿, 罗帕上诗句传请, 竟如二十入桃园, 渐渐樱桃九熟, 怎生地踏提望月, 做个紫燕穿帘, 遇了这金菊对芙蓉。 轻轻地除下八珠环, 解去锦绣兰, 一时间五月朝天, 合着油瓶盖, 放着这冰红中潭, 少不得要劈破莲蓬。 不住的双叠细眉, 好疑似于游春水, 秋入林科, 紧急处活向火炼丹, 但愿春分昼夜亭, 软款款楚寒争风。 毕竟到落花红满地, 做个钟馗莫额, 好到也胜如将军挂印。 怎当得不凑去的天地人和, 挨过了几天念三, 只是恨点不到, 枉负了这小姐一点孤红。 苦得我断腰绝溜, 到如今弄作了一定末, 净化作雪霄春水, 陡然间苏秦背剑而回, 抱着这一团二十四起, 淡淡地盛得霞天一支燕, 这两日心头直似火烧煤, 夜间做了个秃爪龙。 不觉揉碎梅花纸杖, 难道直带林老入花丛? 少不得要断送五星三命。 这真是贪花不满三十。 话说攀用中害了这相思病症, 日清夜中, 渐渐面黄肌瘦, 一夜咳嗽至于天明, 闲谈满地, 父亲不知是肾病症, 接了几个医人医治。 那些医人都是隔壁猜眉之人, 哪知病原? 有的说是感冒了, 风寒入于凑理, 一时不能屈浅, 就搓了些柴壶, 黄金之药一味发表。 有的说是气逆座谈之故, 总是人身精气, 顺则为今夜, 逆则为谈闲, 若调理的气顺, 自然谈闲消除, 遂搓了些酥子, 伴下结梗之药。 又有一个道, 这是少年不老成之病, 要大补元气方好, 一味用那人身, 黄岐之药。 正是人人有药, 各个会医, 一脸鬼混了几时, 一毫也没相干。 从来道, 医杂正有方术, 致相思无药耳。 攀用中一日病重一日, 父亲无法可治。 一日, 腾上舍来问他道, 如怎生疑病即当至此, 莫不是兄中有隐微之事, 可细细与我说之。 攀用中道, 时不满我兄说, 无病时非要时之所能欲。 遂把楼上小姐之事, 前缘后顾, 一一说明。 又道, 即无与兄西湖低上轿中所见之美人事也, 不亦无父骤然搬移来此, 遂有此病。 彭尚舍遂将此话, 一一与他父亲说之。 父亲爹足叹息道, 旧事仍旧一去, 也是枉然。 况他家怎肯与外方人结亲, 就是这小姐心中肯了, 他父母怎生便肯。 彭尚舍道, 前日增殃殿父吴二娘, 进去探问小姐心事, 那小姐凯然应允, 情愿配为夫妻, 又赠吴二娘首饰, 助他切勿露谢。 如今去见吴二娘, 便好再做计较。 说吧, 二人正欲出门, 抬起头来, 猛然间见吴二娘夺江进来, 二人喜从天降。 看官, 你到吴二娘未甚夺进门来。 原来当日攀用中搬来之后, 小姐推窗而看, 绝不见攀用中踪迹, 又见动用之物, 尽数俱无, 情之搬移而去, 却如脑门上打了一个霹雳一般, 又恨攀用中薄姓, 怎生别都不曾一别, 连一些消息也不知, 竟自搬移而去, 好生傲恨。 也有董谢原贤索, 西乡曲为证。 譬如对灯闷闷地做, 把似何以强强地勉? 心头暗发着怨, 怨博姓的冤家梦中见, 争奈按不下酒回肠, 喝不定一双夜眼, 闷上心来, 一刻也蹲坐不老。 这一腔愁绪, 却与谁说之? 真如万箭存心的一般。 从此不差不犯, 这相思病症, 比攀用中更害得快, 比攀用中更害得凶。 这小姐生得面如红花, 眉如青带, 并不用皂角擦洗, 天花粉敷面, 黑醋醋的云变合手屋, 狭窄窄的金莲香白纸, 轻盈盈的一碾三棱腰。 头上戴几朵颤巍微微的金银花, 衣上细一条大黄紫碗的鸳鸯韬。 华石做鸡, 沉香做鸡, 尚有那豆口寒胎, 朱砂表色, 正是十七岁当归之年。 怎奈得这一位史君子, 聪明的远至, 隔窗诗句筹合, 拨动了一点陶人之念, 禁不住枪火起来。 只恐怕知母房贤, 特央请吴二娘这只甘草, 做个木通, 说与这花木瓜。 怎知这秀才心性欠实, 便就一位卖门东, 急切里做了亡不留行, 过了摆布。 傲恨的胸中, 怀着酸枣人, 口里赤着黄帘, 喉咙头塞着结梗。 看了那些诗句的薅本, 心心念念的相思子, 吼一次急离刺体, 全歇勾身。 渐渐的病得穿胸, 只得背着母亲, 暗地里吞污药丸子。 总之, 一相思莫药, 谁人啃传与冰郎, 坐得个大回乡, 挽回着车钳子, 架了连翘, 瞒了防风, 鸳鸯背底。 慢慢肉从容, 搓摸那一对小乳香, 渐渐做了蝉酥, 真是个一腔鲜灵皮。 话说这幸春小姐, 害了这相思病症, 弄得一丝两气, 十生九死, 父母好生着急, 便密一人一致。 又请和尚诵经, 道姑化福解阳, 道士齐心礼斗, 歌师察言保佑。 牛师四娘闻之外甥女儿患病, 特来探望, 看见这病患得有些尴尬, 早已猜够了八分, 只是不好齐口细问。 一日, 坐在幸春床头, 看见枕底下有罗帕一方, 隐隐露出字迹, 心里有些疑心, 将手去扯江出来。 幸春看见姨娘来扯, 心性慌张, 急忙伸手来夺。 姨娘一发疑心, 将罗帕着实一扯, 扯江出来一看, 见上面有情诗一首。 幸春见姨娘念出情诗, 一发满脸通红。 姨娘遂细细盘问, 此诗何来, 何人所赠? 幸春料到隐瞒不得, 又见身体患病, 只得老老实实一五一诗说, 与姨娘知道。 姨娘虽将此事说, 与她母亲知道。 母亲闻之此事, 恐怕错断送了女儿, 虽与丈夫计较, 情愿招攀用忠为婿, 因此就要吴二娘作媒, 来到官桥殿中, 说与攀小官并她父亲得知。 谁知这边攀小官也患此病, 正在危急之间, 恰好吴二娘进的门来, 背戏说了小姐患病之故, 金皇甫情愿招赘为续之意, 说了一遍。 那攀小官病中闻之此事, 洗得非常, 相思病便捡了一半, 从床上直坐僵起来, 真心病还将心要一眼。 父亲与彭尚舍都大喜, 正喜得个满怀, 又知皇甫先生厌重举来望, 也是为小姐亲事之故, 孔吴二娘女媒传言不吻, 向琵琶记上道, 脚长齿二, 这般说谎媒八臂。 所以, 特特又美出燕仲举的父亲原舅先生来为南媒, 故此先招燕仲举来通个消息, 随后便是燕仲举的父亲来望, 约定了日期招赘为续。 一个南媒, 一个女媒, 亦定了这头亲事, 择日行礼。 皇甫到裴庄莲, 大张花竹, 广言亲友, 迎接攀用中入赘, 洞房花竹, 成就了一对年少夫妻, 败谢了男女二位媒人, 上了那凤霄楼, 说不尽那繁华富丽之市井, 古董玩起之真。 夫妻二人合紧之后, 取出那罗帕, 并小姐日常礼壁上所吹之霄, 百列在桌上道, 若不亏此一曲奉霄, 怎生成就的一对夫妻, 遂双双败谢。 因此, 风流之名波满临安, 人人称为霄梅, 连李宗皇帝都知此事, 遂胜传于宫中, 泽泽称叹。 那时, 夫妻都指得十七岁, 后来潘用中登了贾科, 富隆七贵, 偕老百年。 至今, 西湖上名为奉霄嘉会者此也。 有诗为证, 奉霄一曲帝良缘, 两帝相思掩欲穿, 嘉会风流那可得, 奈将杜取富歌险。 第三十章, 卖油郎独占花魁, 年少争夸风月, 场中波浪偏多。 有钱无貌亦难喝, 有貌无钱不可。 就是有钱有貌, 还需着意揣摩。 知情识去俏哥哥, 此道谁人塞我?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 是风月机关中搓药之论。 常言道, 既爱俏, 妈爱俏。 所以子弟行中, 有了潘安班茂, 邓通班前, 自然上下和睦, 坐得烟花寨内的大王, 鸳鸯会上的主盟。 然虽如此, 还有个两字经儿, 叫做帮衬。 帮者如鞋子有帮, 衬者如衣之有衬。 但凡做小娘的, 有一分所长, 得人衬贴, 就当十分。 若有短处, 趋意替他遮户, 更坚低声下气, 送暖偷寒, 逢其所喜, 逢其所嫌, 以情度情, 岂有不爱之理。 这叫做帮衬。 风月场中只有会帮衬的最讨便宜, 无貌而有貌, 无钱而有钱。 假如正元和在悲田院坐了起, 此时囊窃俱空, 容颜非旧, 李亚先于雪天欲知, 便动了一个侧隐之心, 将秀儒包裹, 美食供养, 与他做了夫妻。 这岂是爱他之前, 恋他之梦。 只为正元和识趣之情, 善于帮衬, 所以亚先心中舍他不得。 你只看亚先病中想马板尝汤吃, 正元和就把个五花马杀了, 去尝煮汤奉制。 只这一节赏, 亚先如何不念其情? 后来正元和中了状元, 李亚先封做千国夫人, 莲花烙, 打出万颜策, 悲田院便坐了白玉楼, 一床紧被遮盖, 风月场中反为美坛。 这是? 运退黄金诗色, 时来铁野生光。 话说大宋自太祖开机, 太宗四位, 立传真。 人、 英、 神、 哲, 共是七代帝王, 都则言武修文, 民安国泰。 到了徽宗道君皇帝, 信任蔡经, 高求, 杨茧, 朱勉之徒, 大兴苑幼, 专务游乐, 不以朝政为事, 以至万民皆怨, 金鲁城之以起, 把花锦般一个世界弄得七零八落。 直至二帝蒙臣, 高宗尼玛渡江, 天安易渝, 天下分为南北, 方得修行。 其中数十年, 百姓受了多少苦楚。 正是, 贾玛从中立命, 到枪队里为家, 杀戮如同戏耍, 抢夺便是生涯。 内中单表一人, 乃便梁城外安乐村居住, 姓深, 明善, 魂家软世, 夫妻两口, 开个六尘破, 虽则跳米为生, 一应柴探茶酒, 油盐杂货, 无所不备, 家倒泼泼得过。 年过四旬, 只生一女, 小名叫做姚琴。 自小生的清秀, 更且自性聪明, 七岁上送在村学中读书, 日送千言, 十岁时便能吟诗作父, 曾有归情一绝, 为人传颂。 诗云, 竹莲记记下金沟, 香鸭沉沉冷话楼, 以枕怕惊渊病宿, 挑灯偏西蕊双头。 到十二岁, 亲戚书画, 无所不通。 若提起女工之事, 非真走线, 出人意表。 此乃天生灵力, 非教习之所能也。 深善因为自家无子, 要寻个养女婿来家靠老。 只因女儿灵巧多能, 男护其配, 所以求亲者颇多都不曾许。 不幸遇了金鲁猖獗, 把遍良城围困, 四方秦王之师虽多, 宰相主了何意, 不许厮杀, 以致鲁氏欲慎, 打破了京城, 结迁了二帝。 那时城外百姓, 一个个忘魂丧胆, 扶老邪幼, 弃家逃命。 却说, 深善领着魂家软氏和十二岁的女儿, 同一般逃难的, 背着包裹, 截队而走。 茫茫如丧家之犬, 急急如漏网之鱼。 单机单动单劳苦, 此行谁是家乡, 叫天叫地叫祖宗, 违愿不逢达鲁。 正是, 宁为太平犬, 莫作乱离人。 正行之间, 谁想达子倒不会遇见, 却逢着一对败残的官兵。 看见许多逃难的百姓, 多背得有包裹, 假意呐喊道, 达子来了。 沿路放起一把火来。 此时天色将晚, 吓得众百姓落荒乱窜, 你我不相顾, 败兵就乘机抢掠, 若不肯与他, 就杀害了。 这是乱中生乱, 苦上加苦。 却说身是姚秦, 被乱军冲突, 跌了一跤, 爬起来不见了爹娘, 不敢叫唤, 躲药到旁古墓之中, 过了一夜。 到天明出外看时, 但见满目封杀, 死尸横路。 昨日同时避难之人, 都不知所往。 摇紧思念父母, 痛哭不已。 欲带寻访, 又不认的路径, 只得望难而行。 哭一步, 挨一步。 约莫走了二里之城, 心上又苦, 腹中又激。 望见土房一所, 想必其中有人, 欲带求起些汤饮。 极致向前, 却是破败的空污, 人口拒逃难去了。 姚秦坐于土墙之下, 哀哀而哭。 自古道, 无巧不成话。 恰好有一人, 从墙下而过。 那人姓补, 明巧, 正是深善的近邻, 平息是个游手游食, 不守本分, 贯吃白食, 用白钱的主, 人都称他是补大郎。 也是, 被官军冲散了同伙, 近日独自而行。 听得啼哭之声, 慌忙来看。 姚秦自小相认, 近日患难之际, 举目无亲, 见了近邻, 分明见了亲人一般, 急忙收累, 起身相见。 问道, 补大叔可曾见我爹妈妈? 不瞧心中暗响, 昨日被官军抢去包裹, 正没盘产, 天生这碗衣饭送来于我, 正是其货可拘。 便扯个谎道, 你爹和妈寻你不见, 好生痛苦。 如今前面去了, 吩咐我道, 躺货见我女儿, 千万带了她来, 送还了我, 许我后谢。 姚秦虽是聪明, 正当无可奈何之际, 君子可欺以其方, 遂全然不移, 随着补桥便走。 正是, 情之不是伴, 是己且相随。 补桥将随身带的干粮, 把谢与他吃了, 吩咐道, 你爹妈连夜走的, 若路上不能相遇, 只要过江道健康府方可相会。 一路上同行, 我全把你当女儿, 你全叫我做爹, 不然, 只到我收留迷失子女, 不当吻变。 姚秦依允, 从此陆路同步, 水路同舟, 爹女相衬。 到了健康府, 路上又闻得金武竹四太子引兵渡江, 眼见得健康不得宁熙, 又闻得康王即位, 已在杭州驻站, 改名临安, 遂沉船到润州。 过了苏, 长, 家, 湖, 直到临安地面, 暂且饭店中居住。 爷魁卜乔自汴京至临安三千余里, 带那深窑秦下来。 身边藏下些散碎银两, 都用尽了, 连身上外盖衣服, 脱下准了店前, 此剩的深窑秦一箭活货, 欲行出脱。 访得西湖上烟花王九妈家要逃养女, 遂引九妈到店中看货还钱。 九妈见姚秦生的标志, 让了彩礼五十两。 补桥对足了银子, 将姚秦送到王家。 原来补桥有志, 在王九妈前, 只说, 姚秦是我亲生之女, 不幸到你门户人家, 须得软款地教训她, 自然从顺, 不要兴急。 在姚秦面前, 又只说, 九妈是我至亲, 全是把你忌顿她家。 待我从容仿制你爹妈下落, 再来领你。 以此姚秦欣然而去, 可怜爵士聪明女, 堕落烟花罗网中。 王九妈心讨了姚秦, 将她浑身衣服换个新鲜, 藏于屈楼深处, 终日好茶好饭去江西她, 好言好语去温暖她。 姚秦寄来之, 则安之, 住了几日, 不见捕桥回信, 撕两爹娘, 勤着两行猪类, 问九妈道, 捕大叔怎不来看我? 九妈道, 那个捕大叔。 姚秦道, 便是引我到你家的那个捕大郎。 九妈道, 他说是你的亲爹。 姚秦道, 他姓捕, 我姓深。 岁把便梁逃难, 失散了爹妈, 中途遇见了捕桥, 引到临安, 并不瞧哄她的说话, 细数一遍。 九妈道, 原来嫩地, 你是个孤身女儿, 五角谢, 我索性与你说了爸。 那姓捕的, 把你卖在我家, 得饮五十两去了。 我们是门户人家, 靠着粉头过活, 家中虽有三四个养女, 并没个出色的。 爱你生得起整, 把做个亲女儿相待, 待你长成之时, 包你穿好吃好, 一生受用。 姚秦听说, 方知被捕桥所骗, 放声大哭。 九妈劝姐良久方知, 自此, 九妈将要情改做王美, 一家都称为美娘, 叫她吹弹歌舞, 无不尽善。 长成一十四岁, 娇艳飞长。 临安城中这些富豪公子, 穆其容貌, 都背着厚礼求见。 也有爱清标的, 闻得她写作巨高, 求是求自的, 日不离门。 弄出天大的名声出来, 不叫她美娘, 叫她做花魁娘子。 西湖上子弟, 编出一支, 挂针, 担到那花魁娘子的好处。 小娘中, 谁似的王美的标志, 又会写, 又会画, 又会作诗, 吹弹歌舞都于是。 常把西湖比西子, 就是西子比她, 也还不如。 那个有福地躺着她身, 也情愿一个死。 只因王美有了个圣鸣, 十四岁上, 就有人来请书弄。 一来王美不肯, 二来王九妈把女儿做金子看成, 见她心中不云, 分明奉了一道圣旨, 并不敢为虞。 又过了一年, 王美年方十五, 王九妈来劝女儿接客。 王美执意不肯, 说道, 要我会客时, 除非见了亲生爹妈, 她肯做主食, 方才使得。 王九妈心里又恼她, 又不舍得难为她, 挨了好些食。 偶然有个金二元外, 大富之家, 情愿出三百两银子, 书弄美娘。 九妈得了这主大财, 心生一计, 与金二元外商议, 若要她成就, 除非如此如此, 金二元外议会了。 七日八月十五日, 只说请往美湖上看潮, 请到周中三四个帮贤, 据是会中之人, 猜权行令, 做好做歉, 将美娘灌得烂醉如泥。 扶到王九妈家楼中, 卧于床上, 不省人事。 五股时, 美娘酒醒, 以之宝用剂破了身子。 自连红颜薄命, 遭引强横。 自向床边一个扳竹踏上, 朝着李璧睡了, 暗暗垂泪。 金二元外又走来亲近, 被他劈头劈脸, 抓有几个血痕。 金二元外好生没趣, 挨到天明, 对妈妈说声, 我去也。 宝儿要留他时, 以自出门去了。 从来书弄的子弟, 早起食宝进房贺喜, 行户中都来称庆, 还要吃几日喜酒。 那子弟多则住一二月, 最少也住半月二十日, 只有金二元外亲早出门, 是从来未有之事。 王九妈连叫诧矣, 披一起身上楼, 只见美娘卧于榻上, 满眼流泪。 九妈要哄他上行, 连声招许多不适, 美娘只不开口, 九妈只得下楼去了。 美娘哭了一日, 茶饭不沾, 从此脱病, 不肯下楼, 连课也不肯会面了。 九妈心下焦躁, 玉带把他灵虐, 又恐他烈性不从, 反冷了他的心肠。 玉带由他, 本是要他赚钱, 若不接客时, 就养到一百岁也没用。 愁出数日, 无计可施。 忽然想起, 有个结义妹子, 叫做刘四妈, 时常往来, 她能言能语, 与美娘甚说得着。 何不接取她来, 下个说辞。 若得她回心转意, 大大的烧个力士, 当下叫宝去请刘四妈到前楼坐下, 素以钟情。 刘四妈道, 老身是个女随和, 此路甲, 说得罗汉思情, 嫦娥想嫁。 这件事都在老身身上。 九妈道, 若得如此, 作解的情愿与你磕头, 你多吃杯茶去, 免得说话失口干。 刘四妈道, 老身天生这副海口, 便说道明日还不干理。 刘四妈吃了几杯茶, 转到后楼, 只见楼门紧闭。 刘四妈轻轻地扣了一下, 叫声, 侄女。 美娘听的是四妈声音, 便来开门。 两下相见了, 四妈靠桌朝下而坐, 美娘傍作相陪。 四妈看她桌上铺着一幅细卷, 才画得个美人的脸, 还未曾着色。 四妈称赞道, 画得好, 真是巧少。 九娃姐不知怎生样造化, 偏生遇着你这个伶俐女儿。 又好人物, 又好记忆, 就是堆上几千两黄金, 满林安城走遍, 可寻出个对儿吗? 美娘道, 羞得见笑。 今日慎风吹得姨娘道来。 刘四妈道, 老身时常要来看你, 只为家务在身, 不得空闲。 闻得你恭喜书弄了, 今日偷空而来, 特特与九娃姐叫喜。 美儿听得提起书弄二字, 满面通红, 低着头不来答应。 刘四妈知她害羞, 便把乙儿多上一步, 将美娘的手牵着, 叫声我儿, 做小娘的不是个软壳蛋, 怎地这般嫩得紧? 似你嫩得怕羞, 如何赚得大筑银子? 美娘道, 我要银子做甚。 四妈道, 我儿, 你便不要银子, 做娘的看得你长大成人, 难道不要出本? 自古道,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九娃姐虽有几个粉头, 那一个赶得上你的脚跟来。 一圆瓜, 只看得你是个瓜重。 九娃姐待你也不比其他, 你是聪明伶俐的人, 也虚实些轻重。 闻得你自书弄之后, 一个刻也不肯相接, 是什么样? 都像你的一时, 一家人口四残一般, 那个把桑叶喂她。 做娘的抬举你一分, 你也要与她争口气, 莫要反讨众丫头们批点。 美娘道, 由她批点。 怕怎的? 刘四妈道, 啊呀, 批点是个小事, 你可晓得门户中的行径吗? 美娘道, 行径便怎的? 刘四妈道, 我们门户人家, 吃着女儿, 穿着女儿, 用着女儿, 侥幸讨得一个像样的, 分明是大户人家, 制了一所良田美产。 年纪又小时, 巴不得风吹得大。 道的书弄过后, 便是田产成熟, 日日指望花丽, 到手受用。 前门迎新, 后门送旧, 蟑螂送米, 李郎送柴, 往来热闹, 才是个出名的姊妹行家。 美娘道, 修达达, 我不做这样事。 刘四妈掩着口, 隔得笑了一声道, 不做这样事, 可是由得你的。 一家之中有妈妈做主, 做小娘的, 若不依她教训, 动不动一顿皮鞭, 打得你不生不死, 那是不怕你不走她的路。 九阿姐一向不难为你, 只是因你聪明标志, 从小教养的, 要稀你的廉耻, 存你的体面。 方才告诉我许多话, 说你不是好歹, 放着额毛不知青, 顶着模子不知重, 心下好生不悦, 叫老身来劝你。 你若执意不从, 惹她兴起, 一时翻过脸来, 骂一顿, 打一顿, 你带走上天去。 凡事只怕个起头, 若打破了头时, 招一顿, 目一顿, 那是熬这些痛苦不过, 只得接客, 却不把千金生价弄得低微了, 还要被姊妹中笑话。 依我说, 吊桶已自落在她井里, 挣不起了, 不如千欢万喜, 倒在娘的怀里, 落得自己的快活。 美娘道, 奴是好人家儿女, 物落封尘, 躺得姨娘主张从良, 盛造九级浮屠。 若要我以门献孝, 宋就迎心, 宁甘一死, 绝不情愿。 刘四妈道, 我儿, 从良是个有志气的事, 怎么说到不该? 只是从良也有几等不同。 美娘道, 从良有甚不同之处。 刘四妈道, 有个真从良, 有个假从良, 有个苦从良, 有个乐从良, 有个称好的从良, 有个没奈何的从良, 有个了从良, 有个不了的从良。 我儿耐心听我分说, 如何叫做真从良? 大凡才子必须家人, 家人必须才子, 方程配偶。 然而好事多磨, 往往求之不得。 幸然两下相逢, 你贪我爱, 割舍不下, 一个怨讨, 一个怨嫁, 好像捉对的残鹅, 死也不放。 这个未知真从良, 怎么叫做假从良? 有等子弟爱着小娘, 小娘却不爱那子弟, 本心不愿嫁他, 只把个架子哄他心热, 撒慢使钱, 笔记成交, 却又推骨不救, 又有一等痴心子弟, 明晓得小娘心肠不对他, 偏要取江回去, 拼着一柱大钱, 动了妈的火, 不怕小娘不肯, 勉强进门, 心中不顺, 故意不守家规, 小则撒泼放肆, 大则公然偷汉, 人家荣流不得, 多则一年, 少则半载, 依旧放他出来围娼皆可, 把从良二字, 只当个赚钱题目。 这个未知假从良, 如何叫做苦从良? 一般样子弟爱小娘, 小娘不爱那子弟, 却被他已是灵逼, 骂俱祸, 已自诩了, 做小娘的身不由主, 含泪而行, 一入侯门, 如海之身, 家法右眼, 抬头不得, 半窃半臂, 人死度日。 这个未知苦从良, 如何叫做乐从良? 做小娘的, 正当责任之际, 偶然相交个子弟, 见他性情温和, 家道富足, 又且大娘子乐善, 无男无女, 指望他日过门, 与他生育, 就有主母之分, 以此嫁他, 图个目前安逸, 日后出身。 这个未知乐从良, 如何叫做称好的从良? 做小娘的, 风花雪月, 受用已够, 趁着圣明之下, 求知者众, 任我简择个十分满意的 嫁塌, 急流永退, 急早回头, 不致受人怠慢。 这个未知称好的从良, 如何叫做梅奈何的从良? 做小娘的, 远无从良之意, 或因官司逼迫, 或因强横欺满, 又或因债负太多, 将来赔偿不起, 别口气, 不论好歹, 得价便价, 买尽求安, 藏身之地。 这未知没奈何的从良, 如何叫做了从良? 小娘半老之际, 风波利尽, 刚好遇个老城的孤老, 两下志同道合, 收成卷锁, 白头到老。 这个未知了从良, 如何叫做不了的从良? 一般你贪我爱, 火热地跟他, 却是一时之星, 没有个长算, 或者尊长不容, 或者大娘妒忌, 闹了几场, 发回妈家, 追取原嫁, 又有个家导凋零, 养他不活, 苦手不过, 依旧出来赶衬。 这未知不了的从良。 美娘道, 如今奴家要从良, 还是怎的好? 刘四妈道, 我儿, 老身教你个万全之策。 美娘道, 若蒙教导, 死不忘恩。 刘四妈道, 从良一事, 入门为敬, 况且你身子已被人捉弄过了, 就是今夜嫁人, 叫不得个黄花女儿。 千错万错, 不该落于此地。 这就是你命中所招了。 做娘的费了一片心机, 若不帮她几年, 称过千把银子, 怎肯放你出门? 还有一件, 你便要从良, 也需捡个好种。 这些臭嘴臭脸的, 难道就跟她不成? 你如今一个课也不接, 晓得那个该从, 那个不该从。 假如你执意不肯接客, 做娘的没奈何, 寻个肯出钱的主, 卖你去做妾, 这也叫做从良。 那主, 或是年老的, 或是貌丑的, 或是一字不识的村牛, 你却肮脏了一事。 比着把你撩在水里, 还有扑通的一声响, 讨得旁人叫一声可惜。 依着老身余剑, 还是俯从人愿, 凭着做娘的接客。 似你嫩般才貌, 等闲得料也不敢相搬, 无非是王孙公子, 贵客豪门, 也不辱没了你。 一来风花雪月, 趁着年少受用, 二来做成妈儿几个家事, 三来你自己也积攒些私房, 免得日后求人。 过了十年五载, 欲个知心这意的, 说得来, 话逮着, 那时老身与你做美, 好模好样的嫁去, 做娘的也放得你下了。 可不两得其变。 美娘听说, 微笑而不言。 刘四妈已知美娘心中活动了, 便道, 老身句句是好话, 你依着老身的话时, 后来还要感激我里。 说罢起身, 王九妈浮于楼门之外, 一句句都听得的。 美娘送刘四妈出房, 披面撞着了九妈, 满面羞残, 缩身进去。 王九妈随着刘四妈再到楼前坐下。 刘四妈道, 侄女十分执意, 被老身左说右说, 一块硬帖, 看看容成热智。 如今, 你快快寻个负账的主, 她必然肯救。 那时做妹子的, 再来贺喜。 王九妈连连称谢, 十日被犯相待, 尽罪而别。 后来西子湖上子弟们, 又有支挂支, 单说那刘四妈说辞一戒。 刘四妈, 你的嘴声好不厉害, 便是女随和, 此路甲, 不幸有这大财。 说着长, 道着短, 全没些破败。 就是罪梦中被你说得醒, 就是聪明地被你说得呆。 好个烈性的姑娘, 也被你说得她心地改。 再说, 王美娘自听了刘四妈一席话, 四肢有礼。 以后有客求见, 欣然相见。 负账之后, 宾客如是, 挨三顶五, 不得空闲。 生价欲重, 每一碗白银十两, 物资你争我夺。 王九妈趁了若干钱钞, 欢喜无限。 美娘也留心, 要减个知心这意的, 急切难得。 正是, 一求无价宝, 难得有情郎。 话分两头。 再说临安城清波门里, 有个开邮店的朱石佬, 三年前过继一个小厮, 也是汴京逃难来的, 姓秦。 名仲。 母亲早丧, 父亲秦良, 十三岁上将他卖了, 自己再上天竹去做香火。 朱石佬因年老无四, 又心死了妈妈, 把秦仲做亲子看成, 改名朱仲, 在殿中学做卖油生意。 初时父子坐殿甚好, 后因石佬得了腰痛的病, 十年久坐, 劳碌不得, 另招个伙计, 叫做行权, 在殿相帮。 光阴似箭, 不绝四年有余。 朱仲长城一世七岁, 生得一表人才, 虽然以贯, 尚未娶妻。 那朱石老家有个石女, 叫做兰花, 年已二世之外, 有心看上了朱小官人, 即便地倒下钩子去勾搭她。 谁知朱仲是个老实人, 又且兰花龌龊丑陋, 朱仲也看不上眼。 以此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那兰花见勾搭朱小官人不上, 别寻主顾, 就去勾搭那伙计行权。 刑权是妄似之人, 没有老婆, 一排救上。 两上暗地偷情, 不止一次。 反怪朱小官人碍眼, 思量巡视, 赶他出门。 刑权与兰花两个理应外合, 使心设计。 兰花便在朱石老面前假意撇清, 说, 小官人几番调戏, 毫不老实。 朱石老平日与兰花也有一手, 未免有粘酸之意。 刑权又将店中卖下的银子藏过, 在朱石老面前说道, 朱小官在外赌博不长进, 跪里银子, 几次短掃都是他偷去了。 初次朱石老还不信, 接连几次, 朱石老年老糊涂, 没有主意, 就唤朱仲过来, 责骂了一场。 朱仲是个聪明的孩子, 以知刑权与兰花的计较, 欲带分辨, 惹起是非不晓。 万一老者不听, 网作恶人。 心生一计, 对朱石老说道, 店中生意淡薄, 不消得二人。 如今让行主管做店, 孩儿情愿挑担子出去卖油。 卖得多少, 每日那海。 可不是两重生意。 朱石老心下也有许可之意。 又被刑权说道, 他不是要挑担出去, 几年上偷银子做私房, 身边积攒有余了, 又怪你不与他定亲, 心中怨恨, 不愿在此相帮, 要讨个出场, 自去娶老婆, 做人家理。 朱石老叹口气道, 我把他做亲子看成, 他却如此歹意, 皇天不幼。 罢, 罢, 不是刺身骨穴, 到底粘连不上, 由他去罢。 虽将三两银子, 把与朱仲打发出门, 寒下衣服和被窝都叫他拿去。 这也是朱石老好处。 朱仲料他不肯收留, 败了四败, 大哭而别。 正是, 孝己杀身因傍雨, 身生丧命为谗言。 亲生儿子犹如此, 何怪明灵受网冤? 原来秦良上天竹做香火, 不曾对儿子说之。 朱仲出了朱石老之门, 在仲安桥下, 拎下一间小小房, 放下被窝等件, 买个锁锁了门, 便往长街短巷, 访求父亲。 连走几日, 全没消息, 没奈何, 只得放下。 在朱石老家四年, 赤心忠良, 并无一毫思绪。 只有临行时, 打发这三两银子, 不够本钱, 做什么生意好。 左思右梁, 只有油行买卖是熟贤。 这些油房, 多曾与他识熟, 还去调个卖油弹子, 是个稳足的道路。 当下置办了油弹家伙, 剩下的银两, 都交付与油房取油。 那油房里, 认得朱小关是个老实好人。 况且小小年纪, 当初坐垫, 今朝挑担上街, 都阴行伙计挑拨他出来, 心中甚是不平, 有心扶持他, 指简熏青的上好竟有与他, 签子上又名让他谢。 朱仲得了这些便宜, 自己转卖与人, 也放些宽, 所以他的油比别人分外容易出脱。 每日所赚的利息, 又且减吃减用, 积下东西来, 置办些日用家业, 及身上衣服之类, 并无枉费。 心中只有一件事未了, 牵挂着父亲, 思量向来叫做朱仲, 谁知我是姓秦, 躺和父亲来寻访之时, 也没有个阴有。 遂父姓为秦。 说话的, 假如上衣等人, 有虔诚的, 要赴本性, 或去杂子奏过朝廷, 或关百里部, 太学国学等衙门, 将策籍改正, 众所供之。 一个卖油的父姓之时, 谁人晓得? 他有个道理, 把乘油的桶, 一面大大写个秦字, 一面写汴梁二字, 将油桶做个标识, 使人一觉而知。 以此临安市上, 晓得他本性, 都护他为秦卖油。 时至二月天气, 不寒不暖, 秦众闻之招庆寺僧人, 要起个九周夜功德, 用油必多, 碎挑了油弹, 来寺中卖油。 那些和尚们, 也闻之秦卖油之名, 他的油比别人又好又贱, 单单做成他。 所以, 一连这九日, 秦众只在招庆寺走动, 正是, 刻薄不赚钱, 忠厚不舍本。 这一日是第九日了, 秦众在四处拖了油, 跳了空弹初四。 其日天气晴明, 游人如矣。 秦众绕湖而行, 遥望石井堂, 桃红柳绿, 湖内化传销馆, 往来游玩, 观之不足, 玩之有余。 走了一回, 身子困倦, 转到昭庆寺右边, 到个宽处, 将丹儿放下, 坐在一块石上歇脚。 近侧有个人家, 面糊而住, 近期离门, 里面朱兰内一丛戏竹, 未知唐氏何如, 先见门庭清整。 只见里面三四个带金的从内而出, 一个女娘后面相送。 到了门手, 两个把手一拱说声请了, 那女娘静进去了。 秦众定惊之, 此女容颜交力, 体态轻盈, 目所未睹, 准准地待了半上, 身子都酥妈了。 她原是个老实小官, 不知有烟花行径, 心中疑惑, 正不知是什么人家。 方在宁斯之际, 只见门内又走出个中年的妈妈, 同着一个垂条的丫鬟, 以门闲看。 那妈妈一瞧着油弹, 便道, 啊呀, 方才要去买油, 正好有油弹子在这里, 何不与她买些? 那丫鬟取了油瓶出来, 走到油弹子边, 叫声卖油的。 秦众方才知觉, 辉言道, 没有油了, 妈妈要用油石明日送来。 那丫鬟也识的几个字, 看见油桶上写个秦字, 就对妈妈道, 那卖油的性秦。 妈妈也听的人闲讲, 有个秦卖油, 做生意甚是忠厚。 随吩咐秦众道, 我家每日要游用, 你肯挑来石, 与你做个主顾。 秦众道, 成妈妈做成, 不敢有误。 那妈妈与丫鬟进去了。 秦众心中想道, 这妈妈不知是那女娘的什么人。 我每日到她家卖油, 莫说赚她利息, 图个宝, 看那女娘一回, 也是钱生福分。 郑鱼挑担起身, 只见两个教夫, 抬着一顶轻倦慢的轿子, 后边跟着两个小丝, 飞也四跑来。 到了齐家门首, 歇下轿子, 那小丝走进里面去了。 秦众道, 却又作怪, 看她接什么人。 烧警之间, 只见两个丫鬟, 一个捧着星红的毡包, 一个拿着香妃竹传花的败侠, 都交付与教夫, 放在教座之下。 那两个小丝手中, 一个抱着琴囊, 一个捧着几个手绢, 腕上挂臂与萧一枝, 跟着起初的女娘出来。 女娘上了叫, 教夫抬起, 望旧路而去。 丫鬟, 小丝, 聚随教不行。 秦众又得戏去一番, 心中愈加疑惑, 跳了游单了, 扬扬而去。 不过几步, 只见林湖有个酒馆。 秦众美尝不吃酒, 今日见了这女娘, 心下又欢喜, 又气闷, 将担子放下, 走进酒馆, 捡个小座头座了。 酒保问道, 客人, 还是请客, 还是独桌? 秦众道, 有上好的酒, 拿来独饮三杯, 食心果子一两碟, 不用荤菜。 酒保真酒时, 秦众问道, 那边金漆离门内, 是什么人家? 酒保道, 这是七亚内的花园, 如今王九妈住下。 秦众道, 方才看见有个小娘子上教, 是什么人? 酒保道, 这是有名的粉头, 叫做王美娘, 人都称为花魁娘子。 她原是汴京人, 流落在此。 吹弹歌舞, 琴棋书画, 渐渐皆经。 来往的都是大头, 要十两放光, 才素一夜里, 可知小可的也见她不得。 当初住在永津门外, 因楼房狭窄, 骑射人与她相后, 伴在之前, 把这花园借予她住。 秦众听得说是汴京人, 处了个乡礼之念, 心中更有一倍光景。 吃了几杯, 还了酒钱, 跳了担子, 一路走, 一路地肚中打稿道, 世间有这样美貌的女子, 落于昌家, 岂不可惜。 又自家暗笑道, 若不落于昌家, 我卖油的怎生的贱? 又想一回, 越发赤起来了, 道, 人生一世, 草生一秋。 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 死也甘心。 又想一回道, 呸, 我终日挑这油担子, 不过日尽分文, 怎么想这等非分之事? 正是癞蛤蟆在阴沟里, 想着天鹅肉吃, 如何道口。 又想一回道, 它相交的都是公子王孙, 我卖油的纵有了银子, 料它也不肯接我。 又想一回道, 我闻得做老宝的专要钱钞, 就是个钱, 有了银子, 它也就肯接了, 何况我做生意的清清白白之人。 若有了银子, 怕它不接。 只是那里来这几两银子, 一路上胡思乱想, 自言自语, 你到天地间有这等吃人, 一个做小经济的, 本钱只有三两, 却要把十两银子去嫖纳铭记, 可不是个春梦。 自古道, 有智者, 是静成, 被他千丝万想, 想出一个祭祀来。 他道, 从明日为始, 逐日将本钱扣出, 余下的积攒上去。 一日积得一分, 一年也有三两六钱之数, 只销三年, 这是变成了。 若一日积得二分, 只销得年半, 若再多得些, 一年也差不多了。 想来想去, 不觉走到家里, 开锁进门。 只因一路上想着许多闲事, 回来看了自家的床铺, 惨然无欢, 连夜饭也不要吃, 便上了床。 这一夜翻来覆去, 牵挂着美人, 那里睡得着。 只因月貌花容, 引起心缘一马。 挨到天明, 爬起来就装了油蛋, 煮早饭吃了, 锁了门, 挑着担子, 一静走到王九妈家去。 进了门, 却不敢直入, 梳着头往里面张望。 王九妈恰才起床, 还捧着头, 正吩咐宝儿买饭菜。 秦众认得声音, 叫声王妈妈。 九妈往外一张, 见识秦麦油, 笑道, 好忠厚人。 果然不失信, 便叫他挑担进来, 撑了一瓶, 约有五斤多重, 公道还钱。 秦众并不争论, 王九妈甚是欢喜, 道, 这瓶油只够我家两日用, 但隔一日, 你便送来, 我不往别处去买了。 秦众应诺, 挑胆而出, 只恨不曾遇见花魁娘子。 且喜搬下主顾, 少不得一次不见二次见, 二次不见三次见。 只是一见, 特为王九妈一家, 调着许多路来, 不是做生意的勾当。 这朝庆寺是顺路, 今日寺中虽然不做功德, 难道寻常不用油的? 我且挑担去问他, 若搬的各房头做个主顾, 只削走前塘门这一路, 那一旦油, 竟够出脱了。 秦众挑担到寺内问时, 原来各房和尚也正想着秦卖油, 来得正好, 多少不等, 各个买他的油。 秦众与各房约定, 也是兼一日便送油来用。 这一日是个双日, 自此日为始, 但是单日, 秦众别街道上做买卖, 但是双日, 就走前塘门这一路。 一出前塘门, 先到王九妈家里, 以卖油为名, 去看花魁娘子。 也有一日会见, 也有一日不会见。 不见时废了一场思想, 变见时也只添了一层思想。 正是, 天长地久有事尽, 此恨此情无尽弃。 再说, 秦众到了王九妈家多次, 家中大大小小, 没一个不认的是秦卖油。 时光迅速, 不绝一年有余。 日大日小, 只捡足色细丝, 或积三分, 或积二分, 再少也积下一分。 凑得几钱, 又打换大块头。 日积月累, 有了一大包银子, 零星凑集, 连字集也不知多少。 其日是单日, 又值大宇, 勤众不出去做买卖, 看了这一大包银子, 心中也自喜欢。 趁今日空闲, 且把去上一上天平, 建个树木。 打个游散, 走到对门清银铺里, 借天平对银。 那银匠毫不轻薄, 想着卖油的多少银子, 要嫁天平, 只把个五两头等子于它, 还怕用不着头牛里。 秦众把银包解开, 都是散碎银两。 大凡成定的见少, 散碎的就见多。 银匠是小辈, 眼孔极浅, 见了许多银子, 别有一番面目, 想到, 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慌忙架起天平, 搬出若大若小许多砝码。 秦众劲包而对, 一离不多, 一离不少, 刚刚一十六两只树, 上乘便是一斤。 秦众心下想到, 除去了三两本钱, 余下的做一页花柳之费, 还是有余。 又想到, 这样散碎银子, 怎好出手? 拿出来, 也被人看低了。 见成清银店里方便, 何不清成定儿, 还决冠冕。 当下对租十两, 清成一个足色大定, 再把一两八钱清成水丝一小定。 剩下四两二钱之树, 粘一小块, 还了清钱。 又将几钱银子, 置下香携镜袜, 新折了一顶万字头巾。 回到家中, 把衣服将洗得干干净净, 买几根安息香, 训了又训。 捡个晴明好日, 亲早打扮起来。 虽非富贵豪华客, 也是风流好后生。 秦众打扮得齐齐整整, 去饮两仓鱼袖中, 把房门锁了, 移近望往九妈家而来。 那一时好不高兴, 极致到了门首, 愧心赴蒙, 想到时常挑了担子, 在他家卖油, 今日呼得去做嫖客, 如何开口。 正在愁愁之际, 只听得哑得一声门响, 王九妈走江出来。 见了秦众, 便道, 秦小官, 今日怎地不做生意, 打扮得任班几楚, 往那里去跪干。 事到期间, 秦众只得老着脸, 上前作衣, 妈妈也不免还礼。 秦众道, 小可并无别事, 专来拜往妈妈。 那宝是老基年, 见帽变色, 见秦众嫩般装束, 又说拜往, 一定是看上了我家那个丫头, 要瓢一叶, 或是绘一个房。 虽然不是个大施主菩萨, 搭在栏里便是菜, 捉在栏里便是蟹, 赚他钱把银子, 买葱菜也是好的。 便满脸堆下笑来, 道, 秦小官拜望老身, 必有好处。 秦众道, 小可有句不识进退的言语, 只是不好启齿。 王九妈道, 但说何妨, 且请到里面客房中细讲。 秦中卫卖游, 虽曾到王家准摆次, 这客座里交易, 还不曾与他屁股坐个相识, 今日是个会面之时。 王九妈到了客座, 不免分辨而坐, 对着内里换茶。 少请, 丫鬟拖出茶来, 看时, 却是秦卖游, 正不知什么缘故, 妈妈嫩般相待, 格格低了头只管笑。 王九妈看见, 贺道, 有甚好笑, 对客全没些规矩。 丫鬟止住笑, 收了茶杯自去。 王九妈方才开言问道, 秦小关有甚话要对老申说? 秦中道, 没有别话, 要在妈妈宅上请为姐姐吃酒。 九妈道, 难道吃寡酒? 一定要嫖了? 你是个老实人, 几时动着风流之星。 秦中道, 小可的积城, 也非止一日。 九妈道, 我家这几个姐姐都是你认得的, 不知你中意那一位。 秦中道, 别个都不要, 单单要与花魁娘子相处一宵。 九妈只到取笑她, 就变了脸, 道, 你出言无度, 莫非奚落老娘吗? 秦中道, 小可是个老实人, 岂有虚情。 九妈道, 粪桶也有两个耳朵, 你岂不晓得我家门儿的身份? 到了你卖油的灶, 还不够半夜歇钱里? 不如将就捡一个事兴吧。 秦中把井一缩, 舌头一伸, 道, 嫩得好卖弄。 不敢东闻, 你家花魁娘子, 一夜歇钱要几千两。 九妈见她说耍话, 却又回尘作喜, 待笑而言道, 那要许多, 只要得十两敲丝, 其他东道杂费, 不在其内。 秦中道, 原来如此, 不为大事。 秦中摸出这秃秃里 一大钉细丝放光银子, 地鱼本, 又道, 这一小钉, 重有二两, 相反背个小冬。 望妈妈成就小可, 这件好事, 生死不忘。 日后再有孝顺, 九妈见了这钉大银, 以字不忍释手, 又恐怕她一时高兴, 日后没了本钱, 心中懊悔, 也要尽她一句才好, 便道, 这十两银子, 你做经济的人, 积攒不易, 还要三思而行。 秦中道, 小可主意已定, 不要你老人家费心。 九妈把这两钉银子 授于袖中, 道, 是便士了, 还有许多凡男女。 秦中道, 妈妈是一家之主, 有甚凡男。 九妈道, 我家美儿往来的, 都是王孙公子, 父是豪家, 真个是谈笑有红如, 往来吴白丁。 他岂不认得你, 是做经济的秦小官, 如何肯接你。 秦中道, 但凭妈妈怎的委屈婉转, 成全其事, 大恩不敢有望。 九妈见他十分艰辛,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扯开口笑道。 老神已替你排下计策, 只看你原法如何。 做得成不要喜, 做不成不要怪。 梅儿昨日在礼学士家陪酒, 还未曾回。 今日是黄崖内约下游湖, 明日是张山人一般倾刻邀他做施舍, 后日是韩尚书的公子, 数日前送下东道在这里。 你且到大后日来看。 还有句话, 这几日, 你且不要来我家卖油, 预先留下个体面。 又有句话, 你穿着一身的不衣不长, 不像个上等调客, 再来时换件绸缎衣服, 叫这些丫头们认不出你是秦小官, 老娘也好与你装潢。 秦重道, 小可依依理会得。 说吧, 坐别出门, 且些这三日生理不去卖油。 道典铺里买了一件建成半心不救的绸衣, 穿在身上, 到街坊闲走, 演习斯文模样。 正是, 为时花园行藏, 掀习孔门规矩, 丢过那三日不提, 到第四日, 起个清早, 便到王九妈家去。 去得太早, 门还未开, 一遇转意转再来。 这番装扮稀奇, 不敢到朝庆寺去, 恐怕和尚们批点。 且到石井堂散步, 梁九又学转来。 王九妈家门已开了, 那门前却安顿地有轿马, 门内有许多仆从在那里闲坐。 秦仲虽然老实, 心下倒也乖巧, 且不进门, 悄悄地招纳马夫问道, 这轿马是谁家的? 马夫道, 韩府里来接公子的。 秦仲已知韩公子夜来留宿, 此时还未曾别。 重复转身到一个饭店之中, 吃了些建成茶饭, 又坐了一回, 方才到王家叹信。 只见门前叫马已自去了。 进得门时, 王九妈迎着便道。 老申得罪, 今日又不得功夫了。 恰财韩公子拉去东庄赏早梅。 他是个长条, 老申不敢为妞。 闻得说来日还要到零饮寺, 访个骑尸赌气里。 秦仰内又来约过两三次了。 这是我家房主, 又是辞不得的。 他来拾货三日五日地住了去, 连老申也定不得个日子。 秦小官, 你真个要嫖, 只所耐心再等几时。 不然, 前日尊赐, 分毫不动, 要便奉还。 秦仲道, 只怕妈妈不做成, 若还池中无师, 就是一万年, 小可也情愿等着。 九妈道, 嫩地使, 老申便好主张。 秦虫作别, 方玉起身, 九妈又道, 秦小官人, 老申还有句话, 你下次若来讨信, 不要早了。 约莫身排十分, 有课没课, 老申把个实信于你, 倒是越艳些越好。 这是老申的妙用, 你修错怪。 秦虫连声道, 不敢, 不敢。 这一日, 秦仲不曾做买卖, 次日, 整理油弹, 挑往别处去生理, 不走前堂门一路。 每日生意做完, 傍晚时分, 就打扮齐整, 到王九妈家探信。 只是不得功夫, 又空走了一月有余。 那一日是十二月十五, 大雪方季, 西风过后, 积雪成冰, 毫不寒冷, 却洗地下干燥。 秦仲做了大半日买卖, 如前装扮, 又去探信。 王九妈笑容可拘, 迎着道, 今日你造化, 已是九分九离了。 秦仲道, 这一离是欠着神吗? 九妈道, 这一离吗? 郑主还不在家。 秦仲道, 可回来吗? 九妈道, 今日是于太魏家赏雪, 严习就备在胡传之内。 于那位是七十岁的老人家, 风月之士, 以字没分, 原说过黄昏送来。 你且到新人房里吃杯烫风酒, 慢慢地等他。 秦仲道, 烦妈妈引路。 王九妈引着秦仲, 弯弯曲曲, 走过许多房头, 到一个所在, 不是楼房, 却是个平屋三间, 甚为高爽。 左一间是压换个空房, 一般有床榻桌椅之类, 却是被关扑的, 又一间是花魁娘子卧室, 锁着在那里, 两磅又有耳房。 中间客座, 上面挂一幅名人山水, 乡脊上博山古洞铜炉, 稍着龙前香饼, 两旁书桌摆是些古丸, 闭上贴许多诗稿。 秦众愧妃闻人, 不敢细看。 心中想到, 外房如此整齐, 内饰铺陈, 必然华丽, 今夜尽我受用, 十两一夜, 也不为多。 九妈让秦小关坐于客位, 自己主位相陪。 烧井之间, 丫鬟掌灯过来, 台下一张八仙桌, 六碗诗心果子, 一架存盒, 佳肴美韵, 未曾道口, 香气扑鼻。 九妈执杯相公道, 今日众小女都有客, 老身只得自陪, 请开怀畅饮几杯。 秦众酒量本不高, 矿间正是在心, 只吃半杯。 吃了一会, 便推不饮。 九妈道, 秦小关想饿了, 且用些饭, 再吃酒。 丫鬟捧着雪花白米饭, 一吃一天。 放于秦众面前, 就是一盏杂合汤。 饱而量高, 不用饭, 以酒相陪。 秦虫吃了一碗就放。 九妈道, 夜长礼, 再请些。 秦众又添了半碗, 丫鬟提个行灯来说, 浴汤热了, 请客观洗浴。 秦众员是洗过澡来的, 不敢推脱, 只得又到浴汤, 肥皂香汤, 洗了一遍。 重复穿衣入座, 酒妈命撤去摇河, 用暖锅下酒。 此时黄昏已绝, 朝庆四礼的钟都撞过了。 美娘尚未回来, 与人何处贪欢耍, 等得晴郎望眼穿。 常言道, 等人心急。 秦众不见婊子回家, 好生气闷, 却被宝儿加七加八, 说些风话劝劝酒, 不觉又过了一更天气。 只听外面热闹闹的, 却是花魁娘子回家。 丫鬟先来报了, 酒妈连忙起身出营, 秦众也离坐而立。 只见美娘吃得大醉, 侍女福将进来。 道鱼门守, 醉眼朦胧, 看见房中灯烛辉煌, 背盘狼藉, 立住脚, 问道, 谁在这里吃酒? 酒妈道, 我儿, 便是我向日与你说的秦小官人。 她心中慕你多时地, 送过礼来, 因你不得功夫, 耽搁她一月有余了。 你今日兴而得空, 做娘地留她在此伴你。 美娘道, 林安俊中并不闻说起有什么秦小官人, 我不去接她。 转身便走, 酒妈双手打开, 急忙拦住道, 她是个至诚好人, 娘不悟你。 美娘只得转身, 才跨进房门, 抬头一看, 那人有些面善, 一时醉了, 急切叫不出来, 便道, 这个人我认得她的, 不是有名称的子弟, 借了她, 被人笑话。 酒妈道, 我儿, 这是永津门内开断铺的秦小官人, 当初我们住在永津门时, 想你也曾会过, 故此面善, 你末时认错了。 做娘地见她来一致成, 一时许了她, 不好失信。 你看做娘地面上, 胡乱留她一晚。 做娘地晓得不是了, 明日却与你陪礼。 一头说, 一头推着美娘的尖头向前。 美娘拗妈妈不过, 只得进房相见。 正是, 千班难出前婆口, 万班难拖前婆手。 饶君纵有万千班, 不如跟着前婆走。 这些言语, 秦众一句句都听得, 扬唯不闻。 美娘万福过了, 坐于侧手, 仔细看着秦众, 好生疑惑, 心里甚是不悦, 默默无言, 患丫鬟将热酒来, 睁着大钟。 宝儿只道她敬客, 却自家一饮而敬。 九妈道, 我儿醉了, 少吃些吗? 美娘那里依她, 答应道, 我不醉, 一连吃上十来杯。 这是酒后之酒, 醉中之醉, 自觉立脚不住。 患丫鬟开了卧房, 点了银钢, 也不卸头, 也不解带, 采脱了袖鞋, 合一上床, 倒身而握。 宝儿见女儿如此作作, 甚不过意, 对秦众道, 小女平日惯了她, 专会使性。 今日她心中不知为什么, 有些不自在, 却不干你事, 修得见怪。 秦众道, 小可其感。 宝儿又劝了秦宠几杯酒, 秦众再三告知。 宝儿送入卧房, 向耳边吩咐道, 那人醉了, 放温存谢。 又叫道, 我儿起来, 脱了衣服, 好好地睡。 美娘已在梦中, 全部答应。 宝儿只得去了, 丫鬟收拾了杯盘之类, 抹了桌子, 叫声秦小官人, 安置吧。 秦众道, 有热茶要一壶, 丫鬟泡了一壶浓茶, 送进房里。 待转房门, 自去房中安泄。 秦众看美娘时, 面对理床睡得正熟, 把锦被压在身下。 秦众想酒醉之人, 必然怕冷, 又不敢惊醒他。 呼见栏杆上, 又放着一床大红柱丝的锦被, 轻轻地取下, 盖在美娘身上, 把银灯挑得亮亮的, 取了这壶热茶, 脱鞋上床, 挨在美娘身边, 左手抱着茶壶在怀, 右手搭在美娘身上, 眼也不敢闭一闭。 正是, 未曾卧雨斜云, 也算微相以欲。 却说美娘睡到半夜, 醒将转来, 自觉酒力不胜, 胸中似有满意之状, 爬起来, 坐在被窝中, 垂着头, 只管打干烟。 秦众慌忙, 也坐起来, 指他要土, 放下茶壶, 用手抚摸其杯。 良久, 美娘喉尖忍不住了, 说时迟, 那时快, 美娘放开喉咙遍土。 秦众怕污了被窝, 把自己道袍的袖子张开, 罩在他嘴上, 美娘不知所以, 尽情一偶, 偶避, 还闭着眼讨茶漱口。 秦众下床, 将道袍轻轻脱下, 放在地瓶之上, 摸茶壶还是暖的, 针上一瓶香喷喷的浓茶, 递于美娘。 美娘连吃了二碗, 胸中虽然略觉嚎躁, 身子雾渍倦带, 仍旧倒下, 向里睡去了。 秦众脱下道袍, 将吐下一袖的阿扎, 重重裹着, 放于床侧。 美娘那一觉, 直睡到天明方醒。 傅身转来, 见旁边睡着一人, 问道, 你是那个? 秦众答道, 小可姓秦。 美娘想起夜来之事, 恍恍惚惚, 不慎记得真了。 便道, 我夜来好醉。 秦众道, 也不慎醉。 又问, 可曾吐吗? 秦众道, 不曾。 美娘道, 这样还好。 又想一想道, 我记得曾吐过的, 又记得曾吃过茶来。 难道做梦不成? 秦众方才说道, 是曾吐来。 小可见小娘子多了杯酒, 也防着要吐, 把茶壶暖在怀里。 小娘子果然吐后讨茶。 小可真上, 蒙小娘子不气, 饮了两欧。 美娘大惊道, 巴巴地吐在那里。 秦众道, 恐怕小娘子污了被褥, 是小可把袖子成了。 美娘道, 如今在那里。 秦众道, 连衣服裹着, 藏过在那里。 美娘道, 可惜坏了你一件衣服。 秦众道, 这是小可的衣服有幸, 得沾小娘子的余力。 美娘听说, 心下想到, 有这般识趣的人, 心里已有四五分欢喜了。 此时天色大明, 美娘起床小姐。 看着秦众, 猛然想起是秦麦游, 岁问道, 你识对我说, 是什么样人? 为何昨夜在此? 秦众道, 成花魁娘子下问, 小子怎敢妄言。 小可时是常来宅上麦游的秦众, 岁江初次看见宋客, 又看见上教, 心上想目之急, 急积攒嫖钱之事, 被细数了一遍, 夜来的亲近小娘子一夜, 三生有幸, 心满意足。 美娘听说, 郁家可怜道, 我昨夜酒醉, 不曾招待的你, 你甘折了许多银子, 莫不懊悔。 秦众道, 小娘子天上神仙, 小可唯恐服侍不周, 但不见则, 以为万幸, 旷敢有非议之望。 美娘道, 你做经济的人, 积下些银两, 何不留下养家? 此地不是你来往的。 秦众道, 小可单之一身, 并无欺小。 美娘顿了一顿, 便道, 你今日去了, 她日还来吗? 秦众道, 指这左宵相亲一夜, 以为平生, 岂敢又做吃想? 美娘想道, 难得这好人, 又忠厚, 又老实, 且又知情识趣, 隐恶扬善, 千百中难遇此一人。 可惜是市井之辈, 若是衣冠此地, 请愿为身世之。 正在沉吟之际, 丫鬟捧膝连水进来, 又是两碗姜汤。 秦众洗了脸, 因夜来未曾脱泽, 不用梳头, 下了几口姜汤, 便要告别。 美娘道, 少住不房, 还有话说。 秦众道, 小可仰慕花魁娘子, 在庞多站一时, 也是好的。 但为人岂不自踹。 夜来在此, 实事大胆, 唯恐他人知道, 有殿方明, 还是早些去了安稳。 美娘点了一点头, 打发丫鬟出房, 忙忙地开了简庄, 取出二十两银子, 送予秦众, 道, 昨夜难为了你, 这银两全奉为资本, 莫对人说。 秦众那里啃寿, 美娘道, 我的银子, 来路容易, 这些虚仇你一消之情, 休得顾训, 若本钱缺少, 一日还有助你之处。 那件污秽的衣服, 我叫丫鬟, 奸洗干净了, 还你罢。 秦众道, 粗衣不凡, 小娘子费心, 小可自会奸洗, 只是领次不当。 美娘道, 说那里话, 将银子压在秦众秀内, 推他转身。 秦众撂难推却, 只得瘦了, 身身作衣, 卷了脱下这件龌龊道袍, 走出房门, 打从宝儿房前经过。 丫鬟看见, 叫声妈妈, 秦小官去了。 王九妈正在镜桶上截手, 口中叫道, 秦小官, 如何去得嫩早? 秦众道, 有些见事, 改日特来称谢, 不说秦重去了。 且说美娘与秦众, 虽然没点相干, 见他一片诚心, 去后毫不过意。 这一日阴害久, 此乐客在家江西, 千个万个孤老都不想, 倒想秦众, 整整地想了一日, 由挂枝为账。 翘原家, 虚不是创花界的子弟, 你是个做经济的本分人, 那况你会温存, 能软款, 知心知意。 料你不是个使性的, 料你不是个薄情的, 几番带放下思量也, 又不觉思量起。 划分两头。 再说, 行权在诸师老家, 雨兰花情热, 见诸师老并发在床, 全无顾忌。 识老发作了几场, 两个商量出一条计策来, 夜镜更深, 将殿中资本席卷, 双双的逃之夭夭, 不知去向。 此日天明, 诸师老方知, 殃及邻里出了个诗单, 寻访数日, 并无动静。 身毁当日, 不合为行权所获, 逐了诸仲。 如今日久见人心, 闻说诸仲令居重安桥下, 挑担卖游, 不如仍旧受了他回来, 劳死有靠。 只怕他记恨在心, 叫临摄好声劝他回家, 但记好, 莫记恶。 秦仲一闻此言, 即日收拾了家伙, 搬回石老家里。 相见之间, 痛哭了一场。 石老将所存囊驼, 尽数交付秦仲。 秦仲自家, 又有二十余两本钱, 重整店面, 做鬼卖游。 阴在诸家, 仍称诸仲, 不用秦字。 不上一月, 十余病重, 医治不全, 乌乎哀哉哉。 朱仲垂胸大痛, 如亲父一般, 并练成福, 七七做了些好事。 朱家祖坟, 在清波门外。 朱仲举哀安葬, 事事成礼, 临礼皆称其厚德。 试定之后, 仍先开铺。 原来这邮铺是个老店, 从来生意远好, 却被刑权克波存司, 将主顾弄断了多少。 今见朱小关在店, 谁家不来做城, 所以生意比钱越胜。 朱仲单身独自, 急切要寻个老城帮手。 有个贯作中人的, 叫做金钟, 忽一日, 引着一个五十余岁的人来。 原来那人正是深善, 在汴梁城外安乐村居住, 因那年避乱难奔, 被官兵冲散了女儿姚琴, 夫妻两口, 七七惶惶, 东逃西窜, 胡乱地过了几年。 今日闻林安兴旺, 难度人民, 大半安插在比, 成孔女儿流落此地, 特来寻访, 又没消息。 把身边盘缠用尽, 欠了饭钱, 被饭店中终日赶足, 无可奈何。 偶然听金钟说起, 朱家油铺要寻个卖油帮手, 自己曾开过六尘铺子, 卖油之事, 都则在行, 况朱小关原是汴京人, 又是乡里, 故此央金钟引荐。 九妈不得女儿消息, 在四处打探, 慌迫之际, 见秦小关送女儿回来, 分明送一颗叶明珠, 还她, 如何不喜。 况且, 宝儿一向不见秦虫挑游上门, 多曾听的人说她承受了朱家的殿业, 手头活动, 体面又比钱不同, 自然刮目相待。 又见女儿这等模样, 问其缘故, 已知女儿吃了大苦, 全亏了秦小关。 深深败谢, 涉酒相待。 日以向晚, 秦仲略饮树杯, 起身作别。 美娘如何肯放, 道, 我一向有心与你, 恨不得你见面。 今日定然不放你空缺, 宝儿也来攀流。 秦仲喜出望外, 事业, 美娘吹弹歌舞, 取尽平生之际奉承秦仲。 秦仲如做了一个游仙好梦, 喜得浑荡破销, 手舞足蹈。 夜深久拦, 二人相满就寝。 美娘道, 有一句心腹之言与你说, 你修得推托。 秦仲道, 小娘子若用得着小可时, 就赴汤蹈火, 一所不辞, 岂有推托之力。 美娘道, 我要嫁你。 秦仲笑道, 小娘子就嫁一万个, 也还数不到小可头上。 秀得取笑, 枉自折了小可的食料。 美娘道, 这话实是真心, 怎说取笑二字。 我自十五岁, 被妈妈灌醉书弄过了, 此时便要从良。 只为未曾相处得人, 不便好歹, 恐误了终身大事。 以后相处的虽多, 都是豪华之辈, 酒色之徒。 但只买笑追欢的乐意, 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 看来看去, 只有你是个至成君子。 况闻你尚未娶亲, 若不嫌我烟花见祸, 情愿举暗其美, 白头奉事。 你若不允之时, 我就将三尺白罗, 死于君前, 表白我这片诚心, 也强如昨日死于村郎之手, 眉明眉目, 惹人笑话。 说罢, 呜呜地哭僵起来。 亲众道, 小娘子羞得悲伤。 小可乘小娘子错爱, 将天就地, 求之不得, 岂敢推脱。 只是小娘子千金生价, 小可家贫力薄, 如何摆布? 也是力不从心了。 美娘道, 这却不妨。 不满你说, 我只为从良一事, 预先积攒些东西, 记顿在外。 赎身之费, 亦毫不费你心力。 亲众道, 小娘子就是自己赎身, 平息住惯了高楼大厦, 想用了锦衣玉食, 在小可家如何过活。 美娘道, 不医疏食, 死而无怨。 亲众道, 小娘子虽然, 只怕妈妈不医。 美娘道, 我自有道理。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两个直说道天明。 原来黄汉林的衙内, 韩尚书的公子, 齐太尉的摄人, 这几个相知的人家, 美娘都记顿得有香龙。 美娘只推药用, 陆续取到密地, 约下秦众, 叫她收职在家。 然后一成轿子, 抬到刘四妈家, 素以从良从事。 刘四妈道, 此事老身前日元说过的, 只是年纪还早, 又不知你要从哪一个? 美娘道, 姨娘, 你莫管是什么人, 少不得依着姨娘的言语, 是个真从良, 乐从良, 乐从良, 不是那不真, 不假, 不了, 不觉的够当。 只要姨娘肯开口时, 不愁妈妈不允。 做侄女的别眉孝顺, 只有十两黄金, 奉与姨娘, 胡乱打些钗子。 是必在妈妈前方便, 事成之时, 没理在外。 刘四妈看见这金子, 笑得眼眉缝, 便道, 自家女儿, 又是美事, 如何要你的东西? 这金子全是领下, 只当与你收藏。 此事都在老身身上, 只是你的娘, 把你当个摇钱之术, 等闲也不轻放你出去, 怕不要牵把银子。 那主可是肯出手的吗? 也得老身见她一见, 与她讲通方好。 美娘道, 姨娘莫管闲事, 只当你侄女自家赎身变了。 刘四妈道, 妈妈可晓得你到我家来。 美娘道, 不晓得。 四妈道, 你且在我家变饭, 带老身先到你家, 与妈妈讲。 讲得通时, 然后来抱你。 刘四妈顾成轿子, 抬到王九妈家。 九妈相迎入内。 刘四妈问起无八公子之事, 九妈告诉了一遍。 四妈道, 我们行户人家, 倒是养成个半滴不高的丫头, 尽可赚钱, 又且安稳, 不论什么课就接了, 倒是日日不空的。 侄女只为声名大了, 好似一块响于落地, 马眼都要她。 虽然热闹, 却也不得自在。 说便十两一夜, 也只是个虚名。 那些王孙公子来一遍, 动不动有几个帮贤, 连销答弹, 好不费事。 跟随的人又不少, 个个要奉承得他道。 一些不到之处, 口里就出粗, 里连罗连的骂人, 还要暗损你家伙。 又不好告诉的他家主, 受了若干闷气。 况且山人莫克, 施舍其舍, 少不得一月之内, 又有几日关身。 这些富贵子弟, 你争我夺, 亦了张家, 围了李家, 一边喜, 少不得一边怪了。 就是吴八公子这一个风波, 吓杀人的。 万一失措, 却不连本送了。 光患人家, 与他打官司不成, 直所忍其吞声。 今日还亏着你家香烟糕, 太平没事, 一个霹雳空中过去了。 倘然山高水滴, 悔之无几。 妹子闻得吴八公子不怀好意, 还要与你家所闹。 侄女的兴气又不好, 不肯奉承人, 滴这一件乃是个惹祸之本。 舅妈道, 便是这件, 老身毫不担忧。 就是这八公子, 也是有名有称的人, 又不是下贱之人, 这丫头敌死不肯接他, 惹出这场寡气。 当初他年纪小时, 还听人教训, 如今有了个虚名, 被这些富贵子弟夸他奖他, 惯了他情性, 叫了他气质, 动不动自作自主, 逢这刻来, 他要接便接, 他若不情愿时, 便是九牛也休想牵得他转。 刘四妈道, 做小娘的略有些身份, 都则如此。 王九妈道, 我如今与你商议, 倘若有个肯出钱的, 不如卖了他去, 倒得干净, 省得终身担着鬼胎过日。 刘四妈道, 此言甚妙, 卖了他一个, 就讨得五六个。 若凑巧状的这相应的, 十来个也讨得的, 这等便宜是如何不做。 王九妈道, 老身也曾算计过来, 那些有势有力的不肯出钱, 专要讨人便宜, 及之肯出几两银子的, 女儿又嫌好道歉, 作章作智的不肯。 若有好种, 妹子作梅, 作成则个。 倘若这丫头不肯识节, 还求你窜多。 这丫头, 作娘的话也不听, 指你说的她信, 话得她转。 刘四妈呵呵大笑道, 作妹子的此来, 正位与侄女作梅。 你要多少银子, 便肯放她出门。 九妈道, 妹子, 你是明里的人。 我们这行户中, 只有贱卖, 那有贱卖。 况且, 美儿数年盛名, 满林安谁不知她是花魁娘子。 难道三百四百, 就容她走动? 少不得要足千金。 刘四妈道, 带妹子去讲。 若肯出这个树木, 作妹子的便来多口, 若合不着时, 就不来了。 临行时又故意问道, 侄女今日在那里。 王九妈道, 不要说起, 自从那日吃了吴八公子的亏, 怕她还来淘气, 终日里抬个轿子, 各宅去分宿。 前日在齐太尉家, 昨日在黄翰林家, 今日又不知道那家去了。 刘四妈道, 有了你老人家做主, 暗定了做盘星, 也不容侄女不肯。 万一不肯识, 做妹子的自会劝她。 只是寻得主顾来, 你却莫要拿班做事。 九妈道, 一言济出, 并无她说。 九妈送至门首, 刘四妈叫声锅躁, 上轿去了。 这才是, 属黑论黄词路甲, 说长话短语随和, 若还都像前婆口, 池水能兴万丈拨。 刘四妈回到家中, 与美娘说道, 我对你妈妈如此说, 这般讲, 你妈妈已自啃了。 只要银子见面, 这势力的变成。 美娘道, 银子已曾办下, 明日姨娘千万到我家来, 欲成其事, 不要冷了场, 改日又废奖。 四妈道, 既然约定老身自然到宅。 美娘别了刘四妈, 回家一字不提。 次日午排时分, 刘四妈果然来了。 王九妈问道, 所事如何? 四妈道, 十有八九, 只不曾与侄女说过。 四妈来到美娘房中, 两下相叫了, 讲了一回说话。 四妈道, 你的主道了不曾, 那画在那里。 美娘指着床头道, 在这几只皮箱里。 美娘把五六只皮箱一时都开发, 五十两一封, 搬出十三四封来, 又把些金珠宝预算价, 足够千金之数。 把个刘四妈, 惊得眼中出火, 口内流闲, 想到, 小小年纪, 这等有度长。 不知如何设法击下许多东西。 我家这几个粉头, 一般接客, 赶得着他那里。 不要说不会生发, 就是有几文钱在荷包里, 闲时买瓜子磕, 买台吃, 两条脚带破了, 还要做妈的与他买不理。 偏生九阿姐造化讨得着, 平时赚了若干钱钞, 临出门, 还有这一柱大彩, 又是取诸宫中, 不劳于力。 这是心中暗响之语, 却不曾说出来。 美娘见刘四妈陈尹, 知道她作难所谢, 慌忙又取出四匹路愁, 两股宝钗, 一对凤头玉簪放在桌上, 道, 这几件东西, 奉与姨娘为伐科之境。 刘四妈欢天喜地, 对王九妈说道, 侄女情愿自家赎身, 一般身价, 并不短少分毫, 比这孤老赎身更好。 省得贤汉们从中说喝, 废酒废姜, 还要加一加二地谢她。 王九妈听得说, 女儿皮箱内有许多东西, 倒有个芙人之色。 你倒却是为何? 世间只有宝儿最狠, 做小娘的设法些东西, 都送到她手里, 才是快活。 也有做些私房在香笼内, 宝儿晓得些风声, 专等女儿出门, 舔开锁月, 翻箱倒笼, 娶个庆空。 只为美娘盛名之下, 香蕉都是大头, 替做娘的挣得钱钞, 且又性格有些古怪, 等闲不敢触她。 故此, 卧房里面, 宝儿的脚也不硕进去。 谁知她如此有钱? 刘四妈见九妈颜色不善, 便猜着了, 连忙到, 九阿姐, 你修得三心两意。 这些东西, 就是侄女自家积下的, 也不是你本分之钱。 她若肯花费时, 也花费了。 或是她不长进, 把来津贴了得意的孤老, 你也那里知道。 这还是她作家的好处。 况且, 小娘自己手中没有钱钞, 临到从梁之际, 难道赤身赶她出门? 少不得头上脚下, 都要收拾的光鲜, 等她好去别人家做人。 如今她自家拿得出这些东西, 料然一丝一线, 不费你的心。 这一柱银子, 是你完完全全憋在腰胯里的。 她就熟身出去, 怕不是你女儿。 倘然她挣得好时, 时朝月节, 怕她不来孝顺你。 就是嫁了人时, 她又没有亲爹亲娘, 你也还去坐得着她的外婆受用处正有礼。 指这一套话, 说得王九妈心中爽然, 当下应允。 刘四妈就去搬出银子, 一逢一对过, 交付于九妈, 又把这些金珠宝玉逐渐指物作嫁。 对九妈说道, 这都是做妹子的, 故意估下她些价钱。 若换羽人, 还便宜得几十两银了。 王九妈虽同是个宝, 倒是个老石头, 但凭刘四妈说话, 无有不纳。 刘四妈见王九妈收了这柱东西, 便叫王八写了婚书, 交付于门。 美儿道, 趁姨娘在此, 奴家就拜别了爹妈出门, 借姨娘家住一两日, 择己从良。 为之姨娘云佛, 刘四妈得了美娘许多谢礼, 生怕九妈翻毁, 巴不得美娘出了她门, 完成仪式, 便道, 正该如此。 当下美她收拾了房中自己的书台, 拜侠皮箱铺盖之类, 但是宝儿家中之物一毫不动。 收拾一碗, 随着四妈出房, 拜别了假爹假妈, 和那姨娘行中都相较了。 王九妈一般哭了几声, 美娘换人挑了行李, 欣然上轿, 同刘四妈到她家去。 四妈出一间幽静的好房, 顿下美娘的行李。 众小娘都来与美娘叫喜。 是晚, 朱仲差深善到刘四妈家讨信, 以致美娘赎身出来。 择了几日, 生肖古月娶亲。 刘四妈就做大媒送亲。 朱仲与花魁娘子花竹洞房, 欢喜无限。 虽然就是风流, 不减新婚家去。 次日, 深善老夫妻请新人相见, 各个私人, 吃了一惊。 问其根由, 至亲三口抱头而哭。 朱仲方才认的是丈人丈母。 请她上座, 夫妻二人重新拜见。 亲临闻之, 无不骇然。 世日整备严席, 庆贺两重之喜, 饮酒静欢而散。 三朝之后, 美娘叫丈夫背下几副厚礼, 分送就相知各宅, 以筹其忌顿相拢之恩, 并报她从良信息。 此事美娘有始有忠处, 王九妈, 刘四妈家各有礼物相送, 无不感激。 满月之后, 美娘将香龙打开, 内中都是黄白之姿, 无灵鼠锦, 何之百计, 共有三千余金, 都将持药交付丈夫, 慢慢地买房买产, 整顿家当。 油铺生礼, 都是丈人深宫管理。 不上一年, 把家业正的花锦般相赐, 驱奴使臂, 甚有气象。 诸仲感谢天地神明保佑之德, 发心于各寺庙喜设和殿香竹一套, 供琉璃灯游三个月, 摘戒沐浴, 亲往面香礼拜。 先从昭清四起, 其他灵饮, 法香, 敬慈, 天竹等四, 以赐而行。 旧忠丹说天竹寺是观音大事的香火, 有上天竹, 中天竹, 下天竹三处, 香火聚盛, 却是山路, 不同周籍。 诸仲教从人调了一旦香竹, 三旦清有, 自己成教而亡。 先到上天竹来, 四僧迎接上殿, 老香火秦宫点竹天香。 此时诸仲居一气, 养一体, 怡戎魁梧, 非父又识面目。 秦宫那里认得他是儿子, 只因油桶上有个大大的秦字, 又有辩良二字, 心中甚以为其。 也是天然凑巧, 刚刚道上天竹, 偏用着这两支油桶。 朱仲念香已毕, 秦宫拖出茶盘, 主僧奉茶。 秦宫问道, 不敢动问施主, 这油桶上为何有此三字? 朱仲听的问声, 带着辩良人的土音, 盲问道, 老香火, 你问他怎么? 莫非也是辩良人吗? 秦宫道, 正是。 朱仲道, 你姓甚名谁? 为何再次出家? 共有几年了。 秦宫把自己姓名相礼, 细细告诉, 某年上弊兵来此, 因无活迹, 将十三岁的儿子秦仲, 过继与朱家, 如今有八年之远, 一向为年老多病, 不曾下山问的信息。 朱仲一把抱住, 放声大哭道, 孩儿便是秦仲, 向在朱家挑油买卖, 正为要访求父亲下落, 顾此于油桶上写遍良秦三字, 做个标识。 谁知此地相逢? 真乃天与其变。 众僧见他父子别了八年, 今朝众会, 各个称其。 朱仲这一日, 就歇赛上天竹, 与父亲同肃, 隔续情节。 此日取出中天竹, 下天竹两个梳头换过, 内中朱仲仍敢, 做秦仲赴了本性。 两处烧香, 礼拜已毙, 转道上天竹, 邀请父亲回家安乐供养。 秦宫出家已久, 吃素持斋, 不愿随儿子回家。 秦仲道, 父亲别了八年, 孩儿有缺侍奉。 况孩子新娶媳妇, 也得他拜见公共方式。 秦宫只得一月。 秦仲将轿子让与父亲乘坐, 自己不行, 直到家中。 秦仲取出一套新衣, 与父亲换了中堂设座, 同妻身是双双参拜。 亲家申宫, 亲母软氏, 其来见礼。 此日大排言席, 秦宫不肯开婚, 素酒素食。 此日, 邻里脸前称贺。 一则新婚, 二则新娘子家眷团圆, 三则父子重逢, 四则秦小关归宗父姓, 共是四重大喜, 一连吃了几日喜酒。 秦宫不愿家居, 思想上天竺故处清静出家。 秦仲不敢为亲之志, 将银二百两, 于上天竺另造静世一所, 送父亲道笔居住。 其日用公己, 按月送去。 每十日亲往后问一次, 每一季同身是往后一次。 那秦宫活到八十余, 端坐而化, 一命葬于本山。 此事后化, 却说秦仲和绅士夫妻偕老, 生下两个孩, 据读书成名。 至今风月中事语, 凡夸人善于帮衬, 都叫做秦小关, 又叫卖游郎。 有诗为证。 春来处处百花心, 风蝶纷纷净采春。 看笑豪家多子弟, 风流不及卖游人。 第三十一章乐小社 拼声密偶。 怒气雄声出海门, 周人云士子虚魂。 天排雪浪青雷吼, 地雍银山万马奔。 上映天伦分会说, 下临宇宙定朝昏。 吴争月占今何在? 一曲于歌过晚村。 这首诗, 单提着杭州前唐江朝, 原来非同小可。 课时定信, 并无差错。 自古至今, 莫能考其出墨之游。 从来说到天下有四诀, 却是雷州焕谷, 广德埋藏, 登州海市, 前唐江朝。 这三诀, 一年指责一变。 唯有前唐江朝, 一日两番。 自古换作罗刹江, 未因风涛险恶, 巨浪滔天, 长翻了船, 以此明智。 南北两山, 多生虎豹, 名为虎林。 后因虎自犯了唐高祖之祖父与会, 改名武林。 又因江朝险训, 怒涛汹涌, 冲害居民, 因取名明海君。 后至唐末五代之间, 去那静山过来, 临安一人乾宽生的义子, 生时鸿光满世, 礼人见者将为火发, 接往旧之。 却是他家产下一男, 两族下有青色毛, 长寸鱼, 父母以为怪物, 欲杀之。 有外母不肯, 乃留之, 因此小名婆留。 看看长大成人, 身长七尺有鱼, 美容貌, 有志勇, 慧留自俱美。 幼年专作私伤无赖, 因官司积补甚锦, 乃投静山法纪缠尸躲难。 法纪夜闻寺中, 齐兰云, 今夜前五宿王在此, 无领惊动。 法纪知他是义人, 不敢相留, 乃坐书见流往苏州投太守安寿。 寿乃用流为帐下都部署, 每夜在府中马院速谢。 时遇炎天酷热, 太守夜起独步后援。 至马院边, 只见钱流睡在那里。 太守方坐监, 只见那正厅背后一眼枯井, 井中走出两个小鬼来, 戏弄钱流, 却见一个金甲神人, 把那小鬼一喝都走了。 口称道, 此乃五宿王在此, 不得无礼。 太守听罢, 大惊, 急回府中, 心大意志。 以此好生看待钱流。 后因皇朝作乱, 钱流破贼有功, 西宗败为节度使。 后遇董昌作乱, 钱流收讨平定, 招宗封为吾越国王。 因杭州建都, 治得国中宁静。 只是地方狭窄, 更兼长江汹涌, 心肠不悦。 呼一日, 由思晋道金色里鱼一尾, 约长三尺有鱼, 两目炯炯有光, 将来做御膳。 前王见此于壮剑, 不忍杀之, 令处之池中。 夜梦一老人来见, 鹅官薄黛, 口称, 小生夜来如此不孝, 成酒醉, 便作金色鲤鱼, 由于江岸, 被人获知, 尽与大王作玉膳, 谢大王不杀之恩。 今者小盛, 特来哀告大王, 愿王怜悯, 差人送往江中, 必当重报。 前王应允, 龙君乃退。 前王洒然惊觉, 得了一梦。 次早生殿, 换左右打起那鱼, 差人放之江中。 当夜, 又梦龙君谢约, 赶大王再生之恩, 将何以报? 小圣龙宫海藏, 应有奇珍异宝, 夜光珠, 应尺碧, 任从大王所遇, 即当奉献。 前王乃言, 珍宝珍碧, 飞舞豪也。 唯我国辟出海鱼, 地方无千里, 更兼长江广阔, 波涛汹涌, 日夕相冲, 使国人常有风波之患。 汝能借低一方, 以广吴国, 是所愿也。 龙王曰, 此事甚意, 燃戒则戒, 当在何日渐还。 前王曰, 五百劫后, 仍赴还之。 龙王曰, 大王来日, 可铸铁柱十二支, 各长一丈二尺, 请大王自登舟, 小圣使虾鱼距于水面之上, 大王弹剑楚, 可挤下铁柱一支, 其水渐渐自退, 沙掌为平地。 王可跌石为塘, 其地极广也。 龙军退去, 前王惊绝。 此日, 令有司铸造铁柱十二支, 亲自登舟, 于江中看之。 果见有鱼虾城距一十二处, 乃令人以铁柱沉下去, 江水自退。 王乃登岸, 但见吴仪时, 沙石掌为平地, 自赴阳山前, 直至海门周山为之。 前王大喜, 乃使石将于山中凿石为板, 以黄罗牧贯穿其中, 排列成塘。 阴凿石迟慢, 乃下令, 如有军民人等, 以百斤石板将船装来, 一船换米一船。 各处即将船在石板来换米, 因此弃了江岸。 后方式称为前塘江, 至大宋高宗南渡, 建都前塘, 改名临安府, 称为行在。 方式人烟凑极, 风俗纯美。 四辞美玉年年八月十八, 乃朝生日, 清澄世树, 皆往江堂之上, 玩朝快乐。 亦有本土, 善食水性之人, 手执十幅齐帆, 出没水中, 为之弄朝, 果实好看。 至有不识水性深浅者, 学弄朝, 多有被泼了去, 坏了性命。 临安府引得知, 累次出榜禁欲, 不能格其风俗。 有东坡学士, 看朝一决为正。 无而生长霞桃渊, 貌似轻生不自怜。 沧海若知名主义, 应孝赤鲁便桑田。 话说南宋临安府有一个旧家, 姓乐名美善, 原是贤福方安平相内出身, 祖上七北一官。 静音家道消法, 一在前堂门外居住, 开个杂色货铺子, 人都中他的家事, 称他为乐大爷。 妈妈安氏, 善生义子, 名和, 生得眉目清秀, 灵力乖巧。 幼年既在永清项母就安三老家抚养, 父在兼碧喜江市管中上学, 喜江世家有个女儿, 小名顺娘, 小乐何一岁。 两个同学读书, 学中取笑道, 你两个姓名喜乐和顺, 何是天元一对? 两个小儿女, 知觉见开, 听这话也自欢喜。 岁私下约为夫妇, 这也是一时戏血, 谁知做了后来配合的称语。 正是, 姻缘本是前生定, 曾向盘桃会礼来。 乐何道十二岁时, 顺娘十一岁。 那时乐何回家, 顺娘申归女宫, 各不相见。 乐何虽则童年, 心中凌厉, 常想顺娘情义, 不能割舍。 又过了三年, 十职清明将近, 安三老街外甥同去上坟, 就便游西湖。 原来临安有这个风俗, 但凡胡传, 任从客辩, 或三朋四友, 或袋子挟妻, 不择男女, 各自去站个坐头, 饮酒观山, 随意取乐。 安三老领着外甥上船, 站了个坐头, 方才坐定, 只见船头上又一家女眷如来。 看时不是别人, 正是见避喜江世家母女二人, 和一个丫头, 一个奶娘。 三老任的, 慌忙作依, 又交外甥来相见了。 此时顺娘年十四岁, 一发长成的好了。 乐何有三年不见, 今日水面相逢, 如见珍宝。 虽然分桌而坐, 四目不识观看, 相爱之意, 彼此尽致。 只恨众人蜀目, 不能续情。 船到胡心亭, 安三老和一班男客, 都到亭子上闲步, 乐何推腹痛留在舱中, 挨身与喜大娘攀化, 稍稍地与顺娘相近。 捉空以目送情, 彼此一会。 少请众客下船, 又分开了。 傍晚, 各自分散。 安三老送外甥回家。 乐何一心意着顺娘, 提示一手, 嫩蕊娇相遇未开, 不因风蝶子生菜。 他年若坐扁周旅, 日日西湖一醉回。 乐何将此尸体于桃花间上, 折为方圣, 藏于怀秀, 私自进城, 到永清向喜家门守, 伺候顺娘, 无路可通, 如此数字。 文说朝王庙有灵, 乃斯买香竹果品, 在朝王面前祈祷, 愿与喜顺娘, 今生得成冤履。 拜吧, 炉前画纸, 偶然方圣从袖中坠地, 一阵风卷出纸前的火来烧了, 急去抢食, 只剩的一个吕字。 乐何时起看了, 想到, 吕即双口之意, 此意急躁。 心下慎喜, 忽见碑亭内作意老者, 衣冠古朴, 容貌清奇, 手中执意团善, 上写因缘前定四个字。 乐何上前作意, 动吻, 老翁遵性。 答道, 老汉姓时。 又问道, 老翁能算因缘之适乎? 老者道, 颇能推算。 乐何道, 小子乐何, 反老翁一推, 赤绳寄于何处? 老者笑道, 小舍人年未若冠, 如何变想这事? 乐何道, 西汉武帝为小儿时, 圣母抱于西上, 问玉得阿娇为欺否? 帝答言, 若得阿娇, 当已金屋柱之, 年屋长幼, 齐情亦也。 老者遂问了年月日时, 在五指上一轮道, 小舍人家眷, 是熟人, 不是生人。 乐何剑说的何击, 便道, 不满老翁, 小子心上正有一熟人, 为之远法何如? 老者引之一口八角井边, 叫乐何看井内, 有缘无缘便知。 乐何手把井栏张望, 但见井内水势甚大, 巨涛汹涌, 如万寝相似, 其名如镜, 内立一个美女, 可十六七岁, 子罗珊, 姓黄群, 绰约可爱, 仔细认知, 正是顺娘, 心下又惊又喜, 却被老者望背后一推, 刚刚地跌在那女子身上, 大叫一声, 猛然惊觉, 乃是一梦, 双手雾字抱定停住, 正是, 黄粮游未熟, 一梦到华须, 乐何醒江转来, 看亭内石碑, 其神性石鸣归, 唐石捐财筑塘汉水, 死后封为朝王, 乐何暗想, 原来梦中所见石老翁, 即朝王也, 此段姻缘, 石有九旧, 回家对母亲说, 要央梅与喜顺娘一亲, 那安妈妈是傅导家, 不知高低, 便向乐公窜夺其事, 乐公道, 因亲一劫, 需要门当户对, 我家虽曾有七倍衣冠, 渐金衰微, 经济营火, 喜江市民门父是, 他的女儿, 怕没有人求允, 肯与我家对亲, 若央梅网说, 反取其笑, 乐何见父亲不允, 又教母亲央求母舅去说哈, 安三老所言, 与乐公一般, 乐何大师所望, 背地里叹了一夜的气, 明早将纸表一排位, 上写亲戚喜顺娘生, 为七个字, 每日三餐, 必对而食之, 夜间安放枕边, 低缓三生, 然后就起, 每日清明三月三, 重阳九月九, 端午龙舟, 八月晚朝, 这几个盛会, 无不刷笔修龙, 华一美夫, 在人从中挨挤, 只恐顺娘出行, 侥幸一遇, 同班生意, 人家有女儿的, 见乐小舍人年长, 都来一亲, 爹娘即便要应成, 倒是乐何利益不肯, 立个誓愿, 直待喜家顺娘嫁出之后, 方才放心, 再图昏配, 是有凑巧, 这里乐何利是不娶, 那边顺娘, 却也红榄不照, 天喜未临, 高不成, 低不就, 也不曾许的人家, 光阴四见, 疏忽又过二三年, 乐何年一十八岁, 顺娘一十七岁了, 男未有侍, 女未有家, 男才女貌正相合, 未补姻缘是若和, 其喜世家据未定, 只需灵确肯填和, 划分两头, 却说事实, 南北通和, 其年有金国使臣高景山来中国修片, 那高景山上会文章, 朝命轩遗憾林范学士接办, 当八月中秋过了, 又到十八, 朝生日, 就城外江边浙江亭子上, 搭彩铺沾, 大排盐宴, 款待史臣官朝, 陪燕官非值一元, 兜统司领着水军, 成战舰, 与水面往来, 释放五色烟火炮, 豪家贵妻, 岩江大富彩木, 年更三十余里, 赵江如铺锦相似, 市井弄水者, 共有数百人, 捣浪争雄, 出没游戏, 游岛滚木, 水傀磊, 猪斑技艺, 弹剑, 迎朝古浪, 拍岸宜舟, 惊湍呼似海门来, 怒吼摇连天祭出, 何异地声银汉, 分明天阵春雷, 摇关寺匹炼飞空, 远听如千军迟躁, 乌尔永剑, 平分白浪弄红波, 鱼腹轻便, 出没江心夸好手, 果然是万寝碧波随地滚, 千寻雪浪, 接云奔, 北朝使臣高景山见了, 毛发皆耸, 皆探不已, 果然奇观, 范学世道, 相公见此, 何不赐以佳作, 吉令取过文房四宝来, 高景山亲让再三, 作念奴交辞, 云涛千里, 范金谷绝至, 东南风雾, 碧海云横出一线, 呼尔雷鸿苍壁, 万马奔天, 群额铺地, 汹涌飞烟雪, 无人永汉, 便竟踏浪雄节, 向旗帜分云, 无音楚管, 与胡家俱发, 人物江山如许丽, 岂信妖分难灭, 旷世行宫, 星产五福, 光艳亏豪发, 惊看无语, 平栏孤待明月, 高景山提毙, 满座皆赞其才, 只有范学士道, 相供辞座的甚好, 只可惜万马奔天, 群额铺地将潮比的来清了, 这潮可比玉龙之势, 学士碎座水调歌头, 道士, 灯铃跳东煮, 视觉太虚宽, 海天相接, 潮生万里一毫端, 滔滔怒生熊市, 晚圣御龙细水, 尽出莫波间, 雪浪翻云角, 波卷水晶寒, 扫方涛, 卷圆桥, 大阳翻, 天垂银汉, 壮观江北与江南, 借问子须何在, 勃望乘查先去, 知事几十环, 上界银河窄, 流泻到人间, 饭学士提罢, 高景山见了, 大喜道, 奇哉佳作, 难比万马争持, 真是玉龙细水, 不提各官, 敬欢饮酒, 且说临安大小户人家, 闻的是日朝廷款待北史, 陈舍百戏, 清城侍女都来观看, 乐和打听的喜家一门也去看潮, 清早, 便装办齐整, 来到乾塘江口, 学来学去, 找寻喜顺娘不着, 节目来到一个去处, 换作天开图画, 又叫做团围头, 因那里团团围传, 四面都看见潮头, 顾名团围头, 后人讹传, 为之团于头, 这个所在, 潮室扩大, 多有子弟立脚不劳, 被潮头涌下水去, 又有获释的身上衣服的, 都在夏浦桥边搅挤轿干, 有人坐下临江仙一只, 单朝那看潮的, 自古前唐难比, 看潮人成群作对, 不待中秋, 相随相衬, 进往江边游戏, 沙滩盼, 远望朝头, 不绝青天浪起, 头巾如洗, 都把衣裳去挤, 夏浦桥边, 疑似奈何持盼, 裸体劈头似鬼, 入城里, 轰好衣裳, 又问几时起水, 乐鹤到团围头寻了一转, 不见顺娘, 傅身又寻转来, 那时人山人海, 围拥着西棚彩木, 乐鹤身材急溜, 在人丛里挨挤进去, 一步一看, 行走多时, 看见一个妇人, 走进一个席棚里面去了, 乐鹤认得这妇人, 是喜家的奶娘, 紧不随后, 果然喜将是一家男女, 兜成团巨块地坐下, 饮酒玩赏, 乐鹤不敢十分逼近, 又不舍得十分调远, 紧紧地贴着席棚而立, 去定顺娘目不转睛, 恨不得走进前去, 双手搂抱, 说句话, 那小娘子抬头观省, 远远的也认得是乐小舍人, 见她屈前退后, 神情不定, 心上也绝可怜, 只是父母相随, 寸步不离, 无由相会一面, 正是, 两人中父侍, 近在不言中, 却说乐鹤与喜顺娘, 正在相视七皇之际, 胡听地说朝来了, 道游未绝, 耳边如山崩地彻之声, 朝头有树杖之高, 一涌而至, 有诗为证, 银山万迭耸为伪, 促地排空时若飞, 信誓子须灵未敏, 至今由自奋神威, 那朝头比往年更大, 直达到岸上高处, 掀翻锦目, 冲倒席棚, 众人发声喊, 都退后走, 顺娘出神在小摄人身上, 一时着盲不知高低, 反向前几步, 脚把划不住, 溜得滚入波浪之中, 可怜秀格金闺女, 翻作随波逐浪人, 乐呵乖绝, 约莫朝来, 便宜身立于高腹去处, 心中不舍的顺娘, 看定习鹏, 高叫, 避水, 忽见顺娘跌在江里去了, 这惊飞小, 说时迟, 那时快, 就顺娘跌下去这一刻, 乐呵的眼光紧随着小娘子下水, 脚步自然留不住, 扑通地向水一跳, 也随波而滚, 她那里会水, 只是为情所使, 不顾性命, 这里喜江市夫妇, 见女儿坠水, 慌急了, 乱呼, 救人救人, 救得舞女, 自有重赏, 那顺娘穿着紫罗山姓黄裙, 最好继任, 有那一般弄潮的子弟们, 踏着潮头, 如履平地, 贪着利物, 应生而亡, 翻拨脚浪, 去捞就那紫罗山姓黄裙的女子, 却说乐呵跳下水去, 直至水底, 全不觉波涛之苦, 心下如梦中相似, 行到朝王庙中, 剑灯竹辉煌, 香烟缭绕, 乐呵下拜, 求朝王救取顺娘, 赌脱水厄, 朝王开言道, 喜顺娘无以收留在此, 今交付你去, 说吧, 小鬼从神障后, 将顺娘送出, 乐呵拜谢了朝王, 领顺娘出了庙门, 彼此十分欢喜, 一句话也说不出, 四只手紧紧对面相抱, 绝身子或沉或浮, 吞出水面, 那一般弄潮的看见紫罗山姓黄裙, 在浪中献出, 慌忙去抢, 即是拖出水面, 不是丹, 却是霜, 四五个人, 扛头扛脚, 抬上岸来, 对喜江世道, 且喜连女婿都就起来了, 喜功喜母丫鬟奶娘都来看时, 此时八月天气, 衣服都单薄, 两个脸对脸, 胸对胸, 交骨叠肩, 且是微抱的紧, 分拆不开, 叫欢不醒, 体上微暖, 不生不死的模样, 父母慌又慌, 苦又苦, 正不知什么异故, 喜家眷属哭作一堆, 众人争先来看, 都道从古来无此其事, 却说乐美善正在家中, 有人抱他儿子在团鱼头看潮, 被潮头打在江里去了, 慌得一步一跌, 直跑到团围头来, 又听的人说打捞得一男一女, 那女的是喜江世家小姐, 乐公分开人众, 挨入看时, 认得是儿子乐呵, 叫了几声, 亲儿, 放声大哭道, 儿呵, 你生前不得吹枭吕, 谁致你死后方成怜理智, 喜江世问其缘故, 乐公将三年前子执意求亲, 即是不先取之言, 续了一遍, 喜公喜母道抱怨起来道, 你乐门七倍一关, 也是旧族, 况且两个幼年, 曾同窗读书, 由此说话, 何不早说, 如今大家叫唤, 若换得醒时, 情愿把小女配与令郎, 两家一边换女, 一边换, 约莫叫唤了半个时辰, 渐渐掩开气蓄, 死至胳膊, 物子不放, 乐公道, 我儿快苏醒, 将事公已许下, 把顺娘配你为妻了, 说有未必, 只见乐呵睁开双眼道, 岳翁修要言而无信, 跳起身来, 便向喜公喜母 作一称谢, 喜小姐随后苏醒, 两口精神如故, 清水也不吐一口, 喜杀了喜江时, 乐杀了乐大爷, 两家都将干衣服换了, 顾个小轿抬回家里, 此日, 倒是喜江施秧没来乐家一亲, 愿追悦和为序, 没人就是安三老, 乐家无不应远, 择了几日, 喜家送些金箔之类, 生肖古月, 迎娶乐和道家成亲, 夫妻恩爱, 字不必说, 满月后, 乐和童顺娘, 备了三生祭礼, 到朝王庙去赛谢, 喜江是见乐和聪明, 严明师在家, 叫他读书, 后来连科吉地, 至今严安说婚姻配合故事, 还传喜乐和顺四字, 有诗为证, 少父亲痴掌更狂, 却将情字赶朝王, 钟情若到真身处, 生死风波总不防, 第三十二章七品女怒处雷霆, 由来风水本无形, 堪笑及谋用力争, 祸福若全凭地理, 老天头上不轻轻, 誓之葬亲者, 你与吉凶祸福之说, 道者寻得好地, 福禄可以绵长, 子孙可以久远, 所以必要百计阴谋, 多方作作, 甚至强征偷葬, 以至兴颂, 未得地之好处, 而家私已荡然矣, 要知地理何尝不有, 总凭新地为主, 古人云, 因地好, 不如新地好, 誓之吉凶祸福, 地义止做的一半主, 盖地之于天, 由臣之于君, 妻之于夫也, 是吉凶祸福, 得独而主之, 与天无语, 是臣夺君权, 妻掌夫柄, 其君为雍君, 其夫为懦夫, 受之于强臣汉父之首, 而莫敢谁和, 国不成国, 家不成亲, 曾是苍苍者, 天而如是乎, 故人欲得因地之极, 必先新地之善, 心即是天, 顺天者存, 逆天者亡, 一定之理, 无如是人或于风水, 要寻快好地, 把父母枯骨, 博得子孙富贵, 而自己立心行事, 全不肯寻着天理, 此等逆天之人, 无论寻来寻去, 未必能得吉壤, 即兴而得之, 其后必有变局, 或天败其学, 或雷震其官, 以致尸骨暴露, 子孙消灭, 弄出稀奇古怪的事来, 宋时朱文公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 清廉明察, 至于平允, 百姓的是非屈指, 抖断明白, 无疑被冤者, 其实, 黄延县有章, 李两姓争一块藏地, 结宋磊年, 告导文公台下, 文公于堪于之学, 素来明白, 宋历宗朝为鉴领寝, 庭义纷纷不一, 文公出异状, 折进风水诸家尾说, 独标真犬, 金阶的章, 李征帝状词, 之为风水起见, 两造各具成子, 各征为己产, 使张势力, 一时难绝, 西月章姓成词, 云祖上至产的布上有一行写的明白, 帝系某年某月所得, 有戒时一方埋在地下, 文公遂叫两造, 吩咐道, 张姓不上云, 有戒时埋在地下, 金我这人同道地头, 掘开来看, 如无戒时, 则的归于理, 唐有戒时, 则的归于张, 两人遂跟了差人同道地头, 只见满地青草, 十之有无, 却难预料, 即掘到三尺之外, 古有戒时一方, 是张姓祖上所埋, 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 回复了文公, 文公以此为据, 遂断归张姓, 李姓不敢再争, 张姓奉了官段, 筑起坟来, 将他祖父古氏葬了, 自葬之后, 家道顿发, 一日兴旺一日, 文公去任后, 隔了十余年, 偶有事故重游于此, 建议老人, 问他道, 历任官府那个最好, 老人道, 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 文公道, 审断民事, 可有冤枉的吗? 老人道, 事事决断平远, 只有一众张, 李两姓争地的事, 却断错的, 文公道, 何以见得断错? 老人道, 张姓要夺李姓的地, 欲先将快戒时, 私自埋他地上, 假造组上, 置铲薄一本, 上写某地有实为记, 那只猪老爷堕他树中, 绝见石头竟断与他, 李姓有冤陌生。 自葬之后, 张家果然家业日龙, 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 天也不来计较他了。 文公默然走到这块地上, 细细一看, 果见山回水豹, 龙脉有情, 是一块好地, 日后富贵, 正可绵远, 心上想到, 若论地理, 自然该发, 只是天理上说不去。 随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焰来, 磨浓了墨, 在坟墙上写下十六个晚大的字, 道, 此地不发, 事无地理, 此地若发, 事无天理, 血壁, 置笔而去。 岂知圣贤说话上与天通, 是夜一阵大雷大电, 霹雳一声, 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 棺木提出, 撇在坟外, 跌得粉碎。 此日, 远经观者纷纷而至, 建墙上有此十六个字, 都已是雷神写的, 后来仿得文公字毁断错此案, 提在上面的。 张姓陡遭雷急, 静得半死, 不敢附葬于此, 家道也日渐消败。 有的议论道, 天道难欺, 神目如殿。 这块地, 既七星站来的, 雷公爷爷应该早早下手击他。 难道文公未写此四句以前, 天意被他瞒过, 一任地理做主吗? 不知文公之, 重来问起, 老人之说破缘由, 急急去写此四句者, 解天使之也。 吴不能遵, 尊然说出雷姬之故, 特借文公之笔, 已发其间, 使人之地理虽重, 毕竟要寻天理。 至今, 黄岩县雷阵坟穴尚存, 人人看见他。 今再说一 灰州辐射县谋的的故事。 看官们需要着眼, 从来灰州风俗, 醉讲风水, 遇得一地, 往往同了地理先生, 东寻西密, 不但千里之远。 地理先生有好的, 有歹的, 歹的只要主人看得重义, 便说葬了后福无穷, 专往谢一道手。 甚至有得了坟客后手, 假意说的天花乱坠, 哄骗主人, 千方百计, 弄他道手。 如不到手, 倒向藏家子孙, 失掉了状元宰相的一般。 主人疑惑其说, 往往庭官不葬, 千言日月, 以致抢夺抢占, 兼济百出, 赐贪风水者之通病。 至于天理两字, 竟丢在九霄云外了。 话说明朝万历年间设限地方, 有一人姓殷, 家产广有, 人皆称他为因缘外。 其人存心刻薄, 坐视怪令, 读好风水之学, 请了有名帝师在家讲求地理。 所以帝之好歹, 自己也有几分看得出, 吉凶霍福, 讲得活龙活现, 好似的义吉利, 就是子孙不读书, 也要发起刻甲来的模样。 灰州一府地方, 被他处处看到, 无如众议者绝少。 一日, 正值清明时节, 同一看风水的假作 交外踏轻, 实欲于近处看看可有藏地。 信不行去, 走到一个所在, 后山潜水, 左右皆有风轮回报, 中间一片平阳, 约有十来亩大。 立在地上一看, 大惊道, 何以此处却藏一块好的在此? 正是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那地师便道, 园外今日看着此地, 正是园外大福。 若葬于此, 将来富贵无穷, 快快买了, 就费了重价, 也说不得。 因园外道, 地固极好, 但为石河人管业, 肯卖不肯卖。 又周围走了一遍, 越看越有精神起来。 看看天色晚了, 只得回去。 明日, 用过早饭, 再到地上, 走向临近人家, 细访地主何人。 事与一王老儿走来, 却认得因缘外的, 问道, 缘外在此看地, 看中了那一块。 缘外道, 就是前面这块平阳地, 不知是那家的。 王老儿道, 此是前村诸鱼翁的。 缘外听见是捕鱼人的产业, 心上一喜, 自存道, 此地容易到手的了。 缘道, 我时看中此地, 就凡老兄坐中, 问他要多少银子。 如说远了, 就可成交。 老兄中金外, 还当重谢。 王老儿道, 既如此, 缘外请回。 我明日讨了识信, 道府奉府。 缘外道, 砖后, 砖后, 两下拱手而别。 到了明日, 果见王老儿走来道, 缘外, 此事不成了。 我将缘外要买这地一死, 对朱鱼翁说了, 他说, 此系世代祖产, 不肯换钱用的。 再三说和, 他忠不云, 缘外别寻好的罢。 缘外道, 他不过要所中价, 多加些银子便了。 王老儿道, 不瞒缘外说, 我已许他三百两银子, 比长价已多几倍。 我又说, 你无儿子, 何不得些中价, 以为养老之费。 他说, 我只有一个女儿, 将来对亲, 穷人家无有陪赠, 只有此地要做赠价的。 若是别人要买, 就许千金, 我也不卖, 园外听见地不肯卖, 便呆了半赏, 心中已是万千众矣, 那里割舍得下, 因想到, 他要把这地增价女儿, 我就假说, 娶他女儿为习, 等是成了, 再做商议。 算计已定, 因向老王道, 他的女儿几岁了? 老王道, 十七八岁了, 模样道也生得好, 不像瑜伽女儿。 园外道, 我的大儿子是八岁了, 就与他对亲, 他肯吗? 老王道, 只怕园外不肯辅救, 他有甚不肯。 园外道, 老兄做中不成, 就凡做一枚翁, 成就此事。 老王道, 这倒是依着好棋子, 果然如此, 责人的两得了。 但为园外媳妇, 太造化这女儿了。 因园外就留他吃了点心, 再三尊主而去。 再说, 老王急急忙忙走到朱鱼翁家, 笑嘻嘻道, 朱兄, 你大喜事到了。 因园外要买你的地, 你要增嫁女儿, 不肯卖她。 他说, 大儿子与令爱年貌相当, 情愿与你对亲, 岂不是恭喜的事吗? 朱鱼翁道, 贫富不对, 我是渔户, 如何与父翁联姻? 况我只义女儿, 将来坠义女婿, 要靠老终身的, 这富家儿子, 焉肯入坠。 虽成因缘外好意, 我却消受不起。 老王道, 你错了。 这是他来求你, 不是你去求他。 他寄愿娶你女, 绝不嫌你低威。 包我身上, 你夫妻两口, 借去同住便了。 一众邻里闻的阴家, 要与他对亲, 都走来窜多, 有的叫猪阿哥, 有的叫猪阿叔, 都道, 这头亲事, 不可错过。 你女进了她门, 便是富家娘子, 吃好穿好, 难道倒是嫁意穷人, 粗衣淡饭的好? 你一言, 我一句, 说得朱翁夫妇欣喜不已, 就凡一村学先生, 写了女儿的年更八字, 送于老王。 老王藏在秀中, 便起身道, 改日来奉贺了。 一静走到阴家, 送上更帖。 阴园外听之已允, 急减了定亲即日, 送礼过去, 说定本年八月行聘, 九月迎娶。 朱翁翁无不从命, 知人知面不知心, 谁道奸人用一身? 急让已成人废弃, 不如劫往老江巡。 话说阴园外贪着风水, 情愿娶一户女儿为习, 原是骗局。 他大儿子闻得, 心中不悦, 教导, 父亲, 我家门望, 岂无父家大户女儿相配? 如何叫孩认渔翁为岳帐, 与渔婆为夫妻? 体面上不好看, 恐被人笑话。 人外道, 飞笑游人飞笑, 好的我自得知。 你道我真个要娶他女儿吗? 这叫做将计就计。 待娶进门后, 此地到手, 将来发富发贵起来, 大人家, 三妻四妾, 常讨惯的, 你要他, 与他做做夫妻, 你不要他, 把他丢在一边罢了。 这一计, 管叫他贴了地, 又贴一个人, 你慌他怎么? 看官, 你想他对了儿子, 说出如此没良心的话来, 叫他日后夫妻那得和睦, 定把妻子折磨受苦了。 那渔翁夫妻, 还到女儿落了好处, 快活不已, 粗布衣服不好与女儿穿了, 定要买些细卷, 做件好衣服。 庄联虽然没有, 原要置些随身物件, 叫他带去。 男家下聘银本来无多, 用完了, 将自己历年苦证的续姬, 都倾尽在里头。 到了迎娶时候, 又要夸耀人看, 被酒请客, 叫了乐人吹打, 不惜破费, 弄得历尽筋疲, 方才打发的女儿出门。 银家私食十亩地上位到手, 朱氏不敢十分苟茧, 拜堂寒景, 一一还他礼数。 喜得心仁虽是大脚, 身段面貌也还去的, 所以夫妇间情意上好。 三朝之后, 接取渔翁夫妇到来同住, 前堂设席请亲家, 后堂备酒请亲母, 女婿方肯叫丈人, 叫丈母, 朝夕相待, 加以殷勤。 渔翁夫妇欢喜无限, 真似台上九霄云礼一般, 便把师母好的欢手奉献。 因缘外心是已碎, 茫茫地筑起坟来, 将他父亲棺木入土。 寄葬之后, 相待之情, 渐渐比钱不同了。 朱鱼翁直到他为葬事忙乱, 故待他冷淡。 熟知一日怠慢一日, 相见时洋洋不彩。 使而美食饲养, 有酒有肉, 继而供给健博, 婚姓全部见面。 女儿本与婆婆同吃的, 后来叫他与父母同吃了。 家人妇女建主将他减慢, 接冷眼相看, 要汤没汤, 要水没水, 全部来答应, 甚至背后装鬼脸, 说句话。 老夫妇时时气得要死, 暗地里互相埋怨。 朱鸡一载, 殷家要讨二房媳妇。 女家姓涅, 是一富翁, 嫁来时, 装连富后, 四处八香, 摆满一堂。 姻缘外夫妇, 做出肉麻奉承来。 朱鸡百春一泽泽, 呈现二郎有福, 讨了有嫁妆的娘子。 大儿子本来看不上妻子的, 金剑弟媳满头朱翠, 一群华丽, 自己妻子身上穿得无一件好衣, 头上插带一些没有, 相形之下, 又气又修, 把妻子竟如眼中之钉, 肉中之刺, 丈人丈母一发看不上了。 连日白酒请男客, 请女客, 都不请他夫妇出来上席。 何家热闹, 独有他老夫妻冷冷清清, 不茶不饭, 坐在一间屋里。 朱鱼翁气愤不过, 走出门去, 倒相识人家, 笑笑门气。 至晚回来, 只见妻子与女儿相对下泪, 问他未甚下泪, 其祈祷道。 只因你走了出去, 女儿又受丈夫埋怨, 道你这样丑态, 还要人前摇摆, 笑他面皮。 两下争论, 竟要动手打起来了。 你倒气也不气。 鱼翁一闻此言, 大怒道, 我半事无拘无束, 今日倒被畜生居管。 我在此一年, 分明无罪坐牢。 罢了, 罢了, 我宁可饿死家中, 不要吃这碗讨厌的饭了。 老夫妻相向而哭, 一夜没有睡着。 明日绝早, 将铺盖卷好, 把些旧衣服叠在旧箱子内, 叫了一只小船, 搬下物件, 走出堂前, 告别亲家亲母, 都会说没有功夫, 改日再见罢。 女婿也绝不相送, 只有女儿牵一大哭。 朱鱼翁道, 女儿, 我一时误听人言, 害你受苦, 如今我也顾不得你了。 三口含泪而别, 何家见他去了, 接欢喜道。 两个老厌恶去了, 省得端茶送饭。 朱女听见, 好不气苦, 隔了一日, 丈夫又淘起小来, 事宜造丽人家女儿, 也有五六分颜色, 妖妖饶饶, 如风百合花一般。 丈夫爱如珍宝, 夜夜与她同房共宿, 大七处连面也不来见了。 可怜朱女举目无亲, 还要受公婆作茧。 只有帝婶涅氏, 为了和气, 还肯叫她生嫂嫂, 时时走来说说话。 一日, 同到婆婆房去, 只见心讨的妾也走进来, 各个叫应, 单单不叫应她。 朱女发话道, 我是你的何人, 不知叫我一声? 就是夫主宠爱, 也要晓得分有大小。 那妾尚未开口, 只见婆婆冷笑道, 分什么大小? 你也不是千金小姐出身, 她也不见得敌威了你。 不过这双脚, 你大了她的罢了。 梅香妇女听了, 都格格地笑个不住, 羞得朱女满面通红, 寒怒归房, 思量寻意死路, 只是放不下父母。 孽氏看不过意, 倒走来劝解一番, 只得忍着这口气了。 再说, 朱鱼翁夫妻到家, 邻里都来探望, 问她何故还嫁。 朱鱼翁夫妻恐怕丢丑, 不好直说, 只是含糊答应。 正是雅子吃黄莲, 有苦在心头。 又除了破屋树间之外, 柴米巨无, 本有一只渔船, 未嫁女儿也卖掉了, 要捉个把鱼儿变钱, 鱼具都无。 又气又苦, 夫妇两人渐渐害起病来, 睡到床上, 就要吃碗热汤, 谁也无人成职, 那有请医吃药的礼。 不多几日, 渔翁一命呜呼, 妻子病中, 看见丈夫已死, 心上一痛, 也就两脚一挺, 急急地赶上去了。 那邻里见她屋内, 毫无声息, 走近一看, 夫妇拒死在床上, 只得走到殷家, 抱与她女儿, 女婿晓得。 殷家父子只坐不小, 吩咐家人, 不要抱之媳妇。 相邻回去, 等了一日, 不见殷家一个人来, 便去对老王道, 当初殷家没人是你做的, 如今丈人丈母死了, 怎么不来胜恋? 老王道, 这也可笑, 带我去说。 一静走至殷家, 要见殷缘外。 殷缘外以之来意, 推顾不见。 正坐厅上, 只见圆外的一个旧友走来, 便将此事告诉她道, 前日圆外自求对亲, 如何今日见她死了, 不叫儿子媳妇过去。 那人道, 这个如何使得? 琵琶上说得好, 婚姻是男论高低, 若论高低, 何似当初休假一, 你不要慌, 我去与她说。 圆外看来难灭众论, 便走出来道, 我叫她女儿去辩了。 小儿却不在家, 改日去罢。 一面叫好了传之, 一面叫人抱之猪女。 猪女听得爹娘巨王, 嚎啕大哭起来, 带爹带奔走到厅上, 问父母如何拒死。 老王背数一番, 猪女哭倒在地。 老王道, 事已如此, 不必哭了, 速去盛恋为妙。 猪女要她丈夫同去, 丈夫必不见面, 心慌意乱, 只得哭到房中, 卷了些随身衣服, 叫一小臂拿了, 跟着老王下船。 一到家中, 捧着两个尸首, 哭得识人下泪, 铁汉伤心。 旁人听了, 也不知落了多少眼泪。 直到家中还有些用度, 那只一空如洗。 自己又没有银钱带来, 只得秧老王将房子变卖, 买了两口薄薄的棺木。 邻里都来相帮, 将他夫妇入恋, 把棺木抬到空地上安放。 丈夫迎也不来, 公婆绝不买一块纸钱相送。 是毕后, 老王道, 我接你来的, 原是我送你归去。 送到了门, 老王也不去见姻园外, 调转来就走了。 朱女一直进去, 见了婆婆, 泪下如雨。 那婆婆千步言, 万步语, 反倒, 你这样哭法, 和不同了你好爹好娘, 一块到棺材里去。 朱女气得答应不出, 走到房中一看, 那只香笼物件被丈夫都搬到妾房里去了, 只留下一床一桌遗物。 正在叫苦, 只见丈夫走进来道, 你的物件那个稀罕都在房内, 其余都是我家置办的, 由我搬去, 与你合肝。 朱女气咏田兄, 那里忍耐得住, 说道, 罢了, 我也不要活了, 与你拼了命罢。 一个头拳撞去, 被她丈夫隔倒在地, 乱踢乱打, 聂氏听见, 走来相劝, 丈夫才丢手走开。 只见朱女在地滚的头棚发乱, 便叫一匍匐相帮扶起, 放在床上睡下, 悄悄劝慰道, 大伯这样行为, 心肠太狠, 劝你耐心等他回忆。 朱女一句话也说不出, 只把头来咬。 聂氏说罢去了, 黄昏时候, 小婢搬进一盆小菜, 一大碗薄粥, 叫他吃夜饭。 朱女叫他收去, 起来关了房门, 思良活在此永无好处, 不如死了得干净, 省得受人凌辱。 呜呜地哭了又哭, 到了半夜, 便悬梁自尽。 可怜朱大姐嫁到殷家, 不曾一日快活, 受了无数闷气, 一旦死于非命, 你到一点冤魂散也不散。 明日直到饭后, 不见他开门, 叫又不应, 大家疑惑起来, 搬开侧窗一望, 只见直挺挺地挂在那里打鞦韆, 连忙撞门进去, 摸他身子, 已是冰冷, 不知几时吊死的。 此时, 殷家正兴望头上, 其他父母已死, 又无亲戚, 遂埋口棺木, 草草入殓, 并无一人说话。 公婆自他死后, 倒向去了一类, 丈夫只道死得好, 待我另娶一个富家女儿, 好不快活。 白布也没用一块, 功德更不必说了, 竟若死了一个婢女一般。 一日, 正值阴缘外五十寿淡, 贺客迎门, 忽闻青天里霹雳一声, 震得远近皆惊。 有的道, 如此清天, 如何有此霹雳? 有的道, 必定打了什么毒。 殷家正要留客吃饭, 只见一人飞奔走来道, 园外, 不好了。 你家坟墓被天打了。 昨夜无数鬼魂在坟上啾啾叽叽叫了一夜, 今早清天里呼下霹雳, 雷火交加, 把坟头打下一个大窟窿, 官木提出树杖之外, 四边树母皆烧坏了, 园外虚速去看来。 阴缘外惊地呆了半赏, 连忙赶到坟头, 众人也都走来看, 果见官木已提出学外, 坟土纵横, 坟旁打一大洞。 众人都害道, 这是天不容葬了, 坐宿迁葬他所。 阴缘外忙无主意, 只得回去再处, 垂头丧气, 同了众人一路走回。 到一小时桥边, 只见朱鱼翁夫妻两个立着, 一阵阴风突上身来。 阴缘外口中叫一声 亲家亲母, 望后就到。 众人扶起, 昏迷不醒, 将板门抬到家中, 忽然开口道, 你这七心贼, 谋了我的十母弟, 气死我夫妇, 又磨灭杀我女儿。 我有甚亏负你, 下次毒手, 害我一家。 众人都道, 朱鱼翁来锁命了。 妻儿跪地求饶。 又骂他妻子道, 你这老不贤, 少不得死在我手里。 又骂大儿子道, 你逼死妻子, 想讨好的, 少不得也遭横死。 许他做功德建筑, 改葬他的棺木, 只是不一。 旁人见了, 都不寒而栗, 乱了一夜, 渐渐苏醒, 对妻儿道, 冤魂锁命, 我不能久活了, 你们好好保守家业。 自己便打巴掌, 说道, 你要保守家业, 为何把我家业弄完? 抢着床前桌上一把剪刀, 当心使刺。 妻子慌忙夺住, 只听剑猴肩弹涌, 双脚一挺, 顿时毙命了。 两个儿子见父亲已死, 慌忙置办送终的事。 入恋方毕, 大儿子坐在房中, 呼见猪女寒怒走来, 吓得汗流如雨, 喊道, 有鬼, 有鬼。 众人听见走来, 一闪不见。 其后无人处, 猪女美美在面前, 因长配一把剖刀, 以刀挥去, 便不见了。 一日, 又见猪女走来, 把刀一挥, 只听得哀悠一声, 鲜血直冒, 仔细一认, 却把宠妾杀死在地, 惊寒起来, 何家来看, 无不打惊, 只得抱她父母知道。 其父是县中造立, 一见女儿杀死, 便去县里叫喊, 又率领亲戚打将进来, 一应家伙物件, 进行打坏。 县官验过, 将凶犯带去, 当堂审问, 称戏用刀主鬼, 以致误伤。 县官不信, 便动起家棍来, 只得招任管她不应, 将刀杀死。 县官大怒, 择了三十板收监。 其母要救儿子出狱, 拼将银子使用, 又买主苦主, 叫她不要监制。 无如县官不肯忙法, 白白费了银子, 仍旧问成死罪, 其母育育成病而死。 其后大儿子一死欲忠, 善存二房夫妇, 家到日穷, 子嗣又绝, 坟墓不能再住, 把一块十分好风水地 变为荒种, 直接暗旁窟窿上存。 看官, 你想人要子孙发达, 还是天里要紧, 地里要紧。 假使因缘外得了这块好地, 把渔翁夫妇厚养终身, 带得媳妇好, 合至葬后被基于雷公之手。 只因魅良心, 伤田里, 土匪精盈, 不能想风水之意, 反受了风水之害了。 奉劝世人欲求好地, 当积德以治之, 寄葬好地, 当为善以保之, 自然后福无穷矣。 第三十三章, 夸妙术丹克提金, 破不山金破不群, 逢人贯说会烧饮, 自家何不烧些用? 丹水河头卖与人。 这四句诗, 乃是国朝唐伯虎戒缘所作, 世上有这一伙烧丹练拱之人, 专一设立圈套, 神出鬼没, 哄那贪腹赤客道, 能以药草炼成丹药, 铅铁为金, 死拱为银, 名为黄白之树, 又叫做如火之势, 只要先将银子为母, 后来去个框, 偷了银子便走, 叫做提冠。 曾有一个道人, 将此树来寻堂戒缘, 说道, 戒缘先锋道鼓, 可以做的这件事。 戒缘贬驳他道, 我见你身上蓝驴, 你既有这仙树, 何不稍先来自己用度, 却要做成别人? 道人道, 贫道有的是法术, 乃造化所济, 却要寻个大福气的, 承受得起, 方好与他作为。 贫道自家却没这些福气, 所以难做。 看见戒缘正是个大福气的人, 来投合伙, 我们书家叫做访外户。 唐戒缘道, 这等与你说过。 你的术法诗为, 我一些都不管, 我只管出着一位福气帮你。 等单成了, 我与你平分便是。 道人见戒缘说的蹊跷, 晓得是奚落他, 不是主顾, 飘然而去。 所以, 唐戒缘有这首诗, 是点名示人的意思。 却是这活里的人, 更有花言巧语, 如此说话, 说他不到的。 却是为何? 他们道, 神仙必须度视, 妙法不可自私。 毕竟有一种聚得仙谷, 借得仙缘的, 方可共练共修。 内单成, 外单一成。 有这许多好说话, 这些说话, 何曾不是正理? 就是炼丹, 何曾不是仙法? 却是当初, 仙人留此一种 丹沙化黄金之法, 只为要广计世间的人。 当日春阳吕祖律 他五百年后还原至, 误了后人, 远不曾说到 与你治田买产, 许七养子, 帮作人家的。 只如杜子春玉仙, 在云台关炼药江城, 寻他去做外户, 只为一点爱根不断, 累他丹顶非败。 如今这些贪人, 拥着娇妻美妾, 求田问舍, 损人匪己, 滇金波两, 何等度长。 寻这一伙酒肉道人, 指望炼成了丹, 要受用一世, 一只子孙, 岂不吃乎? 只叫他把内单成, 外单一成这两句想一想, 难道是隔起内养功夫, 单单弄那银子吗? 只这点念头, 也就万万无有恋的单成的事了。 看官, 你到小子说到此迹, 随你愚人, 也该醒悟, 这件事没影响, 做不得的。 却是这件事偏是天下一等聪明的, 要落在圈套里, 不知何故。 金小子说一个松江富翁, 姓潘, 是个国子健健生, 胸中广博, 极有口才, 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却有一件辟性, 酷心单数。 苏语道, 物具于所好, 果然有了此好, 方是源源而来。 零零星星, 也弄去了好些银子, 受过了好些单课的哄骗, 他只是一心不悔。 只说, 吴远, 遇不着好的, 从古有这家法术, 岂有做不来的事? 毕竟有一日成功, 前边些小所诗, 何足为念? 把这事越好得紧了。 这些单课, 我传于你, 你传于我, 远近近闻其名。 左右是一伙的人, 推搬出色, 没一个不思量骗他的。 一日秋间, 来到杭州西湖上游赏, 另一个下厨住着。 只见隔壁园亭上, 歇着一个远来客人, 带着家眷, 也来游湖, 行李甚多, 扑从其整。 那女眷且是生的美貌, 打听来, 是这客人的爱妾。 日日顾了天字一号的大壶船, 摆着城酒, 吹弹歌唱俱备, 携了此切下壶, 浅真低唱, 共筹交错。 满桌百十九气, 多是些金银, 一巧是样, 曾见迭出。 晚上归狱, 灯火辉煌, 赏赐无算。 潘富翁在隔壁狱所看得呆了, 想到, 我家里也算是富的, 怎能够到的他这等挥霍受用? 此必是陶珠, 一顿之流, 第一等富家了。 心里厌慕, 渐渐叫人通问, 与他往来相拜, 通了姓名, 各道乡母之意。 富翁成见问道, 吴藏如此富厚, 非人所及。 那客人谦让道, 何足挂齿? 富翁道, 日日如此用度, 除非家中有金银高北斗, 才能相依, 不然也有进食。 客人道, 金银高北斗, 若只是用去, 要进也不难, 须有个用不进的法。 富翁见说, 就有些着意了, 问道, 如何是用不进的法? 客人道, 造此之间, 不好就说得。 富翁道, 毕竟要请教, 客人道, 说来吴藏未必解, 也未必信。 富翁见说得蹊跷, 一发殷勤求恳, 必要见教。 客人平去左右从人, 富翁道, 吴有九环丹, 可以点千公为黄金。 只要炼得丹成, 黄金与瓦力同耳, 何足贵在? 富翁见说是丹数, 一发投其所好, 欣然道, 原来吴藏, 精于丹道, 学生于此道最是心气, 求之不得。 若吴藏果有此数, 学生情愿倾家受教。 客人道, 岂可轻易传的? 小小事看, 以取以笑则可, 便教小童赤起炉炭, 将脊梁拱融化起来。 身边腰带里摸出一个纸包, 打开来都是些药末, 就把小指甲挑起一些些来, 弹在罐里。 青江出来, 连那千拱不见了, 都是雪花也是的好银。 看官, 你道药末可以变化的铜签做银, 却不是真法了。 原来这叫做缩银之法。 他先将银子用药炼过, 专取奇经, 每一两只缩作一分少些, 竟和千拱在火中一烧, 千拱化为青气去了, 一下糟粕之至, 见了银精, 净化为银, 不知原是银子的缘分量, 不曾多了一些。 丹克专以此数哄人, 人便死心塌地信他, 倒是真了。 富翁见了, 喜之不胜道, 怪到他如此富贵受用, 原来银子如此容易。 我练了许多识, 只有舍本的。 金帆有幸, 遇着真本似的了, 是必要求他去替我练一练泽个。 随问客人道, 这要是如何练成的? 客人道, 这叫做母银生子。 先将银子为母, 不拘多少, 用药断链, 养在顶中。 需要九转, 火候足了, 先胜了黄芽, 又结成白雪。 起炉时, 就扫下这些单头来, 只削一数米大, 便点成黄金白银。 那母银仍旧分毫不亏的。 富翁道, 须得多少母银? 客人道, 母银越多, 单头越精。 若练得有半何许单头, 父可敌国矣。 富翁道, 学生家事虽寒, 数千之物, 还尽可办。 若肯不吝大叫, 拜营道家下点画一点画, 便是生平愿足。 客人道, 我数不亦传人, 亦不清与人烧炼。 精官吴障潜心, 又且骨骼有些倒气, 难得在此连狱, 也是前缘, 不妨为吴障做一做。 但建教高居何处, 一日好来向访。 富翁道, 学生家居松江, 离此处只有两三日路程。 老障若肯光临, 及此收拾, 同道寒家便是。 若此间别去, 万一后会不偶, 岂不当面错过了? 客人道, 在下是中州人, 家有老母在堂, 因目武林山水家圣, 邪了小妾, 道此一游。 空身出来, 游子所需, 只在炉火, 所以乐而忘返。 金玉无障之音, 不敢自密。 但只需带了小妾回家安顿, 兼就看看老母, 在赴无障之妻, 未为耻也。 富翁道, 寒舍有别管原亭, 可住尊隽, 何不就同邪道笔住下, 一边做事, 当不两遍。 家下虽是看待不周, 绝不知有慢尊客, 使尊隽有不安之礼。 只求凯然府临, 深感厚情。 客人方才点头道, 既成无障, 如此真切, 荣与小妾说过, 商量收拾其行。 富翁不胜之喜, 当日就写了情帖, 请次日湖中饮酒。 到明日, 阴阴勤勤接到船上, 北江胸中学问, 你夸我成, 谈得津津不倦, 只恨相见之晚。 宾主静欢而散, 又送这一桌精洁酒窑, 到隔壁园亭去请他小娘子。 来日客人打喜, 分外封上。 酒气家伙, 都是金银, 字不必说。 富翁一心已在炉火, 游信进篮, 约定同道松江。 在关前雇了两个大船, 尽数搬了行李下去, 一路相绑同行。 那小娘子在对船舱中, 隔连十路半面。 富翁偷眼看去, 果然生得风姿美艳, 体态轻盈。 只是, 盈盈溢水间, 默默不得雨, 又陪杭赠同舟凡夫人诗云。 同舟无悦游怀想, 旷雨天仙阁锦平, 但得欲经相会去, 愿随鸾赫如清明。 此时富翁在隔船望着美人, 正同此景, 所恨无人可通音问。 话修续凡, 两只船步一日至松江。 富翁已到家门守, 便请单客上岸。 登堂献茶已毙, 便道, 此事学生家中, 往来人杂不便。 离此一望之地, 便是学生装设。 就请尊隽同老丈道比安顿, 学生也道比外乡书房中速谢。 一则清静, 可以省繁杂, 二则紧密, 可以动如火, 尊义如何。 单客道, 炉火之事, 最既俗消, 又怕外人处犯。 况又小妾在身半, 一发疑远外人。 若得在贵庄住址, 行事最变了。 富翁便指点遗传道庄, 自家同单客携手不行。 来到庄门口, 门上一扁, 上写摄取原三字。 进得原来, 但见景物悠然, 甜甜可爱, 正是。 古墓干销, 兴皇佳境。 催堤虚长, 无非是月谢风亭, 动语幽深, 饶有纳曲防碎事。 叠叠甲山蜀刃, 可葬太史之书, 层层严动几重, 已有仙人之路。 若还奏曲能招奉, 在此观其避烂刻。 单客观完园中景致, 欣然道, 好个优雅去处。 正堪为修炼之所, 又好安顿小妾。 在下便可安心与无障做事了。 看来, 无障果是有福有缘的。 富翁就着人接那小娘子进来。 那小娘子艳装巧粉, 带着两个丫头, 一个幻春云, 一个幻明秋月, 摇摇摆摆走到园亭上来。 富翁欠身回避。 单客道, 而今是通家了, 就等小妾拜见不防。 就叫那娘子与富翁相见了。 富翁对面一看, 真个是沉于落雁之戎, 碧月修花之梦。 天下凡事有钱的人, 再没一个不贪财好色的。 富翁此时, 好像雪狮子像火, 不觉软贪了半边, 炼丹的事又是第二招了。 便对单客道, 园中内势静宽, 任凭尊嫂谏则。 人少时, 学生再换几个妇女来服侍。 单客就同那小娘子去看内房。 富翁急急到家中, 取了一对金钗, 一双金镯, 道园中奉与单客道, 些小薄物奉为尊嫂拜见之仪, 望武贤倾泻。 单客一眼孤去, 见是金的, 反推辞道, 过程后会, 只是黄金之物, 在下颇为易得, 老丈实为重费, 于心不安, 绝不赶领。 富翁见他推辞, 一发不过意, 道, 也知无丈不惜含此些微之物, 只是尊嫂面上略表秦义。 望武账见其诚心, 其次笑流。 单客道, 既然这等美情, 在下若在推脱, 反噬自外了。 只得全且收下, 容在下竭力炼成丹药, 奉暴后会。 笑嘻嘻走入内房, 叫个丫头, 交了进去, 又叫小娘子出来, 再三败谢。 富翁多见得一番, 就破费这些东西, 也是心安意肯的。 口里不说, 心中想到, 这个人有此丹法, 又有此美机, 人生至此, 可谓极乐。 且喜他肯与我修炼, 单程料已有日。 只是献放着这等美色在自家装上, 不知可有些原法否。 若一发勾搭的上手, 方才心满意足。 而今拼得献些殷勤, 做功夫不着, 磨他去, 不要兴计。 且一面打点烧链的事, 便对丹克道, 既成无杖不弃, 我们几时起手。 丹克道, 只要有银为母, 不论早晚, 可以起手。 富翁道, 先得多少母银。 丹克道, 多多一善, 母多丹多, 省得再废手脚。 富翁道, 这等, 打点将二千斤下炉变了。 今日且在设下料理, 明日学生就搬过来, 一同做事。 是晚, 聚拙在园亭上款待, 尽欢而散。 又送九窑内房中去, 阴阴勤勤, 自不必说。 此日, 富翁准准对了二千斤, 将过园子里来, 一应掳器家伙之类, 家里一向自有, 只要搬将来。 富翁是酒惯这事的, 破称在行, 千拱药物, 一应俱备, 来见丹克。 丹克道, 足见主翁留心, 但在下上有秘妙之觉, 与人不同, 练起来变见。 富翁道, 正是秘妙之觉, 要求相传。 丹克道, 在下此丹, 名为九转还丹。 每九日火候一环, 到九九八十一日开炉, 丹物已成。 那十节主翁大夫道了。 富翁道, 权杖提携责各。 丹克就叫跟来一个家童, 依法动手, 炽起炉火, 将银子渐渐放浆下去, 取出丹方, 与富翁看了。 将几件西齐药料放浆下去, 烧得五色烟起, 就同富翁封住了炉。 又患者跟来几个家人吩咐道, 我在此将有三个月日耽搁, 你们且回去, 回复老奶奶一声再来。 这些人只留一二个灌烧炉的在此, 其余都一化散去了。 从此家人日夜烧炼, 丹克频频到炉边看火色, 却不开炉, 闲时却与富翁清谈, 饮酒下棋。 宾主相得, 自不必说。 又时时送长送短, 到小娘子处讨好。 小娘子也有时回敬己见之趣的东西, 彼此质疑。 如是二十余日, 忽然一个人穿了一身麻衣, 浑身是汗, 闯进园中来。 众人看时, 却是前日打发去内中的人。 见了丹克, 叩头大哭道, 家里老奶奶去世, 快请回去治丧。 丹克大惊失色, 哭倒在地。 富翁也一世惊慌, 只得从棒劝解道, 令唐天年有限, 果商无益。 且自节哀。 家人催促道, 家中无主, 坐速起身。 丹克住了窟, 对富翁道, 本带与主翁完成美事, 少尽报效之心, 谁知遭此大便, 暴狠中天。 金氏济难留, 此事又未中, 旷氏间断不得的, 食出两难。 小妾虽是女留, 随是在下已久, 炉火之后, 尽以知些敌礼, 留他在此看守丹炉才好。 只是年幼无人管束, 需有些不变处。 富翁道, 学生与老丈通家至交, 有何妨碍? 只需留下尊嫂在此, 此炼丹之所, 又无闲杂人来往, 学生当换几个老臣妇女前来陪伴, 晚间或是街道捉惊处, 一同勤处。 学生自在园中安歇看守, 以待无障到来, 有何不变? 丹克又愁出了半赏, 说道, 金老母已死, 方寸乱矣。 乡古人有托妻妓子的, 继承高义, 只得敬从, 留他在此, 看看火候。 在下回去料理一番, 不日自来起炉。 如此方得两全其事。 富翁健说肯留妾看炉, 心中恨不得许下半边天来, 满面笑容, 应称道, 若得如此, 足见有事有终。 丹克又进去与小娘子说了来因, 并要留他在此看炉的话, 一一吩咐了, 就叫小娘子出来再见了主翁, 嘱托于他, 丁宁道, 只好守炉, 万万不可思起。 堂有所悟, 悔之无极。 富翁道, 万一尊驾来迟, 悟了八十一日之期, 如何是好? 丹克道, 酒还火候已足, 放在炉中, 多养的几日, 丹头玉生的多, 就迟些开也不妨的。 丹克又与小娘子说了些忠常蜜语而去。 这里富翁见丹克留下美妾, 料他不久必来, 但是自然有成, 不在心上, 却是趁他不在, 一且同住园中正好勾搭, 机会不可错过。 时时亡魂失破, 只思量下手。 方在游思望想, 可可的那小娘子叫个丫头春云来道, 俺家娘请主翁道单房看炉。 富翁听得, 急整衣襟, 忙去到房前来请道, 是才尊扫传命, 小子再次伺候尊不同忙。 那小娘子转英生土艳语道, 主翁先行, 见且随后, 只见鸟鸟挪挪走出房来, 道了万福。 富翁道, 娘子是客, 小子岂敢先行? 小娘子道, 见妾女流, 怎好健忘。 两下推训, 虽不好扯手扯脚地相让, 以自敌面交谈, 殷勤相接, 有好些光景。 毕竟富翁让他先走, 两个丫头随着。 富翁在后面看去, 真是步步金链, 不由人不动火。 来到单房边, 转身对两个丫头道, 单房寄生人, 你们只在外住着, 单请主翁进来。 主翁听得, 三脚两步跑上前去, 同进了单房, 把锁丰之炉前后看了一回。 富翁一眼, 驱定这小娘子, 恨不得寻口水来吞她下毒去, 那里还管炉火的青红皂白。 可惜, 有这个烧火的家童在房, 只好掉掉眼色, 连风话也不便, 说得一句。 直到门边, 富翁才老着脸皮道, 有劳娘子尊步。 尊夫不在, 娘子回房, 虚实寂寞。 那小娘子口不答应, 微微含笑, 此番却不推训, 镜子冉冉而去。 富翁郁家狂荡, 心里想到, 今日单房中若是无人, 尽可撩拨, 只可惜有这个家童在内。 明日需用祭遣开, 然后约纳人同去看炉, 此时便可用手脚了。 急吩咐从人, 明日早上备一桌酒饭, 请那烧炉的家童, 说道, 一向累她辛苦了, 主翁特地与她交手, 要灌得烂醉方柱。 吩咐已毕, 事业独卓无聊, 思量美人, 只在内侍, 又念着日间之事, 心中样样, 彷徨不已, 乃吟诗一首道。 明媛富贵花, 遗种在山家。 不到栏杆外, 春风正子涉。 走到堂中, 朗吟蜀变, 故意要内房听得。 只见内房走出丫头秋月, 手捧一盏香茶, 奉与富翁道, 俺家娘听得主翁吟诗, 恐怕口渴, 特逢清茶。 富翁笑竹颜开, 再三称谢。 秋月回身进去, 只听里边也引导, 明花谁是主, 漂泊人春风, 但得东君西, 芳心意自同。 富翁听罢, 知事有意, 却不敢造次闯进去。 又听得里边关门响, 只得自到书房睡了, 以待天明。 次日早上, 从仁依了昨日之眼, 把个烧火的家童请了去。 他日主守着炉灶边, 缘不耐烦, 见了酒杯, 那里肯放, 吃得烂醉, 就在外边睡着了。 富翁已知他不在丹房, 急走到内房前, 自去请看丹炉。 那小娘子听得, 即便移不出来, 亦如昨日在前仙走。 走到丹房门边, 丫头仍留在外, 只是富翁紧随入门。 道德炉边看时, 不见了烧火的家童。 小娘子假意诗经道, 如何没人在此, 却歇了火。 富翁道, 只为小子自家要动火, 故叫他暂歇了火。 小娘子只做不解道, 这火须是断不得的。 富翁道, 等小子与娘子砍离交构, 以真火须僵起来。 小娘子正色道, 炼丹学道之人, 如何心思邪念, 说此邪话。 富翁道, 尊夫在这里与小娘子同眠同起, 少不得也要炼丹。 难道一事不做, 只是干夫妻不成? 小娘子无言可达道, 一场正事, 如此歪缠。 富翁道, 小子与娘子素饰姻缘, 也是正事。 一把抱住, 双膝跪江下去。 小娘子扶起道, 卓夫家训颇严, 本不敢倾倒非礼。 继承主翁如此殷勤, 见切不敢自爱, 容婉间约着相会一话罢。 富翁道, 就此恳赐一欢, 方见娘子后寝。 如何等得到晚? 小娘子道, 这里有人来, 使不得。 富翁道, 小子专为留心, 要求小娘子, 以这人款注烧火的。 此外谁敢进来? 况且丹房碎密, 无人知觉。 小娘子道, 此间虚势丹炉, 怕有处犯, 毁之无极, 绝食不得。 富翁此时兴以勃发, 那里还顾什么丹炉不丹炉, 只是紧紧抱住道, 就是要了小子的性命, 也说不得了。 只求小娘子救一救, 不由他肯不肯, 抱到一张醉翁椅上, 扯脱裤, 就凑上去。 此时快乐, 何以登仙? 两下云于乙壁, 整了衣服, 富翁谢道, 感谢娘子不弃, 只是片时欢愉, 晚间怨赐通宵之乐, 扑得又跪下去。 小娘子急服起来道, 我允许晚间的, 你自猴急, 等不得。 那里有丹顶棒边, 就这般没正经起来。 富翁道, 错过一时, 只恐后悔无极, 还只是早得到手一刻, 也碎了我多时心愿。 小娘子道, 晚间还是我到你书房来, 你到我卧房来。 富翁道, 但凭娘子主见。 小娘子道, 我处须有两个丫头同睡, 你来不便, 我今夜请瞒着他们自处来罢, 待我明日叮嘱丫头过了, 然后接你进来。 事业, 果然人静后, 小娘子走出堂中。 富翁早已在门边伺候, 接至书房, 急尽亲诊之乐。 以后或在内, 或在外, 总是无拘无管。 富翁以为天下奇遇, 只愿得其夫一世不来, 丹炼不成也罢了。 筹谋了十数销, 忽然一日, 门上报说, 当刻到了。 富翁吃了一惊, 接近寒温碧, 急进内房来见小娘子, 说了好些说话, 付出来对富翁道, 小妾说丹炉不动。 而今九孩之期已过, 丹已成了, 正好开看。 今日匆匆, 明日献过了神起炉霸。 富翁事业, 虽不得再往欢愉, 却见丹客来了, 明日起炉, 丹成渴望, 还赖由此, 心下自解自乐。 到的明日, 请了些纸马服务, 寄献了臂, 丹客同富翁刚, 走进丹房, 就变色沉吟道, 如何丹房中气色嫩等的, 有些诧异, 便就亲手起开顶炉一看, 跌足大惊道, 败了, 败了, 真丹走失, 连银木多是糟粕了, 此必有座交感污秽之事, 触犯了的。 富翁精的面如土色, 不好开言, 又见到这真相, 一发慌了。 丹客傲怒, 咬得牙齿苛苛的响, 问烧火的家同道, 此房中别有何人进来。 家同道, 只有主翁与小娘子, 日日来看一次, 别无人赶进来。 丹客道, 这等如何得丹拜了? 快去叫小娘子来问, 家同急忙走去请来。 丹客历声道, 你再次看炉, 做了甚事? 丹剧拜了。 小娘子道, 日日与主翁来看炉, 是原风不动的, 不知何故? 丹客道, 谁说炉动了风? 你却冻了风了。 又问家同道, 主翁与娘子来时, 你也有时节不在此吗? 家同道, 只有一日, 是主翁连我辛苦, 请去吃饭, 多饮了几杯, 睡着在外边了。 指这一日, 是主翁与小娘子自家来的。 丹客冷笑道, 是了, 是了, 忙走去行囊里, 抽出一根皮便来, 对小娘子道, 分明是你这剑壁做出事来了。 一边打去, 兴习小娘子急溜, 侧身闪过, 哭道, 我原说做不得的。 主人翁害了奴也。 富翁睁着双眼, 无言可答, 恨没个地洞钻了进去。 丹客怒目直视主翁道, 你前日相托之时, 如何说的? 我去不久, 就干出这样魅心事来, 原来是苟之不直的。 如此无形之人, 如何妄想烧丹炼药? 是我眼里不识人, 我只是打死这件壁坝, 羞辱门庭, 要你怎的? 拿着鞭赶上前便打。 慌得小娘子三脚两步, 奔进内房, 又亏, 有个丫头拦住, 劝道, 官人耐性。 向前接住了皮鞭, 却把皮鞭摔断了。 富翁见他兴发, 没收场, 只得跪下去道, 是小子不才, 亦是干差了事。 而金晴怨气了前日之物, 只求宽恕罢。 丹客道, 你自作自受, 你干坏了事, 走失了丹, 是应得的, 没处院长。 我的爱妾, 可是与你解馋的。 受了你玷污, 却如何处? 我只是杀却了, 不怕你不偿命。 富翁道, 小子情愿赎罪罢, 急忙叫家人到家中拿了两个元宝, 跪着讨饶。 丹客只是杨卓眼不瞧道, 我吟甚意, 岂在乎此。 富翁只是磕头, 又加了二百两道, 如今以慈数, 再娶了一位如夫人也够了。 时事小子不才, 望起看平日之面, 宽恕遵扫罢。 丹客道, 我本不稀罕你银子, 只是你这样人, 不等你损些己才, 后来不改前非。 我偏要拿了你的, 将去挤人也好。 就把三百斤拿去装在乡里, 叫齐小娘子, 宇家撞丫头等, 即把衣装行李尽数搬出, 下在昨日原来的船里, 一径出门, 口里喃喃骂道, 受这样的耻辱, 可恨。 可恨。 玛丽不止, 开船去了。 富翁被他吓得魂不附体, 恐怕弄出事来。 虽是折了些银子, 得他啃去, 还自道侥幸。 至于炉中之银, 真个认作污秽触犯了, 丹顶走败, 但自毁道, 特性急了些。 便等丹成了, 多留他住几时, 再屠成此事, 岂不两遍。 再不然, 不要再单防理论这事, 或者不防, 也不见得。 多是自己莽撞了, 枉刺破了财物。 也罢, 只是遇着真法, 不得承担, 可惜。 可惜, 又自解自乐道, 只这一个绝色佳人, 受用了几时, 也是风流画饼, 赏心乐事, 不必追悔了。 却不知多是单客做成圈套, 当在西湖时, 原是打听的潘富翁来行, 先装成这般行径来炫祸他的。 即使同他到家, 故意要延缓, 却想眉慎要紧。 后边那个人来报赃之时, 忙忙归去, 以自先把这二千金提去了, 留着家眷, 使之不已。 后来勾搭上场, 也都是他做成的计较。 把这堆狗屎堆在鼻子上, 等你开不得口, 只好自认不适, 没工夫与他算账了。 那富翁是破财兴赵, 堕其忌忠, 先认他是巨父之人, 必有真担点化。 不知那金银器皿, 都是些同铅为制, 金银之年果成的。 酒后灯下, 谁把试金时来试? 亦是不变, 都误认了, 此皆神间诡计也。 富翁遭此一骗, 还不醒悟, 只说是自家不适, 当面错过, 越好那单数不已。 一日, 又有个单事到来, 与他谈着炉火, 甚是投机。 沿街在家, 告诉他道, 前日有一位客人, 真能点铁为今, 当面试过。 他已是替我烧炼了, 后来自家有些得罪了他, 不成而去, 真是可惜。 但是道, 无数启毒不能, 便叫把炉火来世, 果然与钱单客无二, 些少要末投在千拱里头, 净化为瘾。 富翁道, 好了, 好了, 钱翻不着, 这翻着了, 又凑千金与他烧炼, 但是呼朋引泪, 又去约了两三个帮手来做。 富翁见他银子来得容易, 放着胆, 一些也不防备, 岂之一个晚间, 又提了罐走了。 次日又捞了个空, 富翁此时连被拐去, 手中以炯, 且怒且休。 道, 我为这事, 费了多少心机, 弄了多少年月。 前日自家错过, 指望金翻试了, 谁知又遭此一闪。 我不问那里寻将去, 料来不过又往别家烧炼, 或者撞的这也不可置。 纵不然, 或者另遇着真正法术, 再得炼成真丹, 也不见得。 自此收拾了些行李, 东游西走。 忽然一日, 在苏州昌门人丛里, 披面撞着这一伙人。 正待开口发作, 这伙人不慌不忙, 满面生春, 却像他相遇固知的一般, 一把邀了那富翁, 邀到一个大洒寺中来, 一副洁净坐头上坐了。 叫酒保烫酒取阿饭来, 殷勤谢道, 前日有富厚德, 实切不安。 但我被道路如此, 足下物以为怪。 今有一法与足下计较, 刻意尝足下前物, 不必别生一说。 富翁道, 喝法。 丹氏道, 足下前日之吟, 无备得来, 随手费尽, 无可奉长。 金山东有一大幸, 也请无备烧炼, 已有成约, 只待吴师到来, 才交吟举世。 奈吴师远游, 急切未来。 足下若全认作吴师, 等他交吟出来, 便取来先还了足下前物, 直如反掌之意。 不然, 空寻我背也无干。 足下以为何如? 富翁道, 尊师是何人物? 单是道, 是个头驼。 金井足下略剪去了些头发, 我被以施礼侍奉, 竟到笔处辩了。 富翁急于得吟, 便依他剪发做一棋了。 笔被阴阴勤勤, 直侍奉到山东, 引进见了大幸, 说道是他师父来了。 大幸致敬, 迎接到堂中, 略谈炉火之事。 富翁是做惯了的, 一且胸中渊博, 高谈阔论, 尽忠积矣。 大幸身向敬福, 事业集对银二千两, 约在明日起火, 只管把酒相劝, 吃得鸣顶拂去, 另在一间内书房睡着。 道得天明, 商量安卢。 富翁见这伙人科派, 自家晓得些, 也在里头指点。 当日把银子下炉烧炼, 这伙人认作徒弟守炉。 大幸只管来寻师父去请教, 攀化饮酒, 不好确得。 这些人看个空, 又提了灌个个走了, 单单撇下师父。 大幸指道师父在家布房, 岂止早晨一伙都不见了, 就拿住师父, 要送在当官, 捉拿于党。 富翁只得哭诉道, 我是松江潘某, 原非此辈同党。 直音信好烧丹, 前日被这伙人拐了, 路上遇见, 他说道在此间烧炼, 得来可以赔偿。 又替我剪发, 叫我装作他师父来的。 指望取还钱银, 岂止连宅上多骗了, 又撇我在此。 说吧大扩。 大幸问起来立详细, 说得对科, 果是松江富家, 与大幸家有好些年意的, 只被骗士时, 不好难为得, 只得放手。 一路无了盘颤, 以这头头模样, 沿途企划回家。 到的临清码头上, 只见一只大船内, 连下一个美人, 接着帘, 露面看着街上。 富翁看见, 好些面善, 仔细一认, 却像前日当客带来 与他偷情的可疑人, 一般无二。 疑惑道, 那冤家缘何在这船上? 走到船边, 细细访问, 方知是河南举人某公子 包了名仓道经会事的。 富翁心想道, 难道当日这人的妾, 毕竟卖了。 又一道敢是面旁相向的, 也未可知。 不离船边, 走来走去只管看。 忽见船舱里叫个人出来问他道, 官舱里大娘问你, 可是松江人? 富翁道, 正是松江。 又问道, 可姓潘。 富翁吃了一惊道, 怎晓得我的姓? 只见舱里人说, 叫他到舱边来, 富翁走上前来。 连内道, 妾非别人, 即前日丹达所认为妾的便是, 实是河南计价。 前日受人之托, 不得不依他嘱咐的话, 替他捣鬼, 有负于君。 君何以流落至此? 富翁大痛, 把连次被拐, 今在山东回来之游, 诉说一遍。 连内人道, 妾与君不能无情, 当赠君盘废, 坐即回家。 此后遇见丹客, 万万无可听信。 妾亦是骗局中人, 深知欺诈。 君能听妾之言, 是及妾报君属消之爱也。 言必, 这人拿出三两一封银子来递与他。 富翁感谢不尽, 只得收了。 自此方晓得, 前日丹客美人之局, 报了娼妓做的。 今日却亏他盘废到德家来。 感念其言, 终身不信炉火这事。 却是头发分披, 修言难言, 亲友知其事者, 无不以为笑谈。 奉劝诗人好丹数者, 请以此为鉴。 丹数须先断情欲, 陈元其许相持足。 贪吟若是望丹城, 因沟洞里添鹅肉。 第三十四章, 于伯崖衰秦谢之音。 浪说曾分报书金, 谁人便得伯崖秦。 于今交道奸何鬼, 胡海空悬一片心。 古来论交情之后, 莫如管报。 管是管一吾, 报是报书雅。 他两个同为商骨, 得利均分。 使管一吾多取其力, 书牙不以为贪, 知其贫也。 后来管一吾备求, 书牙脱之, 见为其下。 这样朋友, 才是个真正相知。 这相知有几样名色, 奔德相结者, 为之之矣, 父心相照者, 为之之心, 生气相求者, 为之之音。 总来叫做相知。 今日听在下说一桩于伯牙的故事。 列位看官们, 要听者, 喜而听, 不要听者, 各随尊便。 正是, 知音说与知音听, 不是知音不语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 有一名公, 姓于明锐, 自伯牙, 楚国颖都人士, 即经湖广, 荆州府之地也。 那于伯牙身虽楚人, 观星却落于晋国, 是至上代夫之位, 因奉晋主之命, 来楚国修聘。 伯牙讨这个差事, 一来, 是个大财, 不辱君命, 二来, 就便省事相礼, 一举两得。 当时从陆路至颖都, 朝见了楚王, 至了晋主之命。 楚王设宴款待, 十分相敬, 那颖都乃是丧子之地, 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 会议会亲友。 然虽如此, 各是其主, 君命在身, 不敢持留。 公事已毙, 拜此楚王。 楚王赠以黄金彩段, 高车四马。 伯牙离楚一十二年, 思想故国江山之盛, 遇得自情关烂, 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 乃假奏楚王道, 臣不幸有拳马之急, 不胜车马持咒, 其假臣周急, 已变医药。 楚王准奏, 命水师波大传二支, 一政一负。 正传单坐晋国来使, 赴传安顿仆从行礼, 都是拦挠画家, 紧杖高翻, 甚是齐整。 群臣直送到江头而别, 只因揽胜叹齐, 不顾山摇水远。 伯牙是个风流才子, 那江山之盛, 正投其怀。 张一片风帆, 零千层碧浪, 看不尽摇山叠脆, 远水澄清。 不一日, 行至汉阳江口。 时当八月十五日, 中秋之夜, 偶然疯狂浪涌, 大雨如注, 舟急不能前进, 搏于山崖之下。 不多时, 风田浪静, 雨指云开, 显出一轮明月。 那雨后之月, 奇光备长。 伯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 命童子, 焚香炉内, 待我扶琴一操, 以浅情怀。 童子焚香罢, 捧琴囊置于暗间。 伯牙开囊取琴, 挑弦转枕, 弹出异曲。 取由胃中, 指下呱喇的一声响, 那琴弦绝了一根。 伯牙大惊, 叫童子去问船头, 这柱船所在, 是什么去处。 船头答道, 偶阴风雨, 停泊于山脚之下, 虽然有些草树, 并无人家。 伯牙惊讶, 想到, 是荒山了。 若是成国村庄, 或有聪明好学之人, 道听吴琴, 所以琴声呼变, 有弦断之意。 这荒山下, 那得有听琴之人。 哦, 我知道了。 想是有仇家拆来刺客, 不然或是贼道, 伺候更深, 灯舟解我财物。 较左右, 与我上衙搜捡一番。 不在柳阴深处, 定在芦苇丛中。 左右领命, 唤其众人, 正欲搭跳上牙。 胡亭岸上有人答应道, 周中大人, 不必见义。 小子并非奸道之流, 乃乔夫也。 因打柴归晚, 直昼雨狂风, 语句不能遮蔽, 前身暗判, 文君雅操, 少住听琴。 柏牙大笑道, 山中打柴之人, 也敢称听其二字。 此言未知真伪, 我也不计较了。 左右的, 叫他去罢。 那人不去, 在牙上高声说道, 大人出言谬矣, 岂不闻时事之意, 必有忠信。 门内有君子, 门外君子至, 大人若欺负山野中 没有听琴之人, 这夜境更深, 荒牙下也不该有 抚琴之客了。 柏牙见他出言不俗, 或者真是个听琴的, 意味可知。 指住左右不要罗造, 走进舱门, 回尘作喜地问道, 牙上那位君子, 既是听琴, 站立多时, 可知道我事才所谈何去。 那人道, 小子若不知, 却也不来听琴了。 方才大人所谈, 乃孔众泥探言回, 谱入琴声。 其词云, 可惜言回命早亡, 叫人思想并如霜。 只因漏相丹嫖乐, 到这一句, 就觉得琴贤 不曾辅出第四句来。 小子也还记得, 留得贤名万古阳, 薄牙文言, 大喜道, 先生果非俗事。 阁牙调远, 难以回答, 命左右, 掌跳, 看扶手, 请那位先生登周细讲。 左右掌跳, 此人上传, 果然是个侨夫。 头戴若利, 身披草衣, 手持肩丹, 腰叉板斧, 脚踏盲斜。 手下人哪只言谈好歹, 见是侨夫, 下眼相看, 多, 那侨夫。 下仓去, 见我老爷叩头, 问你什么言语, 小心答应。 官尊这里, 侨夫却是个有意思的, 道, 列位不须粗鲁, 待我解衣相见。 除了斗笠, 头上是青布包巾, 脱了缩衣, 身上是蓝布衫, 搭脖拴腰, 露出布鲲下节。 那时不慌不忙, 将缩衣, 斗笠, 监丹, 板斧, 聚安放舱门之外。 脱下盲鞋, 洗去泥水, 重复穿上, 步入舱来。 官舱内, 工作上灯烛辉煌。 侨夫长衣而不贵, 道, 大人, 失礼了。 于伯衙是晋国大臣, 眼界中那有两阶的不一。 下来还礼, 恐失了官体, 既请下船, 又不好赤他回去。 伯衙没奈何, 微微举手道, 闲有免礼罢。 叫童子看座。 童子取一张物座, 置于下戏。 伯衙全无刻理, 把嘴向侨夫一挪道, 你且坐了。 你我之称, 怠慢可致。 那侨夫一步谦让, 俨然坐下。 伯衙见他不告而坐, 未有称怪之意。 因此不问姓名, 亦不忽手下人看察。 莫作多时, 怪而问之, 是才牙上听琴的, 就是你吗? 乔夫答言, 不敢。 伯衙道, 我且问你, 既来听琴, 必知琴之出处。 此琴何人所造? 抚琴有甚好处。 正问之时, 传头来秉化, 风色顺了, 月明如晝, 可以开船。 伯衙吩咐且慢写。 乔夫道, 程大人下问。 小子若讲话续烦, 恐耽误顺风行舟。 伯衙笑道, 唯恐你不知秦理。 若讲的有理, 就不做官, 亦非大事, 何况行路之池诉乎。 乔夫道, 既如此, 小子方敢见谈。 此琴乃福西事所着, 见五星之经, 非坠梧桐, 凤凰来矣, 凤乃百鸟之王, 非竹石不识, 非梧桐不欺, 非礼权不饮。 福西事之梧桐乃树中之良才, 夺造化之精气, 堪为雅月, 令人乏之。 其树高三丈三尺, 按三十三天之术, 结为三段, 分天, 地, 人三彩。 取上一段扣枝, 其生太轻, 以其过轻而废枝, 取下一段扣枝, 其生太拙, 以其过重而废枝, 取中一段扣枝, 其生轻拙相继, 轻重相间。 送长流水中, 近七十二日, 按七十二后之术。 取起阴干, 选粮食即日, 用高手匠人刘子棋, 酌成乐器。 此乃姚池之乐, 顾名姚秦。 长三尺六寸一分, 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 前阔八寸, 按八节, 后阔四寸, 按四十, 后二寸, 按两仪。 有金铜头, 玉女妖, 新人贝, 龙池凤爪, 玉枕金辉。 那辉有十二, 按十二月, 又有一中辉, 按润月。 先是五条弦在上, 外岸五行金木水火土, 内岸五阴宫商脚直语。 遥, 顺时操五弦琴, 歌南风诗, 天下大志。 后阴周文王被秋于有礼, 调子薄一考, 天弦一根, 清幽哀怨, 为之文贤。 后武王伐咒, 前歌后武, 天弦一根, 激烈发扬, 为之五贤。 先是工商脚趾于五贤, 后家二贤, 称为文武七贤琴。 此琴有六计, 七不谈, 八绝。 何为六计? 一计大寒, 二计大暑, 三计大风, 四计大雨, 五计迅雷, 六计大雪。 何为七不谈? 文丧者不谈, 奏乐不谈, 世荣不淡, 不敬身不淡, 衣冠不整不淡, 不焚香不淡, 不欲之阴者不淡。 何为八绝? 总之清其优雅, 悲壮悠长。 此秦府道尽美尽善之处, 笑虎玩不好, 哀怨听而不提。 乃雅乐之好处也。 伯雅听见他对答如流, 有恐是济问之学, 又想到, 就是济问之学, 也亏他了, 我再使他一事。 此事已不似在先你我之称了。 又问道, 足下记之乐礼, 当时孔中尼古琴于世中, 言回字外入, 闻琴中有忧尘之声, 以有贪杀之意。 怪而问之, 众尼曰, 无是古琴, 见猫方不属, 欲其得之, 又恐其失之。 此贪杀之意, 遂录于思同, 使之圣门音乐之礼, 入于微妙。 假如下官府琴, 心中有所思念, 足下能闻而知之否。 乔夫道, 毛诗云, 他人有心, 愚蠢度知, 大人是府弄一过, 小子任心猜夺。 若猜不着时, 大人休得见罪, 伯牙将断弦重整, 沉思半上。 其意在于高山, 府琴一弄。 乔夫赞道, 美哉扬扬呼, 大人之意, 在高山也。 伯牙不达, 又宁神一会, 江琴在鼓, 其意在于流水。 乔夫又赞道, 美哉伤伤呼, 智在流水。 指两句道着了伯牙的心事。 伯牙大经, 推秦而起, 与此欺失兵主之礼, 连呼, 失敬失敬, 时中有美欲之藏, 若以衣帽取人, 岂不误了天下盛事。 先生高明雅姓, 乔夫欠身而打。 小字姓中, 明辉, 贱字紫妻。 伯牙拱手道, 是钟紫妻先生。 紫妻转问, 大人高姓, 劳任何所? 伯牙道, 下官于瑞, 始于晋朝, 因修品上国而来。 紫妻道, 原来是伯牙大人。 伯牙推紫妻坐于客位, 自己主席相陪, 命童子点茶, 茶罢, 又命童子取酒共酌。 伯牙道, 借此攀话, 休闲俭谢。 紫妻称, 不敢。 童子取过姚琴, 二人入席饮酒。 伯牙开言又问, 先生牲口是楚人了, 但不知尊居何处? 紫妻道, 离此不远, 地名马鞍山吉贤村, 便是荒居。 伯牙点头道, 好个吉贤村。 又问, 道义何为? 紫妻道, 也就是打柴为生。 伯牙微笑道, 紫妻先生, 下官也不该见言, 四先生这等报复, 何不求取功名, 立身于郎庙, 垂名于竹伯, 却乃机智林泉, 混迹桥木与草木同宿, 且为先生不取也。 此妻道, 实不相瞒, 涉间上有年迈二亲, 下无手足相辅。 采桥度日, 已尽父母之余年, 虽未为三公之尊, 不忍一我一日之养也。 伯牙道, 如此大笑, 一发难得。 二人被九愁做了一会, 紫妻宠辱无惊。 伯牙愈加爱众, 又问紫妻青春多少。 紫妻道, 虚度二时有期。 伯牙道, 下官年长一寻。 紫妻若不见弃, 皆为兄弟相称, 不负之音弃有。 紫妻笑道, 大人差矣。 大人乃上国民宫, 忠辉乃穷乡贱子, 怎敢养攀。 犹如辅教。 伯牙道,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挤人。 下官陆路封尘, 得与高贤节气, 使乃生平之万幸。 若以富贵贫贱为贤, 去余瑞为何等人乎。 遂命童子仲天炉火, 在热冥乡, 就传仓中与紫妻顶礼八拜。 伯牙年长为兄, 紫妻为弟, 今后兄弟相称, 生死不负。 败罢, 负命取南酒再酌。 紫妻让伯牙上座, 伯牙从其言, 换了怀柱, 紫妻下席。 兄弟相称, 彼此谈心续话。 正是, 何一刻来心不厌, 知音人听话偏长。 谈论正浓, 不觉月旦星息, 东方发白。 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捧锁, 整备开船。 紫妻起身告辞, 伯牙捧一杯酒递于紫妻, 把紫妻之手探道, 贤弟, 我与你相见和太迟, 相别和太早。 紫妻闻言, 不觉累诸地于悲中。 紫妻一饮而尽, 真酒回敬伯牙, 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 伯牙道, 于兄于情不尽, 亦遇屈焰贤地同行数日, 为之可否。 紫妻道, 小弟非不欲相从, 怎奈二亲年老, 父母在, 不远游。 伯牙道, 既是二位尊人在堂, 回去告过二亲, 到晋阳来看于兄一看, 这就是有必有方了。 紫妻道, 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 许了贤兄, 就当渐约。 万一禀命于二亲, 二亲不允, 使仁兄玄望于数千里之外, 小弟之罪更大意。 伯牙道, 贤弟真所谓制成君子, 也罢, 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 紫妻道, 仁兄名遂何时到此? 小弟好伺候尊驾。 伯牙区指道, 昨夜是中秋节, 今日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了。 贤弟, 我来仍在中秋中五六日奉访, 若过了中旬, 迟到季秋月分, 就是爽信, 不为君子。 教童子, 吩咐济世将中贤弟所居地名, 及相会的日期, 登写在日记簿上。 紫妻道, 既如此, 小弟来年中秋中五六日准在江边势力拱后, 不敢有误。 天色已明, 小弟告辞了。 伯牙道, 贤弟且咒, 命童子取黄金二户, 不用封贴, 双手捧定, 道, 贤弟, 歇须薄礼, 全为二位尊人甘旨之费。 斯文骨肉, 雾的贤轻, 紫妻不敢谦让, 及时收下。 再败告别, 寒累出仓, 取肩蛋挑了缩一斗笠, 插板斧于腰间, 掌跳大腹手上牙。 薄牙直送至船头, 个个撒泪而别, 不提子妻回家之事。 再说, 于伯牙典谷开船, 一路江山之盛, 无心观览, 心心意快, 相眠之音。 又行了几日, 舍舟登岸。 经过之地, 只是晋国上大夫, 不敢轻慢, 安排车马相送。 直至晋阳, 回复了晋主, 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 过了秋冬, 不觉春去下来。 薄牙心怀子妻, 无日望之, 想着中秋捷径, 奏过晋主, 给驾还乡。 晋主一远, 薄牙收拾行装, 仍打打宽转, 从水路而行。 下船之后, 吩咐水手, 但是弯博所在, 就来通报地名。 是有偶然, 刚刚八月十五夜, 水手禀赋, 此去马鞍山不远。 薄牙依稀还任的, 去年薄船相会子七之处。 吩咐水手, 将船弯博, 水底抛锚, 崖边定绝。 七夜晴明, 船舱内一线月光, 射进珠连。 薄牙命童子将连卷起, 步出舱门, 立于船头之上, 仰观斗饼, 水底天心, 万情茫然, 照如白昼。 思想去岁与知己相逢, 与止月明, 今夜重来, 又知良夜。 他约定江边相后, 如何全无踪影, 莫非爽信。 又等了一会, 想到, 我理会得了。 江边来往船之颇多, 我今日所驾的, 不是去年之船了, 吴帝急切如何认得。 去岁, 我原为辅秦, 惊动之音。 今夜仍将摇秦辅弄一曲, 吴帝闻之, 必来相见。 命童子去秦桌安放船头, 焚香涉座。 薄牙开囊, 调弦转转。 财犯音律, 商贤中有哀怨声音。 薄牙听琴不操, 呀。 商贤哀声妻妾, 吴帝遭忧在家。 去岁层言, 父母年高。 若非赴丧, 必是母王。 他为人至孝, 是有轻重, 宁失信于我, 不肯失礼于亲, 所以不来也。 来日天明, 我亲上衙探望。 教童子收拾琴桌, 下仓就解。 薄牙一夜不睡, 真个八明不明, 盼小不小。 看看月仪连影, 日出山头, 薄牙起来, 书洗整衣。 金则便服, 只命一童子携琴相随, 又取黄金十亿带去, 躺无地居丧, 可为负礼。 踹跳灯牙, 以威望马鞍山而行。 约莫十数里, 出一股口, 薄牙站住。 童子禀道, 老爷为何不行? 薄牙道, 山分南北, 鹿猎东西。 从山谷出来, 两头都是大路, 都去得, 知道那一路往极闲村去, 等个十路之人, 问明了他, 方才可行。 薄牙就食尚少气, 铜儿退立于后, 不多时, 左手关路上有一劳嗖, 燃锤玉线, 发碗银丝, 若关野福, 左手举藤杖, 右手斜竹篮, 徐步而来。 薄牙起身整衣, 向前施礼。 那老者不慌不忙, 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 双手举藤杖环礼, 道, 先生有何见叫? 薄牙道, 请问两头路, 那一条路往极闲村去的? 老者道, 那两头路, 就是两个极闲村。 左手是上极闲村, 右手是下极闲村。 通渠三十里观道, 先生从古出来, 正当其半。 东去十五里, 西去也是十五里。 不知先生要往那个极闲村去? 薄牙默默无言, 暗想道, 吴帝是个聪明人, 怎么说话这等糊涂? 相会之, 你知道此间有两个极闲村, 或上或下, 就该说个明白了。 薄牙却才沉吟, 那老者道, 先生这等影响, 一定那说路的不曾分上下, 总说了个极闲村, 焦先生没处抓寻了。 薄牙道, 便是。 老者道, 两个极闲村中, 有一二十家庄户, 大抵都是引顿避世之辈。 老夫在这山里, 多住了几年, 正是土居三十载, 无有不亲人, 这些庄户, 不是舍亲, 就是庇佑, 先生到极闲村避世访友, 只说先生所访之友, 姓甚名水, 老夫就置他住处了。 薄牙道, 学生要往中家庄去。 老者道, 先生到中家庄, 要访何人? 薄牙道, 要访紫妻。 老者闻紫妻二字, 一双昏花眼内, 扑素素掉下泪来, 不觉大声哭道, 紫妻中辉, 乃吾尔也。 去年八月十五彩桥归晚, 欲晋国上代附于薄牙先生, 讲论之间, 意气相投, 临行赠, 黄金二户, 吾尔买书攻读, 老桌无才, 不曾禁止。 但则彩桥负重, 穆则诵读新秦, 心力耗费, 染成窃疾, 数月之间, 已亡固了。 薄牙文言, 五内崩裂, 泪如涌泉, 大叫一声, 傍山崖跌倒, 昏厥余地。 中宫经济, 含泪晚福, 回顾小童道, 此位先生是谁? 小童滴滴覆尔道, 就是于薄牙老爷。 中宫道, 原来是无耳好友, 扶起薄牙苏醒, 薄牙坐于地下, 口吐弹弦, 双手垂胸, 痛哭不已。 道, 贤弟赫, 我昨夜薄舟, 还说你爽信, 岂知已为全下之鬼? 你有财无寿了, 中东势泪相劝, 薄牙哭霸起来, 重与中宫失礼, 不敢呼老丈, 称为老薄, 已见通家兄弟之意。 薄牙道, 老薄, 冰狼还是停就在家, 还是处以郊外了。 中宫道, 一言难尽, 王儿临终, 老夫与捉惊, 坐于卧榻之前。 王儿一语嘱咐道, 修短尤天, 而生前不能进人子世亲之道, 死后起葬于马鞍山江边。 与晋大夫于伯雅有约, 遇见前掩耳, 老夫不负王儿临终之言。 世财先生来的小鹿之幼, 一秋新土, 极武中辉之中。 今日是百日之计, 老夫提一墨纸前, 往坟前烧化, 何妻与先生相遇。 薄牙道, 既如此, 奉陪老薄, 就坟前一拜。 命小桐带太公提了竹篮。 中宫策障引路, 薄牙随后, 小桐跟定。 附近谷口, 果见一秋新土, 载于陆左。 薄牙整一下拜。 贤帝在世, 为人聪明, 死后为神灵应。 于兄此一拜, 成永别矣。 拜罢, 放生又哭。 京东山前山后, 山左山右, 黎民百姓, 不问行地住的, 远得近的, 哭声悲怯, 都来物色。 知识朝中大臣来寄中子妻, 回绕坟前, 争先观看。 薄牙却不曾摆得寄礼, 无以为情, 命童子把姚秦取出囊来, 放于计时台上, 盘膝坐于坟前, 挥泪两行, 抚琴一操。 那些看者, 闻勤运铿腔, 鼓掌大笑而散。 薄牙问, 老薄, 下官抚琴, 调令狼贤弟, 卑不能以, 众人为何而笑? 中公道, 无乡也之人, 不知音律。 闻勤生以为取乐之据, 故此长笑。 薄牙道, 原来如此, 老薄可知所奏何取? 中公道, 老夫幼年也颇习, 如今年迈, 五官半废, 模糊不懂久矣。 薄牙道, 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一曲短歌, 以调令狼者。 口诵于老伯听之, 中公道, 老夫愿闻, 薄牙送云。 一夕去年春, 江边曾会君, 今日重来访, 不见之因人。 但见一剖土, 惨然伤我心。 伤心伤心负伤心, 不忍泪诸芬。 来欢去何苦, 将信其仇云。 子妻子妻夕, 你我千金亿, 历尽天涯无足语。 此曲中西不复谈, 三尺摇琴未君死。 薄牙于一甲间, 取出截手刀, 割断琴弦, 双手举琴, 向济石台上用力以摔, 摔得预枕抛残, 惊灰凌乱。 中公大惊, 问道, 先生为何摔碎此琴? 薄牙道, 摔碎摇琴凤伟寒, 子妻不再对谁谈。 春风满面皆朋友, 预览之音难上难。 中公道, 原来如此, 可怜可怜。 薄牙道, 老伯高居, 端得在上级贤村, 还是下级贤村。 中公道, 荒居在上级贤村第八家旧市, 先生如今又问他怎的。 薄牙道, 下官伤感在心, 不敢随老伯登堂了。 随身带的有黄金十亿, 一半带令郎甘纸之缝, 那一半买吉姆祭田, 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 代下官回本朝时, 上表告归临下。 那时却到上级贤村, 迎接老伯与老伯母同到寒家, 已尽天年。 无及子妻, 子妻及无也。 老伯物以下官为外人相贤。 说罢, 命晓彤取出黄金, 亲手帝与中宫, 哭败于帝。 中宫赶气答败, 盘缓半赏而别。 这回书, 提作, 于伯牙衰秦谢之音。 后人有诗赞云。 势力交怀势力心, 思闻谁赴念之音。 伯牙不作中七世, 千古令人说破情。 第三十五章人军用字银遭攻刑, 诗曰, 黄金用尽交歌舞, 留与他人乐少年。 词语指伤身后事, 岂知献报在生前。 且说世间富贵人家, 没一个不须姬切。 自道是左拥燕姬, 右拥赵女, 交焰迎钱, 歌舞成对, 乃人生得意之事。 岂知男女大狱, 彼此一般。 依人经历要周旋几个女子, 便已不得相当。 旷富贵之人, 必是中年上下, 取得姬切, 必是花枝也似一般的厚生。 珍惜之事, 三分四路, 怎能够满得他们的义, 尽得他们的心。 所以满归中不是怨气, 便是丑生。 总有家法极严的铁壁铜墙, 提灵呵好, 防得一个水泄不通, 也只进得他们的身, 禁不得他们的心。 略有空隙, 就思量弄一场把戏, 那有情趣到你身上来。 只把做一个厌恶看成而已, 似此有何好处? 费了钱财, 用了心机, 单买的这些人的增险。 是看红福离了月宫之宅, 红霄逃了熏辰之家, 此等之事不易而足。 可见生前已如此了, 何况一朝身死, 树倒胡孙散, 残花嫩蕊, 仅多凌落于他人之手。 要那做得观盼盼的, 千中没有一人, 这又是深厚之事, 管不得许多不足楷探了。 正乃富贵之人, 只顾眼前以为极乐, 小子在旁看的, 正替你担着仇不代理。 宋朝有个惊师世人, 出游归来, 天色将晚, 经过一个人家后院, 强缺处, 苦不甚高, 看来像个跳得近的, 此时世人带着九幸, 一跃而过, 只见里面是一所大花园子, 毫不空阔。 四周一望, 花木丛茂, 路径交杂, 想来煞又好看。 一团高兴, 随着石器揭露, 转弯抹角, 渐走渐身, 敲不见一个人, 只管夺进去, 看之不足。 天色有些黑下来了, 四辆走回, 一时忘了来路。 正在追忆寻索, 呼得望见红沙灯笼, 远远而来, 想到, 必有贵家人到。 心下慌忙, 一发寻不出原路来了。 恐怕撞见不变, 四辆躲过, 看见到左有一小亭, 亭前太湖石畔, 有叠成的一个石洞, 洞口有一片小栈遮着, 想到, 躲在这里头去, 外面人不见, 全可遮掩过了, 岂不甚妙? 芒江这片小栈, 接江开来, 正要藏身进去, 猛见里一个人在洞里钻江出来, 那已经可也不小。 世人看那人时, 是一个美貌少年, 不知为何掀浮在这里头, 忽见世人揭开来, 直到抄他跟脚的, 也自老大吃惊, 急忙奔窜, 不知去向了。 世人道, 惭愧, 且让我躲一躲。 于是吞声忍气, 敦浮在内, 直到必无人见。 岂知事不可料, 冤家路窄, 那一盏红纱灯笼, 偏生生地向那亭子上来。 世人洞中是暗处, 去出去, 看那灯亮处叫明, 乃是十来个少年妇人。 一个个妖也举止, 风骚动人。 世人正看的洞火, 不况那一伙人, 一窝蜂地多抢到十洞口, 众手齐来接瞻。 看见世人面貌生疏, 聚个诗经道, 怎地不是那一个了? 面面思去, 没做理会。 一个年纪略老成些的妇人, 夺将沙灯在手, 提过来把世人仔细一照, 道, 就这个也好。 随将先手拽着世人的手, 一把碗将出来。 世人不敢声问, 料到没什么逮出, 软软随他捅走。 引道洞房驱逝, 只见九窑并列, 众美极仙, 六博争雄, 交杯换蓝, 以致搂肩交警, 雾脸皆纯, 无所不至。 几杯酒下肚, 一个个多性热如火,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把推识人在床上, 其散入帐中, 性喜的世人是后生, 还放得两只连珠剑, 却也不休无歇, 随你铁柱的, 也怎有那样本事。 思潮得不耐烦, 直到五谷, 方才一个个逐渐散去。 世人早已弄得骨软筋马, 肢体无力, 行走不动了。 那一个老成歇的妇人, 将一个大蛋香放世人在内, 叫了两三个丫鬟扛台了。 到了墙外, 把丹香轻了世人出来, 急把门闭上, 自进去了。 此时天色江明, 世人恐怕有人看见惹出是非来, 没奈何强打精神, 一步一步挨了回来, 不敢与人说之。 过了几日, 身体健忘, 才到旧所旁边打听缺墙内是何处。 听的人说是蔡太师家的花园, 世人伸了舌头出来, 一时缩不进去, 担了一把汗, 再不敢打从那里走过了。 看官, 你想当时这蔡经太师何等威势, 何等法令? 由此一般机械, 不知老头子在那里昏昧中, 眼睛背后任凭他们这等胡弄, 约下了一个精去了, 又换了一个自行淫乐, 如同无人, 太师那里居管的来。 也只为多续机械, 所以有这等丑事。 同事称高, 同、杨、蔡四大奸臣, 与蔡太师差不多全市的杨俭太尉, 也有这样一件事, 后来败露, 装出许多笑柄来, 看官不厌, 听小子世道奇想。 满前交力自淫荒, 雨露谁层的宝长? 自有阳台成乐地, 行云和必定相亡。 话说宋师杨俭太尉, 视权互宠, 弥索不为, 声色之凤, 机械之多, 一时自菜太师而下, 含有其比。 一日, 太尉要到郑州上中, 携带了家小同行, 是上前的几位夫人, 与各房, 随时的养娘势必, 多根的吸去。 鱼外有年纪过时了些的, 雨年又未安成凤的, 又身子娇妾怕力风霜的, 月信方行叫马不变的, 剩下不去。 合着养娘势弊门, 也还共有五六十人留在宅中。 太尉心性猜忌, 防壁紧言, 中门以外直至大门, 进阶锁闭, 天上珠笔封条, 不通出入。 唯有中门内前阔臂间挖一孔, 装上转轮盘, 在外边传将食物进去。 一个年老院奴姓礼的在外监守, 晚间都人寻耕, 名罗敲邦, 通膝不歇, 外边人不敢正眼去视他。 内宅中留下不去的, 有几位奢者出色, 乃太尉宠幸有名的姬妾, 一个叫的姚岳夫人, 一个叫的祝语夫人, 一个叫德宜孝姐, 一个叫的参花姨姨, 同这一帮侍女, 观在里面, 日常夜永, 无事地做, 无非是蘑谷牌, 豆白草, 洗秋千, 促气球, 消遣过日, 然意味有限, 那里当得什么兴趣? 旷日日将就扯拽过了, 晚间寂寞, 何以知无? 这个祝语夫人, 原是长安御公之妻, 资性聪明, 怡荣美艳, 私下也通歇门路, 经诗传有圣名, 杨太尉偶得瞥见, 用事夺来, 十分宠爱, 立为第七位夫人, 忽明铸玉, 静装标志, 如玉卓成一般的人, 也就暗带着本来之意。 她在女伴中灵力一长, 妖音无赛, 太尉在家之时, 上物资思量, 背地里溜江各把少年进来取乐, 今见太尉不在, 震日空闲, 轻轻锁闭着, 怎叫她不妄想起来? 太尉有一个管客, 姓人, 婊子军用, 原是个读书不救的少年子弟, 写的一笔号字, 也带坐的些书旗简扎之类, 模样俊秀, 年纪未上三十岁。 踪脚之时, 多曾与太尉后庭相乐过来, 极善, 挥鞋帮衬, 又加心性欲贴, 所以太尉喜欢她, 留在馆中做陪客。 太尉郑州去, 因是途中机切过多, 叫马上下之处恐有不便, 故留在家间外舍不去。 人生有个相好朋友, 叫做方物德, 是从幼同窗, 平时但是府中德侠, 便去找她闲话饮酒。 此时太尉不在家, 人生一发深信无事, 日理只去拉她各处行走, 晚间或同宿昌家, 或读回书馆, 不在话下。 且说祝玉夫人晚间记守不过, 有个最知心的士币, 叫做如侠, 换来床上坐一头睡着, 与她说些淫欲之事, 消遣闷怀。 如侠道, 真男子如此值钱, 可惜府中倒闲着一个在外舍, 夫人道, 不是任君用吗? 如侠道, 正是。 夫人道, 这是太尉相公最亲爱的客人, 且是好个人物, 我们在里头窥见他长自动火的。 如侠道, 这个人若设法得他进来, 岂不妙再? 夫人道, 果然此人闲着, 只是强缘高峻, 岂能飞入。 如侠道, 只好说耍, 自然进来不得。 夫人道, 待我心生一计, 定要娶他进来。 如侠道, 后花园墙下便是外舍书房, 我们明日早起, 到后花园巷巷地头, 夫人怎生设下好计弄进来, 大家受用一番。 夫人笑道, 我未曾到手, 你便思想分用了。 如侠道, 夫人不要独吃自磕, 我们也大家有心, 好做帮手。 夫人笑道, 是是, 一夜无话。 道得天明, 书席已毙, 夫人与如侠开了后花园门去摘花袋, 就便去向地头。 行至秋千架边, 只见线索高悬, 夫人看了, 笑了笑道, 此剑便有用他处了。 又见修树梯子, 已在太湖石畔, 夫人叫如侠道, 你看你看, 有此二物, 岂怕内外隔墙。 如侠道, 即将安出。 夫人道, 且到那堆外乡的墙边, 再看个明白, 方有道理。 如侠领着夫人, 到两株梧桐树边, 指着道, 此处正式外设书房, 任君用剑金独居在内了。 夫人仔细向了一向, 又想了一想, 道, 今晚端帝, 只是此处娶她进来一会, 不为难也。 如侠道, 却怎吗? 夫人道, 我与你敲的, 把梯子拿将来, 已在梧桐树旁, 你走上梯子, 再在枝干上踏上去两层, 即可以招呼的外乡听见了。 如侠道, 这边上去不难, 要外乡听见也不打紧, 如何地她上来? 夫人道, 我将几片木板, 用鞦韆锁附住两头, 隔一尺多付一块板, 收将起来只是一捆, 撒将直来便似梯子一般, 如与外边约得停荡了, 便从梯子走到梧桐之上去。 把锁头扎紧在压叉老干, 生了根, 然后将板锁多气向墙外挂下去, 发明是张软梯, 随你再多几个也刺地上得来, 何况一人祸。 如侠道, 妙哉, 妙哉, 事不宜迟, 且如法坐起来试试看。 笑嘻嘻, 且向房中取出十来块小木板, 地语夫人。 夫人叫姐将秋千锁来, 亲自扎父的牢了, 对如侠道, 你且将踢儿已好, 走上踢去往外边一望, 看可通的个消息出去。 唐玉不见人, 就把这法先坠你下去, 约他一约也好。 如侠一言, 将踢儿靠稳, 身子小巧立变, 一股路溜上之头, 往外边书舍一看, 也是何当有事, 恰恰认君用同方物得外边, 有耍过了夜, 方才转来, 正要进房。 墙里如侠笑直道, 误的不是人仙上。 任君用听的墙头上笑声, 抬头一看, 却见是个双环女子指着她说话, 认得是宅中如侠。 她本是少年的人, 如何禁价的定? 便问道, 姐姐说小声什么? 如侠是有心招风拦火的, 答道, 先生这早在外边回来, 莫非昨晚在那处行走吗? 任君用道, 小声毒睡难挨, 怪不得要在外边走走。 如侠道, 你看我墙内那个不是毒储的, 你合不到里面走走, 便打架不毒了。 任君用道, 我不生的双翅飞不进来。 如侠道, 你果要进来, 我有法不消飞得。 任君用向墙上唱一个肥惹道, 多谢姐姐, 诉叫妙方。 如侠道, 带禀过了夫人, 晚上伺候消息。 说罢了, 留下树来。 任君用听得明白, 不胜侥幸道, 不知是那一位夫人, 小声有此缘分, 却如何能进得去。 且到晚上看消息则各, 一面指望着日头下去。 正是, 无端三足屋, 团圆光脚拙, 安得后裔功, 设此一沦落。 不说任君用八天晚, 且说祝与夫人在下边看见如侠和墙外讲话, 一句句多听得的, 不待如侠回复, 各自心照, 笑嘻嘻地且回房中。 如侠道, 今晚管不寂寞了。 夫人道, 万一后生家胆怯, 不敢进来, 这样事也是有的。 如侠道, 她方才恨不得力地飞了进来, 听得说有个妙法, 她肥诺就唱不迭, 岂有胆怯之力, 只准备今宵取乐遍了。 助于夫人暗暗欢喜, 床上天扑一紧, 炉中满热茗香, 真松戏果珠较长, 美酒加明欲放。 酒坐井中远马, 金丝野外鸳鸯, 安排方尔调弹郎, 百计涂他欢唱。 此季西江苑, 是日将晚, 夫人焕如侠同道园中, 走到梯边, 如侠仍前, 从梯子溜在梧桐之去, 对着墙外大声咳嗽, 外面任君用看见天黑下来, 正在那里探头探脑, 伺候声响。 呼闻有人咳嗽, 仰面瞧处, 正是如侠在树枝高头站着, 忙道, 好姐姐望穿我眼眼, 快用妙法, 等我进来。 如侠道, 你在此等着, 就来接你。 急下踢来对夫人道, 那人等酒里。 夫人道, 快放他进来。 如侠汲取早间扎腹停荡的锁子, 拿在叶下, 往梯上便走, 到树枝上牢记两头。 如侠口中叫声道, 这……, 把木板绳锁向墙外撒, 那锁子早已挂了下去, 任君用外边凝望处, 见一见物事抛将出来, 却是一条软梯锁子, 洗得打跌。 将脚是踹, 且是结得老实, 撂到可登, 踹着木板, 双手吊锁, 一步一步吊上墙来。 如侠看见, 急跑下来道, 来了, 来了。 夫人觉得有些害羞, 走退一段路, 在太湖石畔坐着等候。 任君用跳过了墙, 急从梯子跳下来, 一见如侠, 向前双手抱住道, 姐姐恩人, 快活杀小生也。 如侠催了一声道, 毫不失修的, 不要缠脸, 且去前面见夫人。 任君用道, 是那一位夫人。 如侠道, 是第七位助育夫人。 任君用道, 可正是京师极有名标志的吗? 如侠道, 不是她还有那个。 任君用道, 小生怎敢就去见她? 如侠道, 是她想着你, 用箭矢教你进来的, 你怕怎的? 任君用道, 果然如此, 小生何以客当? 如侠道, 不要须谦逊, 造化着你罢了, 切莫忘了, 我引荐的。 任君用道, 小生以身向谢, 不敢有望。 一头说话, 已走到夫人面前。 如侠抛声道, 任先生已请道了。 任君用满脸堆下笑来, 深深拜一道, 小生下界凡夫, 敢望与仙子相见。 金蒙夫人垂盼, 不知是那势力积下的福。 夫人道, 妾处身归, 常因太尉宴会, 窥见先生风采, 可慕已久。 金太尉不在, 归中空头, 特邀先生一叙, 躺不弃贤, 妾之姓也。 任君用道, 夫人抬举, 敢不直边坠凳。 只怕他日太尉知道, 罪犯非同小可。 夫人道, 太尉昏昏的, 那里有许多背后眼。 况如此近来, 无人知觉。 先生不必疑虑, 且到房中去来。 夫人叫儒侠在前引路, 一只手挽着任君用同行。 任君用道此, 魂灵已飞在天外, 那里还顾什么厉害。 随着夫人轻手轻脚, 进到房中。 此时天已昏黑, 各房寂静。 儒侠悄摆出酒窑, 两人对着, 四目相视, 田与温存。 三杯酒下肚, 欲心如火, 微微抱抱, 共辱冤为, 两人之乐不可名状。 本为旅馆姑七客, 今向蓬莱顶上游。 天是乍逢滋味别, 分明之女会牵牛。 两人云雨静欢, 任君用道, 久闻夫人美名, 今日得同枕齐, 天高地厚之恩, 无时回报。 夫人道, 妾身泼目风情, 奈为太尉拘尽, 名遂召唤穆勒。 何曾有半点情趣? 今日若非赦法德先生进来, 岂不辜负好天良夜, 自此当永途偷聚, 虽极乐而死, 妾已甘心矣。 任君用道, 夫人欲制兵机, 但得挨皮靠肉, 福粉难消。 何况清晨雨露之恩, 十岁于非之愿。 总然是败, 值得一死了。 两人笑谈欢血, 不觉东方发白。 儒霞走到床前来, 催起身道, 快活了一夜也够了, 趁天色, 未明不出去了, 更待何时。 任君用荒芒劈而起, 夫人不仁舍去, 指手榴莲, 叮咛夜会而别, 吩咐儒霞送出后花园中, 用从来时的方法, 在锁上挂浆下去, 到晚夕仍旧进来。 真个是, 朝隐而出, 暮隐而入。 果然行不由静, 早已非公之事。 如此往来数晚, 连儒霞也弄上了手, 滚得热作一团, 助与夫人心欢喜, 未免与同伴中笑语之间, 有些精神恍惚, 说话没头没脑的, 露出马脚来。 同伴里面出事不绝, 后来看出一态, 颇生疑心, 到晚上有有心的多方茶厅, 已见了些声响。 大家多是吃得呸的, 巴不得寻这些破绽, 同在浑水里搅搅, 只是没有找着来踪去记。 一日, 众人偶然高兴, 说起找秋千, 一哄地走到架边, 不见了锁子, 大家寻将起来, 助与夫人与如侠两个多作不得生。 原来先前两番, 任君用出去了, 便把锁子解下藏过, 以防别人看见, 以后多次便有些拖大了, 晓得夜来要用, 不耐烦去解他。 任君用虽然出去了, 锁子还掉在树枝上, 挂向外边, 未及收拾, 却被众人寻见了, 道, 悟得不是秋千锁, 如何附在这里树上, 抛向外边去了。 一笑姐年纪最小, 身子轻便, 见有梯子在那里, 便溜在树枝上去, 掉了锁头, 收将进来。 众人看见一节一节附着木板, 共惊道, 奇怪, 奇怪, 可不有人在此出入的吗? 朱玉夫人通红了脸, 半想不敢开言。 姚岳夫人道, 眼见的是什么人在此通内了, 我们该传与李渊公查出, 等候太尉来嫁, 秉之为事。 口里一头说, 一头把眼来瞅着朱玉夫人。 朱玉夫人只低了头, 参花一移十分巧料了, 笑道。 朱玉夫人为何不说一句, 漠不心下有事? 不如是对姐妹们说了, 通通做个商量, 倒是美事。 如侠料是瞒不过了, 对朱玉夫人道, 此事若不通众, 终须大家吵坏, 便要独坐也做不成了, 大家和同些说明白了吧。 众人拍手, 如侠姐说得有理, 不要瞒着我们了。 朱玉夫人才把人生在此墙外做书房, 用记取她进来的事说了一遍。 姚岳夫人道, 好姐姐, 瞒了我们做这样好事。 一笑道, 而今不必说了, 既是通通知道, 我每合办取些快乐罢了。 姚岳夫人故意道, 做得自做, 不做得自不做, 怎如此说。 参花仪仪道, 就是不做, 姐妹情分, 只是帮衬些为妙。 一笑姐道, 仪仪说得是, 大家哄笑而散。 原来姚岳夫人内忠 与祝夫人两下最说得来, 晓得祝玉有此私事, 已自上心要分她的去了, 爱着众人在面前, 只得说假撇清的话。 笔记众人散了, 独自走到祝玉房中, 问道, 姐姐, 今夜来否? 祝玉道, 不瞒姐姐说, 连日惯了的, 为什么不来? 姚岳笑道, 不识仍是姐姐独乐吗? 祝玉道, 姐姐才说, 不做的自不做。 姚岳道, 财方是大概说话, 我便也要学做做的。 祝玉道, 姐姐国有此意, 小魅力当奉让。 今夜唤她进来, 送到姐姐房中变了。 姚岳道, 我与她又不私熟, 羞答答的, 怎好就叫她到我房中。 我只在姐姐处做个帮护便使得。 朱玉笑道, 这件事用不着人帮。 姚岳道, 没奈何, 我初次害羞, 只好顶着姐姐的明长异常滋味。 不要说破事我, 等赎分了再处。 朱玉道, 这等, 姐姐虚拳躲躲过带她到我床上脱衣之后, 吹熄了灯, 掉了包就是。 姚岳道, 好姐姐彼此帮尘些个。 朱玉道, 这个自然, 两个商量已定。 到的晚来, 仍叫儒侠到后花园, 把索儿放江出去, 叫了任君用进来。 朱玉夫人打发她先睡好了, 将灯吹灭, 暗中拽出姚岳夫人来, 推她到床上去。 姚岳夫人先前两个说话时, 椅子春心荡漾, 适才闪在灯后, 偷去任君用进来, 暗处看明处较轻, 见任君用俊俏风流态度, 折拾动了眼离火, 趁着朱玉夫人来拽她, 心里巴不得就到手。 况且黑暗之中不肖顾忌, 也没什么羞耻, 一股路钻进床去。 床上任君用指导式助育夫人, 不见择声, 未免有些疑惑, 滴滴叫道, 亲亲的夫人, 为什么今夜不开了口? 姚岳夫人不好答应。 任君用岳家盘问, 姚岳闭口息生气, 也不敢出, 急得任君用连叫奇怪, 按住身子不动。 朱玉在床檐边站着, 听这一会, 听见这些光景, 不觉失笑, 轻轻接仗, 将任君用狠打一下道, 天杀的便宜了。 你只管序道神吗? 今夜换了个 剩我十倍的姚岳夫人, 你还不知理。 任君用才晓得果然不是, 便道, 不知又是那一位夫人见连, 小声不曾扣剑, 折感放肆了。 姚岳夫人方出声道, 闻周周甚吗? 晓得便罢。 正是, 以翠微红情醉起, 乌山暗暗雨云迷, 风流疑似偷相迭, 踩过东来又向西。 不说三人一床高兴, 且说一笑解, 参花一一日里见说其事, 明知夜间人君用必然进内, 要去约姚岳夫人同守着她, 大家取乐。 且自个去吃了夜饭, 然后走到姚岳夫人房中, 早已不见夫人, 心下一猜, 急到住与夫人处探厅。 房外遇见儒霞, 问道, 姚岳夫人在你处否? 儒霞笑道, 老早在我这里, 今在我夫人床上睡里。 两人道, 同睡了, 那人来时却有些不便。 儒霞道, 有甚不便, 且是变得推煞, 三人坐一头了。 两人道, 那人已进来了吗? 儒霞道, 进来进来, 此时进进出出的不耐烦。 姨笑解道, 日里她见我说了, 合办取乐, 老大撇清, 金凡是她先来下手。 参花一一道, 偏是说, 瞧话的最要紧。 姨笑解道, 我两个吵进去, 也不好推拒我们。 参花一一道, 不要不要。 而今她两个弄一个, 必定消法, 那里还有什么本事轮得到我们? 傅卓一笑解的耳朵说道, 不如耐过了今夜, 明日我每先下些功夫, 弄到了房里, 不怕她不让我美受用。 姨笑解道, 说得有理。 两下各自归房去了, 一夜无死。 次日早放了人军用出去。 儒侠道夫人床前说, 昨晚一笑, 参花两人来寻姚月夫人的话。 姚月听的, 忙问道, 他们晓得我在这里吗? 儒侠道, 怎不晓得? 姚月经道, 怎么好? 须被他们耻笑。 注意道, 何妨? 所幸连这两个丫头也弄在里头了, 省得彼此顾忌, 那时小任也不必早去夜来, 只消留在这里, 大家轮流, 一发无邪阻碍, 有何不可? 姚月道, 事到极事, 只是今日难见他们。 注意道, 姐姐, 今日只如常, 不必提起什么, 等他们不问便罢, 若问时, 我便成绩都他在里面做事便了。 姚月放下心肠, 阴氏夜来困倦, 直睡到晌午起来, 心里暗暗的一乐时, 只提防一笑, 参花两人要来饶舌, 见了呆心没意思。 岂之二人已自有了主意, 并不说破一字, 两个夫人各像没些事故一般, 宜然相安, 也不提起。 到了晚来, 一笑节与参花仪商量, 竟往后花园中迎候那人。 两人走到那里, 躲在僻处, 瞧那树边, 只见人军用椅在墙头上过来, 从梯子下地, 整一整金泽, 抖一抖衣裳, 正举步要望里面走去。 一笑节抢出来喝道, 是和贤汉, 月强进来做什么? 参花仪也走出来, 一把扭住道, 有贼, 有贼。 任军用吃了一惊, 慌得颤抖抖道, 是, 是, 是里头两位夫人约我进来的, 姐姐修高生。 一笑节抖道, 你可是任先生吗? 任军用道, 小生正是任军用, 并无假冒。 参花仪道, 你偷奸了两位夫人, 罪名不小, 你要观修, 私修, 任军用道, 是夫人们教我进来的, 非干小生大胆, 却是观修不得, 情愿私修。 一笑节道, 观修时拿你交付礼院工, 等太尉回来, 秉之处分, 叫你了不得。 既情愿私修, 今晚不许你到两位夫人处去, 只随我两个, 悄悄到里边, 凭我们处置。 任军用笑道, 这里头料没有苦楚够当, 只随两位姐姐去罢了。 当下三人捏手捏脚, 一直领到一笑姐自己房中, 连参花仪也留坐一床, 翻云覆雨, 捣缝巅乱, 字不必说。 这边注意, 姚月两位夫人, 等到黄昏时候, 不见人生到来, 叫如侠拿灯去后花园中, 隔墙知会一声, 道的那里, 江灯照着树边, 只见秋千锁子挂向墙里边来了。 原来任军用, 但是进来了, 便把锁子取向墙内, 恐防挂在外面有人瞧见, 又可以随着伪他踪迹, 故收了进来, 以此为常。 如侠看见, 晓得人生已自进来了。 忙来回复道, 任先生进来过了, 不到夫人处, 却在那里。 朱玉夫人想了一想, 笑道, 这等, 有人捡着柳去也。 姚月夫人道, 料想只在这两个丫头处, 急着如侠去看。 如侠先到餐花房中, 见房门紧闭, 内中寄燃。 随到一校房前, 听得房内笑声哈哈, 床上哑哑震动不住, 明知是人生在床上做事。 如侠毫不口禅, 急跑来对两个夫人道, 果然在那里正弄得心理。 我们快去吵她。 姚月夫人道, 不可不可。 昨夜他们也不捉破我们, 今若去吵, 便是我们不是需要伤了和气。 注意到, 我正要弄她两个在里头, 不况她先自留心已坐下了, 正和我的计谋。 今夜且不可吵她, 我与她一个见识, 绝了明日的出路, 取笑她慌张一回, 不怕不打坐一团。 姚月道, 确实如何。 注意到, 只消叫如侠去把那秋千锁姐 将下来藏过了, 且着她明日出去不得, 看他们怎地瞒得我们。 如侠道, 有礼, 有礼。 是我们坐下这些机关, 弄得人进来, 怎么不通知我们一生, 竟自腰截去了? 不通, 不通。 手提了灯, 一杏子跑到后花园, 溜上树去, 把锁子解了下来, 坐一捆抱到房中来, 道, 解来了, 解来了。 朱玉夫人道, 藏下了, 到明日再处, 我们睡修。 两个夫人各自归房中, 寂寂默默睡了。 正是, 一样玉湖传露出, 南宫夜短北宫长。 那边一笑, 餐花两人搂了任君用, 不知怎声狂荡了一夜。 约了晚间再会, 清早打发, 他起身出去。 任君用前走, 一笑, 餐花两人捧着头尾, 在后边悄悄送他, 同到后花园中, 人声照常灯踢上树, 早不见了锁子软踢, 出墙外去不得, 依旧走了下来。 道, 不知那个解去了锁子, 必是两位夫人见我不道, 知了些风, 有些见怪, 故意难我。 而今怎生别寻根锁子弄出去罢? 一笑解道, 那里有这样粗锁掉的人起, 坠得下去的。 任君用道, 不如等我索性去见见两位夫人, 告个罪, 大家商量。 餐花一一道, 只是我们不好意思谢。 三人正愁出间, 呼见两位夫人同了如侠赶到园中来, 拍手笑道, 你们瞒我们干的好事, 怎不交飞了出去? 一笑解道, 先有人干过了, 我们学样的。 餐花道, 且不要斗口, 原说道大家帮衬, 只为两位夫人撇了我们, 自家做事。 故此, 我们也打一场偏手。 而今不必说了, 且将锁子出来, 放了他出去。 朱玉夫人大笑道, 请问还要放出去做甚? 既是你知我见, 大家有分了, 便终日在此还爱着那个? 落得我们成群合伙喧哄过日。 一齐笑道, 六, 六, 夫人之言有理, 朱玉便晚了人生, 同从美步回内庭中来。 从此, 人生昼夜不出, 召唤穆勒, 不是与夫人们并肩跌骨, 便与姨姐们做对成双, 淫欲无休。 身体劳皮, 思量要歇息一会会, 怎游得你自在? 没奈何, 求放出去两日, 又没个人肯。 个人只将出私钱, 买下肥肝物件, 进去调养他。 绿孔里愿奴有言, 可凑重赏买他口径。 真是无拘无忌, 受用过火了。 所谓志不可满, 乐不可及。 福过灾生, 终有拜日。 人生在里头快活了一月有余。 忽然一日, 外边传报进来说, 太尉回来了。 众人多在睡梦昏迷之中, 还未十分准信。 不知太尉立时就到, 府门院门豁然大开。 众人慌了手脚, 连忙着两个宋任生出后花园, 叫他月墙出去, 人身上的墙头, 底下人忙把梯子夺过。 口里叫道, 快下去, 快下去。 不顾死活, 眉头地奔了转来。 那时多着了忙, 那曾仔细。 竟不想不曾记得秋千锁子, 却是下去不得, 这边没了梯子, 又下来不得。 想到, 有人撞见, 煞是厉害。 玉带奋身跳出, 睁耐桃须的身子, 手脚酸软, 胆气虚切, 正着便速速地抖, 只得骑着墙颜挤上坐着, 好似低阳处翻, 进退两难。 自古道冤家落窄。 谁想太尉回来, 不问别事, 且先要到院中各处墙园上, 看有无可疑踪迹, 一静走到后花园来。 太尉抬起头来, 早已看见墙头上有人。 此时人生在高处望下, 认得是太尉自来, 荒得无计可施, 只得把身子浮在脊上。 这叫得兔子眼面, 只不就认得是他, 却藏不得身子。 太尉是尖角不渝的人, 明晓得那院墙园有什么事, 却到得这上头, 毕竟连着闺门内的话, 恐怕传播开去反为不雅, 假意扬声道, 这墙园高峻, 岂是人走得上去的? 那上面有个人, 必是肾邪崇平附着他了, 可寻梯子扶下来, 问他端的。 左右从人应声, 去多张梯子, 将人声一步步扶夜下地。 人声明明听得太尉方才的说话, 心声一记, 将错就错, 只做猛猛不省人事的一般, 任凭众人扯扯拽, 拖至太尉跟前。 太尉任一任面旁, 道, 误的不是任君用吗? 缘和这等模样? 必是这鬼了。 人声紧闭双目, 只不开眼。 太尉叫去神乐观里, 请个法师来救解。 太尉的威令谁敢击持? 不一刻, 法师已到。 太尉叫他把任声看一看, 法师捏鬼道, 是个这些的。 手里仗了剑, 口师哼了几句咒语, 喷了一口净水, 道, 好了, 好了。 人声果然睁开眼来道, 我如何却在这里? 太尉道, 你方才怎的来? 人声周出一段谎来道, 夜来独座书房, 恍惚之中, 有五个锦衣帽的将军来说, 要随他天宫里去抄写什么, 小声一塌怪养, 抵死不肯。 他叫众人扯拙, 腾空而起。 小声慌忙吊住树枝, 口里喊道, 我是杨太尉也管兵, 你们不得无礼。 那些小鬼剑说出杨太尉三字, 便放了手, 推跌下来, 意识昏迷不醒, 不知却在太尉面前。 太尉几时回来的, 这里是纳里, 旁边人道, 你方才被鬼迷在墙头上扶着, 是太尉叫救下来的, 这里是后花园。 太尉道, 世间所言, 还是何神怪? 法师道, 依他说来, 是武通神道, 见此独居无伴, 作拐求食的。 亲与小福一纸贴在房中, 在江西三生九果安逸安神, 自然平安无事。 太尉吩咐当职的一言而行, 送了法师回去, 人生浮在馆中江西。 人生心里道, 惭愧, 天字好一场是非, 早被瞒过了也。 人生因是几时灼丧过度了, 精神原是虚好的, 做这被鬼迷了要江西的名头, 在馆中调养了十来日。 忠是少年义父, 见觉妄想, 近来见太尉, 称道谢, 不是太尉请法师救治, 此时不知怎生被鬼所谜, 丧了残生也不见得。 太尉也自欣然道, 且喜得平安无事, 老夫与君用酒阔, 今有执君用并起, 安排极品, 畅饮一番则各。 随命取酒共浊, 猜眉行令, 极其欢恰。 人生随机应变, 趋意奉承, 酒间, 人生故意说起遇鬼之事, 要探太尉心上如何。 但提起, 太尉便道, 使君用独居玉媚, 原是老夫不适, 着实安慰。 人生心下思习道, 所作之事, 点滴不漏了, 只是众美人, 几时能够再会, 此生只好做梦罢了。 书房敬夜, 尝试相思不歇, 却见太尉不宜, 放下了老大的鬼胎, 不但干系, 自到侥幸了。 岂知太尉有心, 从墙头上见了人生, 已瞧料了酒分在肚里, 急到住御夫人房中, 不想那条坐软梯的锁子, 自那夜取笑, 将来堆在壁间, 终日喧哄, 以此忘了, 亦是不曾藏得过, 被太尉看在眼里, 撂想此物, 正是接引人进来的东西了。 即将儒侠拷问, 儒侠吃苦不过, 一一招出。 太尉又各处查访, 从头彻尾的事, 无疑不明白了, 却只毫不发觉出来, 待那人生一如平时, 宁可加厚些。 正是腹中怀见, 笑里藏刀, 撩他虎口, 怎得开交。 一日, 太尉招任生吃酒, 指引至内书房中。 欢饮多时, 换两个歌姬出来唱曲, 轮番劝酒。 任生见了歌姬, 不觉想起内里相交过的这几位来, 心是愉快, 只是吃酒, 被灌得鸣顶大醉。 太尉起身走了进去, 歌姬也随时进来了, 只留下人生, 正在椅子上打盹。 忽然, 四五个壮士走到面前, 不由分说, 将人生捆腹起来。 人生此时最终, 不知好歹, 口里胡言乱语, 没个青头。 早被众人抬放一张卧榻上, 一个壮士, 把出风也撕一把快刀来, 人生此时, 正是命如五股弦山月, 身似三更油尽灯。 看官, 你道若是要结果人生性命, 也是太为家灌做的事, 况且, 人生造下罪业不小, 除之义不为过, 何必将酒佑他在内室里, 然后动手。 原来不是杀他, 那处法师是稀罕, 只见拿刀的壮士, 吞下人生妖裤, 将左手扯他的洋雾出来, 又手搜的一刀割下, 随即踢出双肾, 人生昏梦之中叫声, 啊呀, 痛极晕厥, 那壮士即将神效止痛生机的药夫在商处, 放了人生捆腹, 紧闭房门而出。 这几个壮士是谁? 乃是平日内里所用阎工, 专与内乡净身的。 太狱怪任生淫污了他的机械, 又平日喜欢他之趣, 这人不要镜子除他, 故此吩咐这些阎工把来阎割了。 阎是阎割得见不得风, 故引入内里密室之中, 古人所云下残世, 正是此意。 太为又分哄如法调治他, 不得伤命, 饮食池内勿咬加矣。 人生疼得食死酒生, 还亏条理有方, 得以不死, 明知太为动小前世, 下此毒手, 忍气吞声, 没处申诉, 有洗流的性命, 过了十来日, 勉强挣扎起来, 讨些汤来洗面。 但剑下刻上微微几经咨须, 浸托在盆内, 汲取静来兆时, 俨然成了一个太监之下。 看那小赌下截起一个大巴, 这一条行音之巨已丢向东洋大海里去了。 任生摸了一摸, 泪如雨下, 有诗为证, 昔日花丛多快乐, 今朝独作闷无聊。 使之裙带乔衣时, 也要生来有浮潇。 任君用字被阉割之后, 杨太为见了遍带笑容, 岳家待他殷勤, 索性时时引他到内室中, 与妻妾砸作燕吟耍笑。 盖为他身无此物, 不必顾忌, 正好把来做玩笑之巨了。 起初, 姚岳、朱玉等人凡与他有一手者, 时时说起旧情, 还十分连念他, 却而今没舌的弄, 忠看不忠吃, 药来无干。 人生对这些救人道, 自太尉归来, 我只道今生与你们永无相会之日了。 岂知今日时时可以相会, 却做了个无用之物, 空艳唾金, 可怜, 可怜。 自此人生时日有九日在太尉内院, 系得出外, 又尖刻净生辞, 太见嘴脸, 怕见熟人, 一发不敢到街上闲走, 平时急往来得密的方悟德也有半年不见他面。 方悟德曾到太尉府中探问, 乃太尉吩咐过的, 尽说到他死了。 一日, 太尉带了机械出游巷国寺, 人生随在里头, 偶然独自走至大杯阁上, 恰恰与方悟德撞见。 方悟德看去, 模样虽像人生, 却以脸皮改变, 又闻得有以死之说, 心里愁愁不敢, 上前相认, 走了开去。 人生却认得是方悟德不差, 连忙招呼, 悟德, 悟德, 你为何不认我故人了? 方悟德方晓得真是人生, 走来相依。 人生一见固有, 手握着手, 不觉乌液流涕。 方悟德问他许久不见, 极有甚伤心之事。 人生道, 小弟不才遭变, 一言难尽, 遂把前后始末之事 细数一遍, 道, 一时狂兴, 岂知受惑如此? 痛哭不止。 方悟德道, 你受用太过, 故折罚至此。 已成往事, 不必追悔。 今后只一出来相寻同辈, 消遣过日。 人生道, 何言赋予有朋相见? 贪恋余生, 苟言旦息罢了。 方悟德大家揭探而别。 后来打听人生欲不快, 不久竟死于太尉府中。 这是行淫的结果, 方悟德每见少年好色之人, 即举任军用之事以为界。 看官听说, 那血气未定后生们, 故当谨慎, 就是太尉虽然下这等毒手, 毕竟心爱姬妾被他弄过了, 亦是富贵人多续妇女之见。 看笑泪垂一肉聚, 习者夺来怒消去。 寄予少年余色人, 大身勿受小身泪, 又一时笑扬太玉云。 消去银根银已过, 上流残至共婆娑。 譬如宫女寻眼隐, 一样多情奈若和。 第三十六章, 腾大银鬼断家私。 玉树亭前诸谢, 紫荆花下三田, 熏池和好弟兄贤, 父母心中欢便。 多少争才净产, 同根苦字相间。 相持欲棒往垂涎, 落得愚人曲变。 这首词, 名为西江月, 是劝人家弟兄和睦的。 且说如今三教经典, 都是教人为善的。 儒教有十三经, 六经, 五经, 世教有诸品, 大藏金经, 道教有南华冲须经, 及诸品藏经, 营香满岸, 千言万语, 看来都是坠有。 依我说, 要做好人, 只削个两字经, 是孝提两个字。 那两字经中, 又只削礼会一个字, 是个孝字。 假如孝顺父母的, 见父母所爱者亦爱之, 父母所敬者亦敬之, 何况兄弟行中, 同气连之, 想到父母身上去, 那有不合不目之理。 就是加斯田产, 总是父母正来的, 分什么而我? 叫什么肥吉? 假如你生于穷悍之家, 分文媒的承受, 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 挣扎过活。 见成有田有地, 物字争多贤寡, 动不动推说爹娘偏爱, 分寿不均。 那爹娘在九泉之下, 她心上必然不乐, 此岂是孝子所为? 所以, 古人说得好, 倒是难得者兄弟, 义得者田地。 怎么是难得者兄弟? 且说人生在世, 至亲的莫如爹娘, 爹娘养下我来时节, 极早已是壮年了, 况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 也只好办事相处。 再说, 挚爱的莫如夫妇, 白头相守, 极是长久的了。 然为坐今以前, 你张我礼, 各门各户, 也空着又年一段。 只有兄弟们, 生于一家, 从又相随到老, 有势共伤, 有难共救, 真相手足一般, 何等情义。 譬如良田没产, 今日气了, 明日又可正得来的, 若失了个弟兄, 分明割了一手, 舌了一族, 乃终身缺陷。 说到此地, 岂不是难得者兄弟, 异得者田地? 若是为田地上坏了手足亲情, 倒不如穷悍赤光光眉的承受, 反为干净, 省了许多是非口舌。 如今, 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 乃是藤大银鬼断家私。 这节故事, 是劝人重以轻财, 休忘了笑题两字经。 看官们, 或是有弟兄没弟兄, 都不关在下之事, 个人自去摸着心头, 学好做人变了。 正是, 善人听说心中刺, 恶人听说耳边风。 话说国朝永乐年间, 北直顺天府湘河县, 有个泥太守, 双鸣首签, 自已知, 家累千金, 肥田美宅。 夫人陈氏, 单生一子, 名曰善绩, 长大婚娶之后, 臣夫人身故。 倪太守罢官官居, 虽然年老, 只落得精神健忘。 凡收租放债之事, 渐渐关心, 不肯安闲享用。 七年七十九岁, 倪善绩对老子说道, 人生七十古来稀, 父亲今年七十九, 明年八十起头了, 何不把家事交谢羽孩掌管, 吃些建成茶饭, 岂不为美。 老子摇着头, 说出几句道, 在一日, 管一日, 替你心, 替你力, 挣些力钱穿供吃, 直带两脚臂力值, 那时不关我是德。 每年十月间, 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 整月地住下。 庄护人家, 肥鸡美酒, 尽他受用。 那一年, 又去住了几日。 偶然一日, 午后无事, 绕庄闲步, 观看野景。 忽然见一个女子, 同着一个白发婆婆, 向西边时尚倒衣。 那女子虽然村庄打扮, 颇有几分姿色。 发瞳漆黑, 眼若波明。 鲜鲜时指似栽葱, 区区双眉如抹带。 随长不薄, 翘身驱赛住凌罗, 点睛也花, 每封仪不须拆点。 吴短身, 才编有趣, 二八年纪正当时。 倪太守老兴薄发, 叹得呆了。 那女子倒衣已毙, 随着老婆婆而走。 那老儿留心观看, 只见她走过树家, 进一个小小白里把门内去了。 倪太守连忙转身, 换管庄的来, 对她说如此如此, 教她访那女子跟脚, 曾否许人, 若是没有人家时, 我要娶她为妾, 为致她恳否。 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 领命便走。 原来那女子姓梅, 父亲也是个辅学秀才。 因幼年父母双亡, 在外婆身边居住。 年17岁, 尚未许人。 管庄的访得识了, 就与那老婆婆说, 我家老爷见你女孙儿生的起整, 抑郁片为偏方。 虽说是坐小, 老奶奶去世已久, 上面并无人居管。 贾德诚时, 丰衣足时, 字不虚说, 连你老人家年长衣服, 茶, 米, 都是我家照顾, 临终还得个好断送, 只怕你老人家没福。 老婆婆听得花锦丝一片说话, 及时依允, 也是因缘前定, 一说便成。 管庄的回复了你太守, 太守大喜。 讲定彩礼, 讨皇帝看个吉日, 又恐儿子阻挡, 就在装上行聘, 装上做亲。 成亲之后, 一老一少, 端地好看。 真个是, 恩爱莫忘今夜好, 风流不减少年时。 过了三朝, 换个轿子, 台纳没事回宅, 与儿子媳妇相见。 何宅男父都来磕头, 称为小奶奶。 尼太守把歇不薄, 赏与众人, 各个欢喜。 只有那尼善计, 心中不美。 面前虽不言语, 背后夫妻两口议论道, 这老人推眉正经, 一把年纪, 风登之竹, 做事也需料个前后, 知道五年十年在世, 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 讨着花枝般的女儿, 自家也得精神对付她, 终不然耽误她在那里, 有名无实。 还有一件, 多少人家老汉身边, 有了少妇, 支持不过, 那少妇熬不得, 走了野路, 出乖露丑, 为家门支店。 还有一件, 那少妇跟随老汉, 分明四处外赌荒年一般, 等得年时成熟, 她便去了。 平时偷短偷长, 坐下私房, 东三西四地寄开, 又撒娇撒吃, 要汉子置办衣室与她, 道德树倒鸟飞世界, 她便颠作嫁人, 一般收拾去受用。 这是目中之肚, 米中之虫, 人家有了这般人, 最损元气的。 又说道, 这女子娇模娇样, 好像个妓女, 全没有良家体断, 看来是个做生分的头, 秦老公的太岁。 在咱爹身边, 只该半切半壁, 叫声一解, 后日还有个退步, 可笑咱爹不明, 就叫众人换她做小奶奶, 难道要咱们叫她娘不成? 咱们只不做准她, 莫要奉承透了, 讨她做大起来, 明日咱们颠倒受她怂气。 夫妻二人, 鸡鸡浓浓, 说个不了。 早有多嘴的传话出来, 尼太守知道了, 虽然不乐, 却也藏在肚里。 幸得那没事秉性温良, 世上皆下, 一团和气, 众人也都相安。 过了两个月, 没事得了身孕, 瞒着众人, 只有老公知道。 一日三, 三日九, 挨到十月满足, 生下一个小孩出来, 举家大惊。 这日正是九月九日, 汝鸣取作重阳, 到十一日, 就是尼太守生日, 这年恰好八十岁了, 赫克迎门。 尼太守开眼管带, 一来为寿淡, 二来小孩三朝, 就当个汤饼之会。 众兵客道, 老先生高年, 又新天个小令郎, 足见血气不衰, 乃上寿之职业。 尼太守大喜, 尼善记背后又说道, 男子六十而惊绝, 况是八十岁了, 那件枯树上生出花来。 这孩子, 不知那里来的杂种, 绝不是咱爹嫡血, 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 老子又小得了, 也藏在肚里。 光阴四溅, 不觉又是一年。 众养儿周岁, 整备做结盘故事。 礼亲外眷, 又来作贺。 尼善记道走了出门, 不来陪客。 老子已知其意, 也不去寻他回来。 自己陪着诸亲, 吃了一日酒。 虽然口中不语, 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 自古道, 子孝父心宽。 那尼善记平日做人, 又贪又狠, 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 分了他一股家私, 所以不肯认作兄弟, 与先捏恶话谣言, 日后好摆布他母子。 那尼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 这个官窍怎不明白? 只恨自家老了, 等不及重阳而长大成人, 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真线, 今日与他劫不得冤家, 直所忍耐。 看了这点小孩子, 好生疼他, 又看了没事小小年纪, 好生怜他。 常识想一会, 闷一会, 脑一会, 又懊悔一会。 再过四年, 小孩子长成五岁, 老子见他灵力, 又推会玩耍, 要送他管中上学。 取个学名, 哥哥叫善绩, 他就叫善术。 捡个好日, 备了国酒, 领他去拜师父。 那师父就是尼太守请在家里交孙儿的, 小叔侄两个同管上学, 两得其便。 谁知尼善绩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 他见那孩子取名善术, 与己排行, 先字不相义了, 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 倒要儿子叫他叔叔, 从小叫惯了, 后来就被他欺压, 不如换了儿子出来, 领从各师父罢。 当时将儿子换出, 只推有病, 连日不到管中。 尼太守初识指导是真病, 过了几日, 只听得师父说, 大令狼另聘了个先生, 分作两个学堂, 不知何意。 尼太守不听尤可, 听了此言, 不觉大怒, 就要寻大儿子, 问其缘故。 又想到, 天生嫩般那种, 与他说也没干, 由他罢了。 含了一口闷气, 回到房中, 偶然脚慢, 伴着门槛一跌。 没事慌忙扶起, 掺到醉翁床上坐下, 已自不省人事。 急请医生来看, 医生说是中风。 忙取姜汤惯醒, 扶他上床, 虽然心下清爽, 却满身麻木, 动弹不得。 没事坐在床头, 煎汤煎药, 殷勤服事。 连进几副, 全无功效。 医生切脉道, 只好延挨日子, 不能痊愈了。 倪善机闻之, 也来看去了几遍, 见老子病逝沉重, 料事不起, 便胡门喝溜, 打同骂仆, 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 老子听得, 欲加烦恼, 没事只得啼哭, 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 留在房中, 相伴老子。 倪太守自知病毒, 换大儿子到面前, 取出步子一本, 家中田地屋宅, 及人头账目总数, 都在上面, 吩咐道, 膳术年方五岁, 衣服上要人照管, 没事幼年少, 也未必能管家, 若分家私与他, 也是枉然, 如今尽数交付于你。 唐霍膳术日后长大成人, 你可看作爹的面上, 替他取房媳妇, 分他小屋一所, 良田五六十亩, 物令饥寒足矣。 这段话, 我都写决在家私簿上, 就当分家, 把与你做个执照, 没事若愿嫁人, 听从其辩, 躺啃守着儿子度日, 也莫强他。 我死之后, 你依依依我言语, 这便是孝子。 我在九泉, 意义的明目。 倪善记把步子揭开一看, 果然开得细, 写得明, 满脸堆下笑来, 连声应道, 爹羞忧虑, 那儿依依依爹吩咐变了。 抱了家私步子, 欣然而去, 没事见他去得远了, 两眼垂泪, 指着那孩子道, 这个小冤家, 难道不是你嫡血? 你却河盘拖出, 都把与大儿子了, 教我母子两口, 一日把什么过活? 倪太守道, 你有所不知, 我看善计, 不是个良善之人, 若将家私平分了, 连这小孩子的性命也难保, 不如都把与他, 向了他意, 再无妒忌, 没事又哭道。 虽然如此, 自古道, 子无敌数, 推杀厚伯不君, 被人笑话。 倪太守道, 我也雇他不得了, 你年纪正小, 趁我未死, 将孩子嘱咐善计, 带我去世后, 多则一年, 少则半载, 尽你心中剪则个好头脑, 自去图下办事受用, 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 没事道, 说那里话, 奴家也是儒门之女, 妇人从一而终, 况又有了这小孩, 怎割舍地抛他, 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 倪太守道, 你果然啃守至终身吗? 莫非日久生毁, 梅氏就发起大事来。 倪太守道, 你若立志果间, 莫愁母子没得过活, 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 教育梅氏。 梅氏出时指道又是一个夹丝布子, 却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小轴子。 梅氏道, 要这小轴何用? 倪太守道, 这是我的行乐图, 其中自有奥妙。 你可敲地收藏, 修路人墓, 直带孩子年长。 善计不肯看顾他, 你也只寒藏于心。 等得个贤明有司官来, 你却将此轴去宿里, 恕我一命, 求他细细推想, 自然有个处分, 竟够你母子二人受用。 没事收了轴子, 话修续凡, 倪太守又延了数日, 一夜谈绝, 叫欢不醒, 呜呼哀哉死了。 享年八十四岁, 正是, 三尊弃在千般用, 一日无常万事休。 早知九泉将不去, 作家辛苦着何有。 且说倪善记得了家私部, 又讨了各仓各库钥匙, 每日只去查点家财杂物, 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 直等呜呼之后, 梅氏拆压环去报之凶性, 夫妻两口方才跑来, 也哭了几声老爹爹。 没一个时辰, 就转身去了, 倒尾着梅氏守侍。 性得一斤观果, 诸事都是预办下的, 不要倪善计费心。 并练成福后, 梅氏和小孩子两口守着笑堂, 早目啼哭,寸步不离。 善记只是点名阴客, 全无哀痛之意。 其中便择日安葬, 回丧之夜, 就把梅氏房中清香盗窃, 只怕父亲存下些私房银两在内, 梅氏乖巧, 恐怕收去了他的行乐图, 把自己原嫁来的两只香笼, 倒先开了, 提出几件穿旧衣裳, 叫他夫妻两口捡看。 善记见他大意, 道不来看了。 夫妻两口乱了一回, 自去了。 没事思量苦切, 放声大哭。 那小孩子见亲娘如此, 也哀哀哭个不住。 嫩般光景, 认识倪人应堕累, 从教铁汉也酸心。 次早, 倪善记又换个座屋将来, 看这房子要行重新改造, 与自家儿子做亲。 将梅氏母子搬到后园三件杂屋内牺牲, 只与他四脚小床一张, 和几件粗台粗凳, 连好家伙都没一件。 原在房中服饰有两个丫鬟, 只捡大些的又换去了, 只留下十一二岁的小食女, 每日是她下厨取饭。 有菜没菜, 都不照管。 梅氏见不方便, 索性讨些饭米, 堆个土灶, 自吹来吃。 早晚做些真纸, 买些小菜, 将就度日。 小学生倒附在林家上学, 述修都是梅氏自出。 善记又屡次叫妻子劝梅氏嫁人, 又寻梅玉与她说亲, 见梅氏誓死不从, 只得罢了。 因为氏十分忍耐, 凡事不言不语, 所以善记虽然凶狠, 也不将她母子放在心上。 光阴似箭, 善术不绝长成一十四岁。 原来梅氏平生谨慎, 从前之事, 在儿子面前一字也不提, 只怕娃子家口滑, 引出是非, 无意有损。 守得一十四岁时, 她胸中渐渐精卫分明, 瞒她不得了。 一日, 向母亲讨件新卷衣穿, 没事回她没钱买的, 擅束她。 我爹做过太守, 只剩我弟兄两人, 见金哥哥嫩般富贵, 我要一件衣服就不能够了, 是怎的? 姬娘没钱时, 我自与哥哥所讨, 说罢就走, 没事一把扯住她。 我一件眷衣, 直慎大事, 也去开口求人。 常言道, 西服积服, 小来穿线, 大来穿卷, 若小时穿了卷, 到大来线也没得穿了。 再过两年, 等你读书进步, 做娘的情愿 卖身来做衣服与你穿着。 你那哥哥不是好惹的, 缠他神吗? 擅束道, 娘说的是, 口罪答应, 心下不以为然, 想着, 我父亲万贯家私, 少不得兄弟两个大家分寿我又不是随娘晚假拖来的游瓶, 怎么我哥哥全部看过? 娘又是嫩般说, 终不然一匹卷, 没有我分, 只带娘卖身来坐与我穿着, 这话好生奇怪。 哥哥又不是吃人的虎, 怕他怎的? 心声一记, 瞒了母亲, 竟到大宅里去, 寻见了哥哥, 叫声, 作衣, 善绩道吃了一惊, 问他来做什么。 善数道, 我是个近身子弟, 身上蓝绿, 被人耻笑, 特来寻哥哥逃脾圈去, 做衣服穿。 善绩道, 你要衣服穿, 自语娘讨。 善数道, 老爹爹加斯是哥哥管, 不是娘管。 善绩听说加斯二字, 题目来得大了, 便红着脸问道, 这句话, 是那个教你说的, 你今日来讨衣服穿, 还是来征加斯。 善数道, 加斯少不得有日分析, 今日先要件衣服, 装装体面。 善绩道, 你这般野种, 要什么体面? 老爹爹纵有万贯加斯, 自有嫡子嫡孙, 干你野种屁事。 你今日是听了圣人窜多, 到此陶野火吃。 莫要惹着我性子, 教你母子二人无安身之处。 善数道, 一般是老爹爹所生, 怎么我是野种? 惹着你性子, 便怎呆? 难道谋害了我娘两个, 你就独占了加斯不成? 善绩大怒, 骂道, 小畜生赶顶撞我。 牵住他衣袖, 粘起拳套, 一连七八个礼包, 打得头皮都轻重了。 善数挣脱了, 一道烟走出, 哀哀地哭到母亲面前来。 一五一时, 被细数与母亲知道。 梅氏抱怨道, 我叫你默去惹事, 你不听教训, 打得你好。 口里虽如此说, 扯着青不山, 替他磨纳头上肿处, 不觉两肋交流。 有失为证, 少年离父拥一孤, 十薄一丹百事五。 只为家庭缺孝友, 同之一数盼容哭。 梅氏左思右梁, 恐怕善计藏怒, 到未识女进去致意, 说小学生不小事事, 冲撞长兄, 招个不是。 善计物资怒气不息, 次日清早, 邀几个族人在家, 取出父亲亲笔分官, 请梅氏母子到来, 共同看了, 便道, 尊亲长在上, 不是善计不肯养他母子, 要撵他出去, 只因善术昨天与我争取家私, 发许多说话, 成孔日后长大, 说话一发多了, 今日分析他母子出外居住。 东庄住房一所, 田五十八亩, 都是尊一老爹爹一命, 毫不敢自专, 扶起尊亲肠作证。 这伙亲族, 凭西晓得善计做人厉害, 又且父亲亲笔遗嘱, 那个还肯多嘴, 作嫌冤家, 都将好看的话来说。 那奉承善计的说道, 千金难买世人笔, 照一分官, 再没话了。 就是那可怜善术母子的, 也只说道, 男子不吃分食饭, 女子不着嫁十一, 多少白手成家的, 如今有屋住, 有田种, 不算没根基了, 只要自去正吃。 德州莫贤博, 个人自有个命在。 没事料到在原屋居住, 不是了日, 只得听评分析, 同孩谢了重钦肠, 拜别了祠堂, 辞了善计夫妇, 叫人搬了几件旧家伙, 和那原嫁来的两只香笼, 雇了牲口齐坐, 来到东庄屋内。 只见荒草满地, 吾瓦西书是多年不休整的, 上楼下尸, 怎生住的? 将就打扫一两间, 安顿床铺。 换庄户来问时, 连这五十八亩田, 都是最下不堪的。 大熟之年, 一半收成还不能够, 若荒年, 只好赔粮, 没事只叫得苦。 倒是小学生有志, 对母亲道, 我弟兄两个, 都是老爹爹亲生, 为何分官上如此偏向? 其中必有缘故, 莫非不是老爹爹亲笔? 自古道, 家似不论尊卑, 母亲何不告官申理? 厚薄凭官府判断, 道无怨心。 没事被孩提起线索, 便将十年来引下钟情, 都说出来道, 我儿修一分官之语, 这正是你父亲之笔。 他到你年小, 恐怕被作歌的暗算, 所以把家私都断与他, 以安其心。 临终之日, 只与我杭乐图一轴, 再三嘱咐, 其中寒藏雅迷, 直待贤明有私在任, 送他祥审, 抱你母子两口, 有得过活, 不治贫苦。 扇树道, 既有此事, 何不早说? 行乐图在那里, 快取来羽孩一看, 没事开了仙, 取出一个补包来, 解开包袱, 里面又有一种有纸锋裹着, 拆了封, 展开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 挂在椅上, 母子一起下拜。 没事通臣道, 村庄相逐不便, 起数谢慢。 扇树拜吧, 起来仔细看时, 乃是一个生象, 乌纱白发, 画得风采如生, 怀中抱着婴儿, 一只手指着地下。 揣摩了半赏, 全然不解, 只得依旧收卷包藏, 心下好生烦闷。 过了数日, 扇树道前村, 要访个师父讲解, 偶从官王庙前经过, 只见一伙村人, 抬着朱阳大礼, 祭赛官圣。 扇树立住脚头看时, 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 主了一根竹杖, 也来闲看, 问着众人道, 你们今日为甚赛神。 众人道, 我们遭了驱官司, 信赖官府明白, 断明了这公事。 当时许下神道怨心, 今日特来拜偿。 老者道, 什么驱官司? 粉声断的。 那中一个道, 本献像奉上斯明文, 施家为家。 小人是假手, 叫做成大。 铜甲中, 有个赵才, 是第一手针线, 常在人家作业做, 整日不归家的。 忽一日出去了, 月余不归。 老婆刘氏, 央人四处寻觅, 并无踪迹。 又过了数日, 河内浮出一个尸首, 头都打破的。 地方暴雨官府, 有人认出衣服, 正是那赵才。 赵才出门前一日, 曾与小人酒后争据闲话, 一时发怒, 打到他家, 毁了他几件家司, 这是有的。 谁知他老婆把这庄人命告了小人, 前任七支县, 听信一面之词, 将小人问成死罪。 铜甲不行举手, 连累他们都有了罪名。 小人无处申冤, 再遇三载。 姓玉新任藤爷, 他虽相科出身, 甚是明白。 小人因他赎审时节, 哭诉其冤。 他也疑惑道, 酒后争攘不是大仇, 怎地就谋他一命, 准了小人撞词, 出牌居人妇审。 藤爷一眼看着赵财的老婆, 千不说, 万不说, 开口便问他曾否在叫。 刘氏道, 家贫难守, 已嫁人了, 又问嫁的圣人。 刘氏道, 是班辈的裁缝, 叫沈巴汉。 藤爷当时非拿沈巴汉来, 问道, 你几时娶这妇人。 巴汉道, 她丈夫死了一个多月, 小人方才娶回。 藤爷道, 何人为美。 用和聘礼, 巴汉道, 赵财存日, 曾借用过小人七八两银子。 小人闻得赵财死信, 走到他家探问, 就便摧取这银子。 那刘氏梅的底肠, 情愿将申许嫁小人, 准舌这银两, 岂是不曾殃眉。 藤爷又问道, 你做手艺的人, 那里来这七八两银子。 巴汉道, 是陆续凑与他的, 藤爷把纸笔, 叫他细开逐次借银数目。 巴汉开了出来, 或米或银共十三次, 凑成七两八钱这数。 藤爷看罢, 大喝道, 赵财是你打死的, 如何妄产平人, 便用夹棍夹起。 巴汉还不肯认, 藤爷道, 我说出秦碧, 叫你心服, 既然放本盘里, 难道再没第二个拖的, 恰好都介于赵财? 毕是平西奸, 与他妻子有奸, 赵财探你东西, 知情故纵。 以后想做长久夫妻, 便谋死了赵财。 却又教导, 那妇人告状, 碾在成大身上。 今日你开账的字, 与旧时状旨笔记相同, 这人命不是你是谁, 再交把妇人攒纸, 要他成招。 刘氏听见藤爷言语, 句句合拍, 分明鬼谷仙师一般, 魂都惊散了, 怎敢抵赖。 攒子套上, 便承认了。 巴汉只得也招了。 原来巴汉起初与刘氏密地相好, 人都不知。 后来往来勤了, 赵财怕人眼目, 见有隔绝之意。 巴汉似与刘氏商量, 要谋死赵财, 与他做夫妻, 刘氏不肯。 巴汉成赵财在人家做生活回来, 哄他殿上赤得烂醉, 行到河边, 将他推倒, 用石块打破脑门, 沉湿河底。 只等湿冷, 便娶那妇人回去。 后因尸骸浮起, 被人认出, 巴汉文的小人有争壤之戏, 却去缩那妇人告状。 那妇人执带嫁后, 方知丈夫是巴汉谋死的, 既做了夫妻, 便不言语, 却被藤爷审出真情, 将他夫妻抵罪, 释放小人宁家, 多成列位亲临斗出公分, 替小人赛神。 老翁, 你倒有这般冤事吗? 老者道, 嫩般贤民官府, 真个难遇。 本县百姓有幸了。 倪善术听到那里, 便回家学于母亲知道,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有嫩的好官府, 不将行月徒去告诉, 更待何时。 母子商议已定, 打听了放稿日期, 没事起了黑枣, 领着十四岁的儿子, 带了轴, 来到县中叫喊。 大隐见没有撞词, 只有一个小小轴, 甚是奇怪。 问其缘故, 没事将倪善计平息所为, 及老子临终遗嘱, 被戏说了。 腾之县收了轴子, 叫他且去, 带我进衙戏看。 正是, 一幅画图藏雅迷, 千金家事账搜寻, 只因离父孤而苦, 费尽神明大隐心。 不提梅是母子回家, 且说腾大隐放告已毙, 退归斯牙, 取那一尺阔三尺长的小轴, 看是倪太手行乐图, 一手抱个婴孩, 一手指着地下。 推降了半日, 想到, 这个婴孩就是倪善术, 不消说了。 那一手指的, 莫非要有司官念他地下之情, 替他出力吗? 又想到, 他既有亲笔分官, 官府也难做主了。 他说, 肘中寒藏雅迷, 必然还有个道理。 若断不出此事, 网自聪明一事。 每日退堂, 便将画图展完, 千丝万象。 如此数日, 只是不解。 也是这适合当明白, 自然生出机会来。 一日午饭后, 又去看那肘子。 丫鬟送茶来吃, 将一手去接茶蝗, 偶然失措, 破了些茶, 把肘子沾湿了。 藤大尹放了茶蝗, 走向街前, 双手扯开肘子, 就日色晒干。 忽然日光中照见肘子里面有些字隐, 藤之显心仪, 揭开看时, 乃是一幅字纸, 托在画上, 正是倪太守一笔, 上面写道。 老夫官居无马, 授于八旬, 死在旦夕, 义无所恨。 但镊自善术, 方年周岁, 即未成立。 狄善即素缺孝友, 日后孔为所枪。 心智大宅两所, 即一切田产, 息以授祭。 为左偏就小屋, 可分语数。 此屋虽小, 始终左臂埋银五千, 做五檀, 右臂埋银五千, 金一千, 做六檀, 可一准田园之额。 后有贤明有私主断者, 数而奉仇白金三百两, 八十一翁尼首千亲笔。 年月日花鸭, 原来这行乐图, 是尼太守八十一岁上, 与小孩子做周岁时, 预先坐下的。 古人云, 知子莫若父, 信不虚也。 滕大尹最有激变的人, 看见开着许多金银, 未免垂涎之意。 眉头一照, 记上心来, 差人密拿尼善记来见我, 自有话说。 却说尼善记, 独占家私, 心满意足, 日日在家中快乐。 护建县拆奉着, 首批居换, 时刻不容停留, 善记推阻不得, 只得相随道谢。 正值大尹升堂礼事, 差人禀道, 尼善记已拿到了。 大尹换到案前问道, 你就是尼太守的长子吗? 善记应道, 小人正是。 大尹道, 你树母没事, 有状告你, 说你竹母竹地, 战产战房。 此事真吗? 尼善记道, 树地善树在小人身边 从有抚养大的。 近日他母子自要分居, 小人并不曾逐他。 其家产一结, 都是父亲临终亲笔分析定的, 小人并不敢有为。 大尹道, 你父亲亲笔在那里。 善记道, 建在家中, 容小人取来承揽。 大尹道, 他状词内告有家产万贯, 非同小可。 以笔真伪, 也未可知。 念你是近身之后, 且不难为你。 明日可换其梅氏母子, 我亲到你家查阅家私。 若厚伯果然不均, 自有公道, 难以私情而论。 喝教灶快押出善记, 就去居其梅氏母子, 明日一同听审。 公差得了善记的东道, 放他回家去气, 自往东庄居人去了。 再说, 善记听见官府口气厉害, 好生惊恐。 论起家私, 其实权位分析, 单单持着父亲分官执照, 亲君之力, 需要亲足见证方好。 连夜将银两分送三党亲偿, 嘱托他次早都到家来, 若官府问及以彼一事, 求他同生相助。 这伙三党之亲, 自从尼太守王后, 从不曾见善记一盘一盒, 遂时也不曾酒杯相及, 今日大块银子送来, 正是闲时不烧香, 急来报佛脚, 各个暗孝, 落得受了买东西吃。 明日见官, 旁观动景, 在左躯处。 诗人有诗云, 休贤树母望兴辞, 自视为兄义太司。 今日将银买三党, 何如匹卷赠孤儿。 且说梅氏见献差居换, 以致献主与他做主。 过了一夜, 次日清早, 母子二人先到献中去见藤大隐。 大隐道, 连你孤儿寡妇, 自然该替你说法。 但闻得善计值得有王父亲比分官, 这怎么处? 梅氏道, 分官虽写得有, 却是保全孩子之计, 飞出王父本心。 恩相只看家私布上树母, 自然明白。 大隐道, 常言道, 清官难断家世, 我如今管你母子, 一生衣食充足, 你也修作十分大望。 梅氏谢道, 若得免于饥寒足矣, 岂望与善计同坐父家狼户? 腾大隐吩咐梅氏母子, 先到善计家伺候。 倪善计早已打扫厅堂, 堂上设一把虎皮胶椅, 焚起一炉好香, 一面催请亲族, 早来守候。 梅氏和善术道来, 见十亲九卷都在眼前, 一一相见了, 也不免说几句求情的话。 善计虽然一肚子恼怒, 此时也不好发泄, 各个暗自打点剑官的说话。 等不多时, 只听得远远喝道之声, 料是县主来了, 善计整顿衣帽迎接。 亲族中年长之士的, 准备上前剑官。 其右辈怕事的, 都站在赵壁背后张望, 打探消耗。 只见一对对直视两班牌力, 后面倾罗伞下, 盖着有才有志的腾大爷。 道的尼家门首, 直视跪下, 吆喝一声, 没事和尼家弟兄, 都一起跪下来迎接。 门子喝声, 起去。 教夫停了武山屏风轿子, 滕大尹不慌不忙, 躲下轿来。 将玉进门, 忽然对着空中连连打拱, 口里应对, 恰像有主人相迎的一般, 众人都赤惊, 看他坐肾模样。 只见滕大尹一路一让, 直到堂中。 连坐树一, 口中叙许多寒温的言语。 先向朝南的虎皮交椅上打个拱, 恰像有人看作的一般, 连忙转身, 就拖一把交椅, 朝北主位排下, 又向空在三千让, 方才上座。 众人看他见神见鬼的模样, 不敢上前, 都两旁站里呆看。 只见滕大尹在上座拱衣, 开谈道。 令夫人将家产事告到晚生守时, 此事端的如何? 说罢, 便作倾听之状。 良久, 乃摇手吐舌道, 长公子太不良了。 静听一会, 又自说道, 叫此公子何以存活? 听一会, 又说道, 又编小屋, 存和活戒。 又连声道, 领教, 领教。 又听一时, 说道, 这项也交付次公子, 晚生都领命了。 少庭又拱一道, 晚生怎敢当此后会? 推训了多时, 又道, 既成尊命恳切, 晚生免领, 便给披照与次公子收职。 乃起身, 又连做树衣, 口称, 晚生便去。 众人都看得呆了。 只见滕大尹立起身来, 东看西看问道, 尼爷那里去了。 门子禀道, 没见什么尼爷。 滕大尹道, 有此怪事。 幻善记问道, 方才令尊老先生亲在门外相迎, 与我对做了讲这半日说话, 你们亮臂都听见的。 善记道, 小人不曾听见。 滕大尹道, 方才长长的事儿, 瘦瘦的脸, 高颧骨, 细眼睛, 长眉大耳, 朗朗的三牙须, 银也似白的, 沙帽造靴, 红袍金带, 可是你老先生模样吗? 吓得众人一身冷汗, 都跪下道。 正是他生前模样。 大尹道, 如何忽然不见了? 他说家中有两处大厅堂, 又东边就存下一所小屋, 可是有的。 善记也不敢隐瞒, 只得承认道, 有的。 大尹道, 且到东边小屋去一看, 自有话说。 众人见大尹半日自言自语, 说的活龙活现, 分明是尼太守模样, 都信到尼太守真个出现了, 人人吐舌, 个个惊心。 谁知都是滕大尹的巧言, 他是看了行乐图, 依照小巷说来, 何曾有半句是真话? 有诗为证, 圣贤自是空题目, 唯有鬼神不敢处。 莫非大尹假装词, 逆子如何肯心服? 尼善记引路, 众人随着大尹, 来到东边旧屋内。 这旧屋是尼太守 未得帝时所居, 自从造了大厅大堂, 把旧屋空着, 只做个仓厅, 堆积些零碎米脉在内, 留下一房家人。 看见大尹前后走了一遍, 到正屋中坐下, 向善记道, 你父亲果实有灵, 家中尸体, 背戏与我说了, 叫我主张, 这所就宅子与善树, 你一下何如? 善记叩头道, 但凭恩台名段。 大尹讨家私不子细细看了, 连声道, 也好个大家事。 看到后面一笔分官, 大笑道, 你家老先生自家写定的, 方才却又在我面前, 说善记许多不是, 这个老仙儿也是没主意的。 换你善记过来, 既然分官写定, 这些田园账目, 一一给你, 善树不许妄争。 没事暗暗叫苦, 方玉尚且哀求, 只见大隐诱导, 这就无叛与善树, 此物中之所有, 善记也不许妄争。 善记想道, 这屋内破家破火, 不值甚事, 便堆下些米脉, 一月钱都跳得七八了, 存不多, 我也够便宜了。 便连连答应道, 奔台所断吉明。 答应道, 你两人一言为定, 各无反悔, 众人既是亲族, 都来做个证件。 方才你老先生当面嘱咐说, 此物左臂下买银五千两, 做五坛, 当语刺儿, 善计不信, 禀道, 若果然有此, 即使万斤, 亦是兄弟的, 小人并不敢争执。 大隐道, 你就争执时, 我也不准。 便叫手下讨锄头铁锹等器, 没事母子作演, 率领民状, 往东壁下掘开墙机, 果然埋下五个大坛。 发起来时, 坛中满满的, 都是光银子。 把一坛银子, 上乘称实, 算来该是六十二砖半, 刚刚一千两足数。 众人看见, 无不惊讶。 善计一发信真了, 若非父亲因灵出现, 面素县主, 这个藏银, 我们尚且不知, 县主那里知道。 只见腾大尹叫把五坛银子, 依字摆在自家面前, 又吩咐没事道, 右臂还有五坛, 亦是五千之数。 更有一坛金子, 方才你老先生有命, 送我做酬谢之意, 我不敢当, 他再三相强, 我只得领了。 没事同扇数叩头说道, 左臂五千, 已出望外, 若右臂更有, 敢不依仙人之命。 大尹道, 我何以知智? 据你家老先生是嫩般说, 想不是虚化。 再教人发掘西壁, 果然六个大坛, 五坛是银, 一坛是金。 善计看着许多黄白之物, 眼里都放出火来, 恨不得抢他一定。 只是有言在前, 一字也不敢开口。 腾大尹写个照帖, 给与扇数为照, 就将这房家人, 判与扇数母子。 没事同扇数不胜之喜, 一同叩头败谢。 扇尽满度不乐, 也只得磕几个头, 勉强说句多谢恩台主张。 大尹判几张封皮, 将一坛金子封了, 放在自己较前, 抬回崖内, 落得受用。 众人都认到, 真个尼太守许下筹谢他的, 凡以为理之当然, 那个感到个不自。 这正叫做欲榜相持, 愚人得利。 若是尼善计存心忠厚, 兄弟和睦, 肯将家私平等分析, 这千两黄金, 弟兄大家该五百两, 怎到的腾大尹之手。 白白里做成了别人, 自己还讨得气闷, 又加个不孝不惕之名, 千算万计, 何曾算计他人? 只算计的自家而已。 行话休题, 再说梅氏母子, 次日又到县衙拜谢腾大尹。 大尹已将行乐图取去以笔, 重新表过, 给还梅氏收领。 梅氏母子方物行乐图上, 一手指地乃指地下所藏之金银也。 此时有了这十坛银子, 一般致买田园, 碎成富士。 后来善计取妻, 连生三子, 读书成名。 尼氏门中, 只有这一只吉圣。 善计两个儿子, 都好游荡, 家也耗费。 善计死后, 两所大宅子都卖与叔叔善计管业。 李忠凡晓得倪家知事本末的, 无不以为天暴云。 誓约, 从来天道有何思? 堪笑倪狼心太赤, 人以敌凶七数母, 却较死负算生。 轴中藏字非无意, 陛下埋金属有丝。 何思存些公道好, 不生争敬不行辞。 第37章十五贯戏言成巧获。 聪明灵力自天生, 懵懂痴呆未避震。 极度美音眉结浅, 割毛时起笑谈身。 九曲黄河心较险, 十重铁假面堪增。 诗音酒色王家国, 几件诗书悟好人。 这首诗, 单表为人难处。 只因世路窄霞, 人心叵测, 大道纪远, 人情万端。 熙熙攘攘, 都未利来。 痴痴蠢蠢, 接纳获取。 持身保家, 万千反复。 所以古人云, 贫有为贫, 孝有为孝, 贫孝之间, 罪以谨慎。 这回书, 单说一个官人, 只因酒后一时细孝之言, 遂至杀身破家, 献了几条性命。 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 全做个得胜头回。 却说故宋朝中, 有一个少年举子, 姓魏明彭举, 自冲销, 年方一十八岁, 娶的一个如花似玉的魂家。 未及一月, 只因春榜栋, 悬场开, 未生别的妻子, 收拾行囊, 上京英去。 临别时, 魂家吩咐丈夫, 得官不得官, 早早回来, 修抛闪了恩爱夫妻。 未生达道, 功名二字, 是俺本领前程, 不所贤轻忧虑。 别后登城到京, 果然一举成名, 奢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吉地。 在京甚是华雁动人, 少不得修了一封家书, 差人皆取家卷如经。 书上先续了韩文及德官的事, 后却写下一行, 道是, 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 已讨了一个小老婆, 专后夫人到京, 同享荣华。 家人收拾书成, 一静到家, 见了夫人, 称说贺喜。 因取家书成上, 夫人拆开看了, 见事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便对家人说道, 官人直嫩妇恩, 辅能得官, 便娶了二夫人。 家人道, 小人在京, 并没见有此事, 想是官人戏谑之言。 夫人道经, 使之分晓, 不得忧虑。 夫人道, 嫩地说, 我也罢了。 却因仁舟未辨, 一面收拾起身, 一面寻觅辨人, 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 那寄书人到了京中, 询问新科未绑演誉所, 下了家书, 管带酒饭自毁, 不提。 却说卫生皆书拆开来看了, 并无一句闲言闲语, 只说道, 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 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 早晚同父亲失业。 卫生见了, 也只道是夫人取笑地说话, 全不在意。 未及收好, 外面报说, 有个童年相房。 经地狱中, 不比在家宽转, 那人又是相后的童年, 又晓得卫生并无家卷在内, 直至里面坐下, 续了些寒温。 卫生起身去接手, 那童年偶翻桌上书贴, 看见了这封家书, 写得好笑, 故意朗诵起来。 卫生措手不及, 通红了脸, 说道, 这是没理的事。 因是小弟戏谑了他, 他便取笑写来的。 那童年呵呵大笑道, 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 别了就去。 那人也是一个少年, 喜谈乐道, 把这封家书一节, 请客间便传经理。 也有一般妒忌卫生少年登高科的, 将这桩是只当作封闻岩式的一个小小新闻, 揍上一本, 说着卫生年少不减, 不宜居轻药之职, 降出外人。 卫生傲恨无极, 后来毕竟做官蹭蹬不起, 把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 等闲放过去了。 这便是一句戏言, 撒慢了一个美观。 今日再说一个官人, 也是为酒后一时戏言, 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 连累两三个人, 往驱害了性命。 却是为着慎的。 有诗为证, 世路崎岖时可哀, 唐人笑口等闲开, 白云本是无心物, 又被狂风引出来。 却说南宋时, 建都临安, 繁华富贵, 不减纳汴京故国。 去那城中建桥左侧, 有个官人, 姓刘明贵, 自军建, 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 道的军建手中, 却是石乖运简。 先前读书, 后来看看不计, 却去改业做生意, 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 买卖行中, 一发不是本等伎俩, 又用钱销蛇去了。 建建大房改换小房, 另得两三间房子, 与同魂家王室, 年少其美。 后因没有子嗣, 娶下一个小娘子, 姓陈, 是陈麦高的女儿, 家中都互为二姐。 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 坐下的够当。 至亲三口, 并无闲杂人在家。 那刘军建, 即是为人和气, 乡里见爱, 都称他刘官人。 你是一时运现不好, 如此落寞, 再过几时, 定时有个亨通的日子。 说便是这般说, 那得有些些好处, 只是在家纳闷, 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贤作家中, 只见仗人家里的老王, 年过七旬, 走来对刘官人说道, 家见老元外生日, 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 去走一遭。 刘官人便道, 便是我日主愁闷过日子, 连那泰山的兽弹, 也都忘了。 便同魂家王室, 收拾随身衣服, 打叠个包, 教育老王背了。 吩咐二姐看守家中, 今日晚了, 不转回明晚虚所来家。 说了就去, 离成二十余里, 到了丈人王源外家, 续了寒温。 当日坐监客仲, 丈人女婿, 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乡。 刀的客赞, 留在客房里速写。 直到天明, 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 说道, 姐夫, 你需不是这等算计, 左痴山空, 力痴地县。 咽喉深似海, 日月快如梭, 你需计较一个长辩。 我女儿嫁了你, 一生也指望风衣足食, 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 刘官仁叹了一口气道, 是, 泰山在上, 倒不得各上山擒虎翼, 开口告人难。 如今的时事, 再有谁寺泰山这般看顾我的, 指所手困, 若去求人, 便是劳而无功。 丈人便道, 这也难怪你说, 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 今日赖住你些少本钱, 胡乱去开个柴米店, 赚得些利息来过日子, 却不好吗? 刘官仁道, 赶蒙泰山恩故, 可知是好。 当下吃了午饭, 丈人取出十五罐钱来, 赋予刘官仁道, 姐夫, 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 开张有日, 我便在应付你十罐。 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 待有了开店日子, 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 就来与你作贺, 意下如何。 刘官仁谢了又谢, 托了钱一径出门。 到的城中, 天色却早晚了, 却撞着一个箱石, 顺路在他家门手经过。 那人也要做经济的人, 就与他商量一会, 可知是好。 便去敲那人门时, 里面有人英诺, 出来相依, 便问, 老兄下顾, 有何见叫? 刘官仁依依说之旧礼, 那人便道, 小弟闲在家中, 老兄用得着时, 便相帮。 刘官仁道, 如此甚好, 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 那人便留留官仁在家, 献成杯盘, 吃了三杯两盏。 刘官仁酒量不济, 便觉有些朦胧起来, 抽身作别, 便道, 今日相扰, 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 记以生理。 那人又送刘官仁之路口, 坐别回家, 不在话下。 若是说话的童年生, 并坚长, 拦腰抱住, 把臂拖回, 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毁。 却叫刘官仁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 汉书钟彭月, 却说刘官仁拖了钱, 一步一步挨到家中。 敲门已是点灯时分, 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 没一些事做, 守得天黑, 闭了门, 在灯下打瞌睡。 刘官仁打门, 他那里便听见, 敲了半赏, 方才知觉。 答应一声来了, 起身开了门。 刘官仁进去, 到了房中, 二姐替刘官仁接了钱, 放在桌上, 便问, 官仁何处挪移这项钱来, 却是慎用。 那刘官仁一来有了几分酒, 二来怪他开的门迟了, 且戏言吓他一下, 便道, 说出来又恐你见怪, 不说时, 又须通你得知。 只是我一时无奈, 没计可施, 只得把你点与一个客人, 又因舍不得你, 只点得十五贯钱。 若是我有些好处, 家里数你回来。 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流, 只锁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 遇得不信, 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 遇待信来, 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 大娘子又过得好, 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落手。 一壶不绝, 只得再问道, 虽然如此, 也需通知我爹娘一声。 刘官仁道, 若是通知你爹娘, 此事断然不成。 你明日且到了人家, 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 他也虚怪我不得。 小娘子又问, 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 刘官仁道, 便是把你点与人写了文书, 吃他的酒才来的。 小娘子又问, 大姐姐如何不来? 刘官仁, 她因不忍见你分离, 带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 这也是我没计奈何, 一言为定。 说吧, 暗地忍不住笑, 不脱衣裳, 睡在桌上, 不绝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 不知她卖我与肾色养人家。 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之, 就是她明日有人来要我, 寻到我家, 也须有个下落。 沉吟了一会, 却把这十五罐钱, 一肚而堆在刘官仁脚后边, 趁她酒醉, 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 款款地开了门出去, 拽上了门。 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 叫做朱三老儿家里, 与朱三妈宿了一夜, 说道, 丈夫今日无端卖我, 我须先去与爹娘说之。 凡你明日对她说一声, 既有了主顾, 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 讨个分晓, 也须有个下落。 那邻舍道, 小娘子说得有理, 你只顾自去, 我便与刘官仁说之就理。 过了一宵, 小娘子作别去了不提。 正是, 熬于托却经沟去, 白尾摇头再不回。 放下一头, 却说这里刘官仁一叫, 直至三更方醒, 见桌上灯油未灭, 小娘子不在身边。 直到她还在除下收拾家伙, 便喊二姐讨茶吃。 叫了一会, 没有答应, 却待挣扎起来, 酒上未醒, 不觉又睡了去。 不想却有一个做不适的, 日间赌输了钱, 没处出货, 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 却好到留官人门手。 因是小娘子出去了, 门拽上不关, 那贼略推一推, 火得开了。 捏手捏脚, 直到房中, 并无一人知觉。 到的床前, 灯火上鸣。 周围看时, 并无一物可取。 摸到床上, 见一人朝着礼床睡去, 脚后却有一堆青钱, 便去取了几罐。 不想惊绝了留官人, 起来喝道, 你须不尽道理。 我从仗人家借办的几罐钱来, 养生活命, 不争你偷了我的去, 却是怎的季节。 那人也不回话, 照面一拳, 留官人侧身躲过, 便起身与这人相持。 那人见留官人手脚活动, 便拨不出房。 留官人不舍, 抢出门来, 已经赶到厨房里。 恰逮声张临摄, 起来捉贼。 那人急了, 正好没出货, 却见明晃晃一把匹柴斧头正在手边, 也是人急寄生, 被他戳起, 一抚正中留官人面门, 扑得到了, 又抚一抚, 着到一边。 眼见的留官人不活了, 呜呼哀哉, 扶为上下。 那人便道, 一不做, 二不休, 却是你来赶我, 不是我来寻你。 索性翻身入房, 取了十五罐钱。 扯掉单背, 包裹的亭党, 拽扎的爽力, 出门, 拽上了门就走, 不提。 次早临摄起来, 见留官人家门也不开, 并无人声息。 叫道, 留官人, 失晓了。 里面没人答应, 哀将进去, 只见门不关。 直到里面, 见留官人批死在地。 他家大娘子, 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 小娘子如何不见? 免不得声张起来。 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林家朱三老说道, 小娘子昨夜黄昏时, 到我素歇, 说道, 留官人无端卖了他, 他已经先到爹娘家里去了, 叫我对留官人说, 既有了主顾, 可同到他爹娘家中, 也讨得个分享。 今一面这人去追他转来, 便有下落。 一面这人去抱他大娘子道来, 在左区处。 众人都道, 说的是, 先招人去到王老元外家报了凶信。 老元外与女儿大哭起来, 对那人道, 昨日好端端出门, 老汉赠他十五罐钱, 叫他将来作本, 如何变嫩地被人杀了。 那去的人道, 好交老元外大娘子得知, 昨日留官人归时, 已是昏黑, 赤得半憨, 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 归赤归早。 只是今早留官人家门半开, 众人推将进去, 只见留官人杀死在地, 十五罐钱一闻也不见, 小娘子也不见踪迹。 声张起来, 却有左邻珠三老儿出来, 说道, 他嫁小娘子, 昨夜黄昏时分, 借宿他家。 小娘子说道, 留官人无端把他点语人了, 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 住了一宵, 今日静自去了, 如今众人记忆, 一面来抱大娘子于老园外, 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 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 直到他爹娘家中, 好歹追他转来, 问个明白。 老园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 与留官人执命。 老园外与大娘子, 急急收拾起身, 管带来人酒饭, 三步做一步, 赶入城中, 不提。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 挨上路去, 行不上一二里, 早是脚疼走不动, 坐在路旁。 却见一个后生, 头戴万字头巾, 身穿直缝宽衫, 背上驮了一个搭脖, 里面却是铜钱, 脚下撕鞋镜袜, 一直走上前来。 到了小娘子面前, 看了一看, 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 却也明媚浩齿, 连连生春, 求不送媚, 好生动人。 正是, 野花偏艳慕, 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脖, 向前深深作义。 小娘子独行无伴, 却是往那里去的。 小娘子还了万福, 道, 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 因走不动, 全歇在此。 阴问, 哥哥是何处来? 今要往何方去? 那后生插手不离方寸, 小人是村里人, 因往城中卖了私账, 讨得些钱, 要往楚家堂那边去的。 小娘子道, 告哥哥则个, 奴家爹娘也在楚家堂左侧, 若得哥哥待遣奴家, 同走一程, 可知是好。 那后生道, 有何不可? 既如此说, 小人情愿服侍小娘子前去。 两个私赶着, 一路正行, 行不到二三里田地, 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带, 赶上前来。 赶得汗流气喘, 衣服拽开。 连叫, 前面小娘子慢走, 我却有话说之。 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蹊跷, 都立住了脚。 后边两个赶到跟前, 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 不容分说, 一家扯了一个, 说道, 你们干的好事, 却走往那里去。 小娘子吃了一惊, 举眼看时, 却是两家邻舍, 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 小娘子便道, 昨夜也须告过公共得知, 丈夫无端卖我, 我自去对爹娘说之。 今日赶来, 却有何说? 朱三老道, 我不管闲账, 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 你须回去对立。 小娘子道, 丈夫卖我, 昨日钱已驮在家中, 有甚杀人公事, 我只是不去。 朱三老道, 好自在信, 你若真的不去, 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 繁围已捉, 不然需要连累我们。 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静。 那个后生剑不是话头, 便对小娘子道, 既如此说, 小娘子之所回去, 小人自家去修。 那俩个赶来的邻舍, 其叫起来说道, 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 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旨, 你须也去不得。 那后生道, 却又古怪, 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 偶然伴她行一程, 路途上有肾造死麻线, 要乐看我回去。 朱三老道, 他家有了杀人公事, 不争放你去了, 却打没对头关子。 当下怎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 看得人渐渐历满, 都道, 后生你去不得。 你日间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不吃惊, 便去何妨。 那赶来的临舍道, 你若不去, 便是心虚, 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 四个人只得撕挽着一路转来, 到的刘官人门手, 好一场热闹。 小娘子入去看时, 只见刘官人府劈倒在地上死了, 床上十五罐钱分纹也不见, 开了口喝不得, 伸了舌缩不上去。 那后生也慌了, 便道, 我嫩得晦气。 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 却做了干连人。 众人都和闹着, 正在那里分祸不开, 只见往老园外和女儿一步一滇走回家来, 见了女婿身尸, 哭了一场, 便对小娘子道, 你却如何杀了丈夫? 劫了十五罐钱逃走出去。 今日天理昭然, 有何理说? 小娘子道, 十五罐钱, 伪是有的。 只是丈夫昨晚回来, 说是无忌奈何, 将奴家点与他人, 点得十五罐身价在此, 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 奴家因不知他点与甚色养人家, 先去与爹娘说之, 故此趁夜深了, 将这十五罐钱一顿而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 到朱三老家住了一宵, 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之, 我去之时, 也增阳朱三老对我丈夫说, 既然有了主, 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 却不知阴慎杀死在此。 那大娘子道, 可又来, 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罐钱与他拖来作本, 养善欺小, 他岂有哄你说是点来身价之力。 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 勾搭上了人, 又见家中好生不济, 无心手奈, 又见了十五罐钱, 亦是建财起义, 杀死丈夫, 劫了钱。 又是见识, 网林社家借宿一夜, 却与汉子通通计较, 一处逃走。 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 却又合理说, 抵赖得过。 众人齐声道, 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 又对那后生道, 后生, 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 却暗暗约定, 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 逃奔他方, 却是如何季节? 那人道, 小人自性崔明宁, 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事。 小人昨晚入城, 卖得几冠丝钱在这里, 因路上遇见小娘子, 小人偶然问其往那里去的, 却独自一个行走。 小娘子说起, 是与小人同路, 以此作伴同行, 却不知前后阴依。 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 搜索他搭博中, 恰好是十五贯钱, 一文也不多, 一文也不少。 众人齐发起喊来道, 是天网恢恢, 疏而不落。 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 拐了钱财, 盗了妇女, 同往他乡, 却连累我地方邻里, 打没头关子。 当下大娘子截扭了小娘子, 王老园外截扭了崔宁, 四邻社都是政见, 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 那府隐厅的有杀人公事, 即便升堂, 便叫一干人犯, 逐一从头说来。 先是王老园外上去, 告说, 相公在上, 小人是本府村庄人士, 年迈六旬, 只生一女, 先年嫁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 后因五子, 娶了臣氏为妾, 护为二姐。 一向三口在家过活, 并无片言。 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 差人接娶女儿女婿到家, 住了一夜。 此日, 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迹, 养善不起, 把十五贯钱与女婿作本, 开店养身, 却有二姐在家看守。 到的昨夜, 女婿到家时分, 不知阴慎缘故, 将女婿府批死了, 二姐却与一个后生, 名幻崔明, 一同逃走, 被人追捉到来。 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 身死不明, 肩负淫妇, 赃正现在, 扶起相公名段。 福尹听得如此如此, 便叫陈氏上来, 你却如何通通奸夫, 杀死了亲夫, 结了钱, 与人一同逃走, 是合理说。 二姐告道, 小夫人嫁与刘贵, 虽是个小老婆, 却也得她看成得好, 大娘子又贤惠, 却如何啃起这片胆心。 只是昨晚丈夫回来, 吃得半憨, 拖了十五贯钱进门, 小夫人问她来历, 丈夫说道, 未因养善不周, 将小夫人点与她人, 点得十五贯身价在此, 又不通我爹娘得知, 明日就要小夫人到她家去。 小夫人慌了, 连夜出门, 走到林社家里, 借宿一宵。 今早一静先往爹娘家去, 教她对丈夫说, 既然卖我有了主顾, 可到我爹妈家里来交割。 才走得到半路, 却见昨夜借宿的林家赶来, 捉住小夫人回来, 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 纳夫引贺道, 胡说, 这十五贯钱, 分明是她丈人与她女婿的, 你却说是点你的身价, 眼见得没巴逼的说话了。 况且妇人家, 如何黑夜行走? 定是脱身之计, 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 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 你却从时说来。 那小娘子正带分说, 只见几家林社一起跪上去告道, 相公的言语为时清天。 她家小娘子, 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 今早她自去了。 小的们见她丈夫杀死, 一面着人去赶, 赶到半路, 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 苦死不肯回来。 小的们勉强捉她转来, 却又一面着人去接她大娘子与她丈人, 到时, 说昨日有十五贯钱赋予女婿做生理的。 今者女婿已死, 这钱不知从何而去。 再三问那小娘子时, 说道, 她出门时, 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 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贯钱, 分文不少。 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通谋杀。 脏政分明, 却如何赖得过? 福尹听他们严严有礼, 就换那后生上来道, 地念之下, 怎容你这等弧行? 你却如何谋了她小老婆, 劫了十五贯钱, 杀死她亲父。 今日同往何处? 从时招来。 那后生道, 小人姓崔明明, 是乡村人士, 昨日往城中卖了丝, 卖的这十五贯钱。 今早路上偶然撞着这小娘子, 并不知她姓甚名谁, 那里晓得她家杀人公事。 福尹大怒喝倒, 胡说, 世间不幸有这等巧事。 她家失去了十五贯钱, 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 这分明是知无的说话了。 况且她妻莫爱, 她马莫奇, 你既与那妇人眉慎首尾, 却如何与她同行共诉? 你这等顽皮赖骨, 不打, 如何肯招? 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 拷打一顿。 那边往老园外, 与女儿并以甘邻诱人等, 口口声声咬她二人。 福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 考训一回, 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 只得去招了。 说是一时剑财起义, 杀死亲夫, 截了十五贯钱, 同奸夫逃走事实。 左邻右舍都只画了十字, 将两人大家家了, 送入死囚牢里。 将这十五贯钱, 给还原主, 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 也还不够呢。 福尹谍成文案, 奏过朝廷, 不服身详, 倒下圣旨, 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 谋财害命, 一律处斩。 陈氏不合同同奸夫, 杀死亲夫, 大逆不道, 凌迟示众。 当下读了招撞, 大牢内娶出二人来, 当庭判一个斩字, 一个瓜字, 鸭腹是曹, 行行示众。 两人浑身试口, 也难分说。 正是, 鸭子漫长黄涅味, 难将苦口对人言。 看官听说, 这段公事, 果然是小娘子, 与那催宁谋财害命的时节, 她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 怎地又去临舍人家借宿一宵, 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 却被人捉住了。 这段冤枉, 仔细可以推降出来。 谁想问官糊涂, 只图了事, 不想垂楚之下, 何求不得。 冥冥之中, 积了阴志远在而孙尽在身。 他俩个冤魂, 也需放你不过。 所以做官的, 妾不可率以断誉, 任情用行, 也要求个公平名远。 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 断者不可复婿, 可胜叹哉。 闲话休蹄, 却说那刘大娘子道德家中, 设个灵位, 守孝过日。 父亲往老园外劝他转身, 大娘子说道, 不要说起三年之久, 也需到小祥之后。 父亲应允自去。 光阴迅速, 大娘子在家, 爸爸接接, 将近一年, 父亲见他守不过, 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 说, 叫大娘子收拾回家, 与刘官仁做了周年, 转了身去罢。 大娘子没记奈何, 细思, 傅言意识有理, 收拾了包裹, 与老王背了, 与林社家作别, 暂去再来。 一路出城, 正值秋天, 一阵乌风猛雨, 只得落路, 往一所林子去躲, 不想走错了路。 正是, 朱阳走徒仔之家, 一脚脚来寻死路。 走入林子里去, 只听他林子背后, 大喝一声, 我乃靖山大王在此。 行人住脚, 须把买路前于我。 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已经不小, 只见跳出一个人来。 头戴钱红凹面金, 身穿一领旧战袍, 腰间红卷搭搏裹肚, 脚下蹬一双乌皮造靴, 手指一把坡刀。 无刀前来, 那老王该死, 便道, 你这捡静的毛团, 我须是认得你, 坐这老性命者与你对了罢。 一头撞去, 被他闪过空。 老人家用力梦了, 扑地便道, 那人大怒道, 这牛子好生无理, 连朔一两刀, 血流在地, 眼见的老王痒不大了。 那刘大娘子见他凶猛, 料道脱身不得, 心生一计, 叫做脱空计。 拍手叫道, 杀得好。 那人便住了手, 睁元怪眼, 贺道, 这是你什么人? 那大娘子虚心假气地答道, 奴家不幸丧了丈夫, 却被没人哄又, 嫁了这个老儿, 只会吃饭。 今日却得大王杀了, 也替奴家除了遗害。 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 又生得有几分颜色, 便问道, 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吗? 大娘子寻思, 无计可施, 便道, 情愿服侍大王。 那人回尘作喜, 收拾了刀杖, 将老王尸首, 窜入洞中。 领了刘大娘子, 到一所庄院前来, 甚是委屈。 只见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块, 抛向屋上去, 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 到的草堂之上, 吩咐沙阳贝酒, 与刘大娘子成亲。 两口且是说得着, 正是, 明知不是伴, 是吉且相随。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 不上半年, 连起了几主大财, 家间也丰富了。 大娘子甚是有实践, 早晚用好言语劝他, 自古道, 瓦冠不离井上破, 将军难免震中亡。 你我两人, 下半事也够吃用了, 只管做这没天理的够当, 终须不是个好结果。 却不到是良缘虽好, 不是酒恋之家。 不若改行从善, 做个小小经济, 也得过养生活命。 那大王早晚被他劝转, 果然回心转意, 把这门道路撇了, 却去城市间另下一处房屋, 开了一个杂货店。 御贤侠的日子, 也时常去寺院中念佛负斋。 呼一日在家闲坐, 对那大娘子道, 我虽是个简静的出身, 却也晓得冤个有头, 债个有主。 每日间只是吓片人东西, 将来过日子。 后来的有了你, 一向不大顺流, 尽以改行从善。 闲来追思济网, 正会网杀了一个人, 又冤陷了两个人, 时常挂念, 私欲做些功德, 超度他们, 一向不会对你说之。 大娘子便道, 如何是网杀了两个人? 那大王道, 一个是你的丈夫, 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 他来撞我, 我却杀了他。 他虚是个老人家, 与我往日无仇, 如今又谋了他老婆, 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 大娘子道, 不嫩地时, 我却那得与你厮守。 这也是往事, 休提了。 又问, 杀那一个, 又是圣人? 那大王道, 说起来这个人, 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 且又带累了两个人, 无辜偿命。 是一年前, 也是读书了, 身边并无一闻, 夜间便去掏摸些东西。 不想到一家门手, 见他门也不拴, 推进去时, 里面并无一人。 摸进门里, 只见一人醉倒在床, 脚后却有一堆铜钱, 便去摸他机关。 正带要走, 却惊醒了。 那人起来说道, 这是我仗人家与我做本钱的, 不争你偷去了, 一家人口都是饿死。 起身抢出房门, 正带声张起来。 是我一时见他不是话头, 却好一把匹柴斧头在我脚边, 这叫做人籍寄生, 绰其斧来, 喝一声道, 不是我, 便是你, 两府劈倒, 却去房中将十五罐钱尽数取了。 后来打听的他, 却连累了他家小老婆, 与那一个后生换作催眠, 冤枉了他谋财害命, 双双受了国家刑罚。 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 只有这两桩人命, 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 早晚还要超度他, 也是该的。 那大娘子听说, 暗暗地叫苦, 原来我的丈夫也吃着厮杀了, 又连累我家二姐与那个后生无骨手戳。 思量起来, 是我不和当初作弄他两人偿命, 料他俩人阴私中, 也虚放我不过。 当下全且欢天喜地, 并无他说。 明日捉个空, 便移境到临安府前, 叫起驱来。 那时换了一个新人府尹, 才得半月。 正直声听, 左右捉将那教区的妇人进来。 刘大娘子到于街下, 放声大哭。 哭吧, 将那大王前后所为, 怎地杀了我丈夫刘贵。 问官不肯推降, 含糊了事, 却将二姐与那崔宁朦胧偿命。 后来又怎地杀了老王, 奸骗了奴家。 今日天理昭然, 依依是他亲口昭成。 扶起相公高玄明镜, 昭雪前渊。 说罢又哭。 福尹见他情子可怜, 急着人去捉那靖山大王道来, 用行考训, 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 即使问成死罪, 奏过官礼。 待六十日献满, 倒下圣旨来, 看得, 靖山大王, 谋财害命, 连累无辜, 准律, 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 斩家等。 绝不带识, 原文官断誉失情, 虚之为民。 崔宁与陈氏王死可怜, 有私访其家, 量刑优序。 王氏继续强图微逼成亲, 又能身血浮渊, 浊江贼人家产, 一半没入关, 一半给予王室养善终身。 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场上, 看绝了靖山大王, 又取其头去寄献王夫, 并小娘子及崔宁, 大哭一场。 将这一半家私, 舍入尼姑庵中, 自己朝夕看经念佛, 追见王魂, 尽老百年而终。 有诗为证, 善恶无分总丧区, 只因细语酿扬威。 劝君出话虚诚实, 口谷从来是祸姬。 第38章, 闹樊多情周盛宪, 太平时节日偏长, 处处生歌入醉乡。 闻说鸾鱼且临性, 大家拭目待君王。 这四句诗, 乃勇豫驾临性之事。 从来天子建都之处, 人节地灵, 自然名山圣水, 凑着赏心乐事。 如唐朝便有个曲江池, 宋朝便有个金鸣池, 都有四十美景, 清城侍女王孙, 家人才子, 往来游玩。 天子也不识驾临, 与民同乐。 如今且说那大宋徽宗朝年 东经金鸣池边, 有座酒楼, 换座樊楼。 这酒楼有个开酒寺的范大郎。 兄弟范二郎未曾有妻事。 时值春末夏初, 金鸣池游人赏玩作乐。 那范二郎因去游赏, 见家人才子如矣。 行到了茶坊里来, 看见一个女孩, 方年二九, 生得花容月貌。 这范二郎立地多时, 细看那女子生的。 色,色, 一迷, 难拆。 隐身归, 藏柳墨。 足不金莲, 腰之一年。 嫩脸硬桃红, 香肌晕育白。 娇姿恨惹狂童, 情态愁千艳客。 芙蓉杖里坐鸾黄, 云与此时何处密? 原来情色都不由你。 那女子在茶坊里, 四母相试, 聚一个友情。 这女孩心里暗暗地喜欢, 自思量道, 若是我嫁的一个四这般子弟, 可知好理。 今日当面错过, 再来那里去讨。 郑思量道, 如何这个道理和她说话? 问她曾娶妻也不曾。 那跟来女子和奶子都不知许多事。 你倒好巧, 只听得外面水桶响。 女孩眉头一纵, 记上心来, 便叫, 卖水的你清些甜蜜蜜的糖水来。 那人轻一盏糖水在铜鱼耳里, 递语那女子。 那女子接得在手, 踩上口一瞎, 便把那个铜鱼望空打一丢, 便叫, 好好。 你却来暗算我。 你道我是雾谁? 那范儿听得道, 我且听那女子说。 那女孩道, 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 我的小名叫做圣仙小娘子, 年一十八岁, 不曾痴人暗算。 你今却来算我, 我是不曾嫁的女孩。 这范儿自私量道, 这言语敲气, 分明是说与我听。 这卖水的道, 告小娘子, 小人怎敢暗算。 女孩道, 如何不是暗算我? 斩子里有条草, 卖水的道, 也不畏厉害。 女孩道, 你带算我喉咙, 却恨我爹爹不在家里。 我爹若在家, 与你打官司。 奶子在旁边道, 却也真耐这死。 查博士见里面闹吵, 走路来道, 卖水的, 你去把那水好好挑出来。 对面范儿郎道, 他既暗递于我, 我如何不回他? 随即也叫, 卖水的, 轻一盏甜蜜蜜糖水来。 卖水的, 便轻一盏糖水在手, 递于范儿郎。 二郎接着斩子, 吃一口水, 也把斩子望空一丢, 大叫起来道, 好好, 你这个人, 真个要暗算人。 你道我是务谁? 我哥哥是樊楼开酒店的, 换作范大郎, 我便换作范儿郎, 年等一十九岁, 未曾吃人暗算。 我射得好弩, 打得好弹, 见我不曾娶魂家。 卖水的道, 你不是疯。 是甚意思, 说与我知道, 指望我与你作媒。 你便告到官司, 我是卖水, 怎敢暗算人。 范儿郎道, 你如何不暗算? 我的鱼儿里, 也有一根草叶。 女孩听得, 心里好欢喜。 查博士入来, 推拿卖水的出去。 女孩起身来道, 俺们回去修。 看着那卖水的道, 你敢随我去? 这子弟思量道, 这话分明是教我随他去。 只因这一去, 惹出一场没头脑关子。 正是, 严可省师修便说, 不宜留楚墨狐行。 女孩约莫去得远了, 发二郎也出茶坊, 远远地望着女孩去。 只见那女子转步, 那发二郎好喜欢, 直到女子住处。 女孩入门去, 又推起帘子出来望。 发二郎心中越喜欢。 女孩自入去了。 发二郎在门前疑似失心疯的人, 盘旋走来走去, 直到晚方才归家。 且说女孩自那日归家, 点心也不吃, 饭也不吃, 觉得身体不快。 做娘的荒问盈儿道, 小娘子不曾吃肾生冷。 盈儿道, 告妈妈, 不曾吃肾。 娘见女儿几日只在床上不起, 走到床边问道, 我儿害肾的病。 女孩道, 我觉有些浑身痛, 头疼, 又一两声咳嗽。 周妈妈欲请一人来看女儿, 争奈园外出去未归, 又无男子汉在家, 不敢去请。 盈儿道, 隔一家有个王婆, 何不请来看小娘子。 她换作王百惠, 与人收生, 做针线, 做媒人, 又会与人看脉, 知人并轻重。 邻里家有些些事都没她, 周妈妈便令盈儿去请的王婆来。 见了妈妈, 妈妈说, 女儿从金鸣池走了一遍, 回来就病倒得阴游。 王婆道, 妈妈不须说的, 带老媳妇与小娘子看脉自知。 周妈妈道, 好好。 盈儿尹将王婆进女儿房里。 小娘子正睡里, 开眼叫声哨礼。 王婆道, 稳便。 老媳妇与小娘子看脉则个。 小娘子伸出手臂来, 教王婆看了脉。 道, 娘子害得是头疼浑身痛, 觉得奄奄的恶心。 小娘子道, 是也。 王婆道, 是否。 小娘子道, 又有两声咳嗽。 王婆不听得万事皆休, 听了道, 这病敲息。 如何出去走了一遭, 回来去变害这般病。 王婆看着盈儿, 奶子道, 你们且出去, 我自问小娘子则个。 盈儿和奶子自出去。 王婆对着女孩道, 老媳妇却理会得这病。 女孩道, 婆婆, 你如何理会得? 王婆道, 你的病患作心病。 女孩道, 如何是心病? 王婆道, 小娘子, 莫不见了什么人, 欢喜了, 却害出这病来。 是也不是。 女孩答道, 这却没有。 王婆道, 小娘子, 时对我说, 我与你做个道理, 救了你性命。 那女孩听得说话投机, 便说出上件事来, 那子弟换作发二郎。 王婆听了道, 莫不是樊楼开酒店的发二郎。 那女孩道, 便是。 王婆道, 小娘子休要烦恼, 别人使老生便不认得。 若说发二郎, 老生认得她的哥哥嫂嫂, 不可得的好人。 发二郎好个伶俐子弟, 她哥哥尖叫我与她说亲, 小娘子, 我叫你嫁发二郎, 你要也不要。 女孩笑道, 可知好理, 只怕我妈妈不肯。 王婆道, 小娘子放心, 老生自有个道理, 不须烦恼。 女孩道, 若是嫩地时, 重些婆婆。 王婆出房来, 叫妈妈道, 老媳妇知的小娘子病了。 妈妈道, 我儿害什么病? 王婆道, 要老生说, 且告三杯酒吃了却说。 妈妈道, 银儿, 安排酒来请王婆。 妈妈一头请她吃酒, 一头问婆婆, 我女儿害什么病? 王婆把小娘子说的话, 一一说了一遍。 妈妈道, 如今却是如何? 王婆道, 只得把小娘子嫁与范二郎。 若还不肯嫁与她, 这小娘子就难医。 妈妈道, 我大郎不在家, 虚实不得。 王婆道, 告妈妈, 不若与娘子下了定, 等大郎归后, 却左亲, 且眼下就小娘子性命。 妈妈允了道, 好好, 怎得做个道理? 王婆道, 老媳妇就去说, 回来便有消息。 王婆离了周妈妈家, 去路径到樊楼, 来见范大郎, 正在跪身礼坐。 王婆叫声万福, 大郎还了礼道, 王婆婆, 你来得正好, 我却带使人来请你。 王婆道, 不知大郎换老媳妇做甚吗? 大郎道, 二郎前日出去归来, 晚饭也不吃, 道, 身体不快, 我问他那里去来。 他道, 我去看金鸣池直至今日不起, 害在床上饮食不尽, 我带来请你看麦。 范大娘子出来与王婆相见了, 大娘子道, 请婆婆看叔叔择个。 王婆道, 大郎, 大娘子, 不要入来, 老身自问二郎, 这病是甚的样起。 范大郎道, 好好, 婆婆自去看, 我不赔了。 王婆走到二郎房里, 见二郎睡在床上。 叫声, 二郎, 老媳妇在这里。 范二郎闪开眼道, 王婆婆, 多时不见, 我性命休也。 王婆婆, 害肾病便休。 二郎道, 绝头疼恶心, 有一两声咳嗽。 王婆笑将起来。 二郎道, 我有病, 你却笑我。 王婆道, 我不笑别的, 我得知你的病了。 不害别病, 你害草门里周大郎女儿, 是也不是。 二郎被王婆道着了, 跳起来道, 你如何得知? 王婆道, 他家来教我说亲事。 范二郎不听得说万事皆休, 听得说好喜欢。 正是, 人逢喜信精神爽, 话和心机一起投。 当下童王婆私赶着出来, 见哥哥嫂嫂。 哥哥见兄弟出来, 道, 你害病却便出来。 二郎道, 告哥哥, 无事了也。 哥嫂好快活。 王婆对范大郎道, 曹门里周大郎家, 特使我来说二郎亲事。 大郎欢喜, 话羞繁血。 两下说成了, 下了定理, 都无别事。 范二郎闲时不着家, 从下了定, 便不出门, 与哥哥照管店里。 且说那女孩, 闲时不做针线, 从下了定, 也肯做活。 两个心安意乐, 只等周大郎归来做亲。 三月间下定, 只等到十一月间, 等得周大郎归家。 邻里亲戚都来治酒洗尘, 不在话下。 到次日, 周妈妈与周大郎说之上见识。 周大郎问了, 妈妈道, 定了也。 周大郎听说, 双眼圆睁, 看着妈妈骂道, 打击老贱人的谁言语, 善便说尽。 他高沙也只是个开酒店, 我女儿怕没大户人家对亲, 却许着她。 你到了志气, 干出这等事, 也不怕人笑话。 正嫩的骂妈妈, 只见婴儿叫妈妈, 且近来就小娘子。 妈妈道, 作善。 婴儿道, 小娘子在屏风后, 不知怎地气倒在地。 慌得妈妈一步一跌, 走上前来, 看那女孩, 倒在地下, 为之性命如何, 先见四肢不举, 从来四肢百病, 为气最重。 原来女孩在屏风后, 听得作业的骂娘, 不肯教她驾发二郎, 一口气赛上来, 气倒在地。 妈妈慌忙来救, 被周大郎助, 不得她救。 骂道, 打几贼娘。 辱门败户的小贱人, 死便教她死, 救她责善。 迎儿见妈妈被大郎助, 自去向前, 却被大郎一个漏风掌, 打在一壁乡。 及时气到妈妈。 迎儿向前就得妈妈苏醒, 妈妈大哭起来。 临摄听得周妈妈哭, 都走来看。 张嫂, 暴嫂, 毛嫂, 雕嫂, 挤上一屋子。 原来周大郎平息为人不尽道理, 这妈妈甚是和气, 临摄都喜她。 周大郎看见多人, 便道, 家间私事, 不必相劝。 临摄见如此说, 都归去了。 妈妈看女儿时, 四肢冰冷。 妈妈抱着女儿哭, 本是不死, 因没人救, 却死了。 周妈妈骂周大郎, 你直嫩的毒害。 想必你不舍得三五千罐房莲, 故意把我女儿坏了性命。 周大郎听得, 大怒道, 你道我不舍得三五千罐房莲, 这等奚落我。 周大郎走江出去, 周妈妈如何不烦恼? 一个观音也似女儿, 又伶俐, 又好针线, 猪瓣都好, 如何教她不烦恼? 离不得周大郎买具棺木, 八个人抬来。 周妈妈见棺材进门, 哭得好苦。 周大郎看着妈妈道, 你道我割舍部的三五千罐房莲, 你那女儿房里, 但有的细软都搬在棺材里。 只就当时, 叫五座人等入了殓, 即使使人吩咐管分员张一郎, 兄弟二郎, 你两个便与我弃坑子。 吩咐了臂, 话修许凡, 功德水路也不做, 停留也不停留, 只就来日便出丧。 周妈妈交流几日, 那里熬得过来, 早出了丧, 埋葬已了, 个人自归。 可怜三尺无情土, 盖却多情年少人。 话分两头, 且说当日一个后生的, 年三十余岁, 姓朱明珍, 是个暗行人, 日常惯于武作约作帮手, 也会与人打坑子。 那女孩入恋, 集气坑, 都用着她。 这日葬了女儿回来, 对着娘道, 一天好事投奔我, 我来日就富贵了。 娘道, 我儿有甚好事。 那后生道, 好笑, 今日曹门里周大郎女儿死了, 夫妻两个争敬道, 女孩是爷气死了, 逗别气, 约莫有三五千贯房帘, 都安在棺材里。 有嫩的富贵, 如何不去取之? 那做娘的道, 这个事却不是傻的事, 又不是八磅十三的罪过, 又见你也有样子。 二十年前时, 你爷去掘一家坟园, 借开棺材盖, 失手去着你爷笑起来。 你爷吃了那已经归来过的四五日, 你爷便死了。 孩儿, 你不可去, 不是傻的事。 朱贞道, 娘, 你不得劝我, 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 娘道, 修把出去罢, 原先你也曾把出去使得一番便修了。 朱贞道, 个人命运不同, 我今年算了几次命, 都说我该发财, 你不要阻挡我, 你道拖出的是肾物事, 原来是一个皮带, 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 一个皮灯盏, 和那盛油的罐。 又有一领缩衣, 娘都看了, 道, 这缩衣要她坐肾。 朱贞道, 半夜使得着, 当日是十一月中旬, 却恨雪下得大。 纳斯将缩衣穿起, 却又带一片, 是十来条竹皮编成的一行, 带在缩衣后面。 原来雪里有角际, 走一步, 后面竹片扒得平, 不见角际。 当晚约莫, 也是二更左侧, 吩咐娘道, 我回来时, 敲门响, 你便开门。 虽则京城热闹, 城外空阔去处, 依然冷静。 况且二更时分, 雪又下得大, 捂谁出来。 朱贞离了家, 回身看后面时, 没有脚劲, 一横到周大郎坟边, 到肖墙矮处, 把脚跨过去。 你倒好巧, 原来管坟的养只狗子。 那狗子见个生人跳过墙来, 从草棵里爬出来便叫。 朱贞日间被下一个油膏, 里面藏了血药在内。 见狗子来叫, 便将油膏丢将去。 那狗子见丢甚物过来, 闻一闻剑香便吃了。 只叫的一声, 狗子倒了。 朱贞却走进坟边, 那看坟的张二郎叫道, 哥哥, 狗子叫的一声便不叫了, 却不作怪。 莫不有身做不适的在这里, 起去看一看。 哥哥道, 那做不适的来偷我身吗? 兄弟道, 却才狗子大叫一声便不叫了, 莫不有贼。 你不起去, 我自己去看一看。 那兄弟爬起来, 披了衣服, 执着枪在手里, 出门去看。 朱贞听得有人声, 他敲得把缩衣解下, 桌脚步走到一株杨柳树边。 那树好大, 遮得正好。 却把斗笠掩着身子和腰蹭在地下, 缩衣也放在一边。 望见里面开门, 张二走出门外, 好冷, 叫声道, 畜生, 做什么叫? 那张二是睡梦里起来, 被雪包风吹, 吃一惊, 连忙把门关了。 走入房去, 叫, 哥哥, 真个没人。 连忙脱了衣服, 把被匹头兜了, 道, 哥哥, 好冷。 哥哥道, 我说没人。 约莫也是三更前后, 两个说了半赏, 不听得择声了。 朱真道, 不将辛苦意, 难尽是奸彩。 抬起身来, 再把斗笠带了, 着了缩衣, 捉脚步到坟边, 把刀拨开雪地。 巨石日间安排下脚手, 下刀挑开石板下去, 到侧边端正了, 出下头上斗笠, 脱了缩衣, 在一臂箱去皮袋里, 取两个长针, 插在砖缝里, 放上一个皮灯盏, 竹筒里取出火种吹着了, 油罐取油, 点起那灯, 把刀挑开命丁, 把那盖天板丢在一臂, 叫, 小娘子莫怪, 暂见你些个富贵, 却与你做功德。 道罢, 去女孩头上, 便出头面。 有许多金珠首饰, 进阶取下了, 只有女孩身上衣服, 却难脱。 纳斯好会, 去腰间解下手巾, 去那女孩脖像上隔起, 一头系在字脖像上, 将那女孩衣服脱得赤条条的, 小衣也不着。 纳斯可煞针奈处, 见那女孩白净身体, 银心顿起, 按筋不住, 见了女孩。 你倒好怪, 只见女孩睁开眼, 双手把朱针抱住, 怎逼出货? 正是, 曾观前定路, 万事不由人。 原来那女儿一心牵挂着范二郎, 见爷的骂娘, 都别气死了。 死不多日, 金帆得了阳和之气, 一灵儿又醒江转来。 朱针吃了一惊, 见那女孩叫声, 哥哥, 你是误谁? 朱针那丝毫极致, 便道, 姐姐, 我特来救你。 女孩抬起身来, 便理会得了。 一来见身上衣服脱在一臂, 二来见斧头刀仗在身边, 如何不理会得? 朱针欲带要杀了, 却又舍不得。 那女孩道, 哥哥, 你救我去见樊楼酒店放二郎, 众众向谢你。 朱针心中自私, 别人物资坏钱娶魂家, 不能得嫩得一个好女儿, 就将归去, 却是误谁得知。 朱针道, 且不要慌, 我带你家去, 教你见樊二郎则个。 女孩道, 若见得樊二郎, 我便随你去。 当下朱针把些衣服与女孩着了, 收拾了金银珠脆物室, 衣服包了, 把灯吹灭, 倾那油入那油罐儿里, 收了行头, 借其斗笠, 送那女子上来。 朱针也爬上来, 把石头来盖的霉缝, 又捧些雪扑上, 却叫女孩上几杯来, 把缩衣着了, 一手挽着皮带, 一手挽着金珠物室, 把头立带了, 以横取路, 到自家门前, 把手去门上敲了两三下。 那娘的知识儿子回来, 放开了门。 朱针进家中, 娘的痴意惊道, 我儿, 如何失手都驮回来? 朱针道, 娘不要高声, 放下物件行头, 将女孩入到自己卧房里面。 朱针提起一把明晃晃的刀来, 去着女孩道, 我有一件事和你商量, 你若医得我时, 我便将你去剑发二郎。 你若医不得我时, 你剑我这刀吗? 砍你做两断。 女孩慌道, 告哥哥, 不知叫我医生的事。 朱针道, 第一, 教你在房里不要择生, 第二, 不要出房门。 医得我时, 两三日内, 说与范二郎, 若不医我, 杀了你。 女孩道, 医得, 医得。 朱针吩咐罢, 出房去与娘说了一遍。 话羞续凡, 夜间离不得半那私睡。 一日两日, 不得女孩出房门。 那女孩问道, 你曾见范二郎吗? 朱针道, 见来。 范二郎为你害在家里, 等病好了, 却来娶你。 自十一月二十日, 投掷次年正月十五日, 不曾去看。 今日去看泽个。 到五更前后, 便归。 朱针吩咐了, 自入城去看灯。 你倒好巧。 约莫也是更近前后, 朱针的老娘的家, 只听得叫有火。 急开门看时, 是隔四五家酒店里活起荒沙娘的急走路来收拾。 女孩听得自私道, 这里不走, 更待何时。 走出门手, 叫婆婆来收拾。 娘的不知事迹, 入房收拾。 女孩从热闹里便走, 却不认得路见走过的人, 问道, 曹门里在那里。 人指道, 前面便是。 以恒入了门, 又问人, 樊楼酒店在那里。 人说道, 只在前面。 女孩好慌, 若还前面遇见朱针, 也没许多话。 女孩以恒走到樊楼酒店, 见酒博士在门前招呼。 女孩深深地道个万福。 九博士还了诺道, 小娘子没甚事。 女孩道, 这里莫是樊楼。 九博士道, 这里便是。 女孩道, 借问泽个, 发二郎在那里吗? 九博士思量道, 你看二郎, 指引得光景上门。 九博士道, 在酒店里的便是。 女孩一身直到柜边, 叫道, 二郎万福。 发二郎不听得兜修, 听得叫, 慌忙走下柜来, 进前看时, 吃了一惊, 连声叫, 灭, 灭。 女孩道, 二哥, 我是人, 你倒是鬼。 发二郎如何肯信? 一头叫, 灭, 灭。 一只手扶着凳子, 却恨凳子上有许多汤筒, 慌忙用手提起一只汤筒而来, 去着女子脸上丢僵过去。 你倒好巧, 却那女孩太阳上打着, 大叫一声, 匹然倒地。 荒沙九宝, 连忙走来看时, 只见女孩倒在地下。 性命如何? 正是。 小园昨夜东风饿, 吹着江梅就地横。 九博士见那女孩时, 血尽着死了。 发二郎口里, 物字叫, 灭, 灭。 范大郎见外头闹吵, 急走出来看了, 只听得兄弟叫, 灭, 灭。 大郎问兄弟, 如何做此事? 梁九定醒, 问, 坐肾打死他。 二郎道, 个个, 他是鬼。 曹门里泛海周大郎的女儿。 大郎道, 他若是鬼, 须没写出。 如何季节? 去酒店门前轰动有二三十人看, 及时地方便入来捉发二郎。 范大郎对众人道, 他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 十一月已自死了。 我兄弟只道他是鬼, 不想是人。 打杀了他。 我如今也不知他是人是鬼。 你们要捉我兄弟去, 容我请他爷来看施泽个。 众人道, 既是嫩地, 你快去请他来。 范大郎急奔到曹门里周大郎门前, 见个奶子问道, 你是误谁? 范大郎道, 樊楼酒店范大郎在这里, 有些急事, 说声泽个。 奶子及时入去请。 不多时, 周大郎出来, 相见罢。 范大郎说了上件事, 道, 赶凡任师则个, 生死不忘。 周大郎也说不肯信。 范大郎闲时不是说谎的人。 周大郎同范大郎到酒店前看见, 也呆了, 道, 我女儿已死了, 如何得再活? 有这等事。 那地方不容范大郎分说, 当夜将一行人居所, 道次早借入南亚开封府。 包大隐看了解状, 也理会不下。 全将范二郎, 宋玉司监后, 一面相师, 一面下文书, 行使陈房审时。 做工的一面差人, 去坟上崛起看时, 只有空棺材。 问管坟的张一, 张二, 说道, 十一月间, 雪下时, 夜间听得狗子叫。 次早开门看, 只见狗子死在雪里, 更不知别相阴依, 把文书成大爷。 大隐焦躁, 现三日要桌上见贼人, 斩个两三线, 并无下落。 好似, 金平落井, 全无信, 铁枪魔针上少工。 且说范二郎在玉司监响, 此事好怪。 若说是人, 他已死过了。 见有入殓的五座级坟墓, 载笔可证。 若说是鬼, 打石有血, 死后有尸, 棺材又是空的。 辗转寻思, 伪绝不下。 又想到, 可惜好个花枝般的女儿。 若是鬼, 倒也罢了。 若不是鬼, 可不枉害了他性命。 夜里翻来覆去, 想一会, 一一会, 转睡不着。 只想到茶坊里出 会识光景, 便道, 我那日好不着迷离。 四目相视, 急切不能上手。 不论是鬼不是鬼, 我且慢慢地商量, 直嫩性极, 坏了他性命, 毫不罪过。 如今陷于雷泻, 这时又不得明白, 如何是了。 悔之无极, 转悔转想, 转想转悔, 挨了两个更次, 不觉睡去。 梦见女子圣仙, 浓装而至。 范二郎大惊道, 小娘子原来不死。 小娘子道, 打得偏歇, 虽然闷倒, 不曾伤命。 奴两便死去, 都只为官人。 今日知道官人在此, 特特相寻, 与官人了其心愿。 修得渐据。 一是明术当然, 范二郎望其所以, 就和他云语起来。 珍惜之间, 欢情无限。 势必, 珍重而别。 醒来方之事梦, 跃添了许多响悔。 次夜亦复如此, 到第三夜, 又来, 笔钱愈加眷恋。 临去告速道, 奴阳寿未决, 今被武道将军收用。 奴一心旨意着官人, 气宿其情, 蒙武道将军可怜, 给假三日。 如今县期满了, 若在迟言, 必遭呵斥。 奴从此与官人永别。 官人之事, 奴已败从武道将军。 但耐心, 一月之后, 必然无事。 范二郎自觉伤感, 提哭起来。 醒了, 记起梦中之言, 似信不信。 刚刚一月三十个日头, 只见狱卒奉大隐君旨, 取出范二郎, 赋语司看问。 原来开封府有一个长迈董贵, 当日挽着一个篮, 出城门外去。 只见一个婆子在门前叫长迈, 把这一件物事递于董贵。 试慎的, 是一朵珠子结成的枝子花。 那一夜, 朱针归家, 施下这朵珠花。 婆婆私下捡得在手, 不理会得知几钱, 要卖一两罐钱做私房。 董贵道, 要几钱? 婆子道, 胡乱。 董贵道, 还你两罐。 婆子道, 好。 董贵还了钱, 竟将来使臣房里, 见了官茶, 说道嫩地。 官茶把这朵枝子花进来草门里, 叫周大郎, 周妈妈看, 认得是女儿临死带去的, 及时差人捉婆子。 婆子说, 儿子朱针不在。 当时搜捉朱针不见, 却在桑家娃里看耍, 被做工的捉了, 解上开封符。 包大引宋玉丝勘问上件事情, 朱针抵赖不得, 一一招服。 当案薛孔木出, 你朱针结文当斩, 范二郎免死, 赐培劳成瘾, 未曾成案。 其夜梦见一身如武道将军之状, 怒则薛孔木曰, 范二郎有何罪过, 你他赐培, 快与他出脱了。 薛孔木醒来, 大惊, 改你范二郎打鬼, 与人命不同, 事属怪异, 一进行释放。 包大引看了, 都依你。 范二郎欢天喜地回家, 后来娶妻, 不忘周圣仙之情, 岁时到武道将军庙中烧纸祭奠。 有诗为证, 情郎情女等情痴, 只为情其是义其, 若把无情有情比, 无情翻四的便宜。